哎,他是现成的,富贵现成的来的,统统舍弃掉,统统放下。 他要不出家,可以继承王位,王位不要了,荣耀不要了,地位不要了,权力不要了。 出了家,富贵也不要了,他真放得下,真没有贪恋。 出家之后,三一一波,每天到外面去起时,做给我们看,他的生活非常快乐,非常自在,我们世间人看到苦,其实那个生活是大自在,身心没有丝毫压力。 我们看现在世间富贵人,他的富贵,享受富贵,你仔细去观察,他付出多大的代价。 我看到有一些同修经商,不错。 赚钱是不少,太辛苦了。 如果这样辛苦,我宁愿不要,这是真的。 为什么? 得不偿失。 一定要把事实真相看清楚,然后听到佛这个话,我们自然会点头,会肯定,不再执着,不再贪恋,一切放下。 方能与实相相相应,实相是事实真相,与事实真相相应,你过的生活是真实的生活,正式,无量受精,上讲的三种真实。 真实之计,就是说的实相相相应,真实慧,真实的智慧,真实之力,我们凡夫讲利益,佛告诉你那才是真实的利益。 迷人常劫之中,违造或叶苦耳,反过来看,没有觉悟的人,不了解宇宙人生真相的人,他们过的生活,无论是富贵,无论是贫贱,总而言之,他们过的生活是迷惑,造业,受报,他们的日子是六道轮回的日子。 佛菩萨过的日子,是一针法界的日子,怎么会相同? 完全不相同。 佛菩萨那种生活之乐,凡夫不知道。 凡夫能看得出来的,那不是普通人,那真正是有学问,有修养,身心清静,观察到佛菩萨这个生活自在,快乐。 过去我出家受戒,我的的戒和尚道元老法师,在戒坛里面他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 我记得我过去好像也曾经说过,这个事情是真的,不是假的。 就出现在他们的家乡,他是江苏苏北人,那个时候他还很年轻,在当小和尚。 家乡有这么一个新闻,奇怪的事情。 有一个要饭的乞丐,这个乞丐的儿子以后发了财,在这个地方经商很成功。 他的老爸爸在外面要饭当乞丐,人家看都看不过,亲戚朋友都责备他,骂他,你不笑,你家里这么富有,怎么可以叫你的父亲到外面去要饭。 他也是有口难言,他父亲甘心情愿的,但是为了自己面子,派了很多人到处去找,好不容易把老先生请回来了。 请回来之后,给他换了新衣服,不让他出门了,在家里养尊厨优,过一个好的生活。 大概住不到一个月,老先生看到房贩的人比较松了,他又偷偷地跑掉了,又去要饭了。 后来有人问他,你为时不在家里享福? 他说,家里面有什么福享? 我这个生活才真享福。 每天没有事,游山玩水,走到哪里吃到哪里,走到哪里住到哪里,身上一吻也没有。 那个社会动乱,到处都是土匪,土匪不会抢乞丐,所以他的天下太平,他的天下没事。 这个人了不起,不是普通人,他会找他自己的乐趣,过他自由自在的生活。 不是真正看得破,放得下,有智慧的人,他不做这个事情。 老法师告诉我们,讲这一桩事情,也给我们很大的启示。 这个人并没有学佛,他有这个智慧,他要过他自由自在的生活,他不愿意受约束,摆脱繁杂的社会,他连家庭都统统放下了。 在我们想象,他这个人这一生没有学佛,过去身中一定是学佛的,一定有很深厚的善根,否则的话,他怎么会想到过这种生活方式。 这是真实自在,快乐,幸福,美满,我们世间人怎么看得到? 他快乐在哪里? 身心没有挂爱,没有一丝毫忧虑,没有一点烦恼,没有一点牵挂,这才真正了不起,世间人不能跟他相比的。 世间人迷在长劫之中,干的是货业苦,迷惑,造业,受果报。 我们看这个经文,确确实实如果不细说,这个经文很难看得出来,它里面有这么深的意思,真的是深广惊为。 下面是尊者答复的话。 171,明多即非多。 甚多,世尊,何以故? 若是为尘重时有者,佛则不说是为尘重。 世尊问,把这个世界碾碎为尘,不要说是大千世界,一个世界就不得了,那个数字没有办法计算,何况是三千大千世界碎为尘。 虚菩提答复,甚多,世尊,何以故? 若是为尘重时有者,佛则不说是为尘重。 重是重多的意思。 虚菩提尊者很聪明,佛这一问,他就晓得佛的问意所在,这个非常重要。 如果问意在哪里都不晓得,你怎么答复? 这就懂得佛的意思。 一,问意着重在,重,字。 为尘,是极何之幻香,并非实有。 当体极空,乐不可得。 问意着重在,重字,是为尘重,宁为多不,着重在,重,字,重多的意思。 为尘是极何之幻香,并非实有,小虽然很小,小到很不容易发现,现在科学这个发现也是相当不容易,是因为现代技术进步,特别是光学,比过去二,三十年进步太多了,利用这些先进的科学仪器才发现。 依照这个发现理论来推测,如果我们科技再进步,可能还会有新的发现。 佛经里面讲的为尘,即为之为,讲的灵虚尘,灵虚尘就不能再分了,跟虚空做灵居,佛还是用这个尘。 今天已经观察到波动,跟灵虚这个意思就有一点靠近。 佛告诉我们,物质是怎么发生的。 是从,一面不觉,而有无明。 无明就是波动的现象,无明是个动向。 所以法相经论里面说,无明不觉生三系,三系相第一个是,夜相,夜相要用现代话来讲,极其微弱的波动。 从夜相再变成,转向,转还是一个波动,不过波动的幅度比夜相要大。 从转向就变成,境界相,境界相就是物质,就可能变成现在所谓的基本粒子,这个东西是这么发生的。 如果在佛经理论上讲,为什么波动会变成物质? 佛教给我们一个原理,教给我们一个理论的基础,为时所变。 时,是什么? 分别,执着。 执着。 这个物体,它本来没有,是分别,执着变现出来的。 分别就是波动,执着,把这个波变成了物质。 我们用现代科学的观察,再看到佛在经上给我们讲的,你合起来看,容易明白多了。 这是现代的物理学,佛经上全都有,佛在三千前说的,没有这些科学仪器,居然所说的是最进步的科技才发现。 我们相信佛的五眼圆明,佛的眼睛比你现在什么样高级的光学,还要锐利,他看得还清楚。 现在科学家还没有看到转香,还没有看到叶香,顶多只看到现香而已,看到这个东西。 佛给我们讲的,的确非常维系。 所以要晓得,这个东西是原生的,原生的没有自信。 当体积空,了不可得,不可得,当然就不要再分别,更不需要去执着,离开一切分别,执着,给诸位说,这个真相你就见到了。 你为什么会见到? 自信般若。 这个高度的智慧,圆满的能力,佛是五眼圆明,他见到了。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五眼,我们每一个人都具足圆满的般若智慧。 我们今天的智慧没有了,能力没有了,怎么没有的。 佛告诉我们,华言经,上讲的,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的,佛是一句话把我们的病根说穿了。 我们的病根就是妄想,执着。 诸位要晓得,妄想就是分别。 离开妄想,执着,我们本能的智慧能力都恢复了,佛能见到,我们也能见到。 佛告诉我们,妄想,执着离一分,你的智慧能力就透一分,妄想,执着离两分,你的智慧能力就得两分,就恢复两分。 是不是真的? 真的。 金刚经,上就是这么说的,原教出驻菩萨破一品无名,也就是妄想,执着放下一分,他的智慧得能恢复一分,二驻菩萨放下两分,他就得两分,到等觉菩萨四十一品无名统统都放下了,他得到的智慧得能是圆满的。 这个的也是很勉强说的,他本能恢复,那来的的。 的是从前没有,你才可以说的,他本来有的。 所以的也是不得以勉强说的。 不能执着真的有的,不能执着真的有智,心经,上最后告诉我们真话,无智亦无的,智圆满的,得能圆满的,圆满的智慧,得能不是的来的,是自信本来有的,现在恢复而已。 今天就讲到此地。 金刚班若言习报告第102卷新加坡佛教居士林荡明,9年2月3年10月2。 请先开经本250面。 2、佛识外道,每将世间事物,层层分析。 分析至于不可分。 而有职位时有。 正如经之化学家,分析世界各物,为分子、原子、电子,依然职位时有。 二圣之为臣可惜为灵虚,知一切皆空。 然不及大臣知能做体空观也。 这个意思,前面都曾经说过。 由此可知,释迦牧尼佛那个时代,距离我们现在已经相当的遥远,从中国历史上所记载的,佛出世到今天有三千多年,即使是外国人的考据,也超过2500年,时代相当的久远。 但是在那个时候,印度这些外道,他们就相当的聪明,用分析的方法观察出物质的现象,但是分析到最小的,他还是执着这个物质存在。 最近这二、三十年来,科技比从前进步太多了。 以前分析到原子、电子,他们还是执着这个东西是存在的,是实有的。 可是最近由于科技的发达,观察更为维系,发现到物质的现象是波动。 如果能够讲到波动,这是现在科学家已经承认了,换句话说,这基本的物质到底是存在,还是不存在。 跟佛经上所讲的,逐渐逐渐接近了。 佛对于这些事情,在经典里面讲得很详细,告诉我们物质怎么样变现出来的,怎么样发展,而成为宇宙之间一切的现象。 纵然是发展如此复杂的现象,佛告诉我们,这个像是幻香,不是实在的,这个像是假香,是当体即空,了不可得。 班若心经,几乎每一个学佛的人天天在念,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就是物质,就是物质的现象,实实在在,空有是亦不是而。 小成人也像现代科学家一样,用分析的方法,分析到极为之为,知道所有一切物相不可得,但是他比不上大臣菩萨,大臣菩萨用不着这么麻烦去分析。 他的智慧高,虽然没有佛的五眼,也有与佛相似观察的能力,知道一切法当体即空,这叫做,体空观。 我们常念,班若经,念得很熟,而没有的班若的受用,就是我们虽念而不知道做观,没有能够把佛经里面这些重要的精具,应用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与生活里面点点滴滴去做一个比较,这样子我们才能够的受用。 三,重,自知意,为凡有集合而成者,便知是空,不可知识。 经知科学家云,物质形成于场。 场乃具有能量强度之空间,其中并无一物。 又有位一切物质都是波之现象。 又有位,原置点的世界,是一个反复生成和消灭的世界。 此欲,心经,中,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意四合。 故一切法成不可这也。 众字之意,为凡有集合而成者,为成众,集合而成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因缘生法。 因缘就是许多条件聚合而成的。 凡是聚合而成的,便知是空,不可知识,不能够执着这事实有的。 从哪个地方观察起? 最好从我自己的身体,我们身体是四大五运集合而成的,这个身体是因缘生法,也不违背这个原则。 既然是因缘生法,当然是当体即空,所以不能把这个身体执着事实实在在有的。 从这个地方看,从这个地方下手,拿这个来做官。 这是物质,色法,心法也用,金刚经,上一句经文, 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我们起心动念,要时时能体会,金刚经,讲的这个意思,这个道理,希望把,班若经,中的道理,与我们视相,物相当中去检验一下,这就叫做做官,这就叫做用功。 不检验不知道,经是经,念头是念头,行为是行为,彼此互不相干。 如果一检验,关系就密切了,晓得身心境界巨不可得,我们妄念自然就平息,妄念就没有了。 妄念没有了,心定了,那就好了,你的真心本性就现前。 佛法教导一切众生,真正的目的就在此的,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 目的是教我们了生死,出三界,教我们做佛做祖。 怎么个做法? 不用这个功夫,你不能契入诸佛菩萨的真实境界。 所以,执着这个东西实在的,错了。 那是凡夫的知见。 知道一切法不可得,那是佛之佛见,他看到真相。 经之科学家云,物质形成于场,这是近代的科学家发现的。 什么叫场? 底下有个简单的注解。 场乃具有能量强度之空间,其中并无一物,这个就接近于佛法所讲的灵虚,这个说法说得好。 又有位一切物质都是波之现象。 又有位,原置点的世界,是一个反复生成和消灭的世界。 这是近代科学家所说的,这种说法,真的与佛经上讲的愈来愈接近。 与,心经,说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意思似乎很接近。 为什么不说他跟,班若经,上讲的是一样的。 我们还用各相似,那是科学家虽然观测出来,虽然说出来,他没放下,他还是执着有。 换句话说,他依旧是凡夫,不是圣人,依旧出不了三界六道。 这个讲法,观察,跟佛经上所说的接近。 如果他真的明白了,彻底明白了,我相信他一定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了。 这一放下,最低限度他证阿罗汉果,他之所以证不了果,就是放不下。 这一点我们应该要警惕。 我们能不能放下。 这些科学家们是利用现代进步的科学技术,观察到这个现象,我们没有这个机缘,没有亲自见到。 但是这些科学家决定不是妄语,他的论文公布之后,为其他国家地区的科学家所认同,所肯定,这不是虚妄的,我们信得过。 我们学佛。 这些科学家的科学家,不论文公布之后的境界就不一样了,所谓是超凡入圣。 这正是诸佛如来对我们应切的期望,我们应当做到这一点,这才不辜负世尊为我们说法。 一七二,是其所以。 所以这何? 佛说为沉重,则非为沉重,是明为沉重。 佛说法的善巧,我们必须细心去领会,这个句子在,《金刚经》里面很多。 一,则非,曰亦如知法性,明其本来是空。 是明,曰愿生知法相,明其不无假明也。 凡是讲道,则非,曰亦如知法性,明其本来是空,从体上说,从性上说,则非为沉重。 换句话说,清净心中哪有此物? 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来的? 前面已经说过了,这个地方不再重负了。 是明为沉重,是明,是从现象上说的,这个现象是因缘所生。 什么因缘? 是众生无始节来,无量节来的妄想,分别,执着的习气,本来是空气的。 在空气里面凝结的现象,这个现象不是真有。 如果我们要说,空中本来没有,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 你说凝结的现象,这个难以相信。 实实在在说,这种现象很平常,你要不相信,你仔细去观察,空中有没有象。 没有象,没有象,没有象,你把两个眼睛瞪大,仔细去看,看上十分钟,二十分钟,空中有象了,你会看到现象。 为什么看到现象? 眼睛看疲劳了,你眼睛要是害眼病,你看这个虚空就会现象,眼睛疲劳的时候,看的也有现象。 这个方法不是我发明的,是加穆尼佛在《冷言经》上讲的。 耳根疲劳了,会听到奇奇怪怪的声音。 确实没有声音,别人没听到,你为什么听到? 疲劳了,累了。 由此可知,那个象是假的,不能说没有象,它真有象,象不是真的,当体极空,了不可得。 我们现在感觉的这个现象,那是极其粗的现象,但是诸位要晓得,粗象是从细象里面变化出来的。 而且这个现象,是众生业因果报生灭的相续相,是这么回事情。 所以科学家讲波动,很有道理,确确实实是波动,这个波动就是佛经里面讲的,一念不觉,而有无明,无明就是波动。 为什么会有波动? 不觉,迷了。 迷了就动,绝了就不动,迷跟绝的差别现象就在此地。 我们如果问问自己,我现在是绝了,还是迷了,用这个方法来观察,绝迷就清清楚楚。 迷的现象,心里妄动,想东想西,妄想停不住,这是迷。 真正觉悟的人,没有妄想,心是定的,心是清净的,那是觉悟。 所以我们自己好好想想,自己这个心是定的,还是乱动。 如果是乱动,你就要记住,迷,没觉悟。 果然心定了,那就知道觉悟了,这个时候不迷了。 要想觉悟,要想不迷,一定要万元放下,班若经,尚跟我们讲的这么多,无非是帮助我们看破,让我们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 真相明白了,这才肯放下,放下不简单。 才肯。 有这个现象,就,不无假名。 有这些现象,佛要为我们说明这些现象的真相,那总要建立名词术语,我们彼此沟通就方便。 所以名词是为了沟通方便而建立的,也不是真的,是因缘身法。 2. 佛说,者,显示觉至动照,法性本空,法相接换。 当其有时,便是空时。 因为成之本空,便可类推而知世界皆空而。 佛说,者,显示觉至动照,法性本空,法相接换。 这个经文里面,佛说为沉重,他不是说如来说,金刚经,这个句子也很多。 佛说跟如来说,意思不一样,佛说是正果之人说的,如果用如来,那是从自信上说的,所以他的意思不相同。 佛说,显示这个人修行正果,正道究竟圆满的果位,也就是烦恼断尽了,剑丝,成沙,无名都断干尽了。 绝至圆明,动照,照见什么? 底下这两句,宇宙人生的真相,法性本空,法相接换,有性决定有相,性相决定起作用,性的作用就是现相,性相亦如,性相不耳。 性体是空气的,法相哪里会时有? 法相讲时有事决定讲不通的,那性相怎么能一如? 所以法相是假的,梦幻泡影。 当其有时,便是空时,这是如来的之鉴,我们凡夫颠倒错乱,颠倒在哪里? 错在哪里? 就错在这个地方,我们把法相当作真实的,不知道一切像是幻有,不是真有。 因为成之本空,便可类推而知世界皆空而,所以佛法讲万法皆空,我们今天讲物质现象,构成现象的基本物质是波动,没有实体。 宇宇宙这些万象,构成它的是波动的没有实体的东西,这些现象怎么会是真实的? 理上讲不通。 理上讲不通,我们感觉世上好像是这样的,这真是我们看走了眼,看错了。 实在讲,事实上也是当体极空,了不可得。 这个意思很深,很广,很精微,要细心去体会,细心去观察,能得到一点消息,对我们的修学就有很大的帮助。 对于断烦恼,正菩提,知道小而为成,大而世界,都是因缘身法,乐不可得。 173,明世界非一明非界明界。 世尊,如来所说三千大千世界,则非世界,是明世界。 虚菩提尊者的确非常聪明,这是虚菩提尊者所说的,教者世尊,如来所说,这个意思就是说,从真如本性上说,大千世界则非世界。 一,三千大千世界,名为应生教化之境,此境为一切众生所依。 如来为利益一切众生,随缘显现,以教化而,不住者此境也。 三千大千世界,名为应生教化之境,此境为一切众生所依,一切众生的生活,依靠什么? 要依靠世界。 譬如我们的人生,虽然时间不长,短短的数十年之间,我们一定要依靠这个世界才能生活,不能离开世界,所以是一切众生依靠生存的。 如来为利益一切众生,随缘显现,以教化而,不住者此境也。 诸佛菩萨也是现在我们这个世界,跟我们同住在一起,生活在一起。 我们在这个世间,是业因果报所变现的,所以不得自在。 过去身中造的善因,这一生当中感善果,造作的恶因感恶果,因缘果报,所以不自在。 诸佛菩萨到我们这个世间来视现,跟我们和光同成,他是感应现身的,众生有感,佛菩萨有应,他现的这个身自在。 自在在,自在在在哪里? 不着想。 虽是现在这个世间,离一切妄想,分别,执着,所以他是自在的,这样子教化一切众生。 二,如是而说,正所以开示众生,应观世界非实,是明,而不住者。 世界不着,则一切不着已,乃能令本具之法生出障也。 如是而说,正所以开示众生,应观世界非实,古德教给我们读经,听教,平常你读诵经典,听教就是听讲经说法,贵在随文入观。 随着经文,随着说法的音声,你就能契入这个境界,这个高明。 所以佛当年讲经,听众当中一部经还没有听完就开悟,就正果了,他为什么有这个能力。 随文入观 要怎样才能达到随文入观? 马明菩萨告诉我们,大乘起信论,里面所说的,离明子香,离言说香,离心元香,就能随文入观。 真的读到哪里,这个境界就入到哪里,马上就提升,非常明显的提升。 虽然提升到很高的境界,可是会退转,我们没有正的阿炳拔制,会退转,因为会退转,我们天天读,天天听,一退转再把它拉起来。 这是自古以来修行人成功的秘诀,不断的熏悉,时时刻刻要拉自己一把。 读这个地方你就晓得,众生非众生,世界非世界,常常读诵,常常思维,我们把宇宙人生就看淡了,不那么执着,不那么计较,你就得自在,你就能恢复到自信。 是名而不住者。 世界不着,则一切不着已。 跟你讲众生非时,世界非时,是教你把身心世界一切放下。 目的在哪里? 末后这句说,乃能令本具之法生出障也,法生是本有的,本有的为什么不能现前? 有障碍。 什么障碍? 执着众生是时有的,执着世界是时有的,你本具的法生永远不能现前。 所以你一定要晓得,众生,世界,身心,万法全是假的。 知道全是假的,你觉悟了,你的解缘了,知见缘了。 下面是功夫,功夫是放下。 对于这些事情,不再放在心里,你的障碍就没有了,本具的法生就能现前,出障就现前了。 在看底下这段经文,也是,《金刚经》里面最精彩的一段。 174,是一级非一。 何以故? 若是借时有,则是一何相。 如来说一何相,则非一何相,是明一何相。 一,一何,何而为一之位? 虽闻借可遂尘,然其未遂时,其何而为一之相,明明有也。 长老未遮此之,所以彻底破之。 一何,何而为一之位,实在,所有一切种种法,都是无量因缘何而为一,现的这个相。 乃至于小道义为尘,我们今天知道,为尘不单纯,也是许许多多基本粒子组合的。 为什么组合这个相? 因缘非常复杂,不是单纯的,不是偶然的。 事出世间绝对没有偶然之事,有事必有理,有果必有因。 虽闻借可遂尘,世界可以把它分析成为尘,然其未遂时,其何而为一之相,明明有也。 这个世界我们没有把它碾碎为尘,那这个世界不是明明有吗? 这是凡夫的情职,我们讲是迷情的执着。 长老为遮此职,所以彻底破之,有这种执着的人的确太多了。 这个执着不打破,纵然你开了原解,你依旧放不下,依旧不得受用。 所以须菩提尊者在尽一步知道我们并根之所在,就在这个并根的地方下手,帮助我们把这个维系,无始劫来劳不可破的习气连根拔除。 所以有这一问,这一问的用意太深了。 二,不但因其可遂,知非时有。 及其未遂,亦非时有。 则非,是明,言其不过假明,本来无始也。 亦明必须时有,方是亦何相。 今亦何相,既无一定。 则世界之为当体即空,张张名胜。 不但因其可遂,知非时有。 现代科学家用科学仪器,把最小的物质分解开来,分解开就是打碎,晓得它不是真实的。 及其未遂,亦非时有,那才叫真的聪明。 这个世界没有把它打碎变成围城,现在这个世界的乡在,乡虽然在,你一眼就看破,它是围城,围城极具的乡,这是一何相。 所有一切的现相都是乡,种种因缘聚合而现的现相,带到世界,小到围城,都是一何相。 则非,是明,言其不过假明,怎么说都是个假明,本来无始也。 亦明必须时有,方是亦何相,诸位能不能体会到这个深意。 这个意思深了。 如果基本的物质真有,确实存在,它组合的这个现相才能称之为一何相。 可是基本的物质,今天讲的基本粒子没有,是波动的现相,根本不存在。 所以是否定,没有物质的存在。 基本的物质既然是虚的,不是实在的,它组合的这个现相怎么是实在的? 没有这个道理。 这个意思很深很深,这真的是进了一步,进了一大步。 这个意思你要是能够参透,你真的明白了,你才会点头,一切万法,当体积空,了不可得,你真的承认,你真的明了了,换句话说,你也真的放下了。 依旧不能放下,还是堕在一何相里,不知道佛讲的一何相也是假名而已,有名无实。 所以尊者这一段问的意思很深。 一名必须使有,方是一何相。 经一何相,既无一定。 则世界之为当体积空,张张名胜。 张,就是非常明显的暴露在外面,一丝毫隐瞒都没有,太清楚,太明白了,事实真相真的是当体积空,了不可得。 从这个地方,我们能够体会到,诸佛菩萨怎么不自在。 真正的大解脱,究竟圆满的解脱,法身,般若,解脱,三得,圆满的现前了。 他们的受用就是,长乐我尽,我们凡夫这四个字都没有,凡夫叫四颠倒。 他真正得到了。 长,是永恒,不生不灭。 乐,是离一切忧悲苦恼,永远摆脱了,苦乐忧喜永远没有了,那叫真乐。 我,是主宰的意思,自己真正做得了主宰。 静,是身心清静,一尘不染。 这是他的受用。 尊者说得好,问也问得好,我们再看世尊的答复,看释迦牟尼佛怎么说的。 175,是本离言说。 须菩提,义和乡者,则是不可说,但凡夫之人,贪着其事。 这一段文要不细说,真的很难体会。 一,义和乡,者,义不定义,和不定乡。 顾曰,义和乡者,则是不可说。 若说世界真是义和,岂非为尘亦真是义和。 而世界非世界,乃为尘也。 为尘非为尘,乃本空也。 由是可知世界之义和乡,亦负本空。 岂非义即非一,和即非和耶。 义和乡者,义不定义,和不定和。 顾曰义和乡者,则是不可说。 佛这个讲法,比须菩提尊者前面所说的更深,更广,更维系, 真的是所谓彻法底缘,宇宙人生的根源。 义和乡实在讲是方便说,不是真实说。 说义和乡,凡夫之人贪着其事,凡夫能够接受,能够理解,他能够懂。 从粗显的,譬如我们今天科学里面讲,如果从原子、电子、中子、质子,以这个为单位来讲起义和乡,我们大家都会承认,没有问题。 可是中子、质子在分析,问题就来了,再往深一层去观察,问题来了,不往下去没有问题,义和乡没有问题,再往底下去追究,他就有问题。 问题在哪里? 物质根本不存在,它根本没有,一,到哪里去找? 一,尚且没有,怎么,和? 所以这是彻法底缘的意思,义也没有,和也没有。 义和乡者,则是不可说,佛这一句话,大智慧的虚菩提尊者,他们这样的人,听佛这一说都能明了。 若说世界真是义和,岂非为成义真是义和,我们今天所讲的原子、中子、质子,真的是义和,大而世界,小而为成,那真的是义和像。 而世界非世界,义为成也,这个话我们可以接受,我们可以理解。 世界的确没有,为什么? 为成聚合的,是义和像。 下面这一句就难懂了,为成非为成,乃本空也,这一个事实,现代科学家逐渐已经接近到证实,证明了,为成本空。 由是可知世界之义和像,义复本空,如果说为成不空,世界的义和像是讲得通的,为成本空,世界的义和像就成了问题。 由是可知世界之义和像,义复本空。 岂非亦即非亦,何即非何耶? 这是佛说,则是不可说,佛这一句话的意思很广。 这里面含设种种不同的根基,大基的人体会的深,体会的透彻,小根基的人体会的浅,浅也得受用,不是不得受用,这种说法真的是善巧方便。 二,约清静性言,则都无此事。 凡夫之人贪者其事。 其事,泛指一切事相。 言凡情非正之也。 因其向外持求,故于事相,起贪恋而生执着。 约清静性言,则都无此事,如果讲清静心,真如本性里面没有这个事情,清静心中跟诸位说,无佛无众生,无为尘无世界,清静心中没有这些东西。 凡夫之人贪者其事。 其事,泛指一切事相。 我们佛门里面讲的,使法界一正庄严,凡夫贪者其事。 言凡情非正之也。 凡夫对于宇宙人身情见,情见就是迷,不觉,以为是这样的,殊不知他看错了,他不是正知。 因其向外持求,故于事相,起贪恋而生执着,凡夫的病在哪里? 病在向外求,心外求法,向外求是从相上求,这相不见性。 最近的一个外面现象,身体,执着这个身体,保养这个身体,爱惜这个身体,贪恋这个身体,这都是向外持求。 再要扩展出去,身外之物无量无边,这就造业了。 六道是这么来的,使法界也是这么来的,因为你贪恋世间五欲六成,这就变成六道轮回,因为你贪恋佛法,贪恋出世间法,那就变成四圣法界,身文,原觉,菩萨,佛,是使法界。 使法界都是妄想,执着变现出来的,离一切妄想,分别,执着,使法界没有了。 没有之后是什么境界? 不得已取一个假名叫,一真法界,不得已用一个假的言说,你正的清净法身。 用,金刚经,上的话,这都是,即非是名,都是假名。 三,欲不贪者,须尽凡凡情。 欲尽凡情,须开证之。 当之一何乡,当离名字言说。 当于不可说出领会。 不可,贪者其事。 如此,方未能解如来所说矣。 得已随顺气入。 欲尽凡情,须开证之,要把凡情淘汰尽,不迷了,永远不迷了,一定要开证之。 证之是佛之佛见,法华经,上所说的开佛之见,入佛之见。 当之一何乡,当离名字言说。 当于不可说出领会。 佛说这一句话,种种根性的人体会不一样,大根性,小根性就在佛这一句,一何乡者,则是不可说,从这里面去体会。 不可贪者其事,佛说一何乡,贪者一何乡,错了。 诗在讲,佛菩萨唯恐我们听了这个话,没有懂他的意思,贪者言叫,贪住名乡,贪者言说,这就错了。 决定不能贪者,要离言说,离名字,义何像是名字,名词术语,离心原相。 如此,方位能解如来所说意,你才真正懂得佛所说的意思,愿解如来真实意。 得以随顺弃入,这就是古德所讲的随文入观,你能够弃入。 四,臣戒如此,色身亦然。 凡夫所以贪着色身为我者,由于不知是五蕴甲和尔。 若知除五蕴外无此色身,便不至于贪者矣。 臣戒如此,臣是为臣,戒是世界,一个是最小的,一个是最大的。 我们不得已说,不这个说法不行,无话可说,为臣戒是意何像。 色身亦然,我们这个身体也是意何像。 凡夫所以贪着色身为我者,由于不知是五蕴甲和尔。 若知除五蕴外无此色身,便不至于贪者矣。 哪一个众身不贪着他的身像? 在丑陋的众身,他也贪着他的身像。 畜生,恶鬼,地狱没有一个不贪,他要不贪着这个身像,他的问题就解决了。 为什么会堕三图? 为什么会堕地狱? 贪着身像。 我们今天念佛为什么不能往生? 贪着身像,念佛不能往生。 佛在经上告诉我们,身是什么? 身也是意何像,四大五蕴众元和何而献起这一个现像,这个现像也是当体极空,了不可得。 如果你能够契入,入这个境界,你生死就自在。 生死自在,换句话说,没有生死了,你的大自在了。 佛这些话,我们读得太多,听得太多,为什么就做不到? 做不到,就是不能将佛这些话,这些道理,时时刻刻在我们身心活动当中去勘验,去体会,我们没做这个功夫。 听经是听经,读经是读经,与我们起心动念,所有一切生活的活动,没有把它连起来。 真正修行人,就是把经典所讲的这些道理,这些原理原则,跟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结合成一体,用佛理来勘验我们的起心动念,勘验我们的行为,用我们自己起心动念一切行为,来体会经意, 体会佛所讲的这些道理,讲的这些原则原理,这叫做真修行,这叫做会用功。 所以修行,诸位要知道,不是每天念几步经,这个大家都搞错了。 还有一些人,我早晚功课都不缺,我修得不错,一天到晚贪甜吃慢,还修得不错。 其实跟佛所说的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所以一定要晓得,我们身体的物质,物质是什么? 四大 四大是什么? 就是现在科学家所讲的原子、电子、基本粒子,四大就是这个东西,这是最小的物质。 最小的物质,为什么称它为四大? 它有四大特性,最小的物质,它有四大特性。 第一个,它已经形成一个物体,你可以能观察得到,这叫,得大。 佛菩萨,阿罗汉有天眼,能看见微尘,阿罗汉的天眼可以看到微尘。 菩萨的法眼,那就看得更仔细,更透彻,看到波动。 这个基本的物质,它形成物质,你可以能观察得到,这是地大。 我们现在人讲它带电,在我们佛法讲,火大,是带阳电,水大,是带阴电。 它是动的,它不是静止的,这个现在看得很明显,它是动的,动的就叫做,风大。 风是动的,不动就不叫做风。 它有四大特性,它的性质,它已经形成很小的物质,用我们普通话来讲,它有温度,它有湿度,其实温度,湿度。 现代人讲带阳电,带阴电,阳电就是温度,阴电就是湿度,它带电,它是动的,组成我们的肉身。 我们这个身体,这是无量无数的这些基本粒子组成的,这个东西散开了,身体就没有了,聚起来线这个箱,散掉就没有这个箱。 这个箱是假箱,原具原散。 真正明白了,原具,这个箱不生,原散,这个箱也没灭,哪有生灭。 找生灭,了不可得,只有原具原散的现象,这里面找不到生灭。 五蕴其余的四个,受想形实,是心法。 我们人是动物,除了物质的肉体之外,它有精神的作用,精神这一部分,叫心法。 受,它有感受,有苦乐忧喜的感受。 想,它会打妄想,它有想象。 这个想里面,包括妄想,分别,执着。 行,行的意思比较深,行视不住,它不停。 我们念头不停,一个念头灭了,底下一个念头深,不会一个念头停在那里,不可能。 念头有生灭,生灭就是无常。 所以四念处里面,观心无常,你那个心,念头,一个念头起,一个念头灭,一天不晓得多少念头深灭。 佛跟我们讲一谈指六十刹那,一刹那九百深灭,什么深灭。 念头深灭,就是妄想。 十,十就是妄想心的本体,迷了就叫十,觉悟了就叫做性,觉悟了就是真如本性。 觉悟之后,妄想没有了,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没有了,那是觉悟,还有妄想,分别,执着,迷而不觉,不要以为自己觉悟了。 正如同一个人生病,不要以为没病,知道病,好。 为什么? 你还会求医,你还有救,自己一生病以为没有病,那没救了。 为什么? 他不求医,哪一天病发作,只有死路一条,没救了。 所以一定要觉悟。 了解我们身体,除四大五蕴之外,了不可得,我们对这个身根心都不起贪恋,身心世界统统要放下。 身心当体即空,了不可得。 世界,大的世界,小的围尘,也是一盒香,也是不可得。 说这些话,就是教给我们,身心世界统统是虚妄的,统统是假有的。 你实在不能够体会,你就想到一盒香,众缘合合升起的幻香,你从这个地方去体会。 逐渐逐渐你能看破,你能放下,那就好。 这就不至于贪着,断贪的烦恼。 贪是无量无边烦恼的总根源,这个东西拔掉之后,你的病就好了,都没有了。 田会,贪不到财田会,这一贪就到手,他怎么会田会。 贪不到财田会。 所以总根就是贪,贪就是这么起来的,贪之所以难拔除,你才晓得佛讲,班若经,帮助我们把根本烦恼连根拔除。 五,说非亦非多,即是说不增不减。 他如不生不灭等句,皆同此意。 总之,明的戒非戒,臣非臣之意,便恍然于世间,所有大小,高低,来去,亦多,总别,增减,贤于,敬惠等等对待之名相,莫非虚幻,当体是空。 说非亦非多,即是说不增不减。 他如不生不灭等句,皆同此意。 这是我们常说文艺之实,知道是遵说法,说一个原则,一个原理,我们就能够通达一切法。 佛为什么说许许多多? 因为众生根性不相同,有些人在这一句里面,说不生不灭他明白了,有些人在不增不减这上面明白了。 其实怎么说法,都是一个意思,这也显示佛无有定法可说。 佛实在无有法可说,佛说法是应种种不同的根基。 总之,明的戒非戒,臣非臣之意,是戒非世界,为臣非为臣,这个经上讲的,则非为臣众,是明为臣众,则非世界,是明世界,你常常想着这个意思。 便恍然于世间,恍然是大物,明白,清楚了。 所有大小,高低,来去,亦多,总别,增减,咸鱼,敬惠等等对待之明相,凡是相对的,大小,在世界上讲,世界是大,为臣是小,这一对,以我们凡夫的身,色身跟受想形时的心是一对, 色身是一对,都是对待的,凡是对待的,莫非虚幻,当体是空,对待相生,你想想看,能离开因缘吗? 凡是对待的都是因缘相生,因缘就是对待的。 原生性空,所以说当体极空,了不可得,你还要执着它干什么? 所以佛教给我们,我们生活在这个世间,要用什么样的态度? 随缘而不攀缘,这就对了。 六,若明的诸法本空,便会归于性,而诸法意如矣。 是法平等矣。 此为诸法空向之要矣。 解得此矣,便可视视作如是观。 观照公存,便可正无身忍,而闽相入体矣。 若明的诸法本空,便会归于性,而诸法意如矣。 是法平等矣。 大乘法里面常说,消归自性,法相学者常说,转时诚至, 这都是行门用功的重要纲领,重要的原理原则。 我们也听得耳熟,讨讨论起来也会说,为什么做不到。 这里说出来,你没有真正领会到诸法本空, 如果真正领会到诸法皆空, 消归自性,转时成智, 你自然就做到,自自然然就诸法意如, 是法平等。 是法平等,转莫纳时为平等性至, 诸法意如,转阿赖耶位大元净至, 会归于性,转第六意识为妙观察至。 只要知道诸法本空,三心不可得, 如来果地上的境界, 讲如来果地上的境界就是原教出驻菩萨这个境界, 我们真的可以得到。 如果我们凡夫得不到的, 佛在我们这个世间决定不讲, 讲有什么意思, 讲了我们做不到。 讲了我们做不到, 佛怎么对得起我们。 佛说的那些话, 都是掉胃口, 开玩笑的, 说得太高了, 做不到的, 佛就真的是对不起人。 凡是佛说的, 我们统统做得到。 做得到, 你为时做不到。 自有原因, 原因当然很多, 很多原因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你对于事实真相没搞清楚, 这是许许多多原因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而, 班若今, 就是把这个原因来对质, 一定把宇宙人生真正的状况, 给你讲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让你了解身心世界都是源起信空, 都是没有自信, 乐不可得。 如来果地上的境界, 你就有办法契入, 你念佛决定的身, 不但往生净土, 高品位往生。 往生的时候欲知实质, 没有病苦, 站着走, 坐着走, 真是自在。 想什么时候走, 就什么时候走。 人家有什么本事? 就是了解诸法本空, 乐不可得, 他统统放下了。 我们今天念佛念了不少年, 连个消息都没有。 什么原因? 执着一切法事有, 还在这里面搞贪甜吃慢, 把我们无始节以来向往的大事情给耽误掉了。 所以这个地方说明诸法本空, 这是非常要紧的义礼, 义趣。 此为诸法空向之要义, 最重要的义礼。 解得此义, 便可视视作如是观, 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工作里, 待人接物, 起心动念, 言语造作, 都用这个来勘验, 就自己实际的生活行为体会精益, 这是我们真修, 真正用功的方法, 这真干。 开头做的时候, 因为习气的关系, 也就是不习惯, 偶尔提一下, 过去就忘了。 甚至于一天当中, 一分钟的时间都提不起来, 习气毛病。 但是一定要警惕, 所以为什么教你多读经, 读经是提醒你要这么做。 尤其是早晚功课, 早课提醒自己, 晚课反省。 我教大家念阿弥陀佛, 我教你念十身佛号, 对于一个工作在繁忙的人, 十身佛号一分钟就行了, 一天念九次, 每念一次提醒你一次。 念这个佛号要能提起观照功夫, 时间虽然短, 很有效果, 有力量, 然后自自然然养成习惯。 养成习惯, 到功夫不间断的时候, 那就是观照功存, 你的功夫存了, 存就是打成一片, 起心动念, 一切作为都能体会经意, 都能够与经典的理论, 原则相应。 便可正无身忍, 而敏相入体意, 敏相入体是明心见性, 念佛人念道理一心不乱, 你能够正无身忍, 无身忍的境界很高。 为什么能正无身忍? 因为你晓得, 世界为尘是假的, 不是真的, 本来不深, 我们自己的色心也是假的, 也是本来不深。 你能入这个境界, 这是正的无身忍基本的条件, 你虽然没有正的, 但是你具有这个基本条件。 七, 正报, 一报, 为众生所不能虚于理者, 尚且虚幻无实, 则一切甚衰, 苦乐, 撑机, 毁欲种种对待之事相, 其更为虚幻非实可知。 何足贪恋执着灾? 正报, 一报, 为众生所不能虚于理者, 正报是身体, 一报是我生活依靠的环境, 不能离开, 衣食住行, 一天都不能离开, 一时一刻都不能离开。 尚且虚幻无实, 这都是假的, 不是真的, 不是真有, 何况其余。 其他的更是假的, 更不是真的。 则一切甚衰, 我们一般人讲, 这个人走运, 发财了, 这是甚, 这个人运不好, 做什么事情不顺利, 衰了。 假的不是真的, 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 夜阴果报。 一般人相信命运, 相信命运是结果。 妙善法师告诉我们, 我们要相信造阴, 你造善阴, 一定得善果, 你造恶阴, 一定有恶报。 你要相信噪音, 果报自然殊胜。 不相信因, 要想求一个好的果, 那个错了。 苦乐也是假的, 也是空的。 甚衰, 苦乐, 撑鸡, 毁欲, 这八个字就是佛经常讲的八风, 一个人最低限度要八风吹不动。 称是称赞你, 赞叹你, 激是讽刺你, 激笑你, 毁是毁谤你, 欲是我们今天讲的荣誉。 这八个字都是相对的, 似对。 一般人在生活当中, 这八个字看得很重, 分别, 执着, 念念之中不肯放下, 不知道这个就更假了, 身心世界都是假的, 都是空的, 这些东西哪里有? 其更为虚幻非时可知。 何足贪恋执着灾? 对于身外之物, 还是这样的计较, 分别, 执着, 贪恋, 那真是迷惑的相当重了。 八, 其他一意, 甚烦, 生灭, 构敬, 忍我, 彼此, 等相, 莫不如是。 果能如是一眼去定本不深之心缘上, 观照入去, 便是所谓指指向上。 则胸襟当下开祸, 烦恼当下消除, 颠倒梦想当下远离。 如此用功, 方式直下承当, 可称善用功人。 其他一意, 佛在经上跟我们说的大原则, 大纲领, 圣凡, 生灭, 构敬。 像, 中观论, 里面只讲八个字, 不生不灭, 不长不断, 不依不依, 不来不去, 都讲这些。 诸位想象, 他全是相对的。 人我, 彼此等相, 莫不如是, 全是空记的, 全是当体极空, 了不可得。 果能如是一眼去定本不深之心缘上, 观照入去, 便是所谓指指向上。 宗门里面的功夫, 也就是禅宗修学最高的指导原则在, 金刚经。 中国禅宗从五族人和尚, 传六族会能, 往后代代相传, 都用, 金刚经, 上讲的原理, 作为修行最高的指导原则。 宗门用这个方法, 就在一切对待法当中, 一眼看破, 要看到它的根源, 要看到它的真相, 根源, 真相从哪里来的? 为心所现, 为时所变。 现象是从心生的, 对待事实变的, 妄想, 执着变现出来的, 而在真心本性里面没有这个东西, 没有这个世相, 真的干干净净, 一尘不染, 教你从这个地方观照入去。 所有一切对待的境界里, 你得到清净, 你真的是反本归原。 这就是禅宗最高的指导原则, 所以禅宗的修行是从根本修。 根本是什么? 根本是真心本性, 真心本性里面一法不利。 所以这就是指指向上。 用这个功夫的人, 则胸襟当下开火。 我们一般讲的心量, 凡夫心量很小, 容不得人, 你能这样用功, 心量立刻就扩大了。 佛与大菩萨, 心包太虚, 量舟杀戒, 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世界, 跟这个人不能相处, 跟那个人过不去, 心量太小了, 迷得太深了, 才会有这个现象, 不知道宇宙人生的真相。 如果你心量拓开了, 跟诸佛菩萨是好朋友, 跟妖魔鬼怪也是好朋友, 跟天人可以一起生活, 跟恶鬼, 地狱也可以一起生活, 的大自在。 哪里会有格爱? 烦恼当下消除, 你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烦恼? 你烦恼从哪里来的? 真正会用功的人, 找, 找烦恼从哪里来的? 果然会找, 这一找烦恼没有了, 没有了, 你就要觉悟, 原来烦恼本空。 烦恼有, 你真把烦恼找出来, 找不出来。 就像禅宗二族会可一样, 会可心不安, 找达摩祖师, 求他替我安心。 修行多少年, 没有成就, 心不安。 达摩祖师说, 行, 你把心拿来, 我替你安。 他从这一句话就回光返照, 找, 找他那个不安的心。 这一回光返照找了好久, 找不到, 回答了一句话, 我密心了不可得。 密心当然了不可得, 金刚经, 上说,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你怎么能把心找到? 密心了不可得。 达摩告诉他一句话, 我替你心安好了, 没事了, 他在这一句话当中开悟了。 他悟得什么? 悟得是身心世界都不可得, 不再打妄想, 不再生烦恼, 他心不就安了吗? 慧可大师的毛病, 就是我们现前的毛病, 他解决了, 我们为什么解决不了? 他之所以能够解决, 他真干。 他真的去找心。 我们天天生烦恼, 天天不安, 不去找那个烦恼的心, 你没去找。 你果然回过头去找, 你的问题解决了。 佛法是心法, 佛法不能在心外去求法, 心外没有法, 你向内求就能解决问题, 你向外求是永远不能解决问题。 烦恼当下消除, 真的一点都不错。 颠倒梦想当下远离, 这个颠倒梦想是妄想, 妄想马上没有了, 烦恼没有了, 妄想, 烦恼没有了, 你就不是凡夫, 你就是圣人。 如此用功, 方式直下承当, 可称善用功人, 会用功, 你真会用功。 我们听, 金刚经, 听到这个地方, 会不会用功? 如果你真听懂, 你真会了, 恭喜你。 你一生念佛决定往生不退成佛, 你超越三界, 你永托轮回了。 只要明白这个道理, 只要会用功, 尽宗法门万修万人去。 念佛不能往生, 是不明理, 不会用功, 忙修瞎练, 那个去不了。 明理的人, 会用功的人, 没有一个不成就。 今天就讲到此地。 金刚班若研习报告第103卷新加坡佛教居士林荡明, 9年2月3年10月3, 请先开经本254面。 9, 原觉经, 云, 知幻即离, 不作方便。 离幻即觉, 亦无见次。 一切菩萨即末世众生, 依此修行, 如是乃能永离诸幻。 此段经文正是此经注脚。 此为一超直入原顿药门。 一切法门, 无方便于此者也。 原觉经, 云, 知幻即离, 不作方便。 离幻即觉, 亦无见次。 一切菩萨即末世众生, 依此修行, 如是乃能永离诸幻。 这是, 原觉经, 一段很重要的开示, 教给我们修学的诀窍。 经中所说跟, 金刚经, 上讲的意思完全相通, 可以把它用来互相诠释。 也就是用, 原觉经, 来解释, 金刚经, 用, 金刚经, 来解释, 原觉经, 这个意思格外的明显。 可是这个境界很高, 真正能够用得上, 当然是很好, 就怕用不上, 实在用不上, 那就老实念佛。 知幻即离, 什么是, 幻, 金刚经, 上讲的透彻。 世尊在本经里面告诉我们, 不但为尘世幻旺, 不是实在的, 世界也是假的, 说明了, 诸法空乡。 大乘佛法里面常说, 万法皆空, 这一句话可以说已经变成佛门的口头禅。 怎么, 空, 法, 也很少人去过问它, 空不了就解决不了问题。 这不经给我们说的明白, 却确确实实是空想。 像有体无, 这是如来的方便说, 不是真实说, 真实说, 是, 当体积空, 了不可得。 外面的境界是空的, 幻有, 假有, 里面我们能够思维, 能够想象, 能够记忆的, 我们叫它做, 心, 能执着的, 经上告诉我们, 过去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也是空的。 身心世界都是空乡, 都不是真实的, 这叫, 幻。 观世音菩萨在, 心经, 里面告诉我们, 它用般若观照的功夫, 这它讲得很清楚, 形身般若波罗蜜多时, 这是用般若的观照, 照见五蕴皆空。 五蕴包括是出世间一切法, 有情, 无情, 我们今天讲的动物, 植物, 矿物, 都超越不了五蕴的范围, 五蕴皆空, 于是它度一切苦恶, 一切苦恶, 是什么? 不止三苦, 八苦, 六道轮回没有了, 十法界也没有了, 六道, 十界都是苦, 都是苦恶, 它能够超越, 超越到哪里去? 到一真法界去? 菩萨住一真法界, 它为什么能照见? 为什么能度一切苦恶? 那就是, 圆绝经, 上讲的, 知幻及离, 它明白了, 身心世界都是假的, 都不是真的, 马上就放下。 离, 就是放下, 离不是离开这个境界, 诸位要记住, 心里面再也没有妄想, 分别, 执着, 心里面再也不把身心世界挂在心上, 心离, 心真的离了, 离得彻底, 离得究竟。 为什么说离得彻底而究竟? 因为它, 知幻。 这四个字, 知幻, 是开悟, 大彻大悟, 即离, 离是功夫, 是放下, 功夫就圆满。 不做方便, 直结了当, 这的确是宗门里面所谓上上根人。 离宗六祖会能大师, 接引的对象就是这一类的根性, 上上根性的人。 离患即绝, 这个地方的, 绝, 是明心见性, 见性成佛。 有没有次第? 没有, 这叫做圆顿大法, 所以经的名字叫, 圆绝经。 圆是究竟圆满, 没有次第? 华严经, 上告诉我们, 在修正的形象上来观察, 有次第, 有圆容。 中下根人, 修学正果有次第。 像经上讲的实性, 实柱, 实行, 实回向, 这是有次第。 上上成人没有次第, 没有次第的, 叫他做圆容。 圆容不爱次第, 次第不爱圆容。 这就好像我们到这个讲堂来听经, 这个讲堂在五层楼, 从楼梯一阶一阶上来, 那叫次第, 坐电梯上来的, 就没有次第, 那就圆容了。 但是你要晓得, 你坐电梯上来, 电梯还是一阶一阶的经过, 所以行不跟圆容是一不适而。 这是, 华严经, 上说的, 诸位从这里去体会他的意思, 圆容里面有次第, 次第里面有圆容。 罹患即绝, 问题就是你是不是真的彻底放下。 金刚经, 讲到这个地方, 越讲越精彩, 重要的意思都在后面。 我们在讲堂上看, 同修们的福报不一样。 讲前面, 没有讲到这么深, 没有讲到这么重要的地方, 我们这个讲堂这一层, 跟底下一层都做梦了, 现在讲到最重要的, 人只剩下四分之一都不到。 你要问什么原因? 没有福报。 他只有那么大的福报, 只能听那么多, 再听到究竟圆满, 他没有那么大的福报, 这是实实在在的。 当然, 他们还有依赖, 录像带, 录音带将来他还可以拿回家去听。 但是听录音带, 没有在现场听印象来的深刻, 那是不得已。 所以我们一看, 真正有福报的人不多, 福德不具足的人, 还是占大多数。 实在讲这段经文, 就是这两句话, 知幻即离, 离幻即觉, 顶重要的就是这两句话, 跟, 金刚经, 上讲的意趣完全相同。 一切菩萨即末世众生, 菩萨当然没有问题, 让我们生起疑惑的是末世众生。 末法时期的众生行吗? 圆绝经, 是一部带经, 经一根, 冷颜经, 非常接近, 但是它有相当的深度。 虽然有相当深度, 如果我们有, 金刚般若, 的基础, 去涉猎这些圆交的了一经典就不难, 金刚经, 的确是一把宝贵的钥匙。 末世众生有没有这种人? 有。 正如同虚菩提尊者, 在这部经上所问的, 五五百年之后, 还有没有人能够相信释迦牟尼佛讲的这些话? 世尊为我们解释得很清楚, 不要说是现代, 再往后面去, 我们知道, 世尊的末法一万年, 才过一千年, 后面还有九千年。 九千年之后, 有没有人? 还是有人? 为什么在那个时候还有人相信? 还有人能够依照这个方法来修行? 这些人, 善根, 福德深厚, 不是普通人。 这是佛在大陈经上常常说的, 金刚经, 上也说, 这不是凡夫。 九远节来, 他就种植善根, 福德, 善根, 福德非常深厚的人。 善根, 福德这么深厚, 他为什么不正果, 还在当凡夫? 实在讲, 这个话问得很好。 问的是谁? 就是我们这帮人。 我们无量节来, 无量寿经, 上所说的, 阿蛇王子曾经供养四百亿佛, 四百亿佛, 诸位想想, 那要经过多长的时间。 就算是每一尊佛出世你都碰到, 实在讲没有那么好运的人, 哪有那么巧, 佛一出世你就碰上。 不见得是每一尊佛出世你碰上, 但是你过去身中, 曾经供养四百亿佛, 是无量节。 这样深厚的善根, 听到释迦牟尼佛讲这个经典, 生欢喜心。 但是诸位要晓得, 没有这样善根深厚的人, 纵然听到, 有机会闻到佛法, 心不坚定, 不能够依教奉行。 如果要是念佛往生, 那他的善根, 福德比这个还要深厚。 这是我们在经上看到的, 阿蛇王子曾经供养四百亿佛, 听到释迦牟尼佛讲, 无量寿经, 动了一个念头, 希望自己将来成佛也要像阿弥陀佛一样, 就动这么一个念头, 还没有动念头要发心念佛往生, 没发这个心。 然后我们就想到, 弥陀经, 上讲的, 不可以少善根, 福德, 因缘, 得深彼国, 那个善根少, 少到什么程度。 供养四百亿佛的善根都少, 你才晓得修净土法门的人不可思议。 修净土法门的人, 决心这一生当中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只要这个决心下下去, 再不退转, 这个人就是菩萨, 绝对不是凡夫。 这个话也不是我说的, 是迦牟尼佛在, 无量寿经, 上讲的。 我们今天在, 金刚经, 上, 我们知道, 患, 能执着的心, 三心不可得, 所执着的一切法, 法是因缘所生, 当体极空, 了不可得。 身心世界都是假的, 没有一样是真实的, 我们今天知道, 患, 了。 不但佛是这么说的, 近代西方科学家也是这么说的, 他的说法跟佛在经典上讲的已经相当接近了。 可以说我们, 知, 现在问题, 知是知, 没有离。 如果你在我们这个讲堂里面, 一听马上就离, 那就恭喜你, 你当下就正果, 你立刻就成佛了。 古人所讲, 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 这个话不假。 你想不想成佛? 想成佛, 离了马上就成佛。 当然这个佛不是究竟圆满佛, 但是确确实实是, 金刚经, 上所讲的诸佛如来。 原教出著菩萨就是诸佛如来, 你真的是成佛, 不是假的。 问题是你肯不肯离, 也就是你肯不肯放下, 放下就是, 离患即绝。 这是说明大成了一经的理论与方法, 乃至于果正, 末法时期的众生也有分, 不要低估了自己, 但是也不可以抬高自己。 抬高自己, 是供高我慢, 低估了自己, 显得自己太懦弱无能, 这都不行, 都不能成就。 要明理, 要放下。 实在不能完全放下, 那我们就走, 次第。 圆融, 没法子走, 走次第, 次第是逐渐逐渐放下。 我们还拿比喻来说, 你们从一楼到五楼来, 你们从台阶一步一步上来, 你爬到第二层, 你一定舍第一层, 你放下了。 你放下第二层, 你才能到第三层, 放下第三层, 你才能到第四层, 四层也放下了, 你才能到第五层。 你不放下, 你就得不到, 一定要放下。 四地是慢慢地放, 先把身外之物放下。 这个放下, 跟诸位说, 最要紧是从心里放下, 我不再攀缘了。 我每天三餐饭能吃得饱, 能穿得暖, 有个小房子住, 就很好了, 不要再贪求, 再奢求, 奢求释放不下。 希望生活越过越简单, 那你就是越放越多。 放下的越多, 你就越自在。 为什么? 你心理负担少, 压力少。 贪而无厌的人, 心理负担沉重, 压力很重, 那就不自在, 烦恼重重。 能放下的人, 烦恼少, 烦恼轻, 智慧就增长。 所以他的生活, 人家生活在圆满智慧之中, 这真正是高人。 一般凡夫是生活在烦恼里面, 苦不堪言。 这些事根里, 都要好好去想想。 我们讲得很简单, 讲了你也点头, 但是你还是放不下。 什么原因? 没想通, 果然想通, 你就真的放下了, 放下就明心见性。 依此修行, 如是乃能永离诸幻, 三界, 六道, 十法界都是幻的, 所以称之为, 诸幻。 三界六道从哪里来的, 你要清楚, 你搞不清楚, 所以你不肯放下。 佛在经上真的讲得很圆满, 很透彻, 十法界是从妄想里面生的, 打妄想, 其分别, 就有十法界。 六道从哪里来的? 六道是十法界里面的一个部分, 执着来的。 所以佛在, 华言经, 上说, 一切众生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 证得的是什么? 一真法界, 真如本性, 你不能证得, 原因就是你有妄想, 你有执着。 还有一些人, 有妄想死不承认, 我没有妄想, 没有妄想, 你怎么会生在六道里面? 不但你有妄想, 你还有执着, 你要是只有妄想, 没有执着, 你今天应该是阿罗汉, 原觉, 菩萨, 佛, 你在四圣法界, 你不应该在六道轮回。 在六道里面的人, 不但有妄想, 还有严重的执着。 这就是我们要承认, 不承认不行。 承认我有病, 晓得有病还有救, 还会去找医生治病, 有病, 不晓得自己有病, 不承认自己有病, 到病发的时候那就没救, 那才是可怕的事情。 所以妄想, 执着统统放下, 这就是罹患, 那就绝了。 不但超越六道, 超越十法界, 我们凡夫的的确 却有超越十法界的机会。 佛法讲缘分, 缘很重要。 弥陀经, 上讲的善根, 福德, 因缘, 缘分很要紧。 纵然你有善根, 福德, 如果你这一生没有机会, 没有遇到静宗的经典, 没有遇到, 金刚经, 没有遇到, 圆绝经, 那你真的是没法子, 纵然遇到, 遇到了不懂。 会念经, 不懂经意没用处。 为什么? 他提不起修行的功夫, 功夫是观照, 提不起观照的功夫。 所以经要解义, 将居士在, 讲义, 里面说了多少次, 不但要解义, 要原解, 要解得透彻, 解得圆满, 然后你才知道怎么用功。 不但你晓得怎么用功, 你还会知道非这样用功不可, 你的问题就解决了。 所以圆非常重要。 此段经文正是词经注脚。 此为一抄直入圆钝要门。 一切法门, 无方便于此者也。 这个话讲得没错, 理上讲却确实实如是。 但是这样根性的人, 在中国历史上, 佛教传到中国来, 是公元67年, 今年是1996年, 将近2000年当中, 佛教史里记载的只有一个人。 唐朝的禅宗六祖会能大师, 只有这一个, 他的确, 知患即离, 离患即绝, 我们就看到这一个人, 就没有再看到第二个人。 为什么没有第二个人? 如果说是知道不够彻底, 这的确可能, 不能完全放下, 这事占大多数, 没有这么直接了当的。 宗门里面的人物, 有几年开悟的, 明星见性的, 有十几, 二十年, 三十年开悟的, 明星见性的, 这个我们在历史上看到不少, 禅宗, 景德传登录, 武登会员, 里面所记载的。 但是像慧能大师这样, 我们没有看到第二个人, 他真的是知患即离, 离患即绝, 所以能大师给我们做见证。 无方便于此者, 净土念佛往生也比不上他, 也没有他这么直截了当, 这个话全是真的, 一点都不假。 我们今天还要导入净土, 原因就是我们放不下, 我们离不开, 这个没有办法, 只好靠阿弥陀佛, 求阿弥陀佛帮忙, 我们只好走这个路子。 实在说, 纵然你能知患即离, 离患即绝, 十方诸佛还是劝你念佛往生极乐世界。 为什么? 文书, 普贤, 无量寿经, 上帝二品前面列的, 贤护等十六正式, 那十六个人是等觉菩萨, 不是普通人, 他们的果正, 跟文书, 普贤没有两样, 跟观音, 事质完全相同, 为什么还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成佛快, 时间缩短。 就像此的讲的, 确实一切法门没有比这个更方便的, 知患即离, 离患即绝, 是原教初驻菩萨。 你要想成佛, 还要修三大阿僧止节, 如果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一小节的时间都不需要, 太快了, 这是说明为什么十方等觉菩萨还要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将为农居士一生研究, 金刚经, 他这一本, 金刚经讲义, 四十年的心得报告。 他真的透彻, 明了, 他老人家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 真正透彻了, 一定是这么做法。 十, 佛说一句法, 包含无量义。 可作种种解, 故为之原因。 又说, 原人说法, 无法不原。 邪人欲正法, 正法亦成邪。 所以大臣经中教导学人, 以清净善之事为要图, 以开正之见为根本也。 佛说一句法, 包含无量义, 可作种种解, 故为之原因, 原是圆满。 为什么佛说一句法含无量义? 不但是大臣了一经, 字字句句含无量义, 小臣, 方等是不是也是这样的? 给各位说, 也是这样的, 这个我们要知道。 为什么都是这样的? 因为是尊字字句句从真如本性里流露出来的, 它不是从分别, 妄想里流露出来的。 我们世间的凡夫, 文章写的再好, 书者的再好, 都是不了意, 为什么? 从思维, 想象, 思考里面流出来的, 在佛法里面讲, 意识心里面流出来的, 是八十心, 而诸佛菩萨转八十乘四智, 四智就是真如本性。 所以字字句句流出来的源头不一样, 根源不相同, 一个是从自性里流出的, 一个是从意识里流出的, 那怎么会一样? 识心里面流出来的, 就有分别, 执着, 那个意思有尽。 佛的经典是从心性里流出来的, 意思无有穷尽, 所以它含无量义, 所以能做种种解。 特别是学经教的, 不能不知道。 我常说, 佛经没有意思, 佛经不能讲解。 释迦牟尼佛自己也说, 佛不但无有定法可说, 佛无有法可说。 我们学佛的人, 对于佛的经典要用什么态度? 佛既然是无有法可说, 我们应该要无有法可闻, 那就对了。 所以经典受持, 老实念, 不要去想它的意思。 你想它的意思, 叫胡思乱想, 它没有意思, 你怎么会想出意思来? 你想出那个意思, 不是佛的意思, 你怎么想, 都不是佛的意思, 佛没有意思。 你几时没有意思, 你就入佛的境界, 没有意思的时候, 见性, 明心见性。 凡夫之人要是来问你这个经是什么意思, 你就偷偷是道跟他讲, 讲凡夫的意思, 这就无量意了。 你真正要是能通达无意思的时候, 讲经就活了, 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无论什么根性的人, 你一接触, 你都会讲得头头是道。 大家要晓得, 无意思里面才会出无量意, 有一个意思, 死的, 再不能做第二个意思讲。 佛的经典, 当然特别是, 金刚经, 金刚经, 因为过去有五祖人和尚, 六祖能大师, 他们两个提倡, 于是, 金刚经, 变成家喻户晓, 知名度最高, 读诵的人最多。 自古以来给, 金刚经, 做注解的人也最多, 现在, 大藏经, 续藏里面收的, 金刚经, 注解有一百多种。 过去看到这个记载上讲, 自古以来有五百多种, 金刚经, 有五百家的注解。 如果它是一个意思, 一本注解就好了, 何必要这么多? 无量意, 哪有一个意思? 学经要大开元解, 大开元解要从哪里做? 从无意义上下手, 特别是, 班若经, 上说的, 班若无知。 经要天天读, 读到无知。 新经, 新经, 上讲的, 无知义无的, 就成功了, 至没有了, 的也没有了。 新经, 讲的简单, 无知义无的, 就出了一个题目, 文章是什么? 文章就是, 金刚班若波罗蜜精。 你们想想看, 金刚经, 我们快讲完了, 整个内容到最后归结, 不就是无知义无的吗? 到无知无的的时候, 你就明心见性。 无知无的是彻底放下了, 无知把所知障放下了, 无得把烦恼障放下了, 二障统统放下, 你就明心见性。 智, 得是幻, 不是真的, 知幻即离, 离就是无智, 无得。 离幻即觉, 你就明心见性, 你就见性成佛。 然后你才晓得字字句句里面, 本来句足无量意。 无量意是从启用上讲的, 不起作用的时候, 什么意思也没有。 可做种种解, 这是佛的因, 原因。 又说, 原人说法, 无法不原, 原人是原顿根性的人。 怎样才是原顿根性的人? 于一切法不分别, 不执着就原, 亦有分别, 执着, 冷脚就出来, 就不原。 我们是不是原教的根性, 不必问别人, 自己可以省查一下就知道。 如果我们对人, 对事, 对物, 还有计较, 有分别, 有执着, 就不原, 离一切分别, 执着, 就原了。 原人因为心清静, 离一切妄想, 分别, 执着, 所以他看东西, 我们一般讲没有成见, 那就原了。 我们为什么不原? 有成见。 这一桩事情, 自古以来是法, 佛法都讲得很多。 童年的时候, 小学生刚刚开始接受教育, 在中国古代, 对于这一桩事情非常重视, 不像现代。 父母为自己儿女选择老师, 这个老师影响他这个人, 小孩一生, 所以非常慎重去选择。 启蒙的老师, 他的标准是什么? 德行。 诗是模范, 就是做人的模范, 这叫诗道。 做人的样子, 要选一个好的榜样, 让这个小孩接触他, 不知不觉当中受他的熏陶, 影响, 先入为主。 小朋友一接触这个老师, 就是个好样子, 影响他一生。 等到他长大亲近别的老师, 那就没关系了, 好的榜样已经养成, 已经养成好习惯, 再去亲近外面人影响就不大了。 最重要的影响就是第一个老师, 因为他年纪最小, 六、七岁的时候上学, 这个影响力最大, 会影响他一生。 但是, 现在有几个人懂得这个道理? 有几个人晓得这桩事情? 换句话说, 今天有几个人真正爱护自己的儿女。 如果你真正爱护你的儿女, 你家里不可以买电视, 电视是坏样子, 两、三岁就在电视机面前天天看, 学的脑筋坏主义不晓得有多少。 在从前十几岁的人都没有这些想法, 这些念头, 现在两、三岁就不得了, 察言观色, 就能看人的面孔说话, 都说假话, 你说这怎么得了? 今天这个世界是魔王主宰, 魔王在哪里? 在你家里, 你家的电视机就是魔王。 害得你一家人身心不安, 你还挺喜欢他的, 那有什么法子? 圆人, 圆顿根性的人, 非常可贵。 也就是心地清净无染, 没有分别, 计较, 这是圆顿根性, 他修学大成很容易。 如果是样样都分别, 样样都计较, 样样都执着的, 学小成法好。 方便。 小成法叫你执着, 大成法叫你开放, 这是大小成教学宗旨, 意去不一样的地方。 邪人欲正法, 正法亦成邪, 这是真的, 我们在现前这个社会上见到太多太多了, 就是所谓变了职的佛法, 佛法是正法。 世间确实有一类的人, 认为什么? 佛法的利益可图, 佛教徒很老实, 可以欺骗他们, 于是挂了佛教的招牌, 欺骗信徒, 为非作歹, 毁灭佛法, 太多太多了。 中国, 外国处处都能见到, 这个事情很麻烦。 我们周边的人有没有? 我们周边的人有没有? 可能有。 为什么会有? 名利的诱惑力量太大了。 这个我们也能够谅解它, 它哪有那么大的智慧, 那么大的定力, 能够抗拒名文利养, 五欲六成的诱惑? 不可能。 要避免众生造罪业, 只有我们自己小心谨慎。 譬如, 我们想做一件好事, 印经不失事好事, 有人听到了, 到处去化缘。 我们印什么经, 去化缘, 大家欢欢喜喜拿钱, 拿了一万块钱来, 印一千块钱的, 他印了, 是印出去了, 谁也不会去查他的账, 造罪业。 现在这个事情很普遍, 在台湾印经的印刷厂都知道。 我们也找这些印刷厂印经书, 我们后面版权页上印一万本, 就是一万本, 印一千本, 就是一千本。 印刷厂老板曾经跟我讲过, 法师, 你们很老实, 你们都照这个数字印。 我说, 难道还可以不老实, 他说, 好多, 他告诉我的, 我才晓得, 我才知道还有这么一桩事情, 印刷厂老板告诉我的。 实际上他只印一千本, 但是版权页叫他印一万本, 他作弊, 老板清除, 他经手的, 这个造罪业。 举出一桩小事, 类似这样的事情太多太多了。 我们要建各道场, 建道场要化缘, 有些信徒帮忙化缘, 化来的, 他也分一半去, 这个我在台湾听说了。 寺院的信徒, 派他去化缘, 化来之后怎么样分法, 所以他才热心, 他要是无力可图, 他才不干。 这都是造罪业。 邪人欲正法, 正法亦成邪, 古时候讲这句不好讲, 不好懂, 现在很好讲, 摆在面前, 很好懂。 可是, 也因果报不可思议。 最近这几年来, 了凡四讯, 自从民国初年印光大师的提倡, 我们跟进, 流通量很大, 希望诸位要多看, 你能够相信因果报应, 你能够相信命运, 你就不会造业。 一饮一浊, 莫非前定。 你说你能赚到钱, 那是假的, 你怎么可能赚到钱? 你如果真的能赚到钱, 释迦牟尼佛也拜你做老师, 佛菩萨没有这个能力。 钱从哪里来? 你过去种财不失的因, 你不失的多, 你这一生的的多, 因缘果报。 你钱生种的才不失的因少, 你这一生的的就少。 就像刚才说的, 打着佛菩萨的旗号, 欺骗众生赚来的, 都是你命里面有的, 你说冤枉不冤枉。 古人所谓, 君子乐得做君子, 小人冤枉做小人, 他今天就是做强盗抢来的, 偷来的, 都是他命里有的, 你说冤枉不冤枉。 他要不偷, 不抢, 他也得到, 可能得到是慢一点。 过几年才得到。 他不过先把他拿到, 拿到造罪业, 还是命里所有的, 命里没有的, 你去抢抢看, 你抢不到, 你也偷不到, 命里没有。 所以我们懂得佛法, 了解因果, 晓得钱不是人赚来的。 如果你把这个道理参透, 你的心就定了, 你就不会积极去真名夺利, 去干这个傻事情。 命里有的决定有, 命里没有的, 怎么求也求不到, 何必去干傻事? 何必去犯法? 何必去造恶业? 真正明白了, 彻底明白了, 不会造恶业了, 绝对不干傻事情, 真正晓得机功内得, 前途一片光明。 所以大臣经宗教导学人, 以清净善知识为要图, 以开振知见为根本也, 这两句话不仅是大臣佛法, 凡是佛法, 可以说都不能违背这个原则。 学佛最重要的是善知识, 我们讲的好老师, 你遇到好老师, 你不会走冤网路。 一般学佛的人, 学多少年, 学几十年, 没有成就, 没有受用。 什么原因? 没有好老师, 关键在此地。 如果真正遇到好老师, 效果很快速, 很显著。 我常常劝勉大家, 学佛的成就, 学佛的功德利益在哪里? 就在你面孔上。 你学佛, 学得一年比一年年轻, 学得身体一年比一年好, 这是花宝, 一定得到的。 这么一点点小小的好处都得不到, 你还学什么佛? 为什么会有这个效果? 佛在经上讲的很多遍, 一切法从心降生, 这是佛常说的。 华言经, 上讲, 为心所现, 为时所变, 这个意思是一样的。 像是幻香, 幻香怎么变现出来的? 时变的。 时是什么? 心想。 你心地清静, 你的容貌就清静, 你的身体就清静。 身心清静, 它怎么会生病? 凡是生病, 都是你的心不清静, 污染, 身不清静才会生病。 身心清静的人不会生病, 不容易衰老, 这是学佛马上就得到的效应。 这看你是真修, 还是假修? 假修, 当然你得不到, 还是有烦恼, 还是有忧虑, 还是有牵挂, 那都是衰老疾病的根源。 你又不想衰老, 又不想生病, 可是你偏偏又要去制造, 你不是自作自受吗? 世间人没有接触佛法, 不懂这个道理, 那情有可原。 我们学了佛, 明白这个道理, 知幻即离, 妄想, 分别, 执着, 忧虑, 牵挂是幻, 是假的, 不是真的, 你能够把这个离开, 你的身心就健康, 初步的利益你就得到了。 所以好老师非常重要。 好老师好在哪里? 帮助我们开振之见, 这就是好老师。 如果不是帮助我们开振之振见, 那就不是真正的善之事。 真正善之事一定帮助我们开振之振见, 换句话说, 就是三规一讲的, 觉, 正, 静。 这个老师帮助我们的是, 提升我们觉, 正, 静, 这是善之事。 如果这个老师不是教我们觉正境, 还加深我们迷血染, 那就太可怕了。 我们已经迷血染很深, 再要加深, 还得了。 这是我们在这一个时代辨别善之事的真假, 你用这个方法来辨别, 就很清楚, 你就不会上当。 冷言经, 上所说的, 我们现在末法时代, 邪师说法, 如横和沙。 邪阵怎么辨别? 很简单, 很容易, 正法是让我们趋向觉正境, 邪法是交给我们走向迷邪染, 邪阵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176, 约我见明离一离问答明义。 前面的一段, 是从臣界, 约臣界明离一多。 这是第二段, 约我见明离一离, 经义越说越深, 越说越透彻。 虚菩提, 若人言, 佛说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 假设有个人这么说, 虚菩提, 余意云合, 是人解我所说义不。 这个人对于世尊的说法是不是真的明了, 真的懂的。 开经济第一句, 愿解如来真实义, 他是不是解如来的真实义。 下面是虚菩提的答复。 世尊, 是人不解如来所说义。 这个人不懂得如来所说义。 这是世尊教给我们, 离的念头不能有, 教你离向, 离见, 你还有离的念头, 你还是有妄想, 还是有执着。 离也要离, 那才真的干净, 真的清净。 经文的意思很深, 必须连到后面几段才渐渐能够看得出来。 一, 此节经义极深。 当之开经以来, 屡言我仁四相不可有。 恐凡夫因佛如是反复声说, 遂之为我见等, 真实是有。 此见很耿于心, 正是我见。 岂非凡家其父耶。 这个意思把, 极深, 为我们显示出来, 确实是深。 宗门里面常讲灵力汉, 这个世间有几个是灵力汉。 若非上上根人, 总免不了听了佛法, 把意思听错了, 听错的人很多很多。 世尊说法, 当时遇会的大众还把佛经的意思错毁了, 后来的祖师大德们说法, 听众当中没有把意思错毁的,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们现前这个讲堂里面, 把意思听错了, 经文错毁了, 那又贺族未怪。 我们听到了, 觉得这是正常的, 错毁意思必定有。 这一点, 我们总是尽力的来防范。 所以经字字句句, 为什么要反复的来说, 就是怕人错毁意思。 因此, 诸佛菩萨, 祖师大德, 无不要求我们对于经要缘解, 缘解就不会把意思错毁了, 凡是错毁意思, 都是知见不缘。 这个地方是很好的例子, 金刚经, 自从开讲以来, 我们在经文里面看到的, 是尊吕次说道, 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我见, 人见, 众生见, 受者见, 教我们要离四相, 说的次数多了, 怕我们听的人执着真的有四相, 如果要有这么一个念头, 真的有四相, 那就变成我见。 经文到这个地方才给我们说出来, 哪来的四相。 所有一切法相, 世间法, 初世间法, 佛法也在其中, 所有一切法相都是因缘所生的, 缘其性空, 缘生之法, 当体积空, 了不可得, 你怎么能把这个相当真? 到此的才讲透彻。 四相为什么不能执着? 因为他根本没有, 所以叫你不执着, 根本没有。 如果你以为有, 我要离开他, 我要不执着他, 你已经不解如来所说已。 那个修行就修得很苦, 我要离, 离又离不掉, 又拼命要离, 你说多苦。 这种苦, 就像在梦中作怪一样, 不知道这是空的, 知道是空的, 知幻即离。 什么是离? 知就是离。 知幻根即离, 不是两桩事情, 一知就离了。 知道之后, 我还要离, 那你根本就不知。 你晓得是幻, 还有个离不离。 当下就丢掉了, 就没有了, 问题就解决了。 确实听经有这么多人有这种误会, 所以在此的不能不讲清楚, 不能不讲明白。 如果错会了, 那又加一层的迷惑, 又加一层的妄想, 岂非反加其附耶, 这个附是烦恼的代名词。 二, 此经于一切法, 屡说即非, 是明, 以明向有信空之以。 亦在令人观照本空, 顿得解脱也。 立根者, 自能文艺之时。 物知我见等, 亦附向有信空也。 此经于一切法, 屡说即非, 是明, 即非, 是明, 我们看得太多太多, 也讲得很多, 这是世尊说法的善巧方便, 我们要懂得这四个字的深意。 以明向有信空之以, 说即非, 是说信空, 说是明, 是讲向有。 但是向有, 我们又执着有, 说信空, 我们又执着空。 你说这个东西糟糕不糟糕。 其实, 空有, 都没有, 你才真的明白, 你才真的懂得即非, 是明的意思。 如果即非讲信空, 也不能说讲错, 是明讲向有, 也不能说错, 其实有没有真懂。 没有真懂。 所以你天天念, 金刚经, 天天读, 金刚经, 你不会开智慧。 你在日常生活当中, 工作当中, 待人接物当中, 依旧解决不了问题。 毛病出在哪里? 空有两边都执着, 与, 金刚经, 的宗旨, 诸法一如, 不相应。 一如里面, 没有空有才一如, 有了空有, 有了对立的, 哪来的一如? 这是前面一大段经文, 破除我们相对的观念。 只要有相对, 就不是一如, 你还是落在四项, 四件里面。 所以佛讲这些话的意思, 真的理解了, 意在令人观照本空, 顿的解脱也, 这是如来的真实意。 可见得如来的真实意, 并不是说的这些法相上, 是教你, 知幻及离, 这是如来的真实意。 所有一切大成了一经典, 都是这个宗旨。 我们静宗与这个宗旨, 符不符合? 符合。 今天大家念佛, 功夫为什么不得力? 你不了解这个宗旨, 你违背了佛说法的义去, 所以你念佛修净土得不到利益。 如何能符合, 金刚经, 上讲的原理原则? 还是知幻及离? 告诉你身心世界, 六到十法界都是假的, 都是当体极空, 了不可得。 我们念佛人, 身心世界放下了, 一句阿弥陀佛, 专求净土, 那就得到了。 放下身心世界, 这是无助, 应摩所住, 一心念佛求生净土, 事而生其心, 怎么不是, 金刚经, 的教义。 放下身心世界, 不着有, 一心念佛求生净土, 不着空, 空, 有两边不着, 这是金刚般若, 这是真实智慧。 所以, 亦在令人关照本空, 顿的解脱, 你马上就自在了, 放下就自在。 这个事情要靠自己, 佛菩萨帮不上忙, 所谓解灵环虚系灵人, 无始劫的烦恼是你自己找的, 不是别人给你的。 你大妄想, 你分别, 你执着, 你忧虑, 你牵挂, 都是你自己搞的, 没有一个人给你的。 因为是你自心迷惑颠倒变现出来的, 所以佛菩萨帮不上忙, 这是你自己的事情。 佛菩萨能帮的, 只把这个现象给你说清楚, 说明白, 告诉你全是假的。 所以聪明人, 上根之人, 一听是假的, 事情马上就解决了。 为什么? 不再忧虑, 不再牵挂, 不再打妄想, 假的。 真的懂得, 明白了, 所以当下的解脱。 立根者, 自能文艺之时, 佛门常讲一文千物, 大彻大悟。 物之我见等, 亦附像有性空也, 还是这一桩事情, 像有, 有即是空, 性空, 空即是有, 空有不二, 空有亦如, 才是诸法如矣。 我们今天, 这也是个关口, 过不去。 性空像有, 我们把它分做两桩事情, 不晓得性空跟像有是一桩事情, 我们错在这里。 所以说像有就是性空, 说性空就是像有。 心经, 大家天天念, 念了有什么用处? 提不起关照功夫。 每天念, 不起作用, 你说多可惜。 心经, 尚简单明了,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色不亦空, 不亦就是没有两样, 空不亦色, 换句话说, 空就是色, 色就是空, 是亦不是尔。 如何把这个精益应用在生活上? 我们起心动念, 对人, 对事, 对物, 只要一起心动念, 马上就体会到, 色, 空是亦不是尔, 我们的妄想, 分别, 执着马上就熄掉了, 这就叫做关照本空。 玄奘大师当年到印度, 那个时候是走路去的, 当中要通过八百里的大戈壁沙漠, 新疆那个沙漠地带, 能通过这条沙漠, 还能活着回来的, 没几个人。 十个人去, 难得有一个人回来。 他能度过重重的显难, 传记, 里面记载, 他就受持, 心经, 关空, 所以一切灾难他能够通过。 在这个显难当中不能通过的, 执着有。 由此可知, 关照本空, 利益功德不可思议。 三, 经约, 佛说我见等。 其偏执与有相边, 未能通达我人等等之见, 亦未本空。 故曰, 不解如来所说亦, 也。 经约佛说我见等, 等就是人见, 众生见, 受者见, 假设有一个人这么样的执着, 说佛说法说这四种见。 其偏执与有相边, 未能通达我人等等之见, 亦未本空。 顾曰不解如来所说亦。 他听佛这个说法, 听佛说空, 他就执着空, 听佛说有, 他就执着有。 佛说法没有一定的, 这个诸位必须要知道。 佛为什么一悔而说空, 一悔而说有。 佛对那个说法的人, 那个人的执着不一样。 今天章三来请教佛, 佛一看他, 他执着有, 佛就跟他讲空, 破他的执着, 过两天又来一个人, 请教释迦牟尼佛, 这个人执着空, 佛讲有, 破他执着空。 佛所说的一切法, 破众生的执着而已。 所以你读经, 你要想想, 这个经是对什么人讲的。 后世有一些人不懂得佛说法的义去, 还误会释迦牟尼佛说法不一定的, 一悔而讲空, 一悔而讲有, 自相矛盾。 这个误会就更深, 不解如来所说义, 佛哪有法好说。 佛是看你害什么病, 这个要下去, 病就好了。 病好了, 要也不要了。 法上应舍, 何况非法, 你这才真正懂的。 所以佛的一切经都有对象的, 对什么人说的。 我们今天最大的困难, 这些经都不是对我说, 我们所看的, 都是佛对这个人说, 对那个人说, 都不是对我说的, 换句话说, 很不容易治我的病, 不对症。 可是佛也非常慈悲, 灭度之后, 后世众生也是无量无边, 佛也不舍弃他们, 要是舍弃他们, 违背了慈悲的本愿。 我们常讲, 佛是门中, 不舍一人, 释迦牟尼佛怎么能把我们舍掉。 与他这句话不是相违背。 他真的没有舍弃我们, 所以教给我们念佛法门。 在《大吉经》里面普遍地告诉大众, 佛的法运有三个时期, 正法、 相法、 末法, 他老人家说, 正法时期, 戒律成就, 延迟戒律就能证果, 相法时期, 禅定成就, 所以佛教传到中国世相法时期, 禅宗非常兴盛, 末法时期, 净土成就, 我们今天身在末法, 听释迦牟尼佛的话, 念佛求生净土, 不就个个都成就了吗? 留一个方法, 交给我们末世众生, 我们今天身在末法, 不听话, 还要去找释迦牟尼佛, 替从前人治病的老药方, 老药方找到了又不对症, 用这个药方不但治不好病, 反而把病加重了。 这个处方不是给你用的, 你偏偏要用它, 释迦牟尼佛没有过失, 是你自己的过失。 释迦牟尼佛留一个处方给你, 你偏偏不用, 你去找它治别人病的药方, 你要是吃死了, 医生不负责任。 我们世间人有病, 用药都很小心谨慎。 佛经是药, 佛法药是不契机, 断众生的法生会命, 但是那不是佛的事情, 是我们自己选错了, 这个要晓得。 佛的经典, 我还在初学的时候, 在李老师的会下, 好像还没有出家。 同学们在一起聊天讨论佛法, 我曾经说过一句, 我说, 佛法会害人, 会害死人, 我那些同学听了不服气, 到老师那里去告状。 他说给老师听, 老师点头说, 没错, 就问老师, 为什么? 法不契机, 不契机会害人, 会断人法生会命, 所以我们选择法门非常慎重, 也就是说, 要选择适合自己根性的法门, 修学才得利益。 不会选择, 那就选择净土宗, 因为净土宗是释迦牧尼佛对我们开的处方, 就是教导我们的, 这是决定不错的, 末法时期选择这个法门。 四, 古德有请师节负者。 师曰, 谁负乳? 此节经文, 正名思义。 这是宗门的公案, 禅宗里面的典故, 真有这个事情, 那不是假的。 一个人忧虑, 烦恼, 牵挂重重, 苦闷得不得了, 去找法师, 请法师把他心里的节解开。 过去有个电影, 片名叫《心有千千节》。 找法师节节, 法师也很高明, 你把节拿来, 我替你节。 达摩给慧可安心, 就用这个方法。 古大德遇到这个人, 父好像神所捆绑一样, 不自在, 反问他, 谁腹乳, 哪一个捆绑着你。 这些话都是点醒他, 叫他回光返照。 果然回光返照, 没人欺负。 你说你今天有苦, 你有难, 谁给你苦受? 没有人。 某一个人给我弃瘦, 那个人为什么不给他弃瘦, 单单给你弃瘦。 实实在在讲, 人家给你弃瘦, 你欢欢喜喜接受过来, 你要瘦, 那有什么办法? 问题还出在你自己。 譬如有一个人骂你, 他骂别人, 你为什么不生气? 骂你, 你为什么会生气? 骂别人, 我没有瘦, 骂我, 我就接受过来了, 你要不瘦, 不就没事。 你怎么能怪人家? 你明白这个道理, 这外面境界, 一切人, 事, 物, 都没有干扰我们, 都没有欺负我们, 而是我们自己愚痴, 他不给我, 我也要拿回来, 这个麻烦就大了。 譬如我刚才讲的电视, 电视是个魔王, 你受他的害。 如果我们不受他的害, 电视是菩萨, 可以天天看电视修行。 有没有? 有, 华严经, 上就有。 华严经, 那个时代, 电视没有发明, 虽没有发明, 有类似的, 戏剧, 歌舞, 这里面修行会开悟, 会正果。 他为什么会开悟, 会正果? 因为他看那个箱都是假的, 都是空的, 从那个假箱再一回光返照, 整个宇宙人生都是空的, 假的, 他开悟了。 所以会的人, 唱歌, 跳舞, 看戏都成了佛, 不会的, 堕落下去了。 因为会的人太少了, 佛菩萨就少了, 不会的人太多了, 妖魔鬼怪就太多了。 外面境界没有好坏, 没有佛, 魔, 佛与魔在哪里? 在我们自己心里面, 一念谜, 境界都是魔境, 什么境界都是魔境, 讲经说法都是魔境, 一念觉, 唱歌, 跳舞都是佛境界。 所以外头无佛亦无魔, 佛跟魔就是我们一念绝谜。 一念觉, 佛境界, 一念谜, 魔境界。 你怎么能怪别人? 世间人遇到不如意的事情, 怨天尤人, 那个过失最大, 那是真的错了。 这是举禅宗公案典故说明, 这节经文就是这个意思。 性体空气, 本无有负, 性是空气的, 像是了不可得, 可见的性相都没有细附我们。 换句话说, 性相都没有带给我们烦恼, 都没有带给我们忧虑, 牵挂, 没有。 烦恼, 忧虑, 牵挂, 是你自己找的。 怎么找的? 这就讲, 经恒义我人等见于心, 且曰佛义如是说, 岂非作简自复乎, 错就错在这个地方。 所以听经文法, 最好是要听全部的, 要细心去体会, 最怕的是断章取义。 听一句, 听一段, 执着这一句, 执着这一段, 那就坏了。 诸位想想, 佛法是破执着的, 破执着, 你在里面在执着, 岂不是大错特错? 因为众生种种执着不同, 佛这个经典有种种破执着的方法, 也不同。 原顿根性的人聪明, 他明白佛的意思, 他可以听, 样样都不执着, 于是他解义就圆了。 舍一边, 执着一边, 都会把佛的意思误会了, 都会把佛的意思错解了, 这样带给我们许许多多的困惑, 真正是作简自负, 没有人负你。 这一段是把问答这个大前提说出来了。 惊讶的意思, 是在底下这一段, 才真正把这一桩事情为我们说清楚, 说透彻。 今天就讲到此地。 金刚班若研习报告第104卷新加坡佛教居士林荡明, 9年2月3年10月4。 请先开经本第255面。 177, 是臣其故。 何以故? 是尊说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 即非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 是明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 这一段经文是解释不但要离乡, 这个, 见, 离的念头也不能有, 离也要离。 为什么不能有? 这段经文把这道理说出来了。 在这个地方我们又读到, 即非, 是明, 这里面的意思很深, 很广。 一, 是明, 约香, 约缘起说。 即非, 约性, 约性空义说。 我仁等见, 皆为缘起之幻象。 此佛说我见之真实义。 我见, 是无明本, 知见力之, 是无明本, 为成凡之由。 破我见是智慧光, 乃成圣之路。 此中所说, 正式的事修功。 是明, 约香, 从香上说的, 从缘起上说的。 即非, 是从性体上说的, 约性空义说。 我仁等见, 皆为缘起之幻象。 此佛说我见之真实义。 这样的句子, 前面也曾经读过, 但是前面的意思浅, 后面的意思就深了。 为什么说前面浅, 后面深? 前面教我们离香, 所说的重点都是在离香。 后面所说的, 我们明白了, 原来所有一切香都是虚幻的, 都不是真实的, 不但外面境界像是虚幻的, 我们起心动念能源的这个香, 也是幻而不识, 这个意思的确进了一步, 又深了一层。 说一个我见, 就把所有一切念头都包括, 一切念头总不外乎这四大类, 我见, 人见, 众生见, 受者见。 见, 就是你有这个念头, 有这个意念。 我见是无明本, 佛法里面常给我们说, 凡夫有三种烦恼, 见思烦恼, 成沙烦恼, 无明烦恼。 无明烦恼最细, 最难断, 断成沙烦恼的, 无明烦恼还在, 何况断剑丝烦恼的。 无明破一品就正一分法身, 所谓是法身大事, 也是我们经上讲的诸佛如来, 要破一品无明才行。 由此可知, 念头就是无明, 就是无明的根本。 法身大事跟平常人有什么不一样? 不一样的就是他没有妄念。 底下一句是佛在, 冷言经, 上说的, 告诉我们什么叫, 无明, 这也是妇罗那尊者问的, 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说明, 知见利之, 是无明本, 知见利的是什么之? 就是此的讲的, 我见, 人见, 众生见, 受者见。 冷言经, 上这两句话真的很不好懂, 什么叫, 知见利之? 前面这个, 知, 是真知, 是班若真知, 人人都具足, 每一个人都有真如本性, 你怎么没有真知? 佛知佛见, 佛知见各个个人都有。 你要不相信, 我们举一个例子, 你立刻就明白了。 我现在坐在这讲台上, 你们大家都看到, 不是看得很清楚, 很明白吗? 你并没有起心动念, 也没有分别, 执着, 这个时候你的, 见, 就是佛知见。 你要起一个念头, 这上面做的是净空法师, 完了。 你起了魔名。 你在这里面立一个, 你怎么立一个, 这就错了。 为什么立一个, 就错? 本来没有名, 你怎么给他搞个名字? 本来没有香, 你怎么折了香? 所以诸位要知道, 我们六根接触外面六层境界, 只要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执着, 你说你有没有看清楚? 有没有听清楚? 一样看清楚, 一样听清楚, 那就是第一个, 知, 佛知。 法身大事, 也就是原教初驻以上的菩萨, 他们能够永远保持这个境界, 也就是说六根起作用, 他能保持着不分别, 不执着, 不起心, 不动念, 那个知见是真知, 正知正见, 佛知佛见。 没有见到法身以下的菩萨, 就像, 金刚经, 上说的, 他底下立一个知, 在知见里面又建立一个知。 前面摆的, 这是花, 这是红色的, 那是黄色的, 那就完了, 越迷越深。 原本没有这些名语香, 没有这些分别, 执着, 我们错就错在这里。 又一有分别, 又一有执着, 你就起烦恼了, 贪甜吃慢跟着起来, 连着起来, 这个麻烦大了, 这就叫, 荔枝。 诸佛菩萨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在此的, 所谓第一个念头, 第一见, 我们第一眼看时正知正见, 到第二眼就变了, 就起心动念, 就分别, 执着, 那叫立之, 这就是无明, 这叫根本无明。 无明在哪里, 我们要搞清楚, 要搞明白。 无明起来了, 那就有三系六粗, 就有十法界, 就有六道轮回, 就这么一桩事情。 为承凡之游, 破我剑是智慧光, 乃成圣之路。 此中所说, 正式的是修功, 的, 是的确, 却确实实只是我们修行真正的功夫, 破我剑。 破我剑就是于一切境界当中, 不起心动念, 不分别执着, 这个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比登天还难, 你不相信, 试试看, 你有没有办法做到。 我不分别, 已经分别了, 分别不分别, 我不执着, 已经执着了, 我已经执着, 太难了。 道理我们明白了, 事实也搞清楚了, 实在做不到, 就老实念佛求生净土, 除这一条路之外, 给诸位说, 没有第二条路好走。 你要不要信试试看, 你在一切境园当中, 试试看能不能真做到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执着。 起心动念就有十法界, 就把一真法界变成十法界。 分别, 执着, 那麻烦大了。 在试法界里面又变六道轮回, 六道轮回是分别, 执着变出来的。 二, 佛说一切法, 不外两意。 明信, 明修事也。 且一句法中, 说信必兼有修, 说修即设有信。 若不知如是领会, 其余佛法, 终在门外。 理性当于差别中见平等, 修功当于平等中见差别。 佛说一切法, 不外两意, 总而言之, 佛为众生说一切法, 归纳起来不外乎二意, 明信, 明修事也。 这四个字也可以说, 把释迦牟尼佛一生四十九年所说一切法包括尽了。 佛指示我们, 就是告诉我们, 使法界一正庄严是我们自信变现出来的, 不是外面真有的。 又告诉我们, 性体是空气的, 是变法界的, 性体的作用无量无边, 那就是我们自己的本人。 我们才晓得, 自己智慧, 得能, 样样都是无量无边。 佛要不为我们说出, 我们怎么会晓得有真如本性? 不知道。 不晓得自己智慧, 得能这样的深, 这样的广, 不知道。 佛说这些经典, 为我们显示出这桩事情。 他说, 我们也听明白, 听懂了, 虽然有这样究竟圆满的智慧, 我们现在还是迷惑颠倒。 这个智慧怎么失掉的, 如何再恢复过来? 那就是, 修, 教给我们的方法, 金刚经, 上讲的是原理, 原则, 方法因人而异, 因时而异, 因处而异, 所以方法就多了。 我们常听到八万四千法门, 法就是方法, 门是门禁, 有这么多。 又听说法门无量, 那就更多了。 是不是真的无量? 真的。 真正无量。 无量的法门有一个不变的原则, 无量的法门可以把它归纳到这个原则, 这个原则是绝、正、紧。 无量无边的法门, 归到最后讲道修行, 不外乎这三个原则。 这三个原则实在讲, 一级是三, 三级是一。 好像我们到这个讲堂来, 诸位居住的地方不一样, 四面八方来到这里, 最后你进入讲堂。 讲堂只有三个门, 最后就从这三个门, 你从哪一个门进来? 诀、正、 进三个门。 这三个门任何一门进来都行, 功德都一样, 而且一级是三, 三级是一。 没进来是三个门, 不一样的, 进来之后, 三个门原来是一样的。 一般说来, 信宗、 禅宗他们走的是, 绝门, 大彻大悟, 明星见性。 这个门, 古人常常说, 上上跟人才有这个能力。 就像, 金刚经, 上所说的, 给你讲四项是错误的, 四见也是错误的, 都是原生之法, 当体极空, 了不可得, 这一类根性的人, 听到这个话, 妄想, 分别, 执着马上就断, 他就成功了。 就像, 原觉经, 上所说的, 知幻即离, 离幻即绝, 他从这个门进来, 这个门快。 如果不是上上跟人, 这个法门你给他讲, 没用。 像我们这种根性的人就没用。 金刚经, 虽然讲的这么详细, 讲了这么多天, 一个开悟也没有, 一个见性都没有, 这就说明我们不是这个根性。 不是这个根性, 听听, 金刚经, 也有好处, 听听他们上根, 立根的人是怎么修法。 他们能够依照这个方法修到明星见性, 我们没有办法依照这个方法来修, 听听懂得了有好处, 对于是出世间法的情职会但几分, 不会那么坚固的执着, 总会少了几分, 少了几分, 对念佛就帮助很大。 这也是我们这一次讲, 金刚经, 穆德的之所在, 帮助我们看破, 帮助我们放下。 我们没有彻底看破, 没有究竟放下, 只要看破几分, 放下几分, 对于念佛往生就有帮助。 这是说绝门。 其次, 我们讲, 正门。 正, 使正知正见, 正知正见就是佛之佛见。 佛的知见在哪里? 所有一切经上所讲的都是佛之见。 佛对于宇宙人生的看法, 佛为我们的说法, 是佛之佛见, 在经典里面。 我们依照经典理论, 方法来修行, 有次第, 有浅身慢慢来学习, 这就是所谓, 教下, 禅宗以外。 像天台宗, 天台宗是根据, 法华经, 弦守宗是根据, 华严经, 三论宗是根据, 宗论, 十二门论, 以后又加上, 大制度论。 法乡宗的东西比较多, 有六经, 十一论。 这些宗派都是依据佛的经典, 把自己错误的想法, 看法修正过来。 经典式标准, 我们对于宇宙人生的想法, 看法, 拿着经比照比照。 我们的想法, 看法跟佛不一样, 要把自己的想法, 看法舍掉, 学佛的想法, 看法, 教下用这个方法。 这样的方法, 中下根性的人都行, 但是时间很长, 像读书一样, 有小学, 中学, 大学, 研究所, 按部就班来, 循序渐进, 能得好处, 能得利益。 这是走正门的, 但是要真正干, 真正相信佛, 把自己错误的想想法, 看法, 说法, 做法舍弃掉, 向佛学习。 第三个门是, 敬门, 我们净土宗走这个门。 除净土宗之外, 密宗也走这个门, 密也是修清静心的。 我们今天为什么把密舍掉, 单单提倡净土? 这里面有道理的。 净土宗讲的净, 是离开污染的净, 容易得到。 所有一切污染我不沾边, 我离开它, 我得到清静了, 这个容易。 密宗那个净是高级的, 不离开污染它也清静, 这是很难。 我们把明文立养舍弃, 不贪, 它经营财宝一大堆, 天天在那里玩, 那个不贪, 那不是普通人可以做得到的。 所以密室最高级的修学方法, 如果你没有这个功夫, 你要学它, 没有一个不堕地狱的。 你造罪业, 那还得了。 一般人不懂得, 一窝蜂去学密, 为什么? 密又不要吃素, 积鸭鱼肉照吃, 也不要断淫欲, 正和现代人口味, 大家一窝蜂都去了。 诸位要晓得, 他在这里面的清静心, 他吃肉决定没有分别, 执着, 没有起心动念, 他那个痴行。 你给他一碗大便, 他照吃。 为什么? 他也不起心动念, 他也没有分别, 执着, 那真清静。 你剩一碗大便, 他不吃, 肉给他, 他吃, 保险堕地狱, 那是假的, 不是真的, 这个要知道。 我们净土宗的净, 我们有选择的, 不像他, 他那个没有, 他是高级的, 我们比不上, 他是真清静。 现在密宗传得很广, 学的人很多, 我没有学过。 我的老师是密宗的大师, 他教我三年, 我的佛学基础是他老人家一手给我奠定的, 但是他没有传给我密法, 我对于密里面的内容知道的很多。 黄念祖老居士是学密的, 他本身就是金刚上师。 我们见过几次面, 也深谈过这个问题, 他直截了当告诉我, 在今日之下已经没有密宗的根器了。 我听了这个话, 觉得这个人是一个善知识, 不骗人, 很难得。 他告诉我, 在中国大陆这四十年来, 修密成就的只有六个人, 真正修成功。 哪六个人? 他没有告诉我, 我相信他讲的话不会错。 因此他遇到学密的这些同修, 都教他加持三部经。 他的, 净土资粮, 净土资粮, 是个很小的小册子, 因为太薄了, 我把他的古想集, 两样东西合印在一起, 后面是古想集。 古想集, 就是老居士应酬学密这些同修们的开导, 书信。 他里面所讲的都是劝人的, 学密一定要加持, 无量寿经, 要读诵, 弥陀经要解, 要读诵, 普贤菩萨行愿品, 他教他们念这三样东西。 这也是老居士的苦口婆心, 知道你密学不成功, 念这个经求生净土。 我们常讲, 静密双修, 诸位要知道, 静密双修是看到学密不能成就, 想再静踪拉你一把, 是这个意思, 你们不能听错了。 好了, 我也来静密双修, 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专一你才有把握, 你搞两门, 你的精神, 时间都分散掉, 能不能往生都成问题。 密是靠不得住不会成就的, 不太可能的。 所以真正善知识他会观察, 你不是这个根器, 不会传给你的, 这个要知道。 所以我们赞叹他, 不学他。 跟禅宗一样, 我赞叹禅宗, 我不学禅宗。 为什么我不学禅宗? 我自己知道不是那个根性。 禅宗不要说是很高的, 最起码的禅出不了三戒, 出禅天, 四禅八定, 这是出禅, 什么样的功夫? 诸位晓得, 到了色戒天, 玉戒就丢掉了。 什么是玉? 财色明十岁这五样东西摆在你面前, 你还动心不动心。 不是, 我出家了, 我都离开了, 那不行。 面头上还有, 你还是玉戒, 色戒天没有资格去, 这才知道禅男。 禅要把玉丢掉, 这还是最起码的, 最低级的功夫。 往上面去, 越往上去, 功夫越高。 我想想, 做不到。 金刚经, 是禅宗的经, 我讲的也不比哪一个学禅的人差, 禅宗祖师, 语录, 我讲过很多, 谈经, 也讲过好多遍, 口头禅我比他们都行。 你要问我自己, 我做不到。 我能够讲得很清楚, 我做不到。 财色明十岁摆在面前, 虽然我不要了, 还会动念头, 还会动心。 不能欺骗自己, 欺骗别人有罪, 欺骗自己是罪上又加罪, 那怎么能成就? 所以想一想, 禅宗祕门坎太高, 我们确实没有法子, 再回过头来老实念佛。 想一想这个法门有把握, 行。 我们这一生当中真能成就, 这是走进门。 这是说修行, 我们举这三大纲领就够了。 每一个法门里面, 每一个宗派的尝试要知道, 你知道了, 你不会被他们迷惑, 不会被他们动摇, 这个很重要。 自己选定了一门, 就一门深入, 这才能有成就。 如果不了解状况, 世俗人常讲, 干一行, 愿一行, 看到别人好像都比自己高。 这是世俗的观念, 有没有? 确实有, 我们自己也有。 如果存这种观念, 你这一生的修学没指望。 为什么? 没有信心。 你的心浮动的, 总是在动摇, 总是在每一个法门去试探试探, 你这一生有多少光阴。 那个空过了, 浪费掉了, 非常可惜。 所以要紧的是选定一门, 然后就一门深入。 且一句法中, 说性必肩有修, 说修即设有性, 这是佛说法, 即使小陈经里面也不例外。 一切经中说性, 一定有修行方法, 如果没有修行方法, 佛说的经就不圆满。 说修行方法一定讲到理论, 有理论的依据, 理论的依据就是自信, 自信是理论的依据。 最明显的是, 弥陀经里面所讲的都是事, 都是修, 弥陀经字字句句里面都有信, 都有理。 我们没看到, 那是我们看得太浅, 没有看到它的深度。 你看看莲池大师的书抄, 你就懂得。 莲池大师把这桩事情,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地为我们交代带出来。 每一个小段讲到最后, 到最后一段称性。 称性是什么? 说性。 弥陀经说的是事, 它有理, 说的是修, 它有信。 同样的, 地藏菩萨本愿经也是如此, 你从头看一看, 像看故事, 看小说一样, 全都是讲事, 里面有很深的道理, 我们读经要能体会。 严教就是讲经要把它讲得透彻, 凡是佛讲事的这些经, 你要把理论说透彻, 大家对这个事就相信, 就不怀疑了。 讲到理论的经, 就像, 金刚经, 讲理论, 里讲明白了, 要怎么各修法。 你要不把修行的方法交代代清楚, 这个道理我不会用, 我用不上。 金刚经, 的原理原则能用在日常生活当中, 那你就成菩萨, 就不是凡夫。 要不要学者会用? 要。 学的多少不拘, 学的浅深也不拘, 当然你越多越好, 越深越好。 没有这个能力, 浅一点也好, 少一点也好, 都能得利益。 我在讲习当中跟诸位报告过, 我们要想把, 金刚经, 的原理原则, 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 有一个好样子, 可以给我们很大的启示, 那就是, 华严经入法界品, 就是, 普贤菩萨行愿品。 但是我们今天讲, 普贤菩萨行愿品, 你们的概念当中就是薄薄的一本, 十大愿王倒归极乐, 不是的, 我给你们讲的, 行愿品, 不是这一份, 这是, 普贤行愿品, 最后的结论。 他的全经有四十卷, 现在流通的这个本子是四十卷, 里面第四十卷, 里的一卷, 前面还有三十九卷, 这三十九卷就是著名的, 五十三餐。 五十三餐是有五十三位法身大士, 就是, 金刚经, 上讲的诸佛如来, 他们做给我们看, 他们表演。 这五十三个人, 包括男女老少, 各行各业, 人家是如何把, 金刚经, 的道理, 方法, 应用在他的生活当中, 应用在他的工作之中, 不管做哪一个行业都用得上。 你会用了, 你是菩萨。 菩萨不一定要出家, 五十三位法身大士是大菩萨, 是现出家乡的只有五位, 其他的统统是在家的法身大士。 所以, 四十华言, 实在讲应当要提倡, 不提倡我们没有样子。 四十华言, 这五十三参是学佛的样子, 人家表演给我们看。 注解, 华言经, 的经本很少, 自古至今完整的注解只有两种, 都是唐朝的, 清梁大师的, 书超, 李通玄居士的, 和论, 现在流通的就这两样。 清朝道配大师, 是福州古山永泉寺的住持, 他将书跟论合起来, 重新编了一个本子, 叫, 华言经书论转转要。 即使没有人讲, 也应该要读读, 读不懂没关系, 多读。 古人所谓, 读书千遍, 其意自见, 要有耐心的去读诵, 对于我们的修学会有很大的帮助。 说修学有帮助, 对我们的生活有帮助, 对我们的工作有帮助, 这是现前的利益, 对我们了生死, 出三界有帮助, 将来的利益, 永恒的利益。 这个地方把要紧的经义说出来, 是教我们读经, 听讲要如何去体会。 若不知如是领会, 其余佛法, 终在门外, 这是真的。 多少人学佛, 学了一生都在门外没进来。 学佛学一辈子, 问他佛是什么。 他不知道, 答不出来, 问他修什么。 他也不晓得, 忙修瞎练, 所以一生时间浪费了, 精力浪费了, 一无所成, 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 理性当于差别中见平等, 你怎么见性? 你怎么能体会到甚深的毅力? 这里给我们讲的原则, 讲得非常之好, 简单二要。 平等是性, 差别是相, 从差别相里面, 你要是见到平等, 你就见性了。 相终告诉我们, 转八十乘四智。 转莫纳为平等性智, 莫纳是什么? 执着。 第六意识是分别, 不分别了, 那就是妙观察智, 不执着了, 是平等性智。 我们要想明星见性, 见色纹身, 六根接触外面境界, 学不分别, 就转第六十位妙观察智, 不执着, 就转第七十位平等性智, 这个在乡里就见性了。 禅宗是不说出来, 教你悟, 你要不悟, 那个香板就下去了。 当然老师傅要用棒喝来打你, 也是看清楚, 这一棒下去把你打开悟了, 你就觉悟了。 像我们这种人到禅堂里, 那个老师傅打不打。 不打。 为什么? 打死也不开悟, 那就有罪过了。 他打了, 你真的开悟, 那就要打。 宗门用棒喝, 叫下讲演, 宗门教你悟, 不跟你讲。 你悟了之后, 给你作证, 证明你没错, 你的见解没错, 所以方法, 手段不一样。 有一些人很迷惑, 我在台湾就见到了。 师傅拿着香板打击下, 就把这一身的业障打掉了。 我听了很怀疑, 那个香板一打, 业障就打掉了, 还有不少人拿着红包供养, 请师傅打, 师傅当然欢喜, 越打红包越多。 那个业障有没有消掉? 我看不见得。 消业障是我们学佛的人时时刻刻挂在心上, 总是想尽方法去消业障。 可是诸位要明白, 什么叫业障? 我业障很重, 问你什么叫业障? 不晓得。 业障在哪里? 业障就是烦恼, 就是妄想, 妄想, 分别, 执着那叫业障。 老师傅打你几顿, 你是不是妄想, 分别, 执着统统没有了。 如果都没有了, 那有效, 一打业障真的都消掉了。 如果打了之后, 还打妄想, 还分别, 执着, 那就没用。 越打业障越多, 业障不是轻而易举可以打掉的。 宗门用这个方法它要关机, 看你自己功夫将要成熟还没成熟, 就差那一点, 用这种特殊的手段, 这个棒喝下去之后, 叫你一下子就惊醒, 这个可以, 不是随便打人的。 所以宗门的手段不一样, 也没有一定的方法, 完全是关机, 应机失脚。 因此, 那个手段不能学的, 我们没有那个本事, 对象也不是那一等人, 单单学那个样子, 那还得了。 那就造罪业了。 礼遇事都要搞清楚, 我们还是在教下用功夫。 静踪的方法, 就是用一句佛号老实念, 把妄想, 分别, 执着念掉。 妄想, 分别, 执着起来不要怕, 是正常的。 你是凡夫, 你要不起妄想, 分别, 执着, 你是佛菩萨了, 那就不是凡人。 凡人当然会打妄想, 当然有分别, 执着, 所以起来不要怕。 这是古德教给我们, 不怕念起, 只怕觉慈, 觉悟要是迟了, 你这个妄想继续不断地打, 那个麻烦就大了, 那造业了。 妄想一起来, 你马上觉悟了, 我现在又打妄想, 你觉察到了。 觉察到, 用什么方法对付他? 阿弥陀佛 心里面佛号马上提起, 把那个妄想, 执着赶走了, 换句话说, 用阿弥陀佛这一个念头, 代替所有一切的念头, 用佛号取而代之。 这个佛号是不是妄想? 佛号不是的。 一切都是妄想, 唯独一佛念佛不是妄想。 为什么? 阿弥陀佛的名号, 是我们真如本性的德号, 念这一句佛号, 是念真如本性, 这是理。 大家都会念, 不明这个理, 所以虽念与理不相应。 也曾经听过, 一念相应一念佛, 念念相应念念佛, 我们一念也好, 念念也好, 都不相应。 为什么不相应? 不明了这个理, 明了这个理就会相应了。 只要把烦恼, 杂念念掉, 清净心就现前了。 清净心就是真如本性, 清净心一现前就相应, 此的讲的从差别里面见平等, 平等当然就清净, 清净就平等。 修功当于平等中见差别, 平等, 差别两边都不着, 这是讲修行真实的功夫。 由此可知, 这是金刚经上所讲的原理原则, 两边不着, 两边不离, 这就是诸法如意, 法法皆如, 你就见到了。 三, 佛之开示, 往往约一世以明理, 而其理是贯通于一切事。 若闻法者, 不知如是贯通, 是只见差别而不见平等, 岂能观其理而会于信乎。 佛之开示, 往往约一世以明理, 佛菩萨讲经说法, 我们在一切经里面都看到, 金刚经, 这个例子就很多, 举例只举一个, 只说一桩事, 可是诸位一定要晓得, 这一桩事, 一个理, 通一切事, 一切理。 不只是文艺之时, 文艺之时不行。 世间人是文艺之时, 这个人是绝顶聪明, 学佛还不行, 学佛是一文千物, 十根千差很多, 一文千物。 听到一桩事, 所有一切事情都明白, 都通达, 这才行。 而其理是贯通于一切事, 从一桩事情说明这个道理, 理贯通一切事。 若闻法者, 不知如是贯通, 是只见差别而不见平等, 岂能观其理而会于信乎, 学有善学, 有不善学, 我们今天讲, 善就是会学的, 有不会学的。 会学的人快, 很快。 会学的人是学他的理, 因为理能贯通一切事。 不会学的人学是, 那个很苦, 学一样会一样, 再学一样会两样, 是无量无边, 一生一世学不完, 学得得累死了。 所以, 一定要会学。 会学基本的条件, 心要清静, 不能有成见, 不能有怀疑, 这是两大障碍。 佛在经上常讲, 一, 为菩萨的大障碍, 对菩萨都产生大障碍, 何况我们初学的, 决定不怀疑, 要保持一个清静心, 清静的信心, 真诚心, 这是我们修学基本的条件。 然后再加上细密的观察, 你要细心去体会, 粗心大意不行。 我过去学佛, 进度非常之快, 我自己就具备这个条件。 我对老师有信心, 纵然老师教给我的, 我不知道他的意思, 我也不怀疑, 我也相信他, 我相信老师不会害我, 我会照他的话去做。 我有这么一个好处, 所以老师肯叫。 我学习很细心, 很专心, 所以老师教给我的方法, 跟别的同学不一样。 最明显不一样之处, 是老师不准我写笔记, 这是最明显的, 其他同学们听经写笔记, 老师从来没有说不对, 从来没有讲过, 老师也看到他们一面听一面写, 我就是不可以写。 这就是根性不相同, 教学的方法不一样。 老师要求我, 听经听教理, 他告诉我好处是理通一切佛法, 一步经通了, 所有经都通, 这个方法的确是好。 如果没有这个能力, 不得已而求其次, 体会教义, 义比理次义等, 义能够贯通, 与这个经相类似的能通。 譬如静宗的义礼, 净土五经一论没问题, 你听一步经, 这五、六种东西都贯通了。 不是听一步学一步, 那个很糟糕。 那个教的人很辛苦, 学的人也很辛苦。 如果是教理, 那就广大了, 不仅仅限于净土宗, 所有一切宗派的经典, 乃至于世间法都通了。 所以要懂得体会他里面的理, 理能够会于性, 这个很要紧。 学佛最终的目标在明心见性, 这是正确的目标, 这是大方向, 一定要把握住。 在这个地方, 希望同学们能够细心去体会, 确确实实能得大受用。 不过这些事情, 如果自己根性稍微差一点, 要懂得培养。 所以实实在在说, 我学佛如果不跟张家大师三年, 到台中去也学不到东西, 要成就也不简单。 张家大师教我什么? 教我看破, 放下, 这对以后的修学帮助太大了。 能看得破, 你的支箭圆了, 你不执着, 你没有成见, 能放得下, 你自在, 你没有分别, 执着, 这个对于修学帮助太大太大了。 所以不能看破, 不能放下, 是严重的障碍。 我一学佛, 张家大师就叫我这个方法, 从哪里做起? 他老人家叫我不失。 我那个时候的好处, 跟他老人家第一次见面, 他讲的话我就相信, 回来之后就真不失, 就真干。 以前很小气, 很吝啬, 那就学, 咬紧牙根去学不失。 什么都能舍, 这才知道自在。 舍了有没有? 给诸位说, 越舍越多。 这里舍了, 那边又来了, 越舍越多, 但是要记住, 越多越舍, 非常重要。 舍财, 财就来, 舍法, 法就来, 佛讲的话我们在生活当中证明了, 没错。 财不失的财富, 越是失的多, 越得得多, 法不失的聪明智慧, 无畏不失的健康长寿。 我们今天同学很多都是吃常素的, 素食就是无畏不失, 不吃众生肉了, 修慈悲心, 这是无畏不失。 诸位同修在家, 我希望你们无畏不失里面多失医药。 我不知道新加坡的制度如何, 如果有平病之人生病, 病苦有困难, 你帮助他, 帮助他的医药费, 不失这个有好处, 的健康长寿。 我听这个话, 感觉的莫名其妙, 什么事情? 就是自己要准备一笔钱, 做自己的医药费, 准备自己生病, 你说糟糕不糟糕。 你想他会不会生病? 他一定会生病, 他医药费已经准备好了。 所以人家问我, 我今年七十岁了, 没有生过病, 没有进过医院, 医院里面没有我的病例。 我为什么不生病? 我没有医药费。 我的医药费都不失掉了, 没有医药费。 有医药费的人可以生病, 没有医药费的人不能生病, 你要懂这个道理。 所以你不失医药, 我的病别人待我生。 佛说这个道理, 越想越有道理。 所以何必替自己留一笔医药费? 经上常讲, 一切法从心想生, 你心里老想着病, 没病也想出病来, 所以这是一个不健康的思想, 错误的思想。 你自己想要健康长寿, 多帮助苦难的人, 你的健康长寿。 金刚经, 讲了这么多, 可以说万法皆空, 因果不空。 这是在, 金刚般若, 我们得了这两句结论, 因果不空, 善有善果, 恶有恶报, 丝毫不爽。 你要想的财富, 财不失, 你要想的聪明智慧, 法不失, 你要想的健康长寿, 无谓不失。 印经, 三种不失具足。 你印经书, 你要财, 财不失, 印出的经本, 经本是佛法, 法不失, 内容是法, 众生读了经, 明白佛的道理, 无谓。 所以这衣装事情里面, 三种不失都圆满了。 我今天晚上来迟一点, 这边红国素食的老板请我吃饭, 请了很多次, 没有法字推不掉, 我说下不畏力, 耽误时间。 我听说这个老板给伙计们说, 指我说这个法师印很多经书送人, 到处送人。 别的法师有了钱买房子, 买车, 我没有房子也没有车。 买房子, 买车, 是他还想住在这里, 他还不想走, 我不要房子, 不要车, 我想到极乐世界去, 我不想在这世间住了, 我们的目标, 方向不一样。 这个地方的钱没用, 带不去, 所以有了钱, 赶紧印经, 让大家共享。 这个做法, 三种不失一次就完成。 这个理我们要透彻, 要明了, 事上我们才热心去做, 才真正去做。 红法的人你能够这样做, 法缘殊胜, 法缘是结的。 前面我们也曾读过, 缘应当了的, 要赶快了, 应当结的可以结, 与一切众生结法缘。 四, 本经说即非是民处甚多。 文者便当领会其中道理, 缘无二致。 即非, 约理体之性, 以明本空。 事明, 约怨生之相, 以明患有。 即非是民并说, 明性相不依不依。 法法皆然, 即无论合法, 皆应明了此理, 两边不着, 消归平等之性体事也。 本经说即非是民处甚多, 这种句子很多, 此的提醒我们, 文者便当领会其中道理, 缘无二致, 不能把即非跟市民看作两桩事。 你要是看作两桩事情, 你也在门外, 你没入门, 它是一桩事情。 一桩事情为什么两个说法? 两个说法便于你体会, 一个说法你不能领悟。 这两种说法, 你在当中体会, 你就误入进去了, 这是说法的善巧。 从差别当中你去体会一如, 去体会这个意思, 这叫会听。 即非, 约理体之性, 以明本空, 体是空的, 根本是空的。 世民, 约怨生之香, 以明换有, 因缘所变的现香, 现象有没有? 当然没有。 为什么没有? 体没有。 体没有, 香怎么会有? 就像前面所说的, 为沉重即非为沉重, 世民为沉重, 世界即非世界, 世民世界。 世界怎么来的? 为沉重聚集起来的, 为沉重当体即空, 了不可得, 世界哪里会有? 佛虽然在经上讲, 一刹那九百身灭, 佛用这个来说明一切万物的现象。 这个像是怎么来的? 一刹那九百身灭的相续相, 其实不止九百, 刹那百亿, 千亿, 万亿都不止, 这是真的。 佛为什么不这么说? 这样说, 人更不懂了。 说一刹那九百身灭, 一般人还能想象得到, 如果说是万亿, 亿亿, 这个太难想象了, 真的是万亿。 由此可知, 所有一切现象, 确实当体即空, 了不可得, 这个跟你说实话。 由此可知, 即非跟是明岂不是一个意思吗? 这叫佛法。 如果说, 即非, 是明, 是二法, 六祖讲二法就不是佛法, 佛法是不二法。 诸位要晓得, 宇宙人生万事万物都是一法, 不是二法。 众生跟佛, 你说是二, 是一。 众生跟佛要是二法, 那就不是佛法了。 身佛不二, 这是经上听说过, 读过的, 不二就是一。 信乡不二, 理事易如, 尽虚空, 便法界他圆融了, 他是亦不是二。 你要能从这上体会到, 你的大慈悲心就升起来了。 慈悲心用我们现代的话来说, 爱护一切众生, 关怀一切众生, 是清静心, 是平等心, 没有差别, 这就是里面没有分别, 执着, 一律平等, 大慈悲心自自然然就升起来了。 我们今天大慈悲心为什么没有? 不知道宇宙人生是一体, 不晓得得。 为什么是一体? 同一个自性变现出来的, 都是真如本性变的幻相, 会相归性就是一体了。 你折了相, 分别相, 执着相, 相千差万别, 你见不到一, 见不到一如, 见不到平等。 如果在差别相里面见到一如, 见到平等, 才晓得万法归一, 一是自性, 一是真如, 一是本体。 实在说, 归, 这个念头都很粗, 都不应该有。 万法本来就是一, 那哪有什么归不归。 今天我说这个话, 诸位, 金刚经, 听了这么多, 我想你不会反对, 你会点头。 经没有讲到这个地方, 我这样讲法, 怀疑的人就多了。 为什么祖师大德说万法归一, 你说归还不对, 归, 还有问题。 我们, 金刚经, 读到这里, 就晓得那个, 归, 是勉强说的, 你要执着有一个归就错了, 它本来就是一, 所以无所谓归与不归。 即非是明并说, 佛在, 金刚经, 上常用这个方法, 它的意思是, 明信相不依不依, 法法皆然, 信相是一, 相就是信, 性就是相, 是就是理, 理就是事, 却确实实是一不是二, 即非, 是明连在一起讲, 教我们体会这个意思, 也就是教我们认识宇宙人生的真相。 真相不能说一, 真相不能说一, 也不能说一, 你要是明白了, 也可以说一, 也可以说一, 明白人怎么说都行, 他不迷, 他了解状况。 说一是从性上讲, 从理上讲, 说一, 一就是不一样, 从相上讲, 从事上讲, 非一非一。 如果明白人说一切现象是一, 行不行? 行, 讲得通。 古人比喻说, 已经做气, 气气皆经, 我们看到精气的样子太多了, 现在同修们常常戴的耳环, 戒指, 手镯, 项链, 这个都不一样, 名词都不相同, 这是意。 说经, 同。 全是经的, 经就是气, 气就是经。 即非, 是明和气来说, 教你了解真相。 一法如是, 法法皆然, 没有一法不如是。 我们把气比作相, 把经比作性, 性就是相, 相就是性, 性相亦如, 性相不二, 就是这个意思, 叫你体会这个意思, 认识亦如, 认识真相。 执着一边都错了, 都不如。 执着精, 执着这个体空性, 这个不如, 有体无用, 执着相也不如, 有用无体。 必须要面面俱到, 你才看得圆满, 看得真切, 没有看错, 才能得真实的受用。 即无论何法, 皆应明了此理, 两边不着, 消归平等知性体事也, 这个重要。 所谓法身大事, 就是他们能在一切法中见性。 这个讲法是佛门的术语, 现在人初听感觉的很玄, 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 我们讲得通俗一点, 讲得浅显一点, 在一切法里面见到它的真相, 这句话大家好懂。 但是真相是什么, 还是一个问题。 为什么? 你没见到, 你见到, 当然就懂了, 没见到, 学。 好好的学习。 依照, 金刚经, 的道理, 方法, 纵然见不到, 多少也能得一点消息, 对我们就有好处, 至少增长我们的信心, 这是最低限度的利益。 在功夫上, 理事都搞清楚了, 你就都不会执着了, 差别的相不执着, 平等的信也放下了, 心得清净, 心得自在, 这就是, 消归平等之信体。 五, 修行功夫, 可概括为关门, 理关, 行门, 事修。 细说则法门无量是愿, 学也。 修行功夫, 可概括为关门, 理关, 行门, 事修, 这是我们佛法里面常讲的关行, 一讲到修行, 关行是修行的总纲领, 总题目。 每一个宗派, 每一个法门, 关门跟行门的内容都不一样, 但是总题目是一样的, 都叫做关行。 禅宗的关门, 行门跟教下的不一样。 教下的关行, 譬如说贤守宗的关门, 行门, 跟天台宗的就不一样, 这个必须要晓得。 关是什么? 理, 明理。 在世上看到理, 那叫关, 叫修关, 在理上见到事, 那就叫行门, 那叫行。 这两个一定要合在一起, 也是一桩事情, 不能把它分作两个, 分作两个, 那理论是理论, 事实是事实, 永远都不起来, 这个没有用处。 必须要懂得, 理就是事, 事就是理, 理是本来不二, 你才能入门。 细说则法门无量是愿学也, 无量无边的法门, 观行是总题目。 每一个法门里面, 观行的内容都不一样, 都有差别, 可是原理是相同的, 终极的目标都是要达到法法皆如, 如果不是达到这个目标, 那就不是佛法。 如果是佛法, 一定是要达到这个目标, 就是经文上讲的, 诸法如意, 一切皆如。 6. 理观, 依佛说可以贯通一切之理性, 加以身切体认, 严密绝招。 用之于行门。 理观, 必应兼事修。 行事修, 必应兼理观。 缺其一, 便不足以严修工义。 理观, 依佛说可以贯通一切之理性, 加以身切体认, 严密绝招。 用之于行门。 金刚经, 说理, 说的是真正的原理原则。 譬如我们随便粘一句,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这是, 金刚经, 上的经文, 我们都很熟悉的, 你要把这个理应用在你生活当中。 你在日常生活当中, 对人, 对事, 对物, 起了烦恼, 想到,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那有什么好烦恼的? 你要会用, 不用在生活上, 那, 金刚经, 不是白念了。 遇到喜欢的事情, 起了贪心, 贪爱了,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那个贪爱的心马上就凉了, 恢复到平等, 恢复到清净。 喜怒哀悦都是波浪, 都是不清净, 要恢复到清净。 清净心生智慧, 不清净的心生烦恼, 这个诸位要懂的。 烦恼从哪里生的? 不清净心生的, 清净心就生智慧, 金刚经, 说, 信心清净, 则生实相。 所以要把这个理用在生活上, 金刚经, 上这个理好。 不依不易, 无时无虚, 真的随便粘一句, 在生活里面起很大的作用。 所以, 这个理真的是贯通一切的理性。 要深切的体认, 这个理要透彻。 譬如,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为什么它是虚妄的。 我们在这次讲习当中讲得很透彻。 三心不可得, 为什么不可得? 我们说明了, 心是怎么来的, 怎么会有的, 它起些什么作用, 都讲清楚了, 这才知道真的不可得。 三心就是讲念头, 是生灭心, 生灭心不是真的。 从一念不觉而有无明, 从无明生三细相, 夜相, 转相, 境界相。 相宗里面也叫它做三分, 自正分, 见分, 相分。 见分, 金刚经, 上讲的四见, 我见, 人见, 众生见, 受者见。 前面讲的四相, 相分。 见相同源, 都是从, 自正分, 里面变现出来的。 由此可知, 转相就是见分, 境界相就是相分, 自正分就是夜相, 这就是把心法跟色法的根找到了, 它不是自信, 自信是真的, 自信里面没有这些东西, 这是, 不觉, 里面变现出来的。 我们把这个理搞清楚, 搞明白了, 才知道内而生生心, 外而万物都是假的, 现在科学家讲, 是波动的现象。 而波动的速度, 却确实是十亿秒当中亿万次, 也就是说, 一个波动是亿万分之亿秒。 佛在, 冷言经, 说, 当处出生, 当随处灭尽, 我们才懂一点意思, 否则的话, 到底, 当处, 是什么意思, 也搞不清楚, 含糊笼统念了, 含糊笼统听了。 当处, 是什么意思? 随众身心, 应所知量, 诸位要晓得, 不但是诸佛菩萨在实法界里面是现, 现身, 说法, 度众身是随心应量, 我们今天的这么一个身体, 过这么一个日子, 是什么回事? 也是随心应量。 心是什么? 因缘, 量是什么? 果报。 我们今天是随着夜阴, 现的这个果报之香, 还是这个原理, 还是这一句话? 诸佛菩萨随心应量, 是他阴地里面所发的愿, 愿力与一切众生自自然然感应到交。 我们凡夫愿没有了, 被业力支配, 被业力操纵, 一点都不自由, 都不自在。 把真相搞清楚了。 这个地方讲, 加以深切体认, 清楚了, 体会到了, 要, 严密绝照, 严密绝照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 严是认真, 这个事不是普通事, 非常严肃。 用佛所说的这个话, 来看人, 看事, 看一切万法, 这就把它用在行门上了。 理官, 必应兼事修, 离开了事修, 你关什么? 你没得关了, 那是个空理。 行事修, 必应兼理官, 是里面如果没有这个观念在里面, 这个事会带给你无尽的烦恼, 你的问题不能解决。 也就是说你越迷越深, 你的生活越过越苦, 你的工作越做越累, 它必然是这个现象。 如果理官渗透进去, 你的生活会越过越快乐, 越过越幸福, 你的工作会越来越轻松, 越来越自在, 完全不一样, 这是佛法真实的利益。 学了佛, 这一点利益都得不到, 你说我们学它干什么? 佛法给我们的是真实的好处。 缺其一, 便不足以研修工艺, 由此可知, 我们学佛的人很多, 不能说他不用工, 他很用工, 很努力, 好像很精进, 精进这两个字有问题。 他是很用工, 很努力, 他不精, 他很杂, 很乱。 如果说他有进步, 他是杂劲, 乱劲, 所以他没有功夫, 他不能转他的境界, 他还是过苦的日子, 这就是功夫不得力, 不会修。 会修的人, 行里面有观, 观里面有行, 观行是一不是二, 也就是说, 生活里面有高深的理论。 什么高深理论? 见性, 见到平等性, 要用相踪的话来讲, 那更清楚, 更明白, 在一切事相当中, 他见到平等性, 见到妙观察性, 见到大圆镜性, 他见到了, 他是生活在妙观察, 平等性, 大圆镜至里面, 他怎么不快乐, 不自在, 不会修的, 观行搞成两回事情, 合不起来, 他所搞的就是八十五十一心锁, 烦恼重重, 搞这个, 搞六道轮回去了。 搞六道轮回, 当然这个日子越过越苦, 是这么个道理。 诸位真正明白了, 佛法不能不学, 不学佛就苦死了, 这是实实在在的话。 我们看到今天世界上这么多众生很可怜, 我们只能同情他, 帮不上忙。 为什么帮不上忙? 他不肯学佛, 这么好的东西不认识。 所以今天我们介绍人认识佛教, 非常重要。 他为什么不来学? 不晓得佛法的好处。 如果知道佛法的好处, 没有一个人不来学佛。 为什么? 学了佛, 佛是门中, 有求必应, 不学佛的求不到。 这两天过年, 看到到处贴的, 发财, 看到这些人心, 他能发得了吗? 唯有学佛的人才发财, 不学佛的人不会发财。 今天就讲到此地。 金刚班若研习报告第105卷新加坡佛教居士林荡明, 9年2月3年10月5。 诸位同秋, 大家过年好。 这一次我们金刚经的讲习时间比较长一点, 也就是讲得比较详细一点。 刚才杨会长说过, 我们这部经包括这一次是三会两处, 两个处所, 是三次, 这一次可以讲圆满了。 因为从当中接着讲, 前面诸位同修没有听到的, 在小柱里面接上去讲, 可能听起来会感觉的很茫然, 所以我们必须要找一个段落。 书本请翻开249面, 我们从经文第170段看起, 这个地方是一个段落。 这部经讲到此地是末后的一分, 将为农居士依据前清达天法师, 金刚经兴演书, 分的科判, 也就是分的段落, 将本经的正宗分, 分为四大段, 就是, 性, 解, 行, 正。 它的科判, 我们复印在这个本子的后面, 后面这个表解就是本, 本经的科判。 从科判上能够把全经的章法, 结构, 脉络, 体系, 能够看得很清楚。 我们刚才选的, 从这一段开始, 就是第170段的经文, 诸位可以先把科判翻开来看一看。 科判的最后一面, 就是这个表解的第12面。 这一个大段, 是讲, 明诸法空乡, 结成法不深。 金刚经, 说到此的, 越说越深。 将居是把全经分作前后两部分, 前半部是讲性解, 正如古人所说的, 这个经文有深有浅。 后半部讲的是行政, 为生无浅, 后半部没有浅的意思, 越讲越深。 班若的宗旨, 用, 金刚经, 上的两句话, 可以讲得很透彻, 所谓, 应魔所著, 而生其心, 无助就是交给我们不要执着, 一切法都不要执着, 不但是世间法不要执着, 佛法也不能执着。 为什么不执着? 因为所有一切法都不是真的, 都是虚幻的。 经文讲到这个地方, 要跟我们说出怎样虚幻, 要把这个说清楚, 说明白, 我们真正懂了, 自然就放下, 就不执着了。 万法皆空, 没错。 不但体是空的, 连现象, 作用也是空的, 这个讲的的确是深到了极处。 可是, 因果不空。 为什么会有实法界一阵庄严? 那是业因果报的相续相。 因为因果不空, 所以佛教给我们, 而生其心。 身心要无助, 无助要身心, 这才是整个宇宙人生的真相。 你明白了, 掌握到了, 知道应该怎样去过日子, 过得很幸福, 很快乐, 很美满, 这是, 金刚经, 真正的目的。 这一段就是讲诸法空相, 了解一切法皆空, 结成一切法却却实实不深。 不深, 当然就不灭, 所以不深不灭, 这是宇宙人生的真相。 这两句很难懂, 真正明了气入了, 在佛法里面就称作正的无身法人的菩萨。 这个菩萨地位很高, 通常在大乘法里面讲, 菩萨有五十一个阶位。 就如同学校念书一样, 一年级, 二年级, 有五十一年级才毕业。 无身忍的菩萨, 地位非常之高, 差不多是在第四十个位次以上。 要依仁王经的说法是七帝, 八帝, 九的距离如来果的非常接近, 它上面就是十帝, 等觉就成佛了。 所以这个地位非常之高。 经上所讲的是他们的境界。 在这个地方, 这个表的底下一层, 这事分成两个中段。 出敏相入体。 敏, 是泯灭, 实在讲就是叫我们不要执着, 不要分别, 不要执着。 相, 相是有, 没有错。 如果不分别, 不执着, 你就能够观察到它的真相, 不会被这些幻相所迷惑。 体, 就是真如本性。 这里面又分为三个段落, 第一个段落是, 约圣号明离取来。 佛举的这个例子, 举得很好。 举如来的名号, 这名号也是假的, 也不能够执着。 第二段是, 约辰界名离亦多。 陈是围臣, 界是世界, 最近几十年当中, 科学家致力于这个工程上来研究。 世界就是宇宙, 大宇宙, 我们讲太空, 星系, 围臣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原子, 电子, 中子, 粒子, 这是最小的东西。 金刚经, 上, 佛在三千年前, 这一段经文也给我们说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 现代科学家称为太空物理, 这是他们一些名词。 我们读这一段经文, 要了解这个意思。 佛跟我们说万法皆空, 却确实实有他的理论依据, 不是随便说的。 从这些能够叫我们看出, 宇宙人生一切万物的真相。 真相搞清楚, 当然你就不会再执着, 不会再去分别, 再去计较, 晓得一切分别, 执着, 计较, 全是妄想, 与事实真相完全不符合。 但是这种妄想, 我们凡夫无量劫来已经养成习惯, 现在要不打妄想已经很困难。 这个习惯不好, 习惯要是不能够改掉, 那就要搞六道轮回。 这是佛把这些所以然的道理, 都给我们分析得很清楚。 现在请看经文二百四十九面。 一七零, 约臣戒名利亦多名为臣妃多问为臣多否。 须菩提, 若善男子, 善女人, 以三千大千世界岁位为臣, 余意云合, 是为臣众, 名位多不。 一, 此名众缘聚散无常之义也。 文中仲在岁和尔字, 因其可岁可合, 足正为臣世界之乡, 皆是原生, 当体即空。 而法性中, 本无此物。 故虽不断灭, 而不可执着也。 此名众缘聚散无常之义, 这一句话是总纲领, 是出世间一切法, 包括佛法都不例外, 皆是因缘生法。 所谓因缘, 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 它是有许许多多条件才产生的现象, 它不是偶然的。 这些条件, 缺少一个都不行。 也正是佛在, 华严经, 上, 为我们说明这个世界, 乃至于众生, 都是无量因缘聚合而成的, 跟此的所讲这个意思是相同的。 这个文里面着重在, 碎和。 碎, 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分析。 科学家分这个物质, 找它最基本的东西。 把这个物体分得很小, 分成原子, 在过去认为原子就是最小的, 不能再分了。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 这些很微小的东西, 实在讲我们肉眼已经看不见了, 在高倍显微镜之下观察到了。 现在原子还可以分, 分成中子, 质子。 中子, 质子在最近二, 三十年来, 随着科学进步, 也还是可以分。 所以科学家肯定, 我们现在认为不能分的这个基本粒子, 靠不住, 也许科技更进步, 发现还能分。 这个碎就是分析, 来观察宇宙万物的基本物质。 基本物质在佛法里面称为, 围尘, 围尘我们肉眼已经见不到了, 佛说阿罗汉的天眼可以见到。 所以阿罗汉不需要用这些科学仪器, 他的眼睛能够观察到围尘。 围尘是不是原子, 电子, 我们很难了解。 菩萨的法眼比阿罗汉的天眼更高明, 他为尘还可以分, 分作, 色聚之为。 色聚之为还能分, 分作, 即为之为, 这个佛也能看清楚。 到即为之为, 佛说不能再分了。 即为之为也叫灵虚尘, 大概就在空跟有的边缘上, 再分就没有了, 就变成空了, 所以这在空, 有边缘上。 即为之为, 即为之为, 可能我们现在科学家还没有见到, 他说这个不能再分了, 这才是佛经上讲的基本例子。 基本例子有四个现象, 叫做四大。 诸位都晓得, 地、 水、 火、 风, 四大, 四大就是讲基本物质的四个现象。 第一个, 它是一个物质, 可以看得到, 佛的五眼圆明能见得到, 它是一个物质。 虽然极其维系, 他能够看到是个物体, 称为, 得大, 它是个物体。 所谓火带跟水大, 现在科学家明了, 科学家认为基本粒子带电, 它带阴电, 带阳电。 火大, 是带阳电, 我们讲的温度, 水大, 是讲湿度, 带阴电, 它是冻的, 不是静止的, 叫做, 风大。 得水火风这四个字是这个意思, 要搞清楚, 这是讲最基本的物质, 它有这四个现象, 佛用地水火风这四个字来形容它。 我们继续看注解, 它的重点, 你掌握到碎和。 和, 是聚集起来, 就是组合的意思。 我们晓得, 所有一切的物质都是基本粒子组合的。 由它的组合, 就成为中子, 质子, 由中子, 质子再组合, 就成原子, 原子的组合, 就成为分子。 因为它组合排列方式不一样, 我们现在称为方程式不相同, 所以就成了许许多多基本的物质元素。 由这些物质元素再组合, 就成为宇宙万有的一切万物。 所以, 统统都是一个基本物质组合的。 明白这个道理, 一切万法, 佛的眼睛里是平等法, 没有一法不平等。 现在世间人认为很高贵的宝石, 金刚钻, 也是这个东西做的, 泥沙大家都不要的, 还是这个东西组合的, 不过就是它的排列方式不一样而已, 其实它的原料是一个, 完全相同, 没有例外的。 所以, 佛对于一切万法的看法平等。 我们凡夫被排列不一样的假相欺骗了, 这个高贵, 那个很下贱, 佛看一律平等, 一切万法无有高下, 他平等心从这里生起来的, 这叫真平等。 在动物方面说, 身佛平等, 众生跟佛平等的。 佛的身, 我们在经上看, 相好光明, 不可思议。 无量寿经, 上讲的, 紫模真金色身, 我们这个肉体哪能跟它比。 可是把它分解开之后, 看看基本的物质, 完全相同, 没有两样, 也就是排列的方程式不一样而已。 所以我们的身跟佛身还是平等的, 还是没有差别的, 清净, 平等是从这个地方建立的。 确确实实, 要用现代的话说, 佛经典上所说的有科学的根据, 不是随便说的。 这些基本的物质, 因其可遂可合, 可以分解, 可以组合。 足正为尘世界之乡, 皆是原生, 当体即空, 这是完全从现相上说, 从物理上来讲。 围成这是最小的, 大的就是世界。 此的讲的世界, 不是指我们这一个地球, 通常世界是讲星系。 一尊佛教化的范围, 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 三千大千世界在从前, 一般研究佛法的大德们, 大家都以为是一个很大的星系, 像我们现在所讲的银河系, 这是一个大千世界, 是一尊佛的教化区。 可是我们最近读黄念祖老居士的, 无量寿经注解, 黄老居士是学科学的, 他在天津教书, 好像是叫关于殿学方面的这些课程。 他的看法, 他说佛的世界比这个还大。 他认为这一个银河系, 就是佛经上所讲的一个单位世界, 这是从前没有人这个说法, 也没有人有这么一个想法。 假如他这个想法是事实的话, 大千世界真的不可思议, 一个大千世界最低限度有十亿个单位世界, 换句话说, 像我们现在观察到的银河系, 十亿个银河系才是一个大千世界, 才是一尊佛的教化区。 经上讲的世界之乡, 范围这样广大。 我们今天科技算是相当发达, 还没有办法探测到十亿个银河系, 还没有到这个境界。 佛告诉我们, 在太空当中, 像这样的大世界无量无边, 不只是一尊佛的教化区, 无量无边的大的星系。 我们从世界上来观察, 我们人实在太渺小, 有什么好真的? 有什么好计较的? 仔细观察清楚, 才知道佛给我们讲的话句句真实, 确实一点都不假。 原生就是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 佛法也是因缘生。 所谓因缘所生的, 就是它组合的, 组合当然没有字体, 所以是, 当体即空。 不必等它分解之后, 我们晓得这是空气的, 什么都没有, 这个聪明人, 没有分解的时候一观察, 就晓得当体即空, 却确实实了不可得。 这个事实真相观察到之后, 我们要问, 有什么好处? 好处太多了。 第一个好处, 你得失的念头没有了。 得, 根本没有得到, 失, 哪来的失? 没有得失。 世间人为得失多苦恼, 多痛苦。 得失没有了, 你就得大自在, 得大安乐。 那个过得才叫正常的生活, 正常的日子, 就是佛菩萨的生活。 佛家常说的超凡入圣, 你真正明了, 超凡了。 凡夫是不明了, 在这个虚幻当中, 被这些幻想欺骗了, 在这里面自身烦恼, 带来无穷无尽的苦难。 六道轮回从哪里来的? 从执着来的。 只要你有执着, 就有六道轮回。 罗汉, 辟知佛, 菩萨, 佛, 我们叫四圣法界, 十法界除六凡, 六道, 之外, 是四圣法界。 四圣从哪里来的? 从妄想来的, 从分别来的。 离开一切分别, 执着, 不但六道没有了, 十法界也没有了。 十法界是原生的, 也不可以执着。 应摩所住, 六道不能住, 四圣法界也不能住。 四圣, 六凡统统放下了, 那是什么境界? 佛不得已, 取个名词, 叫它做一真法界。 佛告诉我们, 那是真的, 一是真的。 一真, 我们就能够联想到, 六道, 十法界是假的, 不是真的, 这个事实真相一定要搞清楚。 要知道, 一切法, 当体即空, 了不可得。 而法性中, 本无此物, 法性是讲真如本性, 能现, 能变, 这是真的。 佛在, 华言经, 上告诉我们, 是出世间一切法, 为心所现, 为时所变。 心是真心本性, 大乘佛法的修学, 最后的目标就是要见性。 不仅是禅宗里面讲的明心见性, 哪一个宗派, 哪一个法门, 都是以这个为目标, 要不能见性, 那就不能成就, 一定要明心见性。 不过在各种宗派里面, 他们用的术语不相同, 禅宗叫明心见性, 净土宗叫一心不乱, 一心不乱就是明心见性。 一心不乱, 为什么不称作明心见性? 一心不乱里面有浅身层次, 浅得没有见性, 也能称为一心, 我们常讲, 功夫成片, 这个程度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得到, 这是一心不乱功夫浅的。 浅得怎么说法? 我们心里面, 所谓是常常牵挂的, 常常放在心上的, 就是一句阿弥陀佛。 除一句阿弥陀佛之外, 其他的统统放下了, 这是最浅的一心不乱, 心里面只有一句佛号。 念佛人到达这个功夫, 给诸位说,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有把握。 我们看到有很多念佛人, 走的时候不生病,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而且想什么时候走, 就可以什么时候走, 自己都可以选日子, 选走的方式, 你说这个多自在。 那要什么样的本事? 一心不乱最低程度的本事就行了, 就可以做到。 比这个更高层次的, 叫, 是一心不乱, 这个还没有见性, 当然他的功夫更深了, 换句话说, 更自在。 再高一层的, 叫, 里一心不乱, 跟宗门的明心见性完全相同。 这也就是说, 念佛法门的功夫有上中下三等。 禅宗里面没有, 就是一种, 你达不到就不能成就, 达到就能成就。 但是要达到这个上层功夫, 的确我们一般人非常困难, 很不容易达到。 在教下讲, 这是一般大乘佛法里面, 他们称作, 大开元解。 大开元解跟一心不乱, 明心见性是同一个境界, 就是名词术语不一样。 他所用的方法不相同, 达到的境界决定是相同的, 方向决定是一致的, 这正是所谓, 法门平等, 无有高下, 又所谓是, 殊途同归, 一般讲殊途同归, 都是归向明心见性。 心性他献相, 体不能没有相, 决定有相。 这个里根式都很难懂, 所以在隋唐, 那个时候古大的奖金, 向贤首大师, 这是华严宗第三代的祖师, 当时在宫廷里面谈到这个问题, 他不得已就用比喻来说明这个事实。 皇宫里面有一些金狮子, 他就用金狮子来做比喻, 以金做戚, 戚戚皆经, 从比喻当中, 很多人能够体会到这个境界。 金式体, 把它比作法性, 它是能献的, 献相, 一真法界是它献的, 十法界也是它献的。 如果没有加丝毫的分别, 执着, 它所献的像就很自然叫做一真法界, 加一点分别, 执着, 这个像就起变化。 譬如黄金, 从金矿里面开采出来, 提炼成黄金, 那个时候它所献的像是原本的香, 没有加一丝毫的分别, 执着。 在金矿里面看到这个黄金, 那是它原来的像。 经过人工去设计, 把这个像改变, 我们想做一个狮子像, 或者做一个佛像, 那是我们想把它做成那个形状, 那叫为十所变。 十法界一正庄严, 是我们这个十, 就是分别, 我们有了分别, 把一真法界的相改变, 变成十法界。 十是一个圆满的数字, 它不是确定的数字, 它代表圆满, 代表无尽。 我们地球上, 人口有四十多亿, 除人之外, 你晓得有多少动物。 蚊虫, 蚂蚁也有思维, 也有分别, 执着。 把这些动物统统包括进来, 这地球上有多少生物。 每一个人分别, 执着都不一样, 于是变现的境界真的是无量无边。 十代表无量无边的法界。 严格地说, 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法界, 并不相同。 佛在, 冷言, 上, 把这个问题说得相当透彻, 别业望见, 同分望见。 同分望见是我们所见大致是相同, 但是还是个人变现个人的。 我变出来的, 跟你变出来的样子很接近, 看起来好像是一样, 其实严格地讲, 完全不一样, 却确实实一个众生就是一个法界。 说一个众生一个法界, 这还不是事实真相, 要是以事实真相, 就是一个众生也是自己变现无量的法界。 我们的念头, 妄想, 从早到晚, 一个念头起, 一个念头灭, 无量无边, 哪里是每一个众生是每一个法界? 一个众生就有无量无边的法界。 这是佛把宇宙人生事实真相, 给我们说出来了。 本性所现的叫一真法界。 因此, 一真法界里面, 变化就不大, 十法界里面, 变化就很大。 我们讲十法界, 上面是四圣, 下面是六凡。 四圣法界的变化比六凡幅度小, 小在哪里? 他们的心清静, 妄想, 分别, 执着少, 少, 他变化的幅度就不大。 六道里面这些凡夫, 妄想, 分别, 执着很大, 于是变化就很大。 这是说明所有一切现相怎么来的。 佛经里面还有一句, 我们听起来更容易理解, 一切法从心想身。 一切法就是指使法界一正庄严, 哪来的? 心想身, 是你在那里打妄想变现出来的。 如果你没有妄想, 这个现相统统没有了, 就不存在。 所有一切的现相, 都是从妄想身的。 科学家确实很聪明, 我们这一段经文, 现在他们很努力在那里探讨, 也观察, 解释, 跟这个经典愈来愈接近, 可是这些现相究竟怎么发生的? 他们还不知道。 如果他们能够读佛经, 我相信对他们的智慧增长, 对于宇宙人生的观察, 一定能够更精维, 更细密。 我们明白了, 像是不会灭的, 但是它可以改变, 就像黄金一样, 它一定是有一个形象, 它能够改, 它不会灭。 故虽不断灭, 而不可执着也, 你不能执着, 为什么不能执着? 因为它随着念头在改变, 真的是千变万化。 你要是执着, 那是错了, 决定不可以执着。 这是佛教给我们应摩所住, 金刚经, 说得好, 法上应摄, 何况非法, 法是佛法, 佛法也是原生的, 不可以执着。 连佛法都不能执着, 何况不是佛法。 这是交给我们统统不能执着。 二, 当知世界为尘, 大小虽疏, 无实则依。 世尊说此, 是遇人彻底了解世间所有, 大至世界, 小至为尘, 莫非虚妄, 当体即空。 不可执着, 不必贪恋。 一切放下, 方能于时相相应也。 迷人长劫之中, 为造或业苦儿。 当知世界为尘, 大小虽疏, 无实则依, 带到世界, 我们刚才讲了, 一尊佛的教化趋势三千大千世界, 假设一个银河系也好, 十亿个银河系也好, 总而言之, 这都是很大的范围。 小, 小到为成, 我们今天讲的原子, 电子。 这在形象上讲不一样, 大小不一样。 无实则依, 都是没有自信, 当体即空, 了不可得, 这一个事实真相完全相同。 由此可知, 世界跟为成如是, 你才晓得, 佛法跟世法也如是, 四圣法界跟六凡法界也如是, 我们明白一个道理, 一个道理就能够通达许许多多的事理。 世尊说辞, 是欲人彻底了解世间所有, 大至世界, 小至为成, 莫非虚妄, 当体即空。 不可执着, 不必贪恋。 一切放下, 方能于实相相应也。 佛给我们讲经说法, 佛教化一切众生目的在哪里。 目的就在此的, 让我们真正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 宇宙是我们生活的环境, 人生就是我们自己本人。 佛法没有别的, 说来说去佛说了四十九年, 就是说我们自己跟自己生活环境的真相。 你搞清楚了, 你旧的大自在, 真正是离苦得乐, 你在这个世界里面自己可以做得了主宰。 真能做得了主宰吗? 当然能。 为什么真能? 一切法从心响生。 我想做佛, 那就做佛, 想做菩萨, 就做菩萨。 这个全在自己, 不在别人手上。 可是现在一般凡夫迷惑颠倒, 他不做佛, 不做菩萨, 他要去做地狱, 恶鬼, 畜生, 你说那有什么办法? 地狱, 恶鬼, 畜生, 他实在不愿意, 不愿意, 他天天在造。 怎么造? 佛告诉我们, 地狱的香怎么变现出来的? 从心响生, 田会变出来的。 看这个人不顺眼, 看那装饰情生气, 这把一针法界变成地狱法界, 不是别人变的, 自己变自己受。 恶鬼法界是贪心变的。 法界, 实在讲无量无边, 哪里说人死了都做鬼。 一般人讲, 人死了都当鬼, 我们细细想想这句话, 也不无道理, 你想想看哪个人不贪。 所有一切妄念当中, 如果贪念最重, 贪念的范围最广, 换句话说, 他就把一针法界变成恶鬼法界, 他去享受去了。 一切万事万法不是上帝造的, 不是上帝在主宰。 什么主宰? 是我们的妄想在做主宰。 所以佛教给我们而生其心, 而生其心, 不要生妄念, 生正念。 正念就是佛讲的四圣法界, 这个念跟六道比, 它是正念。 纯正佛法界, 告诉你四圣, 六凡彤彤都舍弃, 那就纯正, 而生其心, 是教我们生这个心。 这才是真正解决问题, 这才叫从根本解决。 所以, 佛法追求的是究竟圆满的智慧。 明了之后, 我们才晓得, 佛劝导我们勾矩化正确。 不可以执着, 不可以执着, 不可以贪恋, 一切放下。 方能与实相相应, 实相是真相, 与宇宙人生的真相完全相应。 我们通常说, 与大自然适应。 可是今天说这个话, 里面还是有问题。 因为自然生态环境已经被人味破坏了, 这个问题非常严重。 我们的身体是一个小宇宙, 它复杂的程度跟大宇宙可以说是无二无别, 也可以说完全是相等的。 如果一个人的心清净, 平等, 一个妄念都没有, 你的身体就自然, 完全合乎自然, 与实相相应。 与实相相应的身体, 是怎样的? 佛菩萨的身体, 永远不会衰老, 不会生病, 金刚不坏生。 那是真的, 不是假的, 它合乎自然。 人为什么会老? 妄想, 分别, 执着。 随着年龄的增长, 这个心里面想着我老了, 老了就老了, 想老了。 老的时候, 总有些病痛, 就想病, 没有事情就天天想病, 于是一身的病就来了, 都是从妄想身, 佛经上讲的一点都不错。 你能够把这些妄念统统去掉, 你就不老, 不病, 也不死了。 真的不死, 不是假的, 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活着去的, 不是死着去的。 你见到佛来接引,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跟佛去了, 这个臭皮囊不要了, 丢了, 在一转身的时候, 那个身像就跟阿弥陀佛没有两样。 所以舍身受身, 就跟我们穿衣服, 脱衣服一样。 这个衣服肮脏了, 不要了, 脱了, 换一件新的, 舍身受身多自在。 了解事实真相, 好处在此地。 所以是破迷开悟, 离苦得了。 迷人常劫之中, 违造或叶苦耳, 迷失不了解事实真相, 不了解事实真相的人可怜, 这是佛在经上, 我们常常看到, 可怜悯者, 不了解事实真相, 可怜。 或是迷惑, 迷惑他就造业。 造业就是妄想, 分别, 执着。 你既然造业了, 后面一定有果报, 苦就是果报, 六道统统苦。 这是说明万法皆空, 因果不空。 实法界怎么来的? 实法界是一切众生业因果报的相续相, 哪里是事实? 不是事实。 这些理事, 大臣经上讲的确实透彻, 我们应当要细心去体会。 前面这个问, 这是世尊教者虚菩提。 实在讲教者虚菩提对他说, 也就是对我们讲一样的, 虚菩提是我们大家的一个代表人。 下面是尊者的答复。 171, 明多即非多。 甚多, 世尊。 前面问, 把三千大千世界分析成为尘, 这个为尘多不多? 这当然甚多。 何以故? 若是为尘重时有者, 否则不说是为尘重。 金刚经, 上字字句句都含义无尽的声广, 如果要不细说, 纵然念得很熟, 念了很多年, 的确不知道佛跟虚菩提尊者两个人对话, 究竟讲的是什么意思? 实在是看不懂, 这是这不经的难处。 经文的文字很浅, 没有男字, 可是它的意思很深。 1. 问意着重在, 重, 字。 为尘, 是极何之幻香, 并非实有。 当体极空, 乐不可得。 问意着重在, 重字, 多不多? 为尘多不多? 为尘是极何之幻香, 这就是说明, 为尘还是可以分析的。 要用佛经的名词来说, 为尘可以分为色聚之为, 色聚之为再分可以分成极为之为, 所以为尘是组合的, 并不是基本的例子, 它是组合的现象。 既然是组合的现象, 它就不是真的有, 它是因缘所生的, 当体极空, 乐不可得。 二, 佛时外道, 每将世间事物, 层层分析。 分析至于不可分, 而有职位时有。 正如经之化学家, 分析世界各物, 为分子、 原子、 电子, 依然职位时有。 二, 圣之为尘可惜为灵虚, 知一切皆空。 然不及大臣之能做体空观也。 佛时外道, 佛陀在世的时候, 印度宗教相当发达。 他们那些宗教家确实也相当高明, 我们不能不佩服。 印度所有的外道, 此的讲外道, 就是现在讲的宗教, 几乎没有不修禅定的。 而且禅定功夫都很深, 所以他们亲眼见到六道轮回, 在定中能够见到这个境界。 六道轮回, 不是释迦牟尼佛说的, 我们看到古时候的印度教, 婆罗门教, 他们都说, 也都说得很详细。 这个现象他们是看到了, 究竟六道怎么来的? 如何能超越六道? 解决这个问题, 他们就不知道。 他是知其当然, 不知其所以然。 这是佛不能不出现世间, 来为大家解决这个问题。 佛菩萨, 说老实话不多是, 你们有能力解决的, 他绝对不来插手。 看到你们很想解决而无法解决, 那他不能不来, 他不来, 他对不起众生。 这就是已经达到这个边缘上, 而这个问题不能解决, 佛才出现在世间帮助大家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他们很聪明, 在定工里面观察到六道轮回的状况。 每将世间事物, 层层分析。 分析至于不可分。 正如同现代的科学家, 将这些物质来分析。 他们那个时候没有科学仪器, 凭自己的定工在定中观察, 看到这个现象, 相当不容易。 现代科学家没有定工, 借重科学的仪器, 也做这个分析的工作, 所得的结果跟那些古印度的宗教家几乎是相同的。 分析到最后, 而有职位时有, 还是执着东西是实在的, 时有的。 这也就是说, 他所认为那个不可分的, 实际上还是可分。 现在科学家不敢说, 所谓基本粒子不能再分了, 现在不敢说这个话了。 古印度这些宗教家他们的定工, 佛在经上说, 能够达到飞响飞飞响触天, 这是无色界里面最高的一层, 有这么深的定力。 当然比他那个定工更高深, 更高明的, 还多的是, 像阿罗汉, 辟知佛, 菩萨, 佛, 功夫比他更高明。 他认为不可分的, 其实在佛菩萨眼睛里面, 还是可以分的。 他就执着这个东西是石油。 正如经之化学家, 分析世界各物, 为分子、 原子、 电子, 依然职位石油。 他们的观察很接近。 二圣之为臣可惜为灵虚, 知一切皆空。 然不及大臣之能做体空观也。 这就是说, 身闻根源觉他们的智慧, 比佛菩萨差一等, 但是比起世间这些外道, 那高明太多了。 三, 众, 自知义, 为凡有集合而成者, 便知是空, 不可知识。 经之科学家云, 物质形成于场, 场乃具有能量强度之空间, 其中并无一物。 又有位一切物质都是波之现象。 又有位, 原置点的世界, 是一个反复生成和消灭的世界。 此欲, 心经, 中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意四合。 故一切法成不可这也。 众字之意, 为凡有集合而成者, 便知是空, 不可知识, 佛法里, 众, 这个字, 有这样深的含义, 让你看到这个字, 听到这个字, 就离开一切分别, 执着。 佛法的教学, 即使是尊当年在世的时候, 已经很巧妙地运用高度的艺术, 让我们六根接触外面的境界, 都能提起警觉, 而不被境界所迷惑。 他用的一些名词, 甚至于我们今天所讲的一切的道具, 里面都包括启发的意义, 提醒我们绝而不迷。 佛门里面所有一切设施, 都是教学的道具而已, 这个诸位要知道。 我们塑造的佛菩萨形象, 画的像也好, 雕塑的像也好, 在佛法讲都是教学的工具。 现代有不少学佛的人, 把这些像都当作神明来看待, 那错了, 错得太离谱, 那就叫迷信。 经上教我们离一切分别, 执着, 你这不是堕在分别, 执着里面去了吗? 这些设施就是提醒我们。 我们供养一尊佛像, 最重要的意思在哪里? 一切法从心想身, 你为什么不想佛? 想佛就成佛, 想佛就献佛法界, 用意在此地。 不是教你把他当神明来看待, 他会保佑你, 那就是迷信了, 没这回事情, 是提醒你的。 供菩萨的像, 就是教你要想菩萨, 学菩萨, 去做菩萨, 在法界里面献菩萨法界来受用, 是这个意思。 供花, 花代表修因, 植物先开花后结果, 花这么美, 教你要修善因, 修好因, 将来就有好的结果, 是这个意思, 不是供给佛菩萨看的, 时时刻刻提醒我们自己。 在道具里面, 最普通的是供水。 佛菩萨向前面供一杯水, 这个水是什么意思? 水给自己看, 我们心要像水一样干净, 一尘不染, 要像水一样平静, 它代表清静, 平等。 我们一天到晚对人, 对事, 对物, 我们的心轻不清静, 平不平等。 如果有执着就不清静, 有分别就不平等。 离开一切分别, 执着, 就像水一样, 那个心就清静, 平等。 佛门里面的教学, 的确是高度的艺术化。 现在一般学佛的, 你说误会, 这是误会到哪里去了? 这么好的东西, 被一般人糟蹋掉了, 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 众字之意, 为凡有集合而成者, 便知是空, 不可知识, 绝对不是真实的。 经知科学家云, 物质形成于场, 这是最近科学家的一个说法, 比从前进步太多了。 场乃具有能量强度之空间, 其中并无一物。 又有位一切物质都是波之现象。 又有位, 原置点的世界, 是一个反复生成和消灭的世界。 科学家这些说法, 词语, 心经, 中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意四合, 意思很接近。 逐渐逐渐, 现在观察到了, 确实没有物质存在, 这是佛经上讲的。 现在一切现象, 是怎么一回事情。 万法皆空, 因果不空, 这就是因果相续的现象, 是个假象, 不是真相。 说因果, 我们还要加两个字, 业因果报, 大家就更清楚了。 佛在, 仁王经, 上告诉我们, 一坛纸有六十刹那, 一刹那有九百生灭, 这就是说明 业因果报生灭的相续象。 一刹那是多长的时间? 一坛纸, 这一坛纸的时间很短, 一坛纸的六十分之一叫一刹那。 而一刹那当中, 有九百个生灭的现象。 我们今天明了, 佛这个说法较方便说。 是不是事实? 不是事实, 距离事实远之远矣。 但是佛这种说法, 在三千年前那个时代, 一般人可以接受。 如果佛说出事实真相, 恐怕没有人相信。 正如同佛说, 凡夫修行成佛要求, 要多长的时间。 要三个阿森止节。 这个讲法, 我们现在晓得也是方便说, 也不是真实的, 真实的是无量阿森止节, 哪里是三个那么简单。 可是佛的方便法, 它也不是妄语, 也是个事实。 譬如三大阿森止节, 这经上常讲的, 从哪里算起? 从原教初驻菩萨算起, 那这就没有话说了。 原教初驻菩萨以前那个修行, 没算进去, 把那个算进去之后, 那真的就是无量阿森止节。 第一个阿森止节, 它正的果位是十住, 十行, 十回向, 第二个阿森止节是从初的到期的, 第三个阿森止节是八地, 九地, 十地。 它是讲末后这个阶段。 譬如读书, 读书要读几年才毕业? 四年。 它跟你讲大学, 前面中学, 小学没有算, 没有说。 所以我们知道佛说法, 它的确有善巧方便, 它让你可以接受, 让你听了之后不会感到恐怖。 我们以今天科技来观察, 这一个生命相续的现象, 一刹那当中不止九百生命, 不止。 这个现象, 我们先要做一个简单的说明, 先要有个概念。 我们每一位同修都看过电影, 拿电影来比喻, 就比较容易体会。 我们看的是荧幕, 荧幕上的现象很逼真, 实际上是怎么回事情。 我们晓得是放映机里面那个镜头开关, 镜头打开, 放一张画面, 然后再关起来, 再打开, 再放第二张的画面, 是一张一张接起来的。 因为它的速度快, 我们在荧幕上就看到好像是真的一样。 它快到什么程度? 一秒钟二十四张。 你把底片一看, 没懂。 第一个画面跟第二个画面决定不同, 是两桩事情。 所以我们在荧幕上看到是相续相, 连续的相, 它太快了, 我们眼睛看花了, 以为是真实的。 我们现在这个现象是什么? 就跟电影完全一样。 而且一秒钟是多少张不同的画面。 一秒钟如果真的要算起来, 恐怕是一万张。 我这个说法也有根据, 而且是很粗闲的一个根据。 现在大家都晓得光的速度, 光的速度并不是很快, 一秒钟三十万公里, 也就是三十万分之一秒走一公里。 你如果从这样去观察, 光走一公尺, 一公分, 一公分的百分之一, 一公分的千分之一所需时间是一万分之一秒。 一切相, 在经上讲是波动, 而叶因果报生灭的相续相比光速还快, 所以我们认为是真的, 其实每一个相都是假的。 冷言经, 上讲, 当处出生, 随处灭境, 这个话一点都不错。 我们以为这个身是真的, 不是的。 现在坐在这个地方一个半终点的时候, 亿亿万分的变化, 哪里是真的? 没有一个是真的, 全是幻象。 所以你才真正晓得, 身心世界当体极空, 了不可得。 你要是把这个事实真相观察清楚, 搞明白, 真正肯定了, 你什么妄念都没有了, 所有一切分别, 执着, 妄想全都丢掉了, 都放下了, 放下好。 那你就是佛菩萨, 你真的觉悟了。 现在这个世间时髦的名词, 改造体质, 有没有可能? 有。 放下一切分别, 执着, 放下一切妄念, 你的体质马上恢复到正常。 无论什么病, 不要去看医生, 不要去吃药, 自然就好了, 为什么? 组织排列恢复正常, 因为你的心正常。 正常的心是一念不深, 有个念头就不正常, 有个念头都是妄想。 明白道理才行, 我们才能真正得到佛法的受用。 无量寿经, 经题上, 告诉我们修行的总纲领, 就五个字, 清静, 平等, 绝。 你的的果报是什么? 无量寿, 庄严, 那就是的的果。 有因有果, 因果不空。 也就是说, 这个无有穷尽的变换, 这个现象的变化, 谁去操纵? 谁去主宰? 夜因果报, 也就是你的念头。 这一段经文里面, 是给我们说明这桩事情。 172, 是其所以。 所以者何? 佛说为沉重, 则非为沉重, 是明为沉重。 这是解释其所以然。 则非, 是明, 这种句子, 在, 金刚经, 上很多, 它的含义我们一定要清楚。 凡是讲, 则非, 是从体性上说的, 凡是讲, 是明, 是从原生献箱上讲的, 有体有相。 一, 则非, 曰亦如知法性, 明其本来是空。 是明, 曰愿身知法相, 明其不无假明也。 则非, 曰亦如知法性, 明其本来是空。 讲, 则非, 就是佛教给我们应模所助, 不可以执着, 不可以分别。 说, 是明, 这就说清楚它不是没有现象, 有现象, 而这个现象是一种相续的假象, 决定不是真相, 决定不是事实。 金刚经, 到末后, 有一首剂子大家都很熟悉, 说明事实真相, 一切有未法, 如梦幻泡影, 那是真的, 不是假设的, 却确实实是梦幻泡影, 这个意思就是讲当体极空, 了不可得。 现在世间人, 可以说举世之人, 迷在幻想之中, 以为是真实的。 大家拼命追求财富, 追求享受。 财富能得到吗? 决定得不到。 假如你追求财富能够得到财富的话, 释迦牟尼佛在经上讲的夜阴果报全部被你推翻了, 它怎么能成立? 财富从哪里来的? 夜阴。 佛告诉我们, 财富是因, 的财富是果报。 你这一生所得到的财富, 是你过去生种种的因, 你这一生收成, 这么来的。 你要没有种因, 你怎么求也求不到, 你中了因, 不求也得到。 这些事情, 大家好好的念, 了凡四讯, 就明了。 了凡四讯, 要是真正念懂了, 看各一遍, 两遍没有用处, 至少要看二, 三十遍, 真正体会到了, 才知道, 一饮一浊, 莫非前定。 原了凡是凡夫不是圣人, 他知道夜阴果报是命中注定的, 所以他的心定了, 不求了, 求也枉然, 求也求不到。 他的妄想, 分别, 执着也放下了。 这是真正了解事实真相, 还不是透彻了解, 了解一部分而已, 他能放下, 他的生活就过得很自在, 就过得很幸福, 没有烦恼。 聪明智慧是果报, 法不失是因。 健康长寿是果报, 无谓不失是因。 所以是法界一正庄严, 是夜阴果报的相续相。 这就是佛为什么在这部经上, 交给我们应摩锁住, 后头又加一句而生其心, 是这么一个道理。 万法皆空, 夜果不空, 它能够改变现象。 这个说法跟唯实家所讲的, 在精神, 意趣上来讲是相通的。 唯实学家说万法皆空, 都是假的, 唯独, 实, 是真的。 实是什么? 能分别, 能变现的, 这是真的, 所变现的这些境界, 万象是假的。 这些经意我们要细细地去体会, 然后才能够把宇宙之间, 体性, 现象, 作用,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我们在生活当中, 自在的支配, 自在的受用, 这样就是过佛菩萨的生活, 不受任何的累赘。 在从前科技没有发明的时候, 弘扬佛法需要道场, 所以建的道场就很多了。 现在我们利用现有的科学技术, 我们可以不要道场, 这省事了。 这个机器在那里架设, 小小的房间就可以对全世界弘法。 建一个道场需要很大的费用, 在家同修们赚钱不容易, 道场不能真正弘法立身, 那造大罪业。 所以现在科技发达, 可以不要道场, 可以不需要信徒, 也可以不需要供养, 这多自在。 我们利用录音带, 录影带, 现在制作CD片流通到全世界, 这个方法好。 道场大了, 人多了, 是非就多, 毕竟都是凡夫, 意见太多, 不好相处。 那又何必找麻烦? 人也不要, 钱也不要, 你说多自在, 你说多快乐。 这是新的观念, 这个做法决定正确。 因为佛法无论对自己, 对他, 都是以清静心, 平等心, 慈悲心, 要从这个地方建立, 要从这里出发, 这就正确。 所以在现在这个时代, 不要再建道场, 那是过去的时代。 现代应当把这些资讯放在国际网路上, 全世界每一个家庭, 电脑, 电视里面都可以看到, 整个世界就变成一个大道场。 佛法求智慧, 智慧跟现代的科技要能够结合在一体, 真正能够利益一切众生。 二, 佛说, 这, 显示觉智洞罩, 法性本空, 法相接换。 当其有时, 便是空时, 因为智慧本空, 便可类推而知世界皆空而。 佛说者, 显示觉智洞罩, 法性本空, 法相接换, 这两句我们一定要记得很清楚。 体是空的, 像是患有, 决定不是真实。 你认识清楚, 你才在一切现相里面的大自在, 不会再迷在幻想当中。 当其有时, 便是空时。 因为智之本空, 便可类推而知世界皆空。 从一个最小的物质, 微臣是空的, 说到大的世界是空的, 这一大一小当中, 所有一切万事万物都包括在其中, 没有一样不是当体即空。 这是从微臣上说的, 让我们知道事实真相。 下面这一段再从大的世界来观察。 一七三, 明是界非一明非界明界。 世尊, 如来所说三千大千世界, 则非世界, 是明是界。 一, 三千大千世界, 名为应身教化之境, 此境为一切众生所依。 如来为利益一切众生, 随缘显现, 以教化而, 不住这此境也。 我们学佛要在这个地方学, 你才真的在学佛。 佛住不住这个世界。 住这个世界。 世界怎么来的? 世界也是从心想生。 众生的心想, 我们一般讲众生的共业, 众生的共业就是, 人言经上所讲的, 同分望见, 就是大家有相似的分别, 它是虚妄的, 不是实在的, 人言, 上说的好。 除了众生的同分望见变现出来的, 里面还加了一样, 佛菩萨的愿力, 是这么结合的。 实在讲, 如果没有佛菩萨的愿力掺杂在这里面, 这个世界就不晓得变成怎么样了。 实在讲就太可怕了。 还有佛菩萨的愿力加在这里面, 我们有过失的时候它会帮我们修正一点, 使这个世界还能维持一个样子, 维持现状。 如果众生不能接受佛菩萨的教会, 不能接受圣贤人的教育, 这个社会就变得一天比一天动乱, 住在这个世间的人, 就一天比一天苦, 这是一定的道理。 世界的和平, 社会的安定, 一定要靠良好的教育。 好的教育不是没有, 很少人懂得, 很少人能把它发扬光大。 追根究底的原因, 这个良好教育的受用没有真正得到, 果然得到, 它当然不会被现在社会上这些名文利养, 五欲六成所诱惑。 换句话说, 像中国儒家, 到家的教育, 大乘佛法的教育, 真正能体会到, 真正能明白, 能受用到的人太稀有了。 凡是真正明了, 自己得到那个受用, 得到享受, 它不能不弘扬, 不能不把这一分的享受与大众们共享, 这是一定道理。 由此可知, 学佛, 大多数人所学的是宗教的佛法, 把佛菩萨当作神明来看待, 不知道它是良好的教育, 是世出世间最好的教育。 这就是一开端, 方向就错了, 目标就错了, 一错到底, 就错一辈子, 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 所以大千世界这个国土, 我们今天讲的星球跟星系, 是诸佛菩萨应身教化的环境, 这个境界是一切众生所依靠生存的。 如来为利益一切众生, 随缘显现, 以教化尔, 此的讲的如来, 意思就是明星见性的菩萨, 本经里面所讲的诸佛如来。 将为农居士告诉我们, 他的意思是原教初诸以上, 破异品无名, 正一分法身, 就可以称为如来。 如来就是对见性的人讲的, 禅宗里面所谓明星见性, 见性成佛。 所以这个佛就有四十二种不同的阶级, 从十柱、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妙觉, 都叫做佛,都叫如来。 在天台家所讲的六集佛当中, 叫做分正集佛, 最后的叫究竟集佛, 那是达到究竟圆满。 这是只要明星见性, 就称之为如来, 就称之为诸佛, 所以这个地方的如来跟诸佛都是广义的, 也就是我们一般讲的诸佛菩萨。 诸佛菩萨教化众生的场所, 诸佛菩萨虽然来教化, 对这个地方留恋不留恋。 此的讲, 不住者此境也, 住者就是留恋的意思, 并不执着, 并无留恋。 佛菩萨怎么来的? 有缘就来了, 没有缘他就走了。 来, 实在讲他并没有来, 去, 实在讲也没有去。 不来不去, 这是事实真相, 哪有来去? 不来不去, 怎么会见到这个香, 相有相无? 人言经, 上讲, 当处出生, 随处灭尽, 随众生心, 应所知量。 佛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与一切众生感应道交。 众生有感, 佛菩萨就有应。 众生有感是有心的, 佛菩萨应是无心的。 我们要学不住, 也就是学对一切生活环境绝没有留恋, 也就是说, 绝不可以把它挂在心上, 知道一切环境, 人事环境, 物质环境都是假的。 大家在一起欢欢喜喜, 圆剧, 再过几分钟, 大家离开了, 圆散了。 圆剧也没有生, 圆散也没有灭, 却却时时不生不灭, 只是圆剧, 圆散的现象而已。 就如同前面所讲的碎和, 碎是散开的, 圆散了, 和是圆剧。 这才是事实真相, 我们不可以不知道。 二, 如是而说, 正所以开示众生, 应观世界非实, 是名, 而不住者。 世界不着, 则一切不着已, 乃能令本具之法伸出障也。 如是而说, 正所以开示众生, 应观世界非实, 世界非实, 所有一切万事万物都非实, 你把这些虚幻非实的放在心上就错了。 我们常常讲, 你的心里有负担, 你精神有负担, 这个负担从哪里来的? 妄想, 执着产生的。 实在讲, 实在没有。 实在你很轻松, 你很快乐。 你那些苦难是自己找的, 绝非事实。 所以了解真相, 你就会自然把它放下了, 放下就自在了。 而且告诉你一个实实在在的话, 决定没有得失。 如果以财富来说, 你的钱财, 你命里面有的, 有的就有, 决定丢不掉, 丢掉它会再来, 决定丢不掉。 没有的, 求也求不到, 求到了, 也不是你的, 你也得不到受用。 这都是事实真相。 你要是了解, 对于明文立养, 五欲六成, 再不打妄想, 再也不牵挂, 你的受用都自在。 这就是告诉我们可以受用, 不可以执着, 知道一切法非实。 是明而不住者。 世界不着, 则一切不着矣。 小而为成, 大而世界, 果然把真相搞清楚, 不执着了, 你就一切都不执着了。 乃能令本具之法生出账, 本具, 就是本有的, 这才是真正的自己, 禅宗里面所谓, 父母为生前本来面目。 我们学佛学到最后, 的个什么? 学到最后就是把自己本来面目找到, 没有别的。 本来面目找到了, 就像禅宗六祖会能大师在, 谈经, 里面所说的, 他那个时候开悟了, 换句话说, 他找到了。 找到是什么样子? 他说了五句话, 第一句是, 和其自信本来清净, 这句话重要。 本来清净, 本来是佛, 佛是最极清净, 一丝毫的污染都没有。 佛告诉我们污染分为三大类, 见思烦恼, 的污染, 这是最粗, 最重的。 我们今天讲的是非人我, 贪甜吃慢, 这是见思烦恼的污染, 沉沙烦恼, 的污染, 无明烦恼, 的污染, 这三种都没有了。 无明污染离开了, 那就是明心见性, 就成佛了。 又说, 和其自信本来具足, 本来具足就是一样都不欠缺, 样样圆满的。 寿命圆满的, 无量寿, 智慧圆满的, 无量的智慧, 得能圆满的, 无量的得能, 样样都无量。 世间人讲财富, 财富是圆满的, 无量的财富, 是你自信里面本来具足的。 我们没有见性, 没有见性就无可奈何。 想的这一点福报, 要靠修, 修得的是有限的。 这就好比说, 你有无量的财富存在银行, 现在身上一文都没有, 吃饭怎么办? 做小工赚一点钱, 赚几块钱, 吃一餐饭, 天天干这个, 苦不堪言。 你有没有钱? 钱太多了, 你没有拿出来, 你没有带在身上。 我们现在就变成这么可怜的人, 在六道凡夫是富贵穷人, 确实是如此。 你见性, 你就都拿到了, 应用就自在了。 没有见性。 末后他说了一句, 和其自信能生万法, 这一句讲的, 跟我们此的讲的一样。 使法界一阵庄严哪来的? 自信变现出来的? 西方极乐世界怎么来的? 也是自信变现出来的。 西方极乐世界能不能去? 当然能去。 为什么? 自信变现的, 怎么不能去? 哪有这个道理? 天堂, 地狱都是自信变现出来的, 离开自信, 了摩一法, 什么也没有。 你要是入了这个境界, 自己在这个无限的宇宙当中, 自己就做得了主宰, 这真的的大自在。 佛法教给我们的, 就是这些。 实实在在, 这些全是我们自信本来具足的。 所以佛到最后给我们说, 佛不度众生, 佛哪里度众生? 佛没有给你一点点东西, 都是你自信里面本来有的, 不是佛给你的。 而是我们自己迷失了自信, 不知道自信本具是这么样的圆满, 佛给我们点信, 告诉我们有这么一桩事情, 告诉我们恢复自信的理论与方法。 我们依照这个理论, 依照这个方法去修学, 也会跟它一样, 是这么一个意思。 这就叫, 法身出障, 障就是障碍。 我们现在就是见私烦恼的障碍, 沉沙烦恼的障碍, 无名烦恼的障碍, 把我们自信障碍住了。 如果你明白事实真相, 身心世界放下, 是初世间法都不放在心上, 都不执着了, 我们的法身自信就离开一切障碍, 那就都能够现前了。 今天就讲到此地。 金刚班若研习报告第106卷新加坡佛教居士林荡明, 9年2月3年10月6。 请先开经本250一面。 174,是一及非一。 何以故? 若世界时有, 则是一何像? 如来说一何像, 则非一何像, 是明一何像。 这一段经文是解释, 一及非一, 一丝, 含义也很深, 诸位请看注解。 前面一段讲到世界为成, 重点在遂合, 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分裂与组合, 重点是说这个。 一合, 合就是组合。 我们现代人可以说都有这个观念, 却确实实小而为成, 大而世界, 都是这个基本物质所组合而成的。 真正通达明了这个事实真相, 才能体会到佛法所讲的清净, 平等。 佛心清净, 佛心平等, 我们学佛为什么清净心, 平等心不能现前。 换句话说, 对于佛所讲的这个, 我们依然没有透彻的认识, 如果真的透彻明白了, 心决定是清净的, 决定是平等的。 所谓清净, 就没有烦恼, 贪甜吃慢是染污, 决定离开了。 平等就是一切再不分别了。 离开分别, 执着, 旧的清净, 平等。 清净, 平等是真心, 是自信, 不仅仅是禅宗, 修学最后的目的是明星见性, 其他无论是哪一个宗派, 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 只可以说它在方法, 手段上不一样, 而所求的目的, 方向决定是相同的, 那就是明星见性。 佛这一段经文里面, 都是为我们说明宇宙人生的真相。 明了了, 就是看破了, 看破之后, 自然就很容易放下。 实在说, 佛法真正是知难行义。 我们放不下, 就是因为没有透彻地了解事实真相。 这是麻烦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 49年目的就是帮助我们看破。 一, 亦和, 何而为一之位。 虽闻戒可遂臣, 然其未遂时, 其何而为一之相, 明明有也。 长老为这此职, 所以彻底破之。 亦和, 何而为一之位。 虽闻戒可遂臣, 这个戒是世界, 佛举这个比喻, 世界是物体里面最大的, 可以把它分裂为为成, 碎就是分裂的意思。 然其未碎时, 何而为一之相, 明明有也。 长老为这此职, 所以彻底破之。 长老是说虚菩提, 虚菩提尊者在这个地方, 为我们解释一级非一, 他的目的是唯恐凡夫执着, 一, 这个相状。 若世界时有, 若, 是假设, 假设世界时有, 那就是, 亦和乡。 说亦和乡, 这个意思就是说明, 这个依旧不是一。 为什么? 和是组合的, 根本就没有事实存在, 所谓是众缘和和而生的。 既然是缘身之法, 它就没有自体, 所谓, 当体即空, 了不可得, 这才是事实真相。 我们现在这个世界, 确实是众缘和和而生的。 这个意思, 在前面一段我们已经说得很清楚, 很透彻。 无论是分裂位为成, 现代科学里面讲的原子, 电子, 基本粒子, 这都是分裂所看到的相状。 组合起来, 大的是世界, 小的森罗万象, 我们这个身体也是这个东西组合的。 它存不存在。 它确实不存在。 怎么知道它不存在?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现相, 是刹那生灭的相续相, 不是实在的。 怎么知道它是刹那生灭的相续相? 佛在经上跟我们讲的, 一坛指六十刹那, 一刹那九百身灭, 这是说明这个身灭相。 如果我们对于这个概念, 一下体会不过来, 现在还有一个方法, 能够让我们从观察当中去领悟。 现在的喷射机飞得很快, 一个小时就飞一千多里。 现在照相机也非常进步, 假如我们用千分之一秒的快门, 或者是两千分之一秒的快门, 拍摄在空中飞的飞机, 你拍的照片它是静止的。 如果你连续拍几张, 你在那个照片上看, 张张它的位置都不一样, 它在那里移动。 你从底片上看, 看到它的真相, 它有没有动? 没有动。 佛经上给我们讲的, 不来不去, 不生不灭, 不依不易, 你从这里去体会。 飞机为什么从这边到那边? 是连续箱, 箱续箱, 这才是千分之一秒, 两千分之一秒。 佛在经上告诉我们, 那个速度多快? 一坛只有六十剩九百个生灭, 一坛只不需要一秒钟, 一秒钟可以淡四次, 也就是一秒钟有两个十万八千次生灭, 这是佛在经上给我们讲的相续相。 而实际上, 决定不止这个数字。 佛不再多讲, 多讲恐怕把我们下注, 这是佛的方便说, 方便接近事实。 虽不是事实真相, 但是非常接近。 由此可知, 冷言经, 上讲, 随众身心, 应所知量, 当处出生, 随处灭尽, 这种句子我们稍稍能体会到一点。 这些现相, 金刚经, 上讲,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一点都不假。 这个现象是刹那刹那生灭的相续相, 要懂这个道理。 因为它是刹那生灭, 根本就不存在, 所以佛教给我们无助, 无助就是决定不要执着, 不要分别, 不要去执着, 假的。 决定得不到, 无至义无的, 决定得不到。 这个相虽然生灭很快, 了不可得, 它相续。 说实在话, 相不会灭, 但是相会变。 像我们刚才举的例子, 我们用快门罩飞行当中的飞机, 在底片上看, 它位置在移动, 它会变。 因为它会变, 所以佛教给我们而生其心, 这是金刚经, 上说的。 为什么应摩锁住, 后面又要而生其心? 这个身心就是说明, 相为什么会变, 随着心的念头在变。 华言经, 上告诉我们, 实法界一阵庄严怎么来的。 为心所现, 心能献相, 为时所变。 那个相会变, 什么力量在那里叫它变的? 实, 实就是念头, 就是分别, 执着, 所谓是一切法从心想生。 如果我们的心想统统息掉了, 一个妄念都没有了, 华言经, 上这两句话, 只有上一句, 没有下一句, 为心所现, 因为它实没有了, 那就不变了, 这个现象就叫做一真法界。 如果你有识, 就是你有情识, 你有妄想, 分别, 执着, 就会把一真法界变成实法界。 实法界从哪里来的? 是我们妄想, 分别, 执着变现出来的, 是这么回事情。 有分别, 就有四圣法界, 身文, 原觉, 菩萨, 佛, 有执着就有六凡法界, 执着是烦恼, 就有六道, 就有轮回。 所以, 使法界一正庄严从心想生。 班若经, 的好处, 就是把事实真相给我们说清楚了, 我们要细心去体会。 然后要在日常生活当中, 实时体会, 念念体会, 务必要觉察事实的真相, 我们就不迷了, 不迷就是菩萨, 迷了就是凡夫。 佛菩萨跟凡夫不同的地方, 就在此地。 果然觉察到, 你就晓得一切法本来不深, 哪里有灭。 自然就的解脱, 自然就的自在。 凡夫的情职很重, 是尊讲, 班若经, 讲了二十二年, 用这么长的时间去讲, 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觉悟了? 不见得。 真正觉悟到, 真正能体察到的, 还是少数人。 尊者在这个大会当中, 真是大慈大悲, 跟释迦牟尼佛这一问一答, 就像眼双黄, 唱戏, 其目的是希望我们在旁边听了能开悟, 目的在此地。 所以注解里面说, 长老为这此值, 这就是这值。 希望一切众生听佛说法, 不要依着佛的言说又身分别, 又起执着, 那就错了。 这一段话里面, 为我们说明一何香, 是彻底破除我们对于一切法时有的执着。 我们都认为一切法真有, 真的存在, 不晓得一切法当体即空, 了不可得, 它却确实实不存在。 我们以为是存在, 这是误会, 这是看错了。 二, 不但因其可遂, 知非实有。 及其未遂, 亦非实有。 则非, 是明, 言其不过假明, 本来无实也。 亦明必须实有, 方是亦何相。 经亦何相, 既无一定。 则世界之为当体即空, 张张名胜。 不但因其可遂, 知非实有, 这事把它分解开, 分裂, 晓得世界是假的, 是为成聚合的。 即其未遂, 亦非实有, 最要紧的是这一句。 不必等它分裂, 就知道这个现象是假的, 不是真有。 无论是遂合, 都要体察这个现象是刹那生灭的相续相。 经文当中, 则非, 是明, 这种句子在, 金刚经, 前后, 我们读到很多, 一定要了解句子的含义。 言其不过假明, 本来无实也, 本经凡是说, 则非, 都是从体性上说的, 在真心本性里面, 亦法不立, 亦法不存。 谈经, 里面所说的, 本来无一物, 这是从体性上说的。 又说, 是明, 是从现相上讲的, 体虽然是空气的, 但是空气之体它能现万象。 我们说万象, 就是说明这个相会变化, 千变万化, 因此相不是一定的相, 既然不是一定, 相就不是真实的, 刹那再变。 说刹那, 那个时间已经很长很长了。 我们现在晓得, 那是刹那的万分之一, 亿万分之一是这么个现象。 佛这种说法, 实在讲都被现代科学家所证实。 可惜现代科学家很少读佛经的, 如果要读到佛经, 对释迦牟尼佛都不能不佩服。 我们现代所看到这些物理现象, 释迦牟尼佛在三千年前, 经典上就说的这么详细, 这确实是不平常的智慧。 世明就是说他的假有, 言其不过假明, 本来无实也。 一明必须使有, 方是一何像。 经一何像, 既无一定。 则世界之为当体极空, 张张名胜。 张, 就是非常明显的意思,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一何像也是有名无实, 也不是真有。 念佛堂里面, 堂主和尚常常常挂在口头上, 提醒大众, 放下身心世界, 提起正念。 为什么叫你放下? 身心世界都是假的, 都不是真实的, 稍有分别, 执着就错了, 这个话说的有道理。 如果身心世界是真的, 叫我们放下, 那没有道理。 身心世界是假的, 不是真的, 你放下就对了, 就没错了。 175, 是本离言说, 须菩提, 一何像者, 则是不可说, 但凡夫之人, 贪着其事。 一何像, 为什么, 不可说? 不可说的意思, 就是佛法里面常讲的不可思议。 思, 用现在的话说, 我们去研究研究, 意, 是议论, 就是说明。 不可以思, 也不可以意。 为什么不可思议? 因为它是虚妄的, 是假的。 如果是真的, 你可以去研究它, 你可以去解说它, 假的, 不是真的。 这一段注解很长, 由此可知, 这一段的意思非常精深。 一, 一何相, 这, 亦不定一, 何不定何。 故曰, 一何相者, 则是不可说。 若说世界真是一何, 岂非为成亦真是一何。 而世界非世界, 乃为成也。 为成非为成, 乃本空也。 由是可知世界之一何相, 亦负本空。 岂非亦即非亦, 何即非何也。 亦和相者, 亦不定一, 何不定何。 故曰亦和相者, 则是不可说。 这个现象是属于物理现象, 现代人都有这个尝试, 亦绝不是定一, 何也不是定何, 实在讲它是刹那刹那在变化。 它变化速度之快, 变化的复杂, 根本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 也不是我们肉眼能够观察得到。 今天世界上, 做这种工作的少数几位科学家, 他们借着高度精密的仪器, 每天在观察, 看出这个现象。 这是说明为什么不可说。 若说世界真是一何, 岂非维尘亦真是一何, 世界是维尘组合的, 你承认世界是一何相, 换句话说, 你必须要承认维尘是一何相。 维尘, 近代的科学家已经了解, 逐渐看出它的真相, 在他们精密观察之下, 已经肯定没有物质的存在。 在从前是以为物质不灭, 物质是存在的, 现在这个话讲不通, 没有物质的存在。 现在物质的现象是什么? 是波动的现象, 这个说法跟佛法讲的愈来愈接近。 而佛法讲的, 这个物质的现象确实是波动的现象。 从哪里动? 大臣经上说, 特别是相宗经论上所讲的, 一念不绝, 而有无明, 无明就是一个洞相, 就是波动。 什么波? 新的波, 是真如本性上, 起的波动的现象。 为什么会有波动? 不绝, 就有波动现象, 绝了, 就不动。 所以诸位要晓得, 决心是清静的, 决心是定的。 心只要动, 那就不是真心, 真心是不动的, 动就迷了, 动就失去了真相。 心的作用叫制造, 本具般若智慧的观照。 心移动, 观照的能力就失掉, 所以它就起了变化。 这个变化, 相宗给我们讲的, 变出三细相。 三细相里面, 虽然讲三个, 讲次第, 但是次第速度太快了, 我们决定无法想象。 大概现在最精密的仪器, 恐怕也看不出它有次第。 好像这三个现象同时发生的, 其实它是有次第, 就是太快了。 我们今天讲光电的速度, 跟它相比, 那是小屋见大屋, 不能比, 不成比例。 第一个是, 夜香。 诸位要看佛教的名词, 夜市造也。 什么是也? 动就事也。 不觉是祸, 是迷, 迷了它就动了。 因为有夜, 所以才叫你, 而生其心, 这个身心重要了。 有夜, 夜市因, 这个因立刻就转成果的相。 转香, 也叫做见分。 因为有转香, 它就会变成, 境界香, 境界香也叫做相分。 我们现在科学里面所分的精神, 物质, 转香见分就是精神的现象, 相分境界香就是物质的部分。 岂不是夜因果报的相续香? 这是阿赖耶的三细香。 三细香, 佛给我们讲八的菩萨才见到。 七的以前, 听佛说有这么一桩事情, 他自己没有证的, 没有证实, 也就是他没有觉察到。 八的菩萨见到阿赖耶时里面的三细香, 转阿赖耶时为大元净至。 你没有见, 你怎么转? 你必须见到, 你才有能力转。 由此可知, 七的以前, 他能够体会六粗香, 境界未圆长六粗, 是六粗香, 不是三细香。 这是说明根本没有物质存在, 为成都即非为成了, 世界哪里还有世界。 可是今天明明这个世界摆在我们眼前, 这是一回什么事情? 金刚经, 末后说, 一切有味法, 如梦幻泡影, 这个话说得很有味道。 我们今天这是什么现象? 梦幻泡影。 梦有没有? 做过梦的人都有这个经验, 真有。 晚上睡觉会做梦。 我们现前这个境界像是梦中的现象, 跟我们做梦的现象没有两样。 你要能在这句话里面醒过来了, 你知道是在做梦, 你在梦中一定是不语不取, 知道一切是假的。 决定没有得失的念头, 决定没有取舍的念头, 你知道那是假的。 如果知道我们眼前这个境界也是梦幻泡影, 你在这个境界里面没有得失, 没有取舍, 你过的日子就是佛菩萨的生活。 佛菩萨跟凡夫不一样的地方就在此的, 决定没有妄想, 分别, 执着。 我们把佛讲的这些话归纳为四句, 于一切法中, 无论是人事, 无论是物质, 对人对事对物, 决定是, 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执着。 佛菩萨是现在我们世间, 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用心不一样。 他决定没有分别, 执着, 决定不会起心动念, 样样清楚, 样样明了, 帮助一切众生觉悟, 这叫佛法。 我们把这个意思说出来, 底下这几句文就好懂, 念念就明了。 若说世界真是一何, 岂非为成一真是一何? 而世界非世界, 乃为成也。 为成组合的, 为成非为成, 乃本空也, 这句话非常重要。 由是可知世界之一何相, 亦附本空, 岂非一即非一, 何即非何也? 这才把事实真相说出来了, 说明白了。 我们要怎样修学? 也就是怎么学般若。 必须在一切时, 一切处, 一切静缘之中, 静是物质环境, 原是人事环境, 时时刻刻提得起这一个念头, 这就叫观照。 念念之中, 晓得所有一切现相, 当体极空, 乐不可得。 晓得所有一切现相, 无非是叶因果报刹那相续而已, 不是事实。 我们讲叶因果报刹那相续, 就是说阿赖耶的三系相, 这是宇宙的真相。 念念作如是观, 这就是绝而不迷。 虽然晓得一切现相了不可得, 在这里面还能够生大慈悲心, 普度众生, 这就是金刚经上讲的而生其心。 身心无助, 无助身心, 无助跟身心是一不是二, 这就是佛法, 这就是如来的事业。 在我们凡夫眼睛里面看, 佛菩萨教化一切众生不疲不厌, 不辞辛劳, 正是佛门里面常说, 佛是门中, 不舍一人。 一个人想觉悟, 一个人想学, 佛菩萨也不舍弃, 也为他讲经说法, 这叫做大慈大悲。 诸位要知道, 大慈大悲也是假名而已。 这就是正而不斜, 静而不染。 无量寿经, 的经题上, 清静, 平等, 绝。 清静是静而不染, 平等是正而不斜, 绝是绝而不迷。 由此可知, 这二十二年的般若, 无量寿经, 上这五个字都包括尽了。 有人说念佛不求智慧, 这是他误解了, 他没有能了解。 清静, 平等, 绝, 就是世尊所说的二十二年的般若法门。 二, 曰清静性言, 则都无此事。 凡夫之人贪者其事。 其事, 泛指一切事相。 言凡情非正知也。 因其向外持求, 故于世相, 其贪恋而生执着。 曰清静性言, 则都无此事, 从自性上观察, 从清静心上观察, 没有这些事情。 凡夫之人贪者其事。 其事, 泛指一切事相。 也就是我们常讲的十法界一正庄严, 凡夫贪者这个相。 凡夫修行成菩萨, 十法界里面的菩萨, 成佛, 十法界里面的佛, 他成佛了, 换句话说, 他没有离开十法界。 为什么出不了十法界? 贪者其事, 这就出不了十法界。 如何能出离十法界? 古德柱姐, 金刚经, 常说, 金刚经, 要求我们的, 要离四乡, 要离四剑。 果然离四乡, 离四剑, 修阴正果这些事情, 事上他真做, 一点都不懈怠, 表现出来的是勇猛精进, 他那个心上若无其事, 所谓三轮体空, 从来没有起心动念, 没有分别执着, 这样修行就超越了十法界。 超越十法界, 才是佛教给我们的真正目的。 超越十法界之后, 世尊不得已又给我们起了个假名, 叫一真法界。 一真法界不在十法界里面。 佛为我们说法, 古时候天台智者大师江世尊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法, 叛卫藏、通、别、元四交。 元教初驻以上, 已经入一真法界了。 他的标准是破一品无名, 正义分法身, 宗门里面所谓明星见性, 见性成佛, 这个成的佛是真佛, 金刚经, 上所讲的诸佛, 就是指的这桩事情。 那个诸佛不是讲众多之佛, 不是这个意思, 是从元教初驻, 实驻, 实行, 实回向, 实地, 等觉, 这四十一个位次叫诸佛, 这个在, 华言, 上叫做法身大事, 本经里面称的诸佛。 天台家说这些人叫分正佛, 他是真的不是假的。 由此可知, 实法界里面的佛不是真的, 天台大师说, 叫, 相似即佛。 很像, 不是真的, 叫相似。 天台讲佛, 六种佛。 第一个是, 礼即佛, 一切众生都是的, 一切众生皆有佛性, 凡事有佛性的都是佛, 这叫身佛平等, 从理上讲, 统统都是佛。 可是从事上讲, 凡夫现在迷了, 迷了是凡夫, 不能称佛。 从理上讲, 从自信上讲, 都是佛。 一切植物, 矿物, 它有法性, 法性跟佛性是一个性, 不是两个性, 所以这一切物质也是佛。 我们讲到此的, 这个意思就能体会到深一层了。 这些物质怎么能成佛? 诸位晓得, 这些物质也是基本粒子组合的, 我们用现代的名词来讲, 佛法讲维尘组合的, 这个维尘也组合我们身体, 那这个物质跟我们的身体有什么两样? 没有两样。 我们这个身能成佛, 它怎么不能成佛? 华言, 上说, 情与无情, 同源种制, 这逐渐逐渐才懂得佛在经上讲的那个话的意思。 这些话实在讲, 很不好讲, 很不好体会。 逐渐才明朗, 晓得情与无情同源种制, 佛性跟法性是一个性。 天台家讲觉物, 像我们现在学佛了, 开始学佛, 一般社会有许多人还不晓得学佛。 我们开始学佛的这些人, 叫, 名字极佛, 有名无实, 我们在名字位中, 真正用功, 功夫得力, 叫, 观行极佛。 什么叫功夫得力? 在一切时, 一切处, 念念当中, 你都能够知道, 你六根所接触的, 眼所见的, 耳所听的, 这一切万象, 当体极空, 了不可得, 都是刹那叶因果报的相续幻象。 你时时刻刻把这个放在心里, 这叫观行极佛。 你真用功, 这个用功是向觉的路上走, 你不迷了, 这是真功夫, 这用的是班若, 这叫修班若法门。 这个功夫用得力了, 就叫金刚三昧。 观行功夫得力, 在向上提升一步, 就是相似, 我们一般人讲正果了, 正阿罗汉, 正菩萨果位, 正菩萨果位, 相似即菩。 天台家讲藏教的佛, 相似为通教的佛, 也是相似为藏教佛, 通教佛是十法界的佛, 没有离开十法界。 别教的佛超越十法界, 在一真法界, 不是就近位。 原教的佛在一真法界, 才叫就近即菩。 在清净性中, 都无此事。 清净性就是法身大事没这些事情, 心里面再也不会执着, 再也不会起心动念。 十法界里面都还是起心动念, 分别执着, 不过越是往高位赐走, 他分别, 执着很淡薄, 但是他有, 不是没有。 跟我们相比, 那他的心清净, 好像烦恼账, 所知账都断尽了, 他要跟一真法界的那些法身大事比, 他还很明显的有这些事情在, 这是不一样的地方。 严凡情非正之也, 因其向外持求, 故于世相, 起贪恋而生执着。 想做菩萨, 想正的佛的果位, 这都是凡情, 这都是贪恋。 纵然是非常微薄的贪恋, 他还是贪恋, 还不是到真正的清净。 真正清净一定要开智慧, 开智慧一定要彻底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 三, 欲不贪着, 虚敬烦情。 欲敬烦情, 虚开正之。 当之一何乡, 当离名字言说。 当于不可说处领会。 不可, 贪着其事。 如此, 方未能解如来所说矣。 得以随顺弃入。 欲不贪着, 虚敬烦情。 欲敬烦情, 虚开正之。 可见得智根断, 是相辅相成的。 没有智慧, 烦恼断不了, 不断烦恼, 智慧不能现前, 是相辅相成的。 从哪里做起? 从智根从断都可以。 你从断烦恼下手也行, 从开智慧下手也行, 两种同时下手也行。 要紧的是你真的肯干, 真的去做。 烦恼断一瓶, 智慧一定增长一分, 智慧长一分, 烦恼一定又会断一瓶, 这是一定的道理, 一定要认真去做。 从哪里开始? 最好是从不贪着, 不但是间一切法不贪, 不执着。 可是这个境界线前, 念头起来了, 这个贪, 执着的念头起来了, 古得所谓, 不怕念起, 只怕绝持, 这个念一定会起来, 为什么? 无始劫来的习气, 哪有不起来的道理? 一定会起来。 什么叫做绝? 立刻就晓得万法皆空。 像, 金刚经, 上这几句经文, 你立刻提起来, 就能够把妄想, 执着扶住。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一切有未法, 如梦幻泡影, 你能够了解一切法是, 一何相, 即非一何相, 又知道眼前的现相, 是, 刹那叶因果报的相续相, 根本不是真实的, 你这个贪着的念头就淡了。 这是教官, 智慧观照, 你要提不起来, 你那个贪着会愈来愈严重, 会继续不断的去发展, 那个麻烦就大了。 所以你念头起来, 要提得起功夫, 功夫就是观照的功夫。 认识事实的真相, 这个念头就熄掉了, 妄想, 分别, 执着就熄掉了。 这是般若上交给我们, 云和降伏其心, 用这个方法, 其心, 就是念头, 妄念, 烦恼, 习气用这种方法来消除。 观照功夫提起要快, 越快越好。 烦恼念头, 第一个念头起来, 第二个念头就绝对, 就能把他扶住, 这是好功夫。 扶久就得定, 烦恼就不起来了。 但是要知道, 烦恼, 习气那个根并没有断, 是你观照功夫得力, 它不起作用了, 这个时候就叫的金刚三昧。 烦恼如果断了, 那个现象不一样, 断了时智慧开了, 所谓是转烦恼成菩提。 那个烦恼, 习气并不是真的没有了, 断了, 变了。 这个观照功夫深, 愈来愈深, 升到最后, 会把烦恼习气转变成无量的智慧, 它会变, 烦恼没有了, 统统变成智慧了。 所以现在大家烦恼多, 不要紧, 会变成智慧, 不要怕, 这都是事实。 不会用这个功夫的, 这个功夫确确实实, 如果是事理不透彻的话, 真的很难用得上。 可是你是理透彻, 真正会用了, 那个效果非常显著。 不会用这个功夫, 就劝他念一句阿弥陀佛。 分别, 执着念头起来了,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用阿弥陀佛把它压住, 也行。 这样的功夫得力, 叫得念佛三昧。 用念佛的功夫, 把妄想控制住, 把妄想扶住。 念佛三昧就是事一心不乱, 这个功夫同样一个道理, 用久了也能把烦恼转成智慧。 这一转成智慧, 就叫理一心不乱。 一定要功夫深。 不贪着, 贪着念头起来了, 你要有能力对付它, 有能力去转变它。 虚敬烦情, 烦情就是妄想, 妄想, 分别, 执着, 这是从断烦恼下手的。 底下一句, 是从求智慧下手的。 欲敬烦情, 虚开正知, 这两种方法, 我们要以般若根净土来说, 就非常明显。 从不贪着, 虚敬烦情, 老实念佛就能做到。 欲敬烦情, 虚开正知。 金刚般若, 就非常好。 依照, 金刚般若, 的理论, 方法来修学, 智慧开了, 烦情当然就淡薄了, 这是一定的道理。 事实真相搞清楚, 搞明白了。 当知义和香, 当黎明子言说, 马明菩萨在, 大臣起信论, 交给我们入门的要领, 他说了三句, 黎明子香, 黎言说香, 黎心原相, 在大臣佛法里面, 无论是说法, 听法, 都不能离开这个原则。 说的人像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讲经说法, 用的名像术语很多, 有言说, 有名字。 虽有言说, 不执着言说, 虽有名字, 不执着名字, 这叫做离名字言说, 不是名字言说都不要了。 名字言说都不要了, 佛怎么讲经? 佛怎么教人? 名字言说要, 但是绝不能执着。 这个离是离执着名字, 离执着言说, 离执着心原, 是这个意思。 这个心原, 心听佛讲经说法所领悟的, 你领悟了, 你明白了, 虽领悟, 虽明白, 还是不能执着。 如果你一执着, 我懂了, 我觉悟了, 诸位想想看, 你就落在四相里面, 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你不是统统都有了吗? 他真的领悟了, 真的明白了, 但是他没有这个四相。 这个功夫很深, 很难做。 我们老毛病, 习气很重, 一起心动念, 我, 就折了四相。 折了四相, 纵然修成菩萨, 修成佛, 是实法界的, 不是一真法界的, 是相似菩萨, 相似的佛位, 不是真实的。 听的人也是如此, 听的人也不能执着, 名字, 言说要晓得统统是假设的。 我们要体会所讲的意思, 这样说听就是正说, 正听。 会这么听的人, 就很容易开悟, 所以开悟是领悟佛说经的止去。 当于不可说处领会, 佛法本来没有言说, 本来没有名字, 本来就没有其心动念, 就没有分别执着。 佛教给我们, 菩萨教给我们, 要在佛一切名字, 言说当中, 去体会到不可言说的事实真相, 你才叫真的会听经。 一般人听经为什么不开悟? 他就执着名相, 执着言说, 听了之后还胡思乱想, 胡思乱想是心原相, 所以他不开悟。 离言说, 名字, 心原相, 听了就会开悟。 为什么? 他能够听到不可说处的地方, 他体会到, 不可说处的地方, 那才是真的。 由此可知, 佛种种言说, 名字都是诱导, 禅宗里面讲的指月。 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经法是指头, 指的是月亮, 叫你看月亮, 不是看指头。 这一切凡夫听佛讲经, 都执着在指头上, 月亮在哪里不晓得, 以为指头就是月亮, 毛病出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一定要能体会到, 离开这个指头, 你就见到月亮了, 这就是此的所说的, 黎明子言说, 你在不可说处的地方领会到了。 这个不可说处, 给诸位说, 宇宙人生僧罗万象, 一切现象的本体, 现象, 作用, 都不可说, 在佛法用四个字, 不可思议。 你要能体会到, 领会到这个不可思议, 你就真的明白了。 宗门里面讲大彻大悟, 明星见性, 真正见到性体, 现象, 作用, 他真正明白了。 不可贪着其事, 稍稍有一点贪着, 你就见不到性, 换句话说, 你所听的是佛的言说, 你不懂得佛所讲的真实意。 真实意在言说之外, 在明像之外。 但是言说, 明像, 不是没有作用的, 像指路牌一样, 它指示着你一个方向, 你必须摆脱这个, 往那个方向去, 你才能真正把你的目的找到。 这是佛法难懂的地方, 佛法难说的地方, 佛法难闻的地方, 我们应当要知道。 如此, 方位能解如来所说意, 得以随顺气入。 这种听法, 才是开经济里面讲的, 愿解如来真实意。 金刚经, 是六百卷, 大班若, 的刚要, 刚领。 自信本具的班若在哪里? 如果你执着, 金刚经, 里面, 金刚经, 里面没有班若, 可是班若也没有离开, 金刚经。 金刚经, 好比是指, 循着这个方向, 目标, 脱离这个指, 金刚班若你就得到了。 得以随顺气入, 随顺两个字用得好, 随顺是一丝毫勉强都没有, 稍稍有一点意思在里面, 就不是随顺。 随顺就是自自然然, 不加丝毫意思在里面, 这样你就正得了。 随顺佛的言说, 随顺佛讲的名字, 自自然然弃入。 四, 臣戒如此, 色身亦然。 凡夫所以贪着色身为我者, 由于不知是五蕴甲和尔。 若知处五蕴外无此色身, 便不至于贪着矣。 臣戒如此, 色身亦然, 为臣, 是戒如前面所说的, 亦非定一, 和非定和。 懂得这个大前提, 可以把这个前提应用在一切法上。 我们这个身体也是法相之一, 跟前面说的原理, 原则没有两样。 这个身也是为臣聚合的, 这个为臣也是一极非一, 和极非和, 不是一定的。 这个现象, 这个现象, 现代的物理, 化学, 可以说为我们解释的很详细, 很明白了。 问题是在我们太健忘了, 提不起关照的功夫。 所以我们在一切环境里面, 无论是对人, 对事, 对物, 还是照谜不悟, 从来没有清醒过来。 如果晓得这个身体是假的, 他就觉悟了, 他就不迷。 这就是老毛病, 老习气, 实在讲是太深, 太严重了。 关照提不起来, 虽然是学佛, 得不到佛法的受用, 佛法的功德利益, 我们的确没有享受到。 如果能提得起来, 这个受用的确是无量的, 无边。 凡夫所以贪着色身为我者, 由于不知是五蕴甲和尔。 若知处五蕴外无此色身, 便不至于贪着矣。 这个经文我们天天念, 学佛的同修们大多数对于, 心经, 都能背诵, 心经, 一开端就讲得很清楚, 观自在菩萨, 行身般若波罗密多时, 照见五蕴皆空, 我们这个文会念, 什么意思不晓得。 头一个关就叫我们关照, 就是叫我们时时刻刻提的起功夫来。 你这一关, 你就自在了。 你把关照失掉, 那你这个生活很苦恼, 你就不自在了。 关, 就是班若智慧。 班若智慧身的时候, 就把这个事情观察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这个事实真相是五蕴皆空。 一切有情的众生, 我们今天讲动物, 动物是色心二法组合的。 色法是物质的身体, 这个物质身体是色, 色身, 色是代表物质, 受想形时是心法。 受, 是感受, 也是我们常讲的享受, 这是心法。 除了受之外, 他会, 想, 行, 就是相续不断的意思, 他是相续的, 他不能止在那个地方, 行也就是动的, 实在讲就是说明相续的现象。 他不是一个定法, 他不可能止住在那个地方。 时, 是讲能变的, 前面, 色受想形, 使所变, 所变的现象, 时是能变, 为时所变。 把这个东西搞清楚了。 我们的身心, 你所受的, 现在有很多人生活很苦, 跑来给我诉苦, 他没有般若观照, 他若有般若观照, 那苦是假的, 不是真的。 清静心中哪有此事? 没有。 你说乐, 乐也是假的, 也不是真的。 苦乐幽喜舍都是假的, 也是凡夫之人贪着歧视, 不是真的。 苦乐幽喜舍都是假的, 所以他不叫震寿。 震寿就是三昧, 震寿里面没有苦乐幽喜舍, 这叫震寿, 正常的享受。 苦乐幽喜舍是不正常的, 凡夫之人才有不正常的享受。 但是十法界里面四圣法界就有震寿, 向阿罗汉剑斯烦恼断了, 他的清静心, 他苦乐幽喜舍没有了, 所以的震寿。 要晓得我们的身心是五蕴甲合的, 五蕴皆空。 这个皆空不必细说了, 前面说了围城, 说了世界, 你就晓得却确实实是当体极空, 了不可得。 若知处五蕴外无此色身, 便不至于贪着义, 对于自己这个身体就不贪着了。 现在有很多人, 可以说一切凡夫, 没有一个不爱惜自己身体的, 没有一个不关心自己生命的。 什么都可以舍, 到最后这个命要紧, 身要紧, 不肯舍, 不晓得这是假的, 这是空的。 也许有童修要问, 知道这个东西是空的, 是假的, 有什么好处。 有些人听到这个说法, 反而恐怖了。 身是假的, 我在哪里? 什么是我? 这些问题, 佛在大成经上都说过, 可见得不是现代人有这个问题, 是加木尼佛当年在世讲经说法, 听众当中就提出这些问题来。 有一些人惊慌失措, 他不知道。 了解事实真相, 这个身就回归到自然。 回归到自然, 这个身材叫做最健康的身体。 自然里面没有病, 自然里面没有妄想, 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没有忧虑, 没有牵挂, 你的身体就健康了, 你也不会衰老了。 老, 病, 死, 轮回从哪里来的? 妄想, 分别, 执着来的。 恢复自然, 老, 病, 死, 轮回统统没有了, 这就说出学佛的好处。 你要不学佛, 不了解事实真相, 换句话说, 你的妄想, 烦恼, 忧虑, 牵挂断不了。 这些东西是你身心里面的毒素, 贪甜吃叫三毒。 你的心, 生理, 有这样的毒素在里面, 你怎么会不生病? 衰老, 老化是病, 所以你一定会生病, 一定会死亡, 一定会轮回。 不明了事实真相, 就产生这种现象。 了解事实真相, 你一切妄想, 分别, 执着放下了, 知道是假的, 空的, 不值得放在心上。 佛教给我们, 最究竟, 最彻底的修学方法, 让我们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 这一招太高明了。 依照班若法门修学, 纵然正的金刚班若三昧, 你也不过是原教初驻, 二驻菩萨而已。 要想达到究竟圆满的佛果, 经上讲还得修行三大阿森纸节。 诸位要晓得, 三大阿森纸节, 是要破一品无名, 正义分法身, 从那一天算起的, 没有达到这个境界, 不算。 第一个阿森纸节, 正的是三贤果位, 十住, 十行, 十回向。 第二个阿森纸节, 是从初的到七帝。 第三个阿森纸节, 是八帝, 九帝, 十帝。 你才晓得, 三大阿森纸节从哪一天算起。 从破一品无名, 正义分法身, 也就是正的原教初驻菩萨的果位, 从这一天算起。 我们怎么晓得, 我们正到这个果位。 金刚经, 就是最好的标准。 标准在哪里? 离四相, 四见。 果然做到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 无我见, 无人见, 无众生见, 无受者见, 就是原教初驻菩萨, 从这一天算起, 如果你还有人我是非, 不算, 怎么修都不算, 你就是修一万个阿森纸节也不算。 三大阿森纸节是从这一天算起的。 金刚经, 是个很好的标准, 看看我们自己能不能做到。 无论你是做到也好, 做不到也好, 你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就对了, 决定往生。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那个利益, 好处就不可思议。 无量寿经, 上讲得那么清楚, 四十八院里面说的, 四十八院是阿弥陀佛自己宣讲的,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都做阿维越智菩萨。 静宗法门的阿维越智, 跟一般大臣的阿维越智不一样, 意思完全不相同。 一般大臣里面讲阿维越智菩萨, 是七的以上, 换句话说, 三大阿僧止节, 他已经修满两个阿僧止节, 到七底。 八、九、十的, 那就是第三个阿僧止节。 修满两个阿僧止节, 我们省掉两个阿僧止节的时间, 这个利益太大了, 那是照一般大臣讲法。 在静宗讲法, 阿维越智菩萨是等觉菩萨的地位, 换句话说, 三大阿僧止节修满了。 怎么知道他是修满? 无量寿经, 四十八院里面讲得很清楚, 往生到西方世界的人, 身体, 容貌, 相好, 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 智慧, 神通, 道力, 受用也相同, 西方极乐世界是平等世界。 诸位想象, 如果不是等觉菩萨的地位, 你怎么能跟佛相同? 七地, 八的菩萨跟佛的色相相差很远, 不一样。 这是西方极乐世界的书审。 将为农居室写金刚经讲义, 他在这部金刚经用了四十年的时间, 专攻金刚班若, 可以说他是金刚经的专家。 他的注解这个讲义是集金刚经古今注解之大臣, 实在是不容易。 他有智慧, 他不迷惑, 他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 这就是真正有智慧, 所以他当年在世标榜的是, 教宗般若, 行在弥陀, 他念阿弥陀佛往生的。 这就对了, 完全正确了。 五, 说非亦非多, 即是说不增不减。 他如不生不灭等句, 皆同此意。 总之, 明的戒非戒, 臣非臣之意, 便恍然于世间, 所有大小, 高低, 来去, 亦多, 总别, 增减, 咸鱼, 敬惠等等对待之名相, 莫非虚幻, 当体是空。 说非亦非多, 即是说不增不减, 他如不生不灭等句, 皆同此意。 中观论, 里面讲的八部, 虽然说了八个, 实际上你只要懂得一条, 其余的意思自然就贯通。 像此的所说, 说了一个, 非亦非亦, 亦不定一, 是非亦和不定和, 是非多。 八部里面讲不增不减, 不生不灭, 不长不断, 都是这个意思。 总之, 明的戒非戒, 臣非臣之意, 便恍然于世间, 所有大小, 高低, 来去, 亦多, 总别, 增减, 咸鱼, 敬惠等等对待之名相, 莫非虚幻, 当体是空, 而世间人贪着其事。 他为什么贪着其事? 不知道事实真相, 知道事实真相, 决定不再贪着其事。 佛说法, 我们也能体会到他的善巧方便。 他给我们说了一个大, 说了一个小。 大讲道世界, 我们今天讲的星球, 星系, 小讲道围城, 当中的全都不必说了, 都包含在其中。 只要把这个意思搞清楚, 没有一样不清楚。 所以要懂得世界非世界, 围城非围城, 大小句不可得, 这是事实真相。 恍然是觉悟的意思, 形容恍然大悟。 世间所有一切法, 无有一法不如是。 这真的清楚, 真的明白了。 下面举出这些, 全是相对的。 凡夫迷惑, 迷惑在相对的世间里, 把这些虚妄不实的现象, 执着以为真有, 把这个东西放在心上, 这个亏就吃大了。 无始劫来生死轮回, 什么原因造成的? 就是这些事情, 这些相对之法。 经文上讲, 但凡夫之人, 贪着其事, 死的所举的, 把那个事都落实了。 哪些事? 大小, 高低, 来去, 亦多, 总别, 增减, 咸鱼, 敬慧, 这也是举几个例子, 落实在我们生活当中这些琐碎的现象里面。 我们要从这一段的精益, 仔细地观察, 省察事实真相, 却确实实是虚幻的, 如梦幻泡影, 当体极空, 了不可得。 班若心经, 到最后, 为我们做出结论, 那是世尊二十二年般若的总结, 无智义无的。 如果你把这句话参透, 彻底明白, 你就见性成佛。 你知道无所得, 你的烦恼账断掉了。 无量无边的烦恼从哪里来的? 从得来的, 得失来的, 你晓得无智, 你的所知账断掉了, 你也不再去求智了。 世间人拼命求学, 学佛的人拼命钻研经典, 干什么? 求智, 求智慧。 求得的是什么? 不是智慧, 清凉大师在, 华言经, 注解里面说得很好, 他所求得的是, 邪知邪见, 不是真智慧。 为什么在佛法里面研究探求也变成邪知邪见? 问题是他心邪了, 所有之见都邪。 心怎么邪? 他有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只要有四相, 他的之见就不正, 就是清凉大师讲的增长邪见。 所以四红誓愿, 那个顺序非常要紧。 第一句, 众生无边誓愿度, 那是发菩提心。 金刚经, 上一开端, 若善男子, 善女人, 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心者, 就是四红誓愿第一句。 发了心之后, 从哪里做起? 烦恼无尽誓愿段。 烦恼断了之后, 你所学的法门是智慧。 烦恼没有断, 你所学的一切法门都是邪知邪见, 清凉大师所说的, 有解无形, 增长邪见。 他老人家说的话, 意思很深很广。 只在文字经典上用功夫, 不认真修行, 不认真断烦恼, 他增长邪见。 另外一种, 拼命自己用功, 念佛也好, 参禅也好, 不重视求解的, 也不行, 也错了。 他说, 有形无解, 增长无名。 祖师跟佛说的话, 没有两样, 意思都是交给我们解形相应, 解形并重。 世尊当年在世, 天天讲经说法, 研究讨论, 是求解, 可是每一个学生, 都知道自己用功夫, 那是行。 解形真的相应, 所以他能够契入, 能够正果。 佛法传到中国之后, 中国古代的道场, 无论道场大小, 也都是解形并重。 每一个道场, 没有一天不讲经的, 没有一天不在一起研究讨论的, 跟学校一样上课, 早晚功课, 是修行。 所以他是解形相应, 真正做功夫。 做功夫, 功夫的总名称就是观照, 也叫做观行。 在净土宗里面, 我们常听到的老实念佛。 老实念佛是不是观照? 也是观照。 宗门里面所谓提起正念, 念佛人提起这一句佛号, 就是正念。 时时刻刻能提得起来, 那就是观照功夫, 他真管用。 特别是在起心动念之时, 不管你这个念头是善, 是恶, 不可以说恶念, 我要用佛号把它止住, 善念就不必要了, 那你就错了, 都是妄念, 恶念变三恶道, 善念变三善道, 都在搞六道轮回。 所以不论念头的善恶, 都要把它变成, 阿弥陀佛。 为时所变, 一切法从心想身, 你想阿弥陀佛, 就变极乐世界, 这个道理要清楚, 要明白。 我们何必去变六道轮回? 为什么不变极乐世界? 使法界一正庄严都在一念之间, 为什么不变最好的? 这就是佛教给我们, 而升其心, 身念佛的心, 身往生的心, 深度一切众生之心, 这样就对了。 今天时间到了。 金刚班若研习报告第107卷新加坡佛教居士林荡明, 9年2月3年10月7, 请先开经本253面。 六,若明的诸法本空, 便会归于性, 而诸法亦如矣, 是法平等矣, 此为诸法空向之要矣, 解得此意, 便可视视作如是观。 观照功臣, 便可正无身忍, 而敏相入体。 这个地方所讲的, 对于我们平常用功, 可以说指出一个重要的修学纲领。 由此可知, 金刚经后半部所讲的意理非常重要。 后半部我们可以把它归结为两句, 第一句就是讲, 三心不可得, 第二句就是讲, 诸法空相。 明白这个道理, 了解事实真相, 一切众生之所以轮回六道, 永无出奇, 就是对于这个事理迷惑而不能够明了, 造成一切的妄想, 执着。 能执着的是三心, 佛在此地告诉我们, 能执着的是空的, 假的, 三心不可得,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能执着的是空的。 所执着这一切现象, 这一切现象都是原生之法, 也是当体极空, 了不可得。 换句话说, 能执, 所执都是空的。 这个理我们明白, 事业搞清楚, 一切妄想, 分别, 执着, 自自然然就放下。 放下妄想, 分别, 执着, 就明心见性, 就不再是凡夫, 不再有轮回。 这是, 金刚经, 后半部的精华, 要义。 所以说明了, 明的, 就是真正明了, 真正体会的, 诸法本空。 本来空, 现在还是空。 本来空, 空义就是真如本性, 真性是空计的, 所以一切法的体性就是真如本性, 明了空计就, 会归于性, 这是从理上说。 底下一句是从相上说, 知道一切法体性空计, 这一切法平等了, 诸法一如, 是法平等。 这不经上给我们解释如来的意思, 如来者, 诸法如意, 成佛, 正的究竟的果位, 通常都有十个名号, 十个名号第一个就是如来。 如来的意思就是诸法如意, 也就是此的讲的诸法一如, 诸法平等。 可见得我们如果能在一切法里面, 见到它的空乡, 不必分析之后才晓得是空, 就在相上知道它当体积空, 了不可得, 知道一切法平等, 一如, 这个看法就叫见性。 禅宗里面说明星见性, 明星见性是怎么回事, 怎么叫明星, 怎么叫见性。 我们读, 金刚经, 读到这个地方就能体会到一些, 这就是明星见性。 这是, 金刚经, 讲到这个地方, 把班若重要的意理都说出来了。 我们怎样才真正做到明星见性? 下面积句就是教给我们。 解得此意, 你把这个道理, 事实真相, 都明白, 都理解了, 要紧的是在日常生活当中, 对人对事对物都要, 做如是观, 这是教我们怎么做。 果然都能做如是观, 这就是做明星见性的功夫, 这才叫真正的学佛, 学做佛。 功夫做久了, 功夫得力, 叫, 观照功成, 成熟了。 成熟了, 在佛法里面就叫, 照住。 观照, 观照是我们现在开始做, 做到功夫得力, 照住了。 什么照住? 这些妄想, 分别, 执着, 不再现行, 也就是说不再起作用。 妄想, 分别, 执着没断, 但是它不起作用, 这也就是说你的功夫真正得力了, 能够扶住烦恼。 金刚经, 一开端, 云和降伏其心, 这是把你这个心, 就是妄想, 分别, 执着这些念头, 把它降伏住, 虽没有断, 它不起作用, 这是第一步功夫。 这个功夫, 我们通常讲得定了。 禅宗里面讲的定, 就是指这样的功夫。 在念佛法门里面讲, 教室一心不乱, 也就是指这样的功夫。 这个功夫再要提升, 也就是说你这个观照继续不断去用, 用到更纯, 更深, 旧, 正无身法忍, 这个境界就是, 心经, 上讲的, 照见, 见, 是见性, 见到一切法不深, 一切法不灭。 一切法不深很难懂, 很不好讲。 大臣经上我们常常读, 念佛人每天念回相继, 也念, 花开见佛物无身, 什么叫无身? 虽然天天念, 不晓得无身是什么意思, 无身是什么样的现象, 是什么样的境界? 都不知道。 这一次我们, 金刚经, 讲到这个地方, 要是讲到一切法不深不灭, 我想大家多少都能体会一些。 虽不能全懂, 总少分能够体会到, 一切法却却实实不深。 前面讲的, 世界非世界, 为尘非为尘, 亦不定一, 何不定何, 这里面就显示出一切法不深的意思。 你把这个体会到, 你就能够想到一切法不深。 然后再观察, 就在日常生活当中观察我们生活的环境, 环境里面有人事的环境, 有物质的环境。 先观察环境, 环境里面观察到一切法皆如, 一切法平等, 一切法不深, 然后再回过头来, 观察自己身心。 为什么要这样观察? 我们观察外面比较容易, 一开端要观察自己的身, 自己的心比较难。 看外面, 外面看清楚了, 回来一观察自己, 自己身心跟外境没有两样, 这就很容易理解。 这是观察事实真相, 真相就是真如本性。 过去, 欧阳静无拘是说佛法不是宗教, 佛法不是哲学。 不是宗教, 意思很明显。 佛法何以不是哲学? 他解释的很有道理。 哲学里面有能, 有所, 无论是义原论, 多元论, 不能离开能锁。 佛法里面没有能锁, 佛法里面为了说法的方便, 也说能锁。 譬如我们讲能现, 所现, 能现的是真如本性, 所现的是一正庄严。 能变, 所变, 能变的是念头, 是第六识, 第七识, 就是分别, 执着, 所变的是实法界, 我们也说能, 也说锁。 可是诸位要晓得, 佛经里面所讲的能锁, 跟哲学里面讲的能锁意思不一样。 哲学里面讲的能锁, 能不是锁, 锁不是能, 能锁是对立的。 佛法里面讲的能锁是一桩事情, 能跟锁是一不是二。 因此哲学里面讲的一元, 多元, 在佛法里统统用不上。 亦非定一, 多非定多, 我们要体会到这个意思, 这才是事实真相, 换句话说, 哲学没有见到事实真相, 可以说接近它的边缘, 但是不是事实真相。 这是佛法为什么不是哲学, 我们要把它辨别清楚, 然后我们才知道怎么用功法, 功夫如何能够得力。 明了一切法不深, 这就是, 正无身忍, 无身是说一切法不深。 忍就当作, 正, 字来讲, 忍有承认的意思, 有同意的意思。 佛说一切法不深, 我承认, 我同意, 这个忍是这个意思。 你怎么承认? 怎么同意? 因为你见到了。 佛说的没错, 佛所讲的, 我们自己亲自证得了, 这才同意, 才承认。 这不是讲的圣言, 佛是圣人, 佛说的话大概不骗人, 不是这个, 那你自己没有见到。 必须自己亲自见到, 所以才叫做忍。 这个时候, 敏相入体, 像是一切现相, 一切现相就是性体, 性体就是一切现相, 无二无别, 这才叫, 敏相入体。 并不是把一切现相消灭, 显示出本体, 不是的。 我们常讲的, 当体极空, 了不可得, 这就是敏相入体的意思, 敏相入体的境界。 由此可知, 这一段是修行用功重要的纲领。 七, 正报, 一报, 为众生所不能虚于理者, 尚且虚幻无实。 则一切甚衰, 苦乐, 称激, 毁誉, 种种对待之事相, 其更为虚幻非时可知。 何足贪恋执着灾? 正报, 是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身, 我们的心。 现在所讲的心, 都是只能够思维, 能够想象的, 佛法里面称之为时心, 就是意识, 第六意识, 第七识。 时心, 它的作用就是分别, 执着, 有这种功能, 能够思维想象。 它的作用非常广大, 可以讲虚空法界都能够愿得到, 都能够想得到, 它的作用很大。 虽然能够愿律到虚空法界, 它没有办法愿律到自体, 就是真心本性愿不到。 它这个功能很大, 愿不到自信。 因此这个心, 佛叫它作妄心。 妄心的能力很大, 如果在法乡宗来讲, 八十都是它所缘的境界, 它愿不到自信。 正因为如此, 佛告诉我们, 一个修行人如果要是用八十心来修行, 就是我们今天讲的, 我们用思维想象这个心来修行, 可以证阿罗汉果, 可以证辟之佛, 可以证全教菩萨位, 可以成实法界里面的佛, 因为它的能力可以愿实法界。 但是诸位要晓得, 一真法界它愿不到。 一真法界是真如本性变现出来的境界, 它愿不到, 这一点我们不能不知道。 大臣经上, 世尊常常责备修行人, 错用了心, 怎么用错? 用八十心就是用错了。 用这个心用错了, 用这个心不能成佛, 也就是说用这个心不能明心见性。 如果要想明心见性, 必须把这个心舍掉, 不用这个心。 不用这个心, 用什么? 用真心。 我们今天能够思维想象的是旺心, 旺心要舍掉。 明朝时候, 焦光法师注解, 冷言经, 叫, 冷言经正脉。 焦光大师也很了不起, 他在序文里面写着, 他说他念佛求往生净土, 在生病的时候, 阿弥陀佛来接引他, 他那个时候想起来, 冷言经, 自古以来有不少人的注解, 但是都没有把经意讲清楚, 讲明白, 所以他就向阿弥陀佛请假, 他说, 我可不可以暂时不去, 我把, 冷言经, 做一部注解以后再往生, 阿弥陀佛也就同意了, 佛就走了, 他的病就好了。 好了以后, 就写这一部注解, 叫, 冷言经正脉。 在, 冷言经, 许许多多注解当中, 古德认为这个注解叫心注, 就把所有的注解分为心就两派。 从他这个本子开始, 凡是依照他这里面的, 就叫做心注。 冷言, 的确是一部非常好的经典。 过去中国到印度去取经的这些法师, 用现代的话说, 到印度去留学的这些法师, 在印度没有见到这部经典。 印度到中国来的许多高僧大德, 到中国来传法的, 也没有把这个经代到中国来。 到以后我们才了解, 原来印度人令法, 认为这是佛法最重要的珍宝, 不传外国。 所以外国留学生到那里去, 这一部经见不到的, 他不让你看到。 法师到中国来, 这个经事禁止, 决定不能出口。 印度金天人鱼吃, 的这个果报, 令法的果报。 而这部经典, 中国人怎么知道的? 是天台智者大师, 随末唐初之人, 他是天台宗第三代的祖师。 而实际上天台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宗派, 是在他手上完成的。 他依据, 法华经, 等, 立一个修行的方法叫, 三指三观。 三指三观里面, 在实际上用功, 有一心三观, 四第三观。 这是天台宗修行的方法, 修行的指导原则。 当时印度有一些高僧到中国来弘法的, 到天台山拜访智者大师, 看到智者大师指导大众修行的纲领, 原则, 他们非常赞叹。 就说出来, 大师这个三指三观, 跟, 冷言经, 上所讲的非常接近。 我们才晓得, 印度还有这不经典, 但是没人见过。 那个时候从中国到印度相当不容易, 而智者大师非常难得, 他在天台山住了一个拜金台, 每天向印度这个方向礼拜, 求这不经能到中国来。 他的精神, 毅力, 值得我们后人佩服。 他拜了18年, 求这不经到中国, 直至原济中卫得箭。 唐朝武则天执政时代, 印度有一位法师班拉密帝把这不经赚到中国来。 这是违禁品不可以出国的, 用偷渡的方法。 第一次偷渡, 在海关被查出来, 毕竟他是出家人, 也没有受什么样的处分, 就算了。 第二次他在偷渡, 他就想到了, 偷渡很困难, 他把这不经用很小的字写出来, 这个相当不容易。 写出来之后, 把自己绑壁割破, 精藏在里面, 再缝起来, 让他尝好, 这样偷渡出来, 海关没有办法, 检查不到。 到中国来, 再把绑壁破开, 精再取出来, 用这个方法。 精送到中国来之后, 法师一丸精赶紧回国。 回国, 告诉国家这不经我已经偷到, 送到中国了, 愿意承担惩罚。 不像一般人到中国, 就不再回去了, 那没事情了。 他还要回去, 接受国家法律制裁, 这是佛弟子。 所以这不经是这样传到中国来的。 因此古人注解, 冷言经, 就用天台大师, 三指三观, 来解释这个经, 这叫旧派。 焦光大师认为这个解释不恰当, 虽然它很接近, 不是, 冷言经, 的意思。 道理在哪里? 天台的三指三观是用意识心, 就是用第六意识, 第七识, 用的还是我们思维想象这个心。 可是, 冷言经, 里面讲的不是用这个心, 冷言, 用的是真心。 所以它跟古柱最大不同的一个理念, 它提倡的是, 舍时用根, 不用心意识, 用六根根性, 六根的根性是真心, 这是跟古柱不同的地方。 眼见性, 我们用见性见色, 而不是用眼识去分别色相。 用意识见色, 它在色相里分别, 执着。 分别就是第六意识, 第六意识起作用, 执着是第七识起作用, 你用的是实心, 妄心。 如果用真心, 真心看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不分别, 不执着。 我们眼睛看这个花, 不分别, 不执着, 是不是也看清楚, 也看明白了。 不能说我不分别, 不执着, 我就看不清楚, 没有这个道理。 离分别, 就是离第六识, 离执着, 就是离第七识。 见色纹身, 心地清净, 一尘不染, 就是不用第八识。 所以它教人, 舍食用根, 平常在日常生活当中, 对人, 对事, 对物, 用六根的根性, 你见用见性见, 听用文性听, 不要用心意识。 能言经, 心派著书这个理念跟过去不一样, 这的确是, 能言经, 佛所讲的意思。 离心意识就见性, 这是, 金刚经, 上讲的。 心意识就是四相, 离心意识就离四相, 离四见, 这样才能够明心见性, 见性成佛。 因此我们明了, 离心意识不仅仅是禅宗的事。 禅宗参禅, 怎么参? 离心意识参。 假如不离心意识, 你那个禅识世间禅定, 不管用。 功夫再高, 一般人只看到表面功夫, 什么叫表面功夫? 这一盘腿, 一入定, 能够七天不出定, 一个月不出定, 三个月不出定, 出定的时候精神饱满。 凡夫看的是这个境界, 这个境界不稀奇, 世间禅定也做到。 初禅, 二禅, 三禅, 四禅, 一直到四空定, 四禅八定这是世间禅定。 世间禅定用什么修的? 没有离开心意识, 他用这个修的。 初世间禅定, 大菩萨们所修的, 他不用心意识, 离心意识。 中国禅宗, 标榜的是离心意识参, 也就是说, 用功夫的时候, 决定不用八十五十一心锁, 这个高明。 宗门如此, 教下也不例外。 冷言经, 教给我们, 研究教也要离心意识, 舍时用根就是离心意识。 舍时就是舍心意识, 心是阿赖耶时, 意是莫那时, 时就是第六时, 他不用阿赖耶时, 不用莫那时, 不用第六时。 我们在此的说说而已, 实在讲我们不会用, 我们起心动念还都落在心意识里面。 他们有这个能力离心意识。 冷言经, 世交, 教下也要离心意识, 离心意识, 在教下就能够大开元解。 教下的, 大开元解, 跟宗门的, 明星见性, 是同一个境界, 说的名词, 名称不一样, 境界完全相同, 可见得诸法易如。 并不是说禅宗比较下高, 他高在哪里? 平等, 是法平等, 没有高下。 我们净土宗这个名词又不一样, 净土宗叫礼意心不乱。 所以礼意心不乱, 就是大开元解, 就是明星见性, 用的名称不一样, 境界完全相同。 为什么名称不一样? 因为方法不一样, 他的方向相同, 目的相同, 可是用的方法, 手段不相同。 我们净宗用持明念佛的方法。 这个功夫也是三等, 宗门观照, 照注, 照见, 这是三个层次, 念佛里面也是三个层次, 功夫成片, 是意心不乱, 礼意心不乱, 名称不一样, 境界完全相同。 这是说明,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要怎样用功夫, 怎样能够契入佛与大菩萨的境界。 我们说, 境界, 也许有许多人还不能有很清楚的认识, 我们再换一个名词来说, 那大家就清楚了。 如何能够进入佛菩萨的生活状况, 这大家好懂, 换句话说, 怎样去过佛菩萨的生活? 佛家讲修行正果, 就是说这个事情。 我们把我们凡夫日常这个苦难, 辛苦的生活, 如何把它转变成佛菩萨快乐的生活, 这就是佛教给我们的, 佛希望我们能够达到的。 正报, 一报, 我们的身心跟我们的生活环境, 生活环境是一报, 这是每一个众生没有办法离开的, 不可虚于离者, 刹那也不能离开。 虽不能离开, 它刹那刹那再变。 我们晓得它会变, 怎样把六道轮回的生活变成诸佛与大菩萨的生活, 能变就行了。 这就是, 金刚经, 上交给我们, 而生其心, 要会变。 一阵都是虚妄的, 因为是虚妄, 当体积空, 了不可得, 所以佛教给我们, 应摩索住。 摩索住就是决定不要去执着它, 换句话说, 你可以享受, 你不能够执着。 执着错了, 决定不能把它放在心上, 心是空气的。 如果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 我们今天讲你有牵挂, 你有忧虑, 你的心就错了。 无有牵挂, 无有忧虑的是真心, 本来无一物是真心。 心里面有一点点东西, 这个心就变成忘心, 就变成阿赖耶时, 真心就变成忘心, 真如就变成八时。 所以不能有一点点东西存在, 心要清净。 这是说明事实的真相, 身心万物都是虚幻无实。 从这些虚幻不实的现象里面, 产生了不少的副作用, 向底下举的几个例子, 如圣衰。 实在讲底下这些例子, 是我们佛法里面讲的果报。 一报正报是果, 附带的圣衰, 苦乐, 那叫报。 诸位要晓得, 果跟报不一样。 譬如我们现在都得人生, 都住在美国现在这个环境里面, 这是果。 过去生中, 我们修行五戒实善这个因, 所以的这个果, 一正是果。 可是我们每一个人生活状况不一样, 有些人富有, 有些人清贫。 我们举这个例子, 贫富状况不一样, 这是什么? 这是报。 所以果跟报要分开来看, 你就搞清楚了。 为什么有苦乐不一样? 也是过去生中造的因不一样。 这个报, 佛给我们说得很清楚。 以财富来说, 财富这个报从哪里来的? 也是过去生中种的因不一样, 佛讲这个因是不失。 财不失是因, 的财富是报。 它为什么有这么多财富? 过去生中财不失的多, 它这一生就的多财, 是这么一个原因。 财富有些人得来很轻松, 有些人是很辛苦的经营才得到, 这个与不失修因有关系。 有些人不失很痛快, 很欢喜, 他的报就很自在, 就不费力气。 有些人不失很困难, 看到人不失, 好像自己不不失不好意思, 很勉强的拿出去, 不失之后又后悔, 他将来的的这个报, 财富他能得到, 他要很辛苦的去经营, 很不容易才得到, 因缘果报丝毫不爽。 真的是, 一饮一浊, 莫非前顶。 聪明智慧是报, 他的业因是法不失。 健康长寿事报, 过去身中修无畏不失。 由此可知, 这三种不失是因, 得三种不同之报。 世间人都羡慕, 都希望得到财富, 聪明智慧, 健康长寿, 但是他不知道修因, 哪里能得到。 佛在经上把这些事理, 因果, 给我们讲得很透彻。 圣, 是兴旺, 一个人他的事业, 或者是家庭, 在一生当中达到最兴盛的阶段, 这是圣的意思。 衰, 是衰败。 如何能把圣保持, 这是学问。 为什么有圣衰? 因为修因不一样。 我们以财不失这个例子来说, 一时高雨很认真在那里做不失, 做一段时期兴趣就没有了, 热度就没有, 就降温了, 将来在果报里面, 圣之后它就衰了。 只要看到果报, 你就晓得必有前因。 什么人能够把这个热心永远保持, 可以说古今历史上, 我们一个例子都没有看到。 只可以说, 他这个兴趣, 他做这个事情, 热心的程度, 热心的时间长短, 不可能永远保持同一个状况。 因此在果报里面, 显示出来的就不一样, 圣衰就非常的明显。 因此, 是出世间的圣贤人, 他们知道, 他们明了, 所以教导一切众生, 在你兴旺的时候, 我们一般世间人讲, 在你走好运的时候, 你要懂得习福, 要懂得修福, 你的福报能够延续下去。 如果你要是不懂, 只是贪图享受, 供高我慢, 福报修机很难, 很长的时间, 不是短时间。 世间我们看到做大官的, 一般讲做部长以上的, 发大财的这些大企业家, 都是好多生的修机, 在一般经典上看, 至少是时事。 时事的修机, 才能得这样的果报, 不是一生一世的事情。 可是他享受真的很快, 如果不懂得习福积德的话, 几年就享光了。 你说做大官, 一任就可以享光。 实在讲这桩事情并不难懂, 我们用平常储蓄这个例子想一想, 你就明白了。 我们在银行存钱储蓄, 储蓄十万, 百万要很长的时间, 要好多年才能储蓄一笔钱。 拿出来之后, 如果花天酒地, 两、三天就花光, 假如去赌博, 可能几分钟就光了。 你才晓得修机不容易, 享受很快就想完。 事实真相是这个样子, 所以佛教导我们要习福。 释迦牟尼佛那是无量节的修福, 他在日常生活当中, 表现给我们看的, 佛修福, 习福, 积福。 我们明白了, 看到了, 应当要学习, 知道凡事都有因果, 离不开因果。 修因的时候, 我们能够想象到将来的果报, 受果报的时候, 一定知道过去的业因。 这样你就不愿天不由人, 纵然处逆境也很快乐, 你来顺受。 在逆境里面能够忍辱, 依旧能够修复, 能够把恶的运转成好的运, 这也就是儿生其心的意思。 这是举一个例子来说明, 苦乐, 生活环境当中, 受苦, 享乐的。 称姬, 称是得到社会大众的表扬, 赞叹, 姬是讽刺, 姬笑。 悔欲, 悔是悔谤, 欲是荣誉。 这个地方八个字, 就是佛经里面常讲的, 八风吹不动, 八风就是这八个字。 顺逆境界里面, 你真的不动心了, 这就叫八风吹不动, 这个人修行功夫就得力了。 顺境不生欢喜心, 逆境里面没有甜会心, 不愿天不由人。 心在这个境界里面永远保持平静, 这就叫八风吹不动。 八风吹不动, 在佛法里面是功夫刚刚得力, 没有什么骄傲的, 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在修学其他法门里面, 只是刚刚得力, 谈不上成就。 没有的定, 这个不是定功, 这是刚刚起了一点作用, 扶烦恼, 能够把烦恼扶住。 可是在念佛法门里面来说, 这个功夫就能往生, 这个功夫在佛门里面叫, 功夫成片。 什么叫成片? 在一切环境里面, 这里讲的八种境界里面, 他心是平等的, 不会受境界的影响, 他就成一片了。 决定往生, 生凡圣同居土, 所以在净土宗就管用。 在其他法门里面还不管用, 这个功夫太薄弱。 所以净宗一切诸佛如来赞叹, 道理就在此地。 只要这么小小一点功夫就行, 它就起作用。 种种对待之事相, 前面举了八个例子, 全都是相对的境界。 我们晓得, 这些境界岂不是更虚妄了, 身心世界都是虚妄的, 日常琐碎事情。 这是小事情, 是鸡毛蒜皮的小事, 更是虚妄, 何必认真, 何必去计较。 没有认真计较的必要, 也没有把它放在心上的必要。 何足贪恋执着, 你把贪恋执着放下, 舍弃, 你的心清净, 心平等了, 那是功夫真正的成就。 八, 其他一意, 甚凡, 生灭, 构敬, 忍我, 彼此等相, 莫不如是。 果能如是一眼去定本不深之心缘上, 观照入去, 便是所谓指指向上。 则胸襟当下开祸, 烦恼当下消除, 颠倒梦想当下远离。 如此用功, 方式直下承当, 可称善用功人。 其他一意, 甚凡, 生灭, 构敬, 忍我, 彼此, 等相, 莫不如是, 这是从身心世界, 以及日常生活当中所遇到的这些状况, 推展到整个佛法。 佛在大成经上讲的, 一意, 是大成经的总持法门, 是大成经的总纲领, 是出世间一切法不一不一。 金刚经, 上许多句子说, 则非是明, 说则非就是不一的意思, 说是明就是不一的意思。 世明是从假象上讲, 假象森罗万象不一样, 则非是从体性上说的, 体性是什么? 当体积空, 乐不可得, 这没有两样。 凡是佛所说的, 总是把则非是明和起来讲, 让你体会到事实真相, 不一不一, 这是大成法的总纲领。 圣凡, 什么是圣, 什么是凡? 圣凡的界限在哪里? 没有, 哪有界限? 心里面一个妄念没有, 就叫圣, 心里面起了妄念, 就叫凡。 哪有界限? 没有界限的。 佛在经上说的很清楚, 你有了妄想, 分别, 执着, 这叫做凡, 妄想, 分别, 执着没有了, 这叫做圣。 可见得圣凡也是假设的一个名词, 实际上没有这回事情。 生灭, 这个地方讲的很多, 大家能够体会到一些。 构净, 这在佛经上也常讲, 西方极乐世界是净土, 我们娑婆世界是慧土。 其实慧静也是假明, 哪里来的静慧。 心清静的时候, 叫净, 起了妄想, 分别, 执着, 就叫慧。 而清静心中, 本来没有妄想, 执着, 所以那个想叫妄想, 妄, 不是真的。 在名字上, 就已经把这个事情说得清楚, 说得明白了。 凡夫之人贪着歧视, 那没有办法了。 你要是执着这个名词, 你不懂名词的真实意, 你执着它, 就错会意思了。 明明给你说, 这个想是妄想, 这不就没事了。 人我, 彼此等相, 金刚经, 上讲的四项, 四剑。 莫不如是, 都是因缘生法, 当体极空, 了不可得。 要套释迦牟尼佛在本经上那个说法的方式, 都是则非是名。 我们用, 金刚经, 的语法, 随便粘一句, 凡圣者, 即非凡圣, 是名凡圣, 套, 金刚经, 的句子, 你全都清楚了。 人我者, 即非人我, 是名人我, 你把这个句子一套, 甚至于整个在生活上所遇到的一切是, 你用, 金刚经, 这三句话一念, 你心里就很清楚, 就很明白了。 果能如是一眼去定本不深之心缘上, 观照入去, 便是所谓直指向上。 这是禅宗常常运用的方法, 所谓是直指向上, 直结了当。 直指向上这句话, 我们听得很多, 我们在, 禅宗语录, 看得很多, 可是一丝不懂。 怎样才叫直指? 怎么是向上? 于是听到这句话, 看到这四个字, 都在打妄想。 这里给我们说明了, 一眼看破, 一切法不深, 一切法不深就是真心本性。 如果这个理要是不明白, 事实真相不能相当透彻的理解, 这个功夫你用不上。 这个功夫就是观照的功夫, 一定要很清楚, 很透彻。 我们在生活当中, 六根接触外面的境界, 起心动念就想到佛跟我们讲的, 一切万事万物的道理, 真相, 念念之中, 事事物物都能跟这个道理相应, 这叫做观照, 这就是宗门里面讲的直指向上, 说的是这一回事情。 能用这个功夫, 这是上尘的功夫。 禅宗里面讲上上根人, 这就是上上根人。 他所得的受用, 则胸襟当下开祸, 烦恼当下消除, 颠倒梦想当下远离, 这是立刻得到的效果。 无始劫的烦恼习气, 当下就没有了。 怎么没有了? 晓得一切皆空, 了不可得, 你还有什么放不下的? 再想想那个放不下的, 放不下是空的, 放不下是不可得的, 放不下的根本是妄想, 根本没这回事情, 你不就放下了, 没事了。 哪里还会有小心量? 这个时候心量多大? 是尽虚空, 便法界。 佛在经上常讲的, 佛的心量, 心包太虚, 量周杀戒。 你只要用这个功夫, 这个功夫稍稍得力, 这个境界就现前, 你的心量就大了, 没有一样不能包容的。 什么过不去的事, 什么过不去的人, 全是一场空, 梦幻泡影。 还会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吗? 你心量就拓开了, 心量开了, 这个人很舒服, 很自在。 小心量的人可怜, 小小的事情斤斤计较, 坚固执着, 那个好可怜, 生活得很苦, 很可怜。 他为什么这么苦? 他为什么这么苦? 心量太小, 太宅小了。 佛在经上常讲, 可怜悯着, 真的可怜悯。 他活得这么苦, 谁给他的? 自作自受, 作茧自负, 没有人给他, 他还怪这个人, 怪那个人。 其实谁给他? 没有一个人给他。 过失都在自己, 观念错误了, 思想上错误, 见解上错误, 都错在这个地方。 所以会用功的人快乐, 佛法真的能教我们离苦得乐, 破迷开悟, 烦恼当下消除。 颠倒梦想, 就是所有一切的幻想, 妄想, 统统远离了, 也统统放下了。 如此用功, 方式直下承当。 佛门里面也听得很多, 常常说直下承当, 我们自己有的时候也说, 我要直下承当, 你承当了什么? 你承当的还是妄想, 分别, 执着, 不是佛的意思。 在这个地方, 我们把佛的意思多少透露了一点, 希望你能够直下承当, 能用这个方法去生活, 能用这个方法去工作, 去待人接物。 可称善用功人, 善用功是会用功, 会修行, 会学, 这样才会。 诸位如果把这一段经文, 能稍稍明白了几分。 现在我们每一次讲习都有录音带, 录影带, 回去总要多听几遍, 这是我们现在人的福报比从前人大。 从前人听经, 只能听一遍, 法师不可能跟你讲第二遍。 一遍听了就能记住, 就能得受用, 那不容易。 所以真的要立根上智之人才能得佛法受用, 中下根人太困难了。 现在利用科学的技术, 下下根人的上上根的利益, 这可以做到。 古人常讲, 人亦能知, 几十知, 人家一遍就会, 我十遍才行, 我十遍就赶上他一遍。 人一遍能知, 我要一百遍才能, 我能有机会听一百遍, 我也赶上他了。 现在我利用录音带, 可以听个一百遍, 两百遍, 三百遍, 不但赶上他, 超过他了, 这是真的不是假的。 所以今天的下下根人, 能够超过古时候上上根人, 现在有这个科学技术, 用这个方法, 问题就是你肯不肯用功? 你肯不肯把这部经从头到尾听一百遍, 听两百遍? 果然肯用功, 一门深入, 当然超过从前上上根人。 直指向上这种方式, 从前上上根人能用得上, 能够用在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今天不是上上根人, 我们听一遍用不上, 听十遍还用不上, 听个一百遍, 两百遍, 三百遍, 就用上了。 不必故意去用, 自自然然就用上了。 在日常生活当中, 处世带人皆悟, 自然就是这个样子, 换句话说, 自自然然看一切现象都是当体极空, 了不可得, 看一切现象皆是刹那相续相。 所以你心里面干净, 丝毫不沾染, 为什么? 理根是透彻, 太清楚, 太明白了, 决定没有疑惑了。 这是科技给我们带来的好处, 我们要会用。 不会用它, 我们还是下下根人, 没有办法把我们从下下根变成上上根, 还超过上上根, 利用科学的技术可以帮助我们做得到。 底下这一段引用, 圆绝经, 上的一段经文, 可以用它注解, 金刚经, 上这一段。 九, 圆绝经, 云, 知幻即离, 不做方便。 离幻即觉, 亦无见次。 一切菩萨及末世众生, 依此修行, 如是乃能永离诸幻。 此段经文正是此经注脚。 此为一抄植入原遁药门。 一切法门, 无方便于此者也。 圆绝经, 在大臣经典里面, 也是很重要的一部经典。 它的内容, 宗旨, 义趣, 可以说跟, 冷言经, 非常接近, 但是分量比, 冷言经, 少了很多, 也就是文字上少很多。 圆绝经, 只有两卷, 冷言, 有十卷。 换句话说, 圆绝经, 的文字大概只有, 冷言经, 的七分之一, 所以就少了好多。 可是内容是同样的丰富, 可以说跟, 冷言, 无二无别。 古大德学佛跟现代人不一样, 古人老实, 忠厚, 选择经论法门非常小心谨慎, 不肯浪费时间精力。 唐朝初年, 华严宗第五代的祖师, 也就是清梁大师的学生, 清梁是第四代, 五代是宗密。 宗密大师在那个时候选择法门, 自己不晓得应当选择哪一个法门好, 于是他就求三宝加持。 古人常有的, 有用研究的方法, 古来祖师不少用这个方法。 他用的方法, 在藏经楼里面抽取经本, 连续抽三次他都抽到, 圆绝经。 于是知道, 圆绝经, 跟自己有缘, 他学的是, 华严, 专正, 圆绝, 专红, 圆绝。 他的, 圆绝经, 注解, 一直到今天都是第一权威, 一千多年的人给, 圆绝经, 做的注解都不能超过他。 他做了三个注解, 圆绝经大书, 圆绝经略书。 这是在, 大藏经, 里面能看到, 他的著作很完整地保存下来。 这是说明古人都是一门深入。 一生时间很有限, 不要认为我们一生的时间很长, 你要这样想法, 你想错了。 人一生当中, 诸位想想, 前二十年, 猛猛懂懂过去。 四十岁以后, 体力精神衰了, 想用功很困难了。 真正用功得力是二十岁到四十岁这个年龄。 这一段时间当中, 仔细去想一想, 也非常短暂。 每天睡眠去掉八个小时, 去掉三分之一在日常生活当中, 琐碎的事情至少也要有。 要占掉三分之一剩下来这个时光真的是不多。 如果不能充分把握住, 这个时间很容易浪费掉, 那叫真可惜。 古德修行时在讲, 他有方向, 有目标。 不像我们今天人, 今天人学佛, 茫然没有方向, 没有目标。 为什么学佛? 没事情干, 无聊。 这样来学佛的, 他怎么会有成就? 古人学佛, 为了生死, 为脱离六道轮回, 他有目标, 他有方向。 所以往往能够在很短的时间, 三年, 五年, 八年, 十年, 他就达到他的目标。 过去, 一般来说, 真的是可以称得上太平盛世, 而我们今天处的这个环境是世界大乱。 乱世, 那个光阴特别宝贵, 一个动乱, 你在享用功, 机会没有了。 所以我们能够有一天安定, 这一天的光阴就比什么都宝贵。 如果不把时间精力用在正法上, 你说那多可惜。 古人明了, 古人珍惜, 古人善用功, 这是我们要明白的, 要学习的。 圆绝经, 上这几句话说得好, 知幻即离。 什么时候离? 知就离了。 不是知了以后再离, 没有那回事情, 没有先后的。 这是大乘法里面所说的菩萨三会, 跟小乘法里面讲的三学不一样。 三学, 戒定会, 有次第, 应戒申定, 应定开会, 有次第。 菩萨, 三会, 是闻思修, 闻思修是一而三, 三而一, 没有次第。 如果有次第, 怎么能比申闻, 圆绝高明? 他高明在哪里? 高明在闻思修是一次完成的。 闻思修这三个字, 都是表法的意思。 闻, 的意思是接触, 不是说我们耳朵听那叫闻, 不是的。 眼见也叫闻, 耳听, 鼻袖, 舌长, 接触用, 闻, 这个字做代表, 接触叫闻。 思, 是表明了。 我们通常对一桩事情要搞清楚, 要想一想, 思维思维, 才能够明了, 所以思代表明了的意思, 不是叫你真的去想, 你真的去想, 那叫胡思乱想, 你怎么会明了? 这一接触, 用文表接触, 接触就明了, 明了用一个思做代表, 明了当然就, 不迷惑, 用, 修, 做代表。 修是把错误修正, 什么错误? 迷惑是错误。 所以诸位要晓得, 菩萨三会是一。 这一桩事情, 从这三个角度来解释, 你才搞清楚, 它是一而三, 三而一, 这个高明。 从这个地方看, 这是菩萨三会。 菩萨三会, 那个会就是界定会的会。 你要没有高度的智慧, 你不可能一接触就明了。 你如果真正得到金刚般若, 菩萨三会你就有了。 六根接触外面六成境界, 一接触就晓得, 因缘身法, 当体极空, 了不可得, 你想想, 你这个见解, 你这个看法, 菩萨文思会三会具足。 你知道一切万法都是刹那叶因果报的相续现象, 绝非事实, 这是智慧的观照, 这是事实真相。 所以接触教文会, 明了是思会, 不迷是修会。 你的生活是生活在三会之中, 你过的是菩萨生活, 如来的生活, 你不是凡夫。 圆绝经, 上这几句话, 就是这个境界。 知幻即离, 这一个知字, 三会里面文思在这里面, 即离是修会, 你这一接触, 你使正知正见。 正知正见, 是无知无见, 你们想想这个话的意思, 境界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心里面没有起心, 没有动念, 没有妄想, 没有执着, 这就叫正知正见。 假如你认为, 你们的看法错了, 我这个才使正知正见, 你又迷惑了, 又糊涂了, 又堕无明了。 冷言经, 妇楼那尊者问释迦牟尼佛, 这一切凡夫无明从哪里来的? 佛就跟他讲, 知见利知, 是无明本。 无明的根本什么? 自己认为我的见解正确, 我的看法正确, 这就是无明, 起了磨名。 诸位要晓得, 正知正见里面, 是无知无见。 班若无知, 班若是最究竟圆满的智慧, 班若是无知, 有知就错了。 心经, 到最后的结论, 那是释迦牟尼佛22年所讲班若的总结论, 最后是五个字, 无知亦无的。 这五个字很难懂。 我们今天, 金刚经, 讲到这个地方, 无知亦无的的意思, 我们能领略少分, 要不讲到这个地方, 这五个字可以说根本就不懂。 金刚经, 讲, 三星不可得, 万法因缘生, 这就是无知亦无的的说明, 无知亦无的的注解。 这个地方, 圆绝经, 上这几句话, 真的就是宗门的指指向上, 直结了当, 不做方便。 不做方便就是说明直结了当。 知患就离了, 什么是患? 身心世界, 一切万法, 金刚经, 上讲的, 梦幻泡影。 离是什么? 离一切妄想, 分别, 执着, 统统没有了, 离了, 那个心马上就清静了。 其他大臣法门里面, 还要用种种方便法, 教你持戒, 教你修订, 教你怎样做官, 种种方便, 这个直结了当, 那些统统用不上。 这就是指指向上, 丝毫委屈婉转都没有了。 离幻即绝, 这个绝就是明心见性, 就是大彻大悟。 金刚经, 末后这一首记, 一切有谓法, 如梦幻泡影, 到后面我们再详细地说明。 这不经古人就说, 将为农居士讲义里面就说了好几次, 金刚经, 难讲。 难讲的, 是在他最惊要的意思都在后面, 讲前半步时不能不委屈婉转, 如果把后面的意思在前面都说完了, 到后头就没得讲, 这是他难的地方。 可是全经自始至终, 不但一礼是一贯的, 而且是前后互相照应的。 精义是圆满的, 是完整的, 这是自古以来讲, 金刚经, 的人都有这个感触, 不好讲。 你在此的把后头意思拿来讲, 叫范夏, 你到下面怎么办? 怎么讲法? 可是后头意思要不稍稍提一点, 这里讲不清楚, 讲不明白。 就是又要引用, 又不能完全引用, 这是讲者的难处。 罹患即觉, 这个觉跟, 无量受精, 精提, 清净, 平等, 觉, 那个觉是一个意思。 松门里面说, 大彻大悟, 这个觉就是大彻大悟。 亦无见次, 一悟就一切悟, 没有次第。 积小悟就成大悟, 再累积大悟就变成大彻大悟, 这是有次第的。 这个地方给你说, 没有次第。 没有次第, 是上上根人。 中下根人有次第, 你要常常听经, 常常读经, 每天有一点悟处, 积小悟变成大悟, 要累积多少年才大彻大悟, 那就是有见次的。 这是上上根人, 直直向上, 直下成当, 没有次第的。 他的前提是理论事实真相彻底明了, 而且能在日常生活当中, 念念都能够相应, 都能够对照得上, 这样才行。 不是彻底明了, 彻底通达, 做不到。 一切菩萨及末世众生, 一切菩萨是只是尊讲经说法当时的一切菩萨们, 末世众生就是把我们包括在里面。 我们是不是这经上讲末世众生之一? 那就得看你自己。 我刚才说了, 在录音机没有发明之前, 那个末世众生我们未必有分。 你听一遍就听懂, 就记住, 就能在生活上用上, 这个末世众生你就有分。 我们想一想, 没分, 我们听是听了, 好像是懂了, 走出讲堂又迷惑了, 又老样子了, 那就不是这个地方众生的一分子。 可是从录音机发明之后, 我们就明了, 下下根人可以转变成上上根人。 什么方法? 多听, 讯息, 用这个方法来弥补我们, 把我们的根性向上提升。 可是你要记住, 一门深入, 你才能收到效果。 如果你同时听个十部经, 二十部经, 你这一生还不是这个众生里面一分子, 不可能。 一部经, 无论哪一部经, 是法平等, 无有高下, 随便哪一部经都可以, 只要是你喜欢的。 你选一部, 功夫, 精神, 时间都投注在一门上, 心是定的, 定了就开会。 如果你不定, 你的心是散乱的, 就困难, 纵然这一生能有成就, 要拖很久的时间, 不是在短时间能成就的。 短时间能成就, 唯一的方法是一门深入。 念佛, 佛在, 无量寿经, 上讲, 三倍往生都是一个方式, 一个方法, 一项专念。 一个方向, 一个目标, 这才能成就。 最怕的是分心, 分心就是夹杂, 不可以夹杂。 所以古大德当中, 有很多一生就是寿持一部经。 寿持的意思, 金刚经, 上讲的很多。 佛教导我们, 寿持, 读诵, 为人演说, 这个句子说的很多。 寿持, 是要把经理念所讲的理论, 方法, 教训, 在我们生活当中, 一样一样都做到, 那叫寿持。 做不到, 不叫寿持。 寿持, 不是每天把经验一遍叫寿持, 那个不是的, 做到就寿持。 所以这个说法就是, 大彻大悟也没有次第。 我们今天利用科技的方法, 可以把我们自己根性提升。 不但提升到上上根, 一定要痛下决心超过上上根。 这个话实在讲并不是我们自负, 我们在, 无量受精, 有利可愿。 无量受精, 上, 行超普贤, 这还得了。 普贤菩萨是行门里面至高无上的, 我们还要超过它。 阿弥陀佛带头, 带着我们就是走这个超越的路。 阿弥陀佛在因地发愿, 祂要做佛, 要超过一切诸佛, 祂带着我们超越。 我们今天借重科学的技术, 真的能够把自己提升, 做到了超越, 我们就有分了。 依此修行, 如是乃能永离诸幻。 依照, 圆绝经, 上讲的这个纲领来修行。 圆绝经, 上说的这个纲领, 就是, 金刚经, 上所说的。 金刚经, 说的更简单, 更恶要, 因为, 金刚经, 跟, 圆绝经, 比起来, 文字少得太多了。 金刚经, 全部经文只有五千八百多个字, 圆绝经, 接近两万字。 这一段经文, 正是词经注脚。 此为一超直入圆顿药门, 佛法的修学, 贵经, 贵医, 依旧超了, 专依旧超了。 最怕的是夹杂, 你搞两门, 三门, 超越旧难, 决定是一门。 直入圆顿药门, 华言, 法华, 圆绝, 在祖师叛教, 这都是圆教的经典。 圆是圆满, 无论从理上讲, 从事相上, 信箱因果都是圆满的, 没有丝毫欠缺。 顿, 是顿超, 快速, 它不是剑刺的。 药门, 最经药, 最重要的法门。 一切法门, 无方便于此者也, 在一切法门里面, 没有比这个更方便了。 这些我们必须要晓得, 是真正通达理论, 明达宇宙万有的事实真相, 所谓上根力制才能用的上功夫, 就是功夫能用的上力。 中下根性读这些经典, 听这些经典, 所谓种一点善根而已, 用不上力。 有没有一抄植入圆钝要门, 下下根人也用得上, 用功也能得力。 有, 净土三经就是的, 净土三经也是一抄植入圆钝的大法。 下下根人都行, 只要你肯老实念, 视力不明了不清楚没关系, 一句佛号念熟了, 把妄想, 分别, 执着能够压下去, 就能带叶往生。 带的是什么叶? 宇宙人生的道理事实真相不懂, 就是带的这个去。 不懂也行, 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自然就懂得, 自然就明白了, 所以这个法门是一切诸佛如来赞叹的法门, 道理就在此地。 今天我们就讲到此地。 金刚班若言习报告第108卷新加坡佛教居士林荡明, 9年2月3年10月8。 请先开经本254面。 十, 佛说一句法, 包含无量意。 可作种种解, 故为之原因。 又说圆人说法, 无法不圆。 邪人欲正法, 正法亦成邪。 所以大臣经中教导学人, 以清净善知识为要图, 以开正知见为根本也。 我们取这一段, 作为经文的结论。 金刚经, 说到末后, 是愈来愈重要, 愈来愈精彩, 毅力很深, 也很难体会。 但是它确确实实是大臣, 成佛法, 所有行门修行的指导纲领。 无论修学哪一个宗派, 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 如果能够掌握到这个原理, 原则, 可以说都会有成就的, 都能够开悟, 都能够正果。 精益无限的声广, 我们这一次虽然用了相当长的时间, 而实际上所能够说得出来的, 的确是大海之一滴而已。 虽然是大海一滴, 如果我们真的体会到了, 可以讲在一生当中受用无穷。 这一段末后的结论, 佛说一句法, 包含无量意, 不仅是在, 金刚经, 所有一切经论字字句句都是含无量意。 这个讲法是真实的吗? 我们能相信, 能接受吗? 如果对于佛里稍稍通达一点, 就不会怀疑了。 什么原因? 因为佛所说的字字句句, 是从真心本性里面流露出来的。 真心本性是没有边际的, 所以从这个地方流露出来的, 这个意思就无有穷尽。 我们世间人所说的, 所写的, 那个意思有尽的。 为什么是有尽? 世间人的言语, 文字, 是从意识心里面流露出来的, 这个意识就是分别, 执着。 从想象, 思维, 分别, 执着里面流露出来的, 它有界限。 思维有界限, 言说有界限, 分别, 执着更有界限。 有界限, 它意思有尽。 真心本性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它没有界限, 所以从心性里面流露出来的言语, 文字, 就没有界限, 就无有穷尽了。 心性, 大乘经上讲的很多, 古人的著书里面也说的很多。 像, 谭经, 里面所讲的, 本来无一物, 心性本来无一物。 从心性里面流露出来的言语, 文字, 当然也无一物, 这是一定的道理。 既无一物, 自然就没有意思了。 像, 班若经, 上佛讲的, 班若无知, 这是真的, 但是它起作用, 那就, 摩索不知。 班若无知, 是讲的根本质, 是心性, 摩索不知, 是讲它的作用。 摩索不知就是无量意。 因为它无意, 所以就变成无量意, 就可以做种种解。 如果说有意, 那意思就死了, 就一个意思, 不能做第二种解释。 这是我们应当把这些原理, 原则搞清楚。 所以佛经没有意思, 在应用的时候, 意思就无穷无尽, 可做种种解。 这种说法, 就称之为, 原因, 原是圆满, 没有丝毫缺陷。 正因为是这么一个事实, 我们以, 金刚经, 做例子, 这不经我们现在采取这个本字, 是纠摩罗石大师翻译的。 罗石大师到中国来, 那个时代跟我们净土宗初祖会远大师同时代, 东晋时候到中国来的。 那个时代出了不少的人物, 佛门里面还有一位大德道安法师也是那个时代的人。 在历史上, 很富盛名的陶渊明, 谢灵运都是同时代的人。 距离我们现代, 大概有1700年的样子。 这么长久的时间里面, 为, 金刚经, 做注解的人, 有几百家之多。 我们通常听讲, 金刚经, 500家的注解, 实际上是超过这个数量。 每一个人住的都不一样, 如果我住的跟别人住的一样, 这就没有价值流通, 也就毫无意义。 每一个人住的不一样, 就是每一个人讲的不一样, 可见得他确实可做种种解。 虽然这几百家注解都不一样, 都没有住错, 所讲的都有道理, 都没有讲错, 这就是显示出经典的无量义。 佛法修学的困难也在此地。 无量义我们要取哪一义? 这是对初学的人来说。 佛法讲求的, 是契机器理。 理是无意的, 无知, 及一切众生的根基无量无边, 所以这个教义就无量无边。 我们自己是什么根基? 我们自己在这部经里面, 要取哪一种教义, 才能够的真实的利益, 修学成败关键就在此地。 自己一定要知道自己的根性, 所谓是自知之明, 这是很重要的。 人贵有自知之明, 我是什么样的根性, 什么样的程度, 现在我的生活方式, 我的生活环境, 都要考虑在其中。 选择经典, 选择法门, 选择注解, 一定要与自己根性, 生活习惯, 程度要相应。 这样学起来, 就很自在, 就很快乐, 才能够的受用。 我们从古代的种种不同注解当中, 要是细心去观察, 能够看到众生种种不同的根性。 否则的话, 哪有那么多注解? 哪有那么多讲法? 最明显的看出大的时代里面显著的变化。 譬如在东晋那个时代, 跟随唐时代的这些人, 他们的想法, 看法, 我们今天讲的意识形态不相同, 生活的方式也不相同。 我们看到东晋南北朝那个时代的注解, 跟随唐的注解意思就不一样。 古代德门讲经, 是讲给当时人听的, 是教给当时人如何来修学的, 怎样得到佛法真实的利益, 这才叫利益众生, 自行化它。 因此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讲法, 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理解, 修学所得的受用, 种种不相同。 佛所讲的, 可以说字字句句是原理原则, 这个原理原则的确是超越时空, 超越时间。 三千年前读这部经, 听, 金刚经, 得利益, 能够开悟, 能够正果。 三千年后今天, 我们读这部经, 也得利益, 也能够开悟, 也能够正果。 这是不假, 诸位从前面一直听下, 我讲这个话, 你们会点头, 会有信心。 我们今天为什么不开悟, 为什么不正果。 过失在自己这一边, 这个经典里面没有过失。 我们没有透彻的理解, 没有依教奉行。 如果真的透彻理解, 依教奉行, 哪有不开悟的道理? 金刚经, 所讲的果报, 就是, 华严经, 上所讲的法身大事, 不是普通的果位。 离四相, 离四见, 就是法身菩萨。 宗门里面讲明心见性, 就是这个位次。 这叫做圆音, 圆满之音。 圆人说法, 无法不圆, 这个在佛门当中, 可以说许多同修都听说过, 都听到这个说法。 圆教根性的菩萨, 圆教根性的大德, 我们称他做圆人, 圆教根性之人。 他圆在什么地方? 我们为什么不圆? 这个问题, 如果是在平常提出来, 确实很难体会, 在, 金刚经, 这一段经文提出来, 就不难理解了。 这个意思, 前面讲过太多了。 这个人于一切是出世间法, 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没有妄想, 他就圆, 他的见解, 知见就圆。 不但见解, 知见圆了, 他的生活习惯也圆了, 没有一样不圆满, 这叫圆人。 我们为什么不圆? 我们有分别, 有执着, 有妄想, 所以就不圆。 离开一切妄想, 分别, 执着, 就圆了。 唯有圆人, 对于这些神身大臣的经义, 他才能够通达明了。 因为佛是原因说法, 他能够通达明了。 假如还夹杂着妄想, 分别, 执着, 这种圆交的经论, 里面的真实意他就没有办法体会。 佛法不仅是讲弘扬, 讲经说法乃至于修行, 这都是关键。 因此, 佛菩萨教导我们, 佛法的修学要从哪里开始? 要从断烦恼开始, 四红誓愿就给我们指出一条明路。 首先劝你发心, 金刚经, 上也离不开这个原则。 诸位要是细细去观察, 所有一切大臣经教, 都在他这个架构之中, 决定没有违背。 金刚经, 一开端就说, 善男子, 善女人, 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心者, 这头一个教你发心。 这是什么心? 众生无边是愿度。 心是发了, 发了大菩提心, 要普度一切众生, 从哪里做起? 从破四相做起。 破四相是什么? 烦恼无尽是愿断。 为什么要断烦恼, 要破四相? 成就你原顿的根性。 四相一破, 你的支箭就圆了。 佛所说的一成身教, 你才能够体会, 才能够领略。 可是发心好像是容易, 断烦恼可就难了, 妄想, 分别, 执着知道是应当要放下, 偏偏就放不下。 可是要晓得, 放不下, 不但在行门上有障碍, 解门上都有障碍。 精焦的意思你看不到, 古人讲解的在透彻, 在明白, 你也听不懂, 你也一样不得受用。 原因在哪里? 烦恼没断, 你没有真正能放下, 关键在此地。 四项, 四箭破了, 在学法门。 法门无量是愿学, 是摆在第三个阶段。 我们现在所犯的毛病, 烦恼不断就学法门, 结果是, 邪人欲正法, 正法一成邪, 什么叫邪人? 烦恼没断的人就是邪人, 这个我们自己要承认, 我们现在妄想, 分别, 执着很多, 我们是什么人? 我们是邪人。 开经纪上说, 愿解如来真实意, 谁能解如来真实意? 猿人, 邪人是不会解如来真实意的。 这个很要紧。 金刚经, 我们这一次研究讨论, 是采取江卫农居士的, 讲义, 我们这个本子是, 讲义, 的节路, 没有完全照, 讲义, 来讲, 完全照, 讲义, 来讲, 时间太长。 我们过去曾经在台北, 这很多年前了, 采取江老居士的, 讲义, 讲过一次, 讲了四年, 才讲一半。 他的, 讲义, 一共五卷, 讲到第三卷, 就是, 金刚经, 得上半部, 后半部就没讲了。 再要讲下去, 至少还要四年, 时间太长。 所以这一次我们采取他的精华, 节路, 讲义, 不到十分之一。 我们这一次讲下来, 差不多也用了五个月的时间。 这是一次两个小时, 好像已经一百多次了。 金不能不细讲, 不细讲, 我们很难体会, 细讲才能得受用。 可是一定要晓得断烦恼的重要, 真实的功夫在此地。 前面, 特别是最近这几次所说的中心, 不外乎看破, 放下。 邪人欲正法, 正法一成邪, 我们可以以清凉大师两句话来说明。 清凉在《华严经书抄》里面解释, 大放广佛华严经的经题, 有两句话。 他说, 有解无形, 增长邪见, 形式什么? 形式断烦恼。 烦恼没有断, 就学法门, 那个结果是增长邪见, 岂不是正法一成邪吗? 另外一句跟这个相反的, 有形无解, 但是诸位要记住, 这个行是一般大小城的法门, 不是净土法门。 净土法门另外的, 不能算在那里面, 那是个特别法门。 有形无解, 增长无明, 这就是说明, 佛法的修学必须要解形相应, 行门与解形相符相成, 才能够的利益。 要说到有形无解能成就的, 除了净宗念佛这个法门之外, 再也找不到第二个法门。 所以净土宗称为特别法门, 你不解也没有关系, 就是老实念, 成败的关键在老实。 所以大臣经宗教导学人, 以清净善知识为要图, 要图, 用现在的话, 是最重要的条件。 一定要清净善知识, 换句话说, 一定要清净有修有正之人。 在现在末法时期, 正果的人已经见不到了。 不得已而求其次, 一定要找真正有修行的人, 跟着他修学这才不会错。 善知识的标准, 我们末后这一句, 可以作为一个准则, 那就是开正之键。 什么叫善知识? 他的知见纯正, 也能帮助我们开正之正键。 这样的标准, 才可以称为善知识。 正之键, 正的标准, 一定要与经典相应, 经典是最重要的一个依据。 如果他所说的, 他所教的, 与经典上的理论, 方法相违背, 我们就不能够接受, 就不能够跟他学, 这是其一。 其二, 他虽然所依据的, 却确实实是佛法的经典, 大藏经, 上有的, 他的解释与经义有偏差, 不相应, 我们也不能跟他学。 那就是前面讲, 邪人欲正法, 正法亦成邪, 这不是善知识。 其三, 他所依据的是正法, 是佛的经典, 讲的也没错, 与我们自己根性不相应, 我们也不能学他的。 那个经没错, 意思也没错, 方法, 理论都正确, 我做不到。 想想这一生当中, 修学那个法门没指望, 这也不能跟他学。 所以清净一个善知识, 这相当不容易。 古人常讲, 这个事情可遇不可求。 但是佛, 祖师大德都是这么教导我们, 必须要清净善知识。 善知识又可遇不可求, 怎么办法? 我们还有什么指望? 在这种状况之下, 可以说这是绝大多数人的状况,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选择, 找古人。 惊人善知识我们找不到, 找古人。 找古人为善知识, 为指导的老师, 过去的例子很多。 在我们中国, 第一个以古人为善知识的是孟子, 这是儒家的。 孟子找谁做老师? 找孔老夫子。 但是孔老夫子那个时候过世了, 不再世了, 夫子的著作还流传在世间, 他就专门读孔老夫子的书。 读不懂, 有疑问, 请教孔子的学生, 请教他的弟子, 专学孔子, 他学成了, 比孔老夫子的弟子成就还要高。 我们问, 为什么他有成就? 为什么夫子亲自指导的学生不如孟子? 这个道理很简单, 孟夫子真做, 孔子教他怎么做, 他真做。 孔老夫子的学生, 虽然经过亲自指导的, 他不做, 他不肯认真学习, 这就不如孟子。 真做。 你学, 金刚经, 我在前面跟诸位说过, 不但我们要赶上古人, 我们应当要超过古大德, 你得有这个志气。 怎样才能超过? 真干就超过。 以, 金刚经, 上讲的理论, 方法, 认真去做, 这叫修行正果。 修行正果, 就在这一生当中圆满。 修行正果就在我们自己日常生活当中。 金刚经, 上所讲的不是别的, 就是日常生活。 释迦牟尼佛一开端所表演的, 入舍位大臣, 这依迟播去起时, 这是日常生活。 整个, 金刚经, 上所说的, 就是如来果地上的生活。 你要是学会, 你就成佛了。 你过的是什么生活? 释迦牟尼佛的生活, 一切诸佛如来的生活, 这叫正果。 我们每天穿衣, 佛也穿衣, 我们每天吃饭, 佛也吃饭, 最平常的日常生活, 佛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我们具足四相, 四见, 佛是没有四相, 四见, 不一样就在此地。 离开四相, 四见, 宇宙人生真相大白, 你完全明了, 一点都不迷惑了, 这种生活就是佛菩萨的生活。 佛菩萨的生活充满真善美惠, 他的生活真的是美好, 跟西方极乐世界所讲的极乐无二无别。 所以佛菩萨过的是极乐的生活, 我们过的是极苦的生活, 一样的生活, 我们不会转变。 这不经上就是把这个道理, 方法教给我们, 怎样去转变。 这个生活一转变, 境界就转变了, 从凡夫转变成佛菩萨。 佛菩萨是人做的, 不是天生的。 这是讲清净善知识非常重要。 在我们佛门里面, 以古得做老师的, 成就最显著的是偶异大师, 这是我们净土宗的祖师, 我们都很熟悉。 弥陀经要解, 就是他写的。 偶异大师学佛, 也是找不到善知识, 最后他找莲池大师。 莲池大师那个时候已经往生, 可是大师的著作在世。 现在莲池大师的全集, 我们也很容易找到。 专读莲池大师的书, 依照大师教训去做, 真做, 认真去做, 所以他成功了。 他能成为静宗一代祖师, 有这样殊胜的成就, 亲近一个老师, 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 广学多文, 这个话没错, 绝对不是对初学人说的, 初学的人要是走这个路子就坏了。 所以清凉大师讲, 增长邪见, 这个话说的一点都不过分。 初学的人没有定功, 没有智慧, 没有能力辨别邪正是非。 听一个人说法, 他走一条路子, 听两个人说法, 他就乱了, 他有两个想法, 听三个人说法, 他就三个想法, 再听多了, 他那个脑子里乱七八糟, 一团江湖, 那没救了, 这是我们不可以不知道的。 今天这个世间道场多, 修学的人多, 为什么一个成就的都看不到? 错就错在这里。 所以现在道场跟中国古时候道场不一样, 如果诸位细细去考察一下, 中国古代的道场, 他有道风, 他有学风。 一个道场无论修学的人多少, 多也好, 少也好, 决定是一个法门, 决定是依据一个理论, 所以他有宗派。 显守宗的决定是依, 华严经, 不会去依其他的经典, 决定是修法界观, 所以说他所学的, 他所修的, 是一门深入, 他能成就。 喜欢学, 华严, 的, 到他家去, 华严, 是专科大学。 喜欢修, 法华, 的, 你不能来, 他会介绍你到天台山去, 那个地方是法华宗。 我们在古德, 语录, 里面可以看到, 祖师接触学人, 谈谈话之后, 指点他, 你的缘不在我这里, 你到某个地方去, 给他介绍去。 他去果然三年, 五载就成就, 这个我们在, 语录, 里面看的很多。 原因在哪里? 你的兴趣, 你的爱好, 跟我这一门不相应。 我知道哪些法师修学这个法门, 给你介绍过去, 所以有成就。 今天我们不能成就, 就是道场里面都是大杂烩, 端出来的菜是大拼盘, 什么都不是, 它怎么会有成就? 我们的亏吃在这个地方。 晚静, 我们在台湾看到的, 只有台中联社, 李老师主持这个道场, 净土法门, 一门深入。 全世界任何地方, 高森大德到台中去, 李老师招待请他吃饭, 绝不请他讲开示, 讲经当然更不必谈了。 为什么? 怕你所学的法门不一样, 你在这里一讲, 把我这里听众, 学的几十年静踪的信心破坏了, 那还得了。 保护我们大众, 老师有责任。 所以可以跟大家见面, 大家给你鼎力, 供养, 绝不请你讲开示。 我们在晚静这么多的地方, 就看到这么一个道场, 爱护听众, 保护信徒, 这是真正善之事。 如果听说你是静踪的大德, 你一生自己念佛, 弘扬静踪, 李老师会请你讲开示。 为什么? 来给同修们做证明, 这个路子没错。 古时候的大德都明白这个道理, 都懂得教学的重要性。 礼貌上的往来, 知道谦虚自己, 赞叹别人。 这个我们在《华言经》53餐里看到的, 这是佛门往来的礼貌。 我过去在香港讲经, 大禹山的圣义法师, 来听过几次, 这是一位善之士。 我那一年去讲, 《冷言经》、 《冷言经》的教义, 禅宗涉猎很多。 圣义法师是参禅的, 他那个道场是禅宗道场, 真修。 一般禅宗道场, 看到寺庙招牌是禅寺, 那里面没有人生禅。 他那个里面, 每天有四十多人在禅堂里作香, 非常难得, 是一个真正的好法师, 好道场。 他听我讲, 冷言, 听了几次, 劝导他的信徒, 当然都是香港的一些在家信徒, 劝他们听我讲经。 我讲经这么多年来, 法师劝他的信徒来听我讲经, 只有这么一次, 只有这么一个人。 其他的法师听到, 都劝他的信徒不要去, 净空法师讲经, 也不是讲得怎么好, 也是胡说八道, 不要去, 圣义法师劝他的信徒来听我讲经, 他的信徒来告诉我, 他师父介绍的, 来听我讲经的。 很难得。 我对于圣义法师非常尊重。 有一次他邀请我到大雨山去参观, 去看看他那个道场。 他招待我之后, 请我到禅堂里面讲开示。 我不能讲念佛法门, 人家参禅几十年了, 我说参禅有什么毛病, 念佛好, 那不是把人家都破坏了吗? 我到禅堂里面, 选择六祖谈经里面一段, 跟他们讲开示。 赞叹圣义法师, 赞叹道场, 赞叹他们的同修, 赞叹他们的法门, 这就对了。 必须要把自己所修, 所学的, 统统摆在一边, 成就他的道场, 为他们的老师做证明, 你们走的这个路子好。 他那边的同修, 私下来问我, 法师, 禅既然这么好, 你为什么不参禅, 跑去念佛。 我就告诉他, 我的根基不如你们, 你们是上上根, 我是下下根, 这是我们中国自古以来, 法师与法师, 道场与道场, 礼貌。 这个要懂。 所谓是, 您洞千江水, 不洞到人心, 人家已经修行那么多年了, 要值得赞叹。 法门平等, 无有高下, 只要一门深入, 都有成就, 这要懂礼貌。 我在新加坡, 眼培法师跟我很熟, 有一次也是邀请我到他道场, 要我给他的信徒讲开示。 眼培法师是近代修学法相为时很有心得的人, 他修的是弥勒净土, 将来希望生都律内院的。 他请我去讲开示, 我只好选择, 华严经, 末后五十三餐, 善才参访弥勒菩萨那一段, 来赞叹他。 鼓励他们到场的信徒, 要遵守眼培法师的教导, 一门深入, 这才能有成就。 我决定不能赞叹弥陀净土好, 那成什么话? 那就大错特错了。 这是佛门的礼节, 过去李老师传授给我的, 教导给我的。 到哪个道场, 人家修的是什么法门, 决定要赞叹, 决定要成就。 使他们这个信徒同修, 对于自己的师父格外有信心, 别人都赞叹我们的师父, 都赞叹我们修学的法门, 增长他的信心, 增长他的怨心, 这是不违背佛法, 决定不可以自己赞叹自己, 去贬低别人, 那就错误了。 那个就叫做什么? 那就是破合合森, 破坏佛法, 这是错误的。 所以古时候的道场, 每一个道场都有他的学风, 道风。 这个道场跟那个道场的学风, 道风决定不一样。 譬如两个都是念佛道场, 都是依据阿弥陀经, 两个地方念佛决定不相同。 这个道场依据阿弥陀经, 依据连池大师, 书超, 的, 那个道场是依据阿弥陀经, 偶艺大师, 要解, 的, 两个讲解的就有出入, 大同小异, 不完全一样。 两个道场念佛可能也不一样, 这个地方念佛的速度可能比较慢一点, 那里可以念得快一点, 那不一样。 两边合不起来, 合起来, 念习惯的人, 念慢的人, 突然念快乐, 他不习惯, 他起烦恼。 念得快的人, 你叫他低一点, 拉慢, 他也不习惯。 所以每一个道场, 道风跟学风都不一样, 那叫做道场。 但是现在我们见不到了, 只好个人学个人的。 所以要想成就, 一门深入, 除一门深入, 没有第二个方法。 所谓八万四千法门, 门门都是同一个原理, 同一个原则, 就是一门深入。 这就是正知正见。 金刚经, 尚说的话非常好, 一不定一, 多不定多, 正不定正, 邪也不定邪, 无有定法可说。 但是决定要弃机, 弃理, 就会有成就, 所以法门无量无边。 我们在看底下这一段经文, 经义愈来愈深了。 176, 曰我见明离义离问答明义。 虚菩提, 若人言, 佛说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 虚菩提, 于义云和, 是人解我所说义不。 世尊, 是人不解如来所说义。 金刚经, 上, 文字看起来都不难, 没有什么深字, 都认识。 可是他的意思不好懂, 往往我们看到这个经文, 佛根须菩提尊者一问一答, 不晓得他们说的是什么意思, 莫知所云, 意思的确是很深。 读了这些注解, 稍稍能够体会到一些。 你越往里面去想, 越发现他的声广不可思议。 一, 此节经义极深。 当之开经以来, 屡言我仍四相不可有。 恐凡夫因佛如是反复声说, 遂之为我见等, 真实是有。 此见很耿于心, 正是我见。 岂非反加其转耶? 经义的深, 深在什么地方? 我们看不出来, 我们也无法体会。 将居士在注解里面告诉我们, 佛在这部经上讲四相, 四相, 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我见, 人见, 众生见, 受者见。 说相是讲现相, 如果我们用为实学这个说法, 大家就很容易明了。 四相讲的是相分, 四剑讲的是剑分。 相从哪里来的? 相从剑分变现出来的。 四相把所有一切现相都包括在里面。 是出世间, 出世间我们讲一真法界, 世间法里面讲十法界, 十法界一阵庄严和一真法界都离不开四相。 可见得四相范围非常的深广, 这是我们必须要搞清楚的。 相是幻相, 决定不是事实, 金刚经, 前面讲的太多太多了。 而四剑也是错误的看法, 错误的想法, 不是正知正见。 佛屡次提出一切众生并根的所在, 这真正是并根。 佛说的次数多了, 唯恐凡夫不能明了佛说法的真实意, 错误了, 以为真的有四剑, 有四相, 那就更错了。 你以为真有这个事情, 你不但四相, 四剑不能破, 反而增长, 成为一种坚固的执着。 这样学佛, 反被佛法害了, 佛法没能帮助你, 反而害了你。 其实不是佛法害了你, 是你自己不善于修学, 被佛法害了。 由此可知, 佛法的修学不容易, 这就是前面讲, 为什么要清净善知识, 道理在此地。 怕的是在经教里面产生误会, 错解了佛的意思。 四相, 四见佛说的再多, 但是要晓得, 那只是幻想而已, 决定不是事实。 不但是清净心中, 真心本性里面没有, 即使是现前的境界也没有。 要是说自信当中无有此物, 我们听到了也许还点头, 可能是没有。 要是说眼前这个境界都没有, 我们就大惑而不解了。 明明摆在眼前, 怎么说没有。 经文前面讲的,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说三心不可得, 就是讲四件不可得。 四件是心里面产生的见解, 三心不可得, 你就要知道四件是假的, 不是真的, 根本就不存在, 而是你以为它存在。 四件是能生, 四象是所生, 而这些现相怎么说呢? 诸法空相 这些法相, 使法界一正庄严, 它的真相是什么? 真相是刹那叶果相续之相。 我们所能够感受的这个相, 是刹那生灭的相续现相, 当体极空, 了不可得, 所以使法界一正庄严的现相, 也了不可得。 冷言经, 上所讲的, 当处出生, 随处灭尽。 金刚经, 到最后给我们说, 一切有畏法, 如梦幻泡影。 一切有畏法, 前面讲过。 讲义, 二百四十面, 一切有畏法, 就是这个表解里面所列的一切法。 哪些是有畏? 法相综把一切法分为五大类, 前面四类是有畏法。 第一类心法, 我们讲八十, 这是有畏法, 心所有法, 色法, 不相应形法, 总共有九十四类, 都是梦幻泡影。 梦幻泡影是说明它荡体极空, 了不可得, 它是假的不是真的, 心法, 色法都是假的。 金刚经, 后面讲, 如露意如电, 那是比喻它存在时间短暂, 换句话说, 根本就不是真的存在。 那个闪电之光, 一刹那就完了。 前面我们曾经报告过, 它存在之短, 不是像闪电那么长的时间, 没有那么长的时间。 佛在, 仁王经, 里面告诉我们, 一坛只六十刹那, 一刹那九百生灭, 这个已经是很短很短了, 我们已经无法想象。 而实际上, 佛这个说法是方便说, 不是真实说。 真实说, 一刹那不止九百生灭, 亿万生灭, 那是真相。 我们看到的是亿万生灭的相续相, 一刹那当中所看到的是相续相。 所以, 四剑跟四相都不存在, 佛为什么要说? 凡夫之人贪着其事, 那佛就不能不说了。 因为你贪着其事, 佛才说, 佛虽说, 你要晓得, 佛所说的全是虚妄不实的, 决定不要把它做实了。 这个地方这一段意思, 就怕凡夫把佛所讲的做实了, 这就变成我贱, 本来没有我贱的, 现在是增长我贱。 这就是错解如来所说义, 不是愿解如来真实义。 错解如来真实义了, 反而被佛法束缚了。 二, 此经于一切法, 屡说即非, 是明, 以明向有幸空之义。 亦在令人观照本空, 顿得解脱也。 立根者, 自能文艺之实。 物知我见等, 亦附向有幸空也。 此经于一切法, 屡说即非, 是明, 即非, 是明, 在, 金刚经, 上我们看到太多太多了。 以明向有幸空之义, 这个向有, 是患有, 不是真有。 亦在令人观照本空, 顿得解脱也。 立根者, 自能文艺之实。 物知我见等, 亦附向有幸空。 经上佛这个说法, 这种方式, 我们一般人讲, 这是经上说的, 善巧方便, 佛的言语善巧方便。 实在说, 佛这种说法, 就是原音说法的方式, 他一句话里面, 性向, 理事, 因果都圆满, 包括在其中。 譬如我们讲四见, 我见者, 即非我见, 世明我见, 这个说法就是善巧, 这个说法就是圆满。 你要真懂得了, 是出世间一切法, 都可以用这个句子去念, 你一念就觉悟了, 就不迷了。 为什么不迷? 这个句子一念就晓得, 像有是假有, 性空是真空, 假有也叫妙有, 妙有跟真空是一不是二, 这就是宇宙人生事实的真相。 明了这个事实真相, 就叫开悟。 明了事实真相, 你的生活就是佛菩萨的生活, 你会过得很自在, 很幸福, 很美满, 马上就得受用。 要用我们通俗的话来说, 你的生活充满了真善美慧, 智慧。 无论你现在的生活是富有, 或者是清寒, 都是真善美慧。 为什么? 像是假有, 你不会在意, 你不会去分别, 执着, 你不会去计较, 所以你的生活永远是知足的, 永远是常乐的。 在我们中国古代, 我们在书里面读到, 孔夫子的学生言回非常的清寒, 物质生活很缺乏。 吃饭连个饭碗都没有, 喝水连个杯子都没有。 孔老夫子对他的赞叹, 回也不改其了。 他的生活非常快乐, 没有人能跟他相比。 他乐的是什么? 宇宙人生真相真的觉悟了, 真的明了了。 所以他富贵, 他能够安乐在富贵里面, 贫贱, 他安乐在贫贱里面, 贫富对他已经没有影响了, 那个乐叫真乐, 那才是真正的幸福, 所以他过的是智慧的生活。 我们今天没有智慧, 过的是烦恼的生活。 不但凭见你烦恼, 富贵也烦恼, 你说这个冤枉不冤枉。 衣食住行样样都不缺乏, 也一天到晚生烦恼。 这就是过的六道凡夫的生活, 人家过的是佛菩萨的生活。 佛说这些话, 真正是大慈大悲, 慈悲到了极处。 字字句句提醒我们, 字字句句帮助我们觉悟, 帮助我们回头。 所以他说话的用意, 就叫我们, 关照本空。 不但性体本空, 所有一切现象也是本空。 入这个境界, 你旧的解脱了。 现在人念解脱也行, 解什么? 把那个解解开。 过去我看到台湾电影的招牌, 有个电影叫, 心有千千解。 解什么? 你把这个解解开了, 这个对烦恼讲的。 你的烦恼, 你的妄想, 分别, 执着都没有了, 解释解这个。 脱是脱什么? 脱身死轮回之苦。 你的忧虑, 苦恼, 统统没有了, 这叫解脱。 这样的生活, 就是佛与大菩萨的生活。 无论, 无论你现在是什么身份, 你现在过的是什么日子, 统统解脱了, 都能够回归到诸佛如来的生活。 金刚经, 讲的这些原理, 原则, 方法, 应用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给诸位说, 就是, 华严经, 上的五十三餐。 五十三餐是五十三位法生大士, 他们给我们表演, 是献给我们看的, 就是现前社会男女老少, 各行各业, 他们没有改变他们的身份, 没有改变他们的行业, 做工的一样还做工, 上班的一样天天上班, 做生意的天天还做他的生意, 他们都过得解脱的生活, 都是法生大事, 都是诸佛如来。 佛教导我们的, 就是把我们从凡夫生活如何改变成诸佛如来的生活, 这是佛法。 所以, 金刚经, 讲完之后, 有很多人问我, 还讲什么经? 最理想的是讲五十三餐。 也就是说, 怎样把, 金刚经, 的理论, 应用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让我们真正得到受用, 五十三餐式表演, 做出样子来给我们看, 有理论, 有方法, 还带表演, 让我们在这里面学习, 得到佛法真正的受用, 也就是转凡成圣, 转凡脑成菩提, 这个不是一句口号, 是事实。 顿的解脱, 顿事快, 马上就得到了。 立根者, 自能文艺之时, 我们佛门常讲, 一文千物。 物之我剑等, 一副像有性空, 不仅是前面四相, 四相是讲所有一切现相, 现相是当体极空, 了不可得。 四剑, 剑也是假的, 也不是真的, 四剑也是像有性空。 四剑之相, 跟四相的相不一样。 四相的相, 是眼睛可以看得到的, 四剑之相, 是我们六根接触不到的。 在佛法里面讲, 这个色教, 无表色, 表示表示, 它没有表示的, 可是它还是有各项。 三, 今曰, 佛说我剑等, 其偏执与有相边, 未能通达我人等等之剑, 亦未本空。 故曰, 不解如来所说义, 也。 我们从这一句里面, 去体会到开经济里面讲的, 愿解如来真实义。 如来的真实义没有别的, 就是说明宇宙人生的真相。 所有一切现象, 都不是实在的, 既不是实在的, 你又何必去执着? 你又何必去分别? 分别跟执着都是妄想, 都是错误的, 大错特错。 如果你离开一切分别, 执着, 你现前的生活, 无论是什么样方式的生活, 都是一真法界, 都是大圆满, 都是真实的解脱。 如果有分别, 执着, 也是顿的, 这个时间太快了, 不止一刹那, 一刹那的一万分之一它就转变了, 变成十法界。 十法界从哪儿来的? 从分别来的, 稍稍有一念分别, 就把一真变成十法界, 稍稍有一点执着, 就又把十法界变成六道轮回。 六道轮回是执着来的, 离开执着, 六道轮回没有了, 离开分别, 十法界没有了。 这是, 华言经, 上说的, 一切众生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 有分别, 就有四圣法界, 身文, 原觉, 菩萨, 佛, 有执着, 就有天, 人, 阿修罗, 畜生, 恶鬼, 地狱。 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 不了解事实真相, 不了解一切法当体极空, 了不可得。 你真正了解, 真正明白, 马上放下了。 这一放下, 就入一真法界, 不但超越六道轮回, 超越十法界。 所以, 金刚经, 实在是好, 他的确是整个佛法在理论修学上, 重要的纲领, 重要的原则, 任何一个法门, 任何一个宗派, 在理论方法上, 决定不能够违背, 金刚经。 我们念佛也是如此, 念佛法门如果依照这个理论方法来修行, 你念佛是理念, 你的的是理一心不乱, 你将来往生世时报装盐土, 那个成就实在是不可思议。 这一段经文, 佛说我见等, 就是我见, 人见, 众生见, 受者见。 金刚经, 上有些句子, 是如来说的, 这个地方是佛说的。 佛说跟如来说意思不一样, 如来说, 是从体性上讲的, 佛说, 是偏重在现象上。 所以这样的说法, 都是原因说法, 都是善巧方便。 我们要懂得这个意思, 才知道, 金刚经, 里面说话, 不是一悔而说佛, 一悔而说如来。 若人言, 佛说我见等, 这种讲法是, 未能通达我人等等之见, 意味本空, 这个意思比前半部的意思深, 前半部是讲四相, 四相是虚妄的,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意思比这个地方要浅。 在维时讲, 四相是相分, 相分是见分变现的。 维时加他们对宇宙人生的看法, 相是假的, 见是真的, 维时, 唯独是时, 时是能变。 时就是见分, 就是此的所讲的四见, 能变, 相时所变, 所变是假的, 能变是真的。 金刚经, 这个话, 对他们讲就最好了。 你认为能变的是真的, 能变还是假的, 时还是假的, 还不是真的。 这个意思就说到这个地方, 所以后半部为深无浅, 他这个叫一身, 剑也是空的。 以相宗的讲法, 宇宙人生的现象是, 无明不觉身三系, 境界未原常六粗。 无明就是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不明了, 也就是马鸣菩萨在, 大乘其信论, 里面所讲的, 不觉心动。 在这里我们要细心去体会, 决心是不动的, 心动了, 就不觉。 不觉心动, 那就叫无明。 一面不觉而有无明, 心动了, 就是无明。 可见得明是不动的, 心是清净的。 佛经上常用水来做比喻, 水在不动的时候是平的, 水平像一面镜子一样, 照外面东西照得很清楚, 那叫明。 可是水一动, 动就起波浪了, 起波浪照外面东西就不明, 就照不清楚。 所以心动了就是无明, 明就失掉了, 失掉之后, 境界就起了变化。 在明的时候, 那个境界叫一针。 我们用水做比喻, 大家好懂。 水在水平, 很干净的时候, 像一面镜子照外面的境界清清楚楚。 可是水一动, 也能照, 那个境界破坏了, 它有波浪, 于是真正的像帽见不到, 你所见的是断断续续的, 不是真实的相状, 这就是起了变化, 这变化叫三细相。 三细相, 第一个是叶相, 第二个是转相, 第三个是境界相。 转相也叫做见分, 境界相也叫做相分。 现在科学讲的, 把一切现相分成两大类, 一个物质, 一个精神, 在佛法里面也分为两大类, 一个是色, 一个是心。 色法就是现代人讲的物质, 心法就是现代人讲的精神。 这两大类从哪里来的? 都是从无明来的, 都是从叶相来的。 无明不觉生三细, 叶相, 叶旧是动, 叶是造作, 是各动相, 从叶相里面变现出来的精神, 这是见分。 八十, 心法, 心锁法为什么列在有位法? 有位法是动的, 就是叶相变现出来的。 从见分, 就是从精神变现出物质。 物从哪里来的? 物从精神上变出来的。 因此心跟物, 佛法里面讲色跟心, 同一个根源, 不是两个根源。 在为十四分里面讲是, 自正分, 同一个字正分。 物质跟精神是同一个根源, 因此色跟心可以转变, 换句话说, 精神能变成物质, 物质可以变成精神, 两个可以互相转变。 现代科学家还没有能够达到这个境界。 现代科学的转变, 是物跟能的转变, 物质可以变成能量, 能量可以变成物质。 能量能变成物质, 现在在理论上没有问题了, 怎么个变法不晓得, 还不会变。 如果能量有办法变成物质, 我们在物质生活上一切的困难都解决了。 西方极乐世界会变, 他们想吃东西, 东西马上就变在面前, 那是能量变的。 能量变成物质, 你就受用, 我不要了, 再化成能量, 就全部都没有了, 也不要去收拾。 所以西方极乐世界每一个人家里面干干净净的, 什么家事都没有。 需要的时候, 一切都变现出来, 你就受用了, 不需要的时候, 全部就没有了。 他们那个世界的科学, 比我们进步。 我们现在只知道物质可以变成能量, 原子弹的祸害就是这个变出来的, 把物质变成能量, 但是不晓得如何能把能量再变成物质。 西方极乐世界有, 我们经典上看到的。 但是更重要的, 是如何能够把它恢复到新的能量, 就是精神跟物质的转变, 那就变成佛与大菩萨的境界, 这就是更进一步, 更提升一层。 死的说的是, 凡夫之人不晓得, 见也是空的, 实在讲这是相当高明, 连维时学家都不知道, 还兼顾执着时是真的, 是能变, 像是所变, 不晓得能所皆空。 在, 金刚经, 上, 三星就是能变, 万法是所变, 三星不可得, 万法也不可得。 万法不可得是空相, 三星不可得也是空相, 都恢复到性空。 四, 古得有请师解父者。 师曰, 谁妇辱。 此节经文, 正名思义。 性体空计, 本无有父。 经恒义我仁等见于心, 且曰佛亦如是说, 岂非作简自父乎。 古得有请师解父者, 这是我们在, 禅宗语录, 里面看到的公案。 父, 就是烦恼, 烦恼像神索一样, 把这个人捆到动弹不得, 这很苦恼。 请师父替他解烦恼, 解束缚。 师曰, 谁妇辱, 反过来问他一句, 叫他在这里面去反省, 去关照。 果然他明白了, 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我们读到这个地方, 就想到禅宗二祖慧可, 慧可当时就遭遇到这个麻烦。 他出家修行, 成天心不安, 心里面有疑惑, 有忧虑。 听说达摩是从印度来的高森, 在少林寺每天在那里面必打坐, 他去找他, 找到达摩祖师。 那个时候是冬天下雪, 他在门口站着, 那个雪淹到膝盖, 你就晓得他站多久了。 达摩祖师里都不理会他, 到最后他看到达摩还是不理, 他自己拿刀把自己手臂割断一只, 用这只手臂去供养达摩祖师。 达摩祖师才开口讲话, 你何苦来? 你到底为什么? 这世看到他是真诚心来求教。 就问他, 你到底为了什么? 他就说, 我心不安, 求达摩大师给他安心。 达摩祖师伸手, 他说, 你把心拿来, 我替你安, 我们现在看到有很多达摩的塑像, 一只手伸出, 就是这个意思。 那就是对慧可的, 你把心拿来, 我替你安, 慧可也实实在在了不起, 从他这一句话的指引, 回光返照。 许久之后, 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 我密心了不可得, 我找不到心在哪里, 比, 冷言经, 上阿南尊者高明多了。 冷言经, 上, 释迦牟尼佛讲, 心在哪里? 你找出来。 他到处乱找, 找不到, 找了七处, 也算很聪明。 我们要是找, 找不到七处, 他还找到七处。 慧可比阿南高明多了, 所以阿南在冷言会上没有开悟。 慧可在达摩祖师这一句话底下明白了, 我密心了不可得。 达摩祖师第二句话就说, 与汝安心静, 我把你的心安好了。 他就恍然大悟。 他悟的是什么? 心静都了不可得, 就是, 金刚经, 上说的, 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当下就解脱, 当下就自在。 达摩到中国来, 就度了这么一个人, 禅宗第二代的祖师。 祖师是怎么传的? 就是真正明了身心世界了不可得, 全是假的, 不会再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 再放在心上, 你又迷了, 就又退回到凡夫位上。 所以这不精确确实实是帮助你撤悟的圆遁大法。 金刚经, 薄薄的一小本, 五千八百多个字, 很小的一份东西, 真的是一切诸佛传法的经药。 此的引用这个, 跟慧可这个意思非常接近。 此节经文, 证明思义, 这一段的经文, 意思也是如此。 性体空计, 本无有负, 本来没有烦恼, 没有分别, 没有知见, 有知有见就错了, 本无知见。 我们想到世尊在, 冷言经, 上, 给妇罗那尊者所说的, 妇罗那尊者提了个问题, 也是我们大家的问题, 无明从哪里来的? 为什么会有无明? 佛给他讲了两句话, 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知见立知, 是无明本, 这就说明, 自信清静心里面没有知见。 般若无知, 什么是般若? 般若是无知。 你有知, 你有见, 那就是无明, 这就是无明的根本。 我们现在天天求知, 糟糕不糟糕。 本来无知, 还得去求知, 这就坏了。 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讲经说法, 给你讲的什么? 无知。 金刚经, 是般若的刚要, 还有比这个更简单的, 更恶要的, 心经。 可以说, 金刚经, 是, 心经, 的注解, 六百卷, 大般若经, 是, 金刚经, 的注解。 最精彩, 最简单的是, 心经, 心经, 到最后的结论是, 无知一无的。 你要真正体会到无知无的, 你就是法身大事, 你就是, 金刚经, 上所讲的诸佛如来。 诸佛如来所证得的是什么? 无知一无德。 无知就是无四见, 无的是无四相, 这才是事实真相。 法身大事不爱世间一切法, 华言经, 上午十三餐, 那五十三位善知识表演的, 就是我们现实的社会, 男女老少, 各行各业。 他们生活, 他们工作都很认真, 都很努力, 并没有把世间事情破坏了。 可是他们的心情, 都是无知一无德。 他们是以无知无的的新生活, 无知无的的新工作, 所以只有真善美慧, 决定没有烦恼, 没有忧虑, 没有牵挂, 确实的大自在, 得的是大圆满。 这是佛菩萨的生活, 跟我们凡夫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要晓得, 本来空, 见乡都空。 现在是不是有? 没有。 本来是空, 现在还是空。 如果是有, 是你自以为有, 你看错了, 你解错了, 是你以为有, 不是真有。 事实的真相, 因为本来空, 所以佛教给我们, 应摩锁住。 住是什么? 住是把它放在心上, 就是分别, 执着。 不可以住, 见, 相都是空的, 你怎么可以执着? 你怎么可以把它放在心上? 所以你的心要清净, 心没有一物, 本来无一物。 但是业果不空, 因果不空, 所以教你, 而生其心。 佛菩萨跟我们在一块, 还是一样要穿衣, 一样要吃饭, 一样要工作, 因果不空, 所以要生心。 生心无助, 无助生心, 这就是法身大事, 这就是诸佛如来, 我们学佛就是学这个。 我们念佛的人, 身心世界一切放下, 不放在心上, 应摩锁住, 一句阿弥陀佛, 常常存在心里, 而生其心。 哪有不往生的道理? 决定往生。 佛教给我们转变, 这是说明了, 相不会灭, 相决定没有断灭的, 相会转变, 那么你身心就重要了。 我们念佛, 这个心是最殊胜的心。 相宗告诉我们, 这一切现香, 为心所现, 心是体, 有体一定有香, 一定有作用, 心能现香, 为时所变, 现的香会变化, 为什么会变化? 时变的, 时就是分别, 执着, 为时所变。 佛在经上常讲, 一切法从心想生, 从心想生就是为时所变, 时就是心想, 心想就是时的作用。 我们想佛, 就变佛, 这把道理说清楚了, 想菩萨就变菩萨, 想什么就变什么。 变得很快, 一刹那当中, 亿万分之一那个速度快得不得了。 佛在经上告诉我们, 一念相应一念佛, 念念相应念念佛, 我们想佛, 变成佛了, 可惜变得时间太短了, 第二念, 又回来了, 不能保持着常常想佛, 常常想佛, 那佛境界就现前了。 我们那一念佛的时候, 佛境界其实是现前了, 时间太短了, 我们还没有觉察到, 第二念就又回来了。 事实真像如此, 我们要明白。 你把这个理搞通了, 方法明白了, 境界也清楚了, 你才晓得念佛的功德第一书胜。 西方极乐世界, 刚才一个同修来问我, 自信弥陀, 怎么讲? 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都是自信变现的, 离开自信无有义法可得。 不但使法界一正庄严是自信变现的, 义真法界也是自信变现的。 弥陀是自信, 试问问, 哪一法不是自信? 这个花瓶叉的花, 自信花瓶, 无有一样不是自信。 你懂得自信, 就觉悟了, 知道心外无法, 法外无心, 心跟法是亦不适而。 你对于往生净土, 就不会怀疑了。 对于西方极乐世界, 知道我决定的身。 为什么我决定的身? 都是自信变现的。 礼上明了通达了, 所有一切疑惑都没有了, 世上要叫它变现出来, 那就看我们自己念佛的功夫。 我们那个念是能变, 境界是所变。 可是你念佛想变佛境界, 就要把其他九法界的那个念头断掉, 这个佛境界才很快现前。 又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又要贪图这个世间名文力养, 五欲六成享受, 那就不行了。 因为你变得太复杂, 变得太乱, 所以变出来那个境界, 什么都不是。 毛病发生在此的, 这是要搞清楚, 要搞明白的。 所以错误的见解, 决定不能有, 末后这个总结, 意思就在此地。 且曰佛意如是说, 岂非作简自负, 如果说佛也是这样说, 你是断章取义, 并没有把佛讲的话真正明了, 你没有真搞清楚。 佛在, 金刚经, 上也讲四件, 也讲四相, 你就以为四相, 四件是真实的, 这个错了。 今天我们就讲到此地。 金刚班若研习报告第109卷 新加坡佛教居士林荡明, 9年2月3年10月9。 请先开经本255页。 177, 是臣其故。 何以故? 是尊说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 即非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 是明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 这一段经文是须菩提说的, 解释前面所讲所以然的道理。 经文看起来好像很简单, 很容易懂, 而实际上它的含义很深, 很广。 一, 是明, 约香, 约缘起说。 即非, 约信, 约信空义说。 我人等见, 皆为缘起之幻象。 此佛说我见之真实义。 我见, 是无明本, 知见力之, 是无明本, 未成凡之由。 破我见世智慧光, 乃成圣之路。 此中所说, 正是的是修功。 是明, 约香, 约缘起说。 即非, 约信, 约信空义说。 约, 古人用这个字, 就像现在我们所讲的, 就是。 是明, 就是从香上讲, 就是从缘起上讲。 但是, 约, 比我们讲, 就是, 那个意思还深, 还圆满。 像是现香, 现香不是实在的, 但是不能说它没有, 它有, 有, 不是实在的有, 也就是不是存在的有, 佛法叫做假有, 妙有, 患有。 有这么多名词, 我们从这里面去体会。 佛法说真, 说忘, 说有, 说无, 它有一个界定, 就是有个定义。 凡是会变的, 凡是会动的, 都是假的, 都是虚而不实的。 凡是永恒不变的, 那是真的, 那个才叫有。 本性空计, 它永远不变, 虽然现香, 体性还是不变, 佛法称它为真实的, 称它为有。 现象是刹那生灭相续的现香, 所以它不是真有。 这是说明, 是明, 即非。 我人等见, 皆为缘起之幻象, 说一切现香, 这些物质的现象, 是生灭相续的香, 我们能够体会得到。 这地方讲更深一层的意思, 这是讲到心理的现象, 不是外面物质现象。 经上讲的四香, 是物质的现象, 物理的现象。 四件是心理的现象, 换句话说, 这是心理的作用。 作用, 它现香, 它不是没有香, 却确实实它也现香, 这个香也不是真的。 如果我们用香宗的讲法, 这就很容易懂。 法香为食宗跟我们讲八十五十一心锁, 这都是讲的心理。 八十, 阿赖耶十是心之本体, 是心之体, 前七十跟五十一心锁, 要用现代的话说是心理作用, 心的启用。 经上告诉我们, 心心锁都有四分, 这个四分就是相分, 见分, 自正分, 正自正分。 阿赖耶十也有这四分。 我们明白这个四分, 就晓得心理起作用有香, 它有见分, 它有香分, 它有香, 所以它还是缘起的。 怎么缘起的? 要讲最初的因缘, 是, 一念不绝, 而有无明, 那个一念不绝, 就是缘起。 所以阿赖耶也是缘起。 因此, 法相终将八十五十一心锁, 都放在有味法。 有味法就是有生灭, 换句话说, 有味法都是假的, 都不是真的。 心法, 心锁法, 色法, 色法是我们今天讲的物质, 金刚经, 上讲的四香, 这是物质, 不相应形法, 这个也确实有这些事情, 当然也是假的。 不相应形法, 我们现代的名词, 叫做抽象的概念, 确实有这个事情, 它既不是心法, 也不是色法, 它是从心法跟色法里面变现出来的, 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譬如二十四个不相应理, 第一个是, 的, 得失。 单单讲得失, 它不是心法, 心里面没有得失, 也不是色法, 色里面也没有得失。 得失是什么? 妄想, 妄念。 譬如我今天得到钱了, 单单讲的, 我得到了, 这是心法, 我以为得到了, 钱是所得的, 是色法。 这个能得, 所得离开, 单单讲, 的, 这个的是既非色法亦非心法, 所以这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同样的道理, 我们今天讲时间, 讲空间, 时间, 空间也是个抽象的概念, 不是事实, 它既不是心法, 也不是色法。 所以这一类的东西, 叫做不相应形法, 也是原生的, 都是假的, 这是我们必须要搞清楚。 凡是假的, 就要从心里面把它舍掉, 怎么叫从心里舍掉? 不要去分别, 不要去执着, 不要去计较, 不要把它放在心上, 假的。 你把这些东西执着以为是实有, 那就苦了, 你就会生烦恼。 所以应该要舍的, 要放下的, 一定要舍, 一定要放下, 道理在此地。 哪些是真实的? 真实的我们才要。 真如本性是真实的。 佛法的修学, 特别是在大乘法里, 小乘法是一个阶段, 没有达到目的, 大乘法无论哪一个宗派, 无论哪一个法门, 最后的目标, 都是明星见性。 每一个宗派里面, 所说的名词, 数语不相同, 但是它的境界, 目标完全是相同的, 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 我们学佛求的是什么? 求的就是明星见性。 心性才是真正的自己, 所有一切万事万法, 虚空法界, 都是心性缘起变现出来的, 那个才叫真正的能变, 根本的能变, 要找到这个。 找到这个之后, 我们就得大自在了。 实法界一正庄严, 想怎么变就怎么变, 你说这个多自在。 这才叫真正解决问题。 禅宗里面讲, 父母为生前本来面目, 那才是自己的本人。 学佛没有别的, 是把真正的自己找到, 找到这个, 在佛法里面就叫做成佛, 就叫做正的无上菩提, 就这么一回事情。 这是说明, 见, 香都是缘起的幻香, 都不是真实的。 此佛说我见知真实意, 佛在这部经上, 屡次地讲道四相, 四见, 真正的意思在此地。 所以我们不能够误会, 不能够错解, 执着真的有四见, 那就错了。 我见是无明本。 底下说, 知见力知, 是无明本, 这句话是出在, 冷言经。 为成凡之由, 六道凡夫, 凡夫是迷惑颠倒, 造业受难, 这是凡夫。 为什么会变成凡夫? 就是凡夫执着有我见。 诸位要晓得, 只要执着有我见, 四见就全了, 与我见相对的, 人见, 众生见, 受者见。 这就是说明, 这就是说明, 只要有我见, 就有无量无边的妄想, 妄想从这而生的。 既有妄想, 必定就有分别, 执着, 从分别, 执着里面就变出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这就搞六道轮回。 六道轮回是这么来的, 它的根本就是从我见来的。 佛在此的说了这么多, 真正的用意告诉我们, 我见是假的, 我见根本不存在, 是这么个意思, 缘起性空。 不但自信里面没有这个东西, 实实在在说, 自信所现的现相, 相分里面也确确实实没有这些。 虽有相, 相差那生灭, 真的是了不可得。 千万不能把这个相续相看作是真常的, 这是很大的误会。 由此可知, 佛为我们说明这些事实真相, 帮助我们看破, 帮助我们放下, 帮助我们了生死, 出轮回, 用意在这个地方。 破我见是智慧光, 智慧在哪里? 不是我见以外有个智慧, 那就错了, 这是佛法非常困难的一个地方。 自古以来, 学佛的人有多少? 几个人开悟? 几个人正果? 为什么学佛的人那么多, 成就的人那么少? 如果我们要追究他的根本原因, 可以用一句话包括, 错解了佛的意思。 佛说的话没说错, 我们听错了, 听的时候把意思会错了。 譬如我们听, 破我见是智慧光, 一定要用智慧来破执着, 智慧跟迷直好像是对立的两桩式, 这就错了, 不晓得智慧跟我见是一桩式。 六祖在, 谈经, 说得很好, 我们也念得很熟, 甚至于也能说得出来, 可是它就不能兑现, 那就不起作用。 我们在, 谈经, 看到, 当年六祖跟印宗法师见面, 印宗是领南的大善之士, 讲经说法的法师。 就是现在广州光孝寺这个道场, 他讲, 涅槃经, 风动翻动那个旗感现在还在。 印宗知道慧能大师从黄梅的法, 是五祖的传人, 对他非常尊重。 向他请教, 五祖平常说法, 对于禅定, 解脱怎么讲法。 六祖回答他, 回答得就非常高明, 并没有说五祖禅定是怎么说法, 解脱怎么说法, 他没有说这个。 他回答说, 禅定, 解脱是恶法, 佛法是不恶法。 同样这个道理, 智慧, 我见识恶法, 佛法是不恶法。 你如果懂得不恶法, 这问题解决了。 你要认为这是恶法, 你永远不得其门而入, 这是佛法的难处。 所以学佛的人很多, 误入的人很少, 原因在哪里? 都落在二法里面。 明了我见是缘起的, 明了我见是是明, 即非是明, 这就是智慧。 我见还有没有? 不能说没有, 也不能说有。 你说有, 他事实真相彻底了解, 他确实没有这个念头。 你说他没有, 他跟大家讲经说法, 那个我见不知道讲多少句。 释迦牟尼佛不是在, 金刚经, 上讲了很多吗? 所以有根模式一不是二。 有我见, 无我见, 那就变成二法了。 诸位要能明白这个道理, 细心向这个体会, 你才懂得如来所说的真实义。 开经济讲, 愿解如来真实义, 你才会真正明了。 落在二里面, 永远没有办法。 所以我们想想, 应宗法师那样的大善之事, 还是不得其门而入, 那个原因就是不知道是义法。 净虚空, 变法界是一个疑那你就真正入了法界。 凡是不能入法界的, 都落二、三。 净土宗的修行, 大家念佛念得很久, 往生有没有把握? 西方世界阿弥陀佛有没有消息? 没有。 为什么没有? 依旧是落在二、三。 这经上交给你, 一项专念, 一心不乱, 你果然是一, 那跟西方世界就联络上了。 关键都在一, 这是真正的门禁, 真实不可思议。 希望同修向这个地方去体会, 你的修学境界一定是一年比一年殊胜, 一月比一月进步。 这是佛在此的所说的这一句的深意, 这个经文里面, 我们所念的, 是尊说我见, 即非我见, 是明我见, 下面我们省略了, 用意在此的, 这就是破我见之智慧光。 乃成圣之路, 超凡成圣。 我们现在是六道凡夫, 过的是凡夫的苦日子。 假如能够在这一句下, 佛说我见, 即非我见, 是明我见, 你恍然大悟了, 真的明白佛说的意思, 你从现在凡夫的就成佛了。 这当中没有次第, 没有阶级, 从凡夫的一下就成佛了。 这个事情, 我们不必从经典上去看, 就以六祖慧能的例子来看。 当年他在黄梅, 五祖跟他讲, 金刚经, 不像我们这样细讲。 五祖跟他讲, 金刚经, 的时间, 我们的判断没有超过两个小时。 他在半夜跟他讲, 大家没有人见到。 讲到应魔所住, 而身其心, 他就明白了, 后头就不要讲了。 不但是, 金刚经, 不要讲了, 一切经都不要讲了。 他悟到什么? 他就悟到个, 一。 唯魔经, 上讲的, 不二法门, 不二就是一。 是出世间一切法, 都是从自性变现出来的, 一是真心, 一是本性。 你真正把这个根源找到, 那些枝枝叶叶, 所有的问题全部解决了。 这叫上上根人, 这是聪明人。 中下根性的人, 不晓得从根本修, 从枝枝叶叶。 像一棵树一样, 你所见的是一片叶子, 那个范围就太小, 你能够懂得树枝, 那你就高明太多了, 这就好比你深入多了, 你要是能把树的根本找到, 那就全部都解决了。 六组会能大师展现给我们看的, 他在根本上找到了, 是出世间一切法, 没有一法不通达, 我们就在, 谭经, 短短的资料里面所看到的。 他听经的时间太短, 我们判断他一声听经 大概只听两个钟点。 人家会听, 这个高明。 我们听两千个钟点, 都没听懂, 人家两个小时就把问题彻底解决了。 这就是宗门所讲的话, 实得一, 万事必, 你真正认识一, 什么事情都解决了。 我们再看其他一般这些法师大德, 严经严教的, 费了多少时间, 多少辛苦, 他能够了解的是一个树枝, 没找到根本。 树枝是我们今天讲的教义, 已经算很难得了, 根本是教理。 我过去在台中, 李老师教给我修学的纲领, 他说, 你听经要听教理, 教理要是真正懂的, 就一切都贯通, 一精通一切精通, 你着眼要在这个地方。 如果实在没有这个能力, 不得已而求其次, 你要着重在教义上。 教义像术有几个枝, 你至少要了解一个枝。 如果你是给你讲一部经, 只懂一部经, 换一部经你就不懂, 那就是叶子。 那个学法太苦, 你要学到哪一年才成功。 学一部, 会一部, 没有学的都不会, 这还得了。 这个没有法子。 他教给我这个方法。 通教义, 至少你学一部经, 能够通十几部, 二十几部, 甚至于一, 两百部, 能够贯通, 就是与这部经理论, 方法相类似的都能贯通。 是出世间法一样的道理。 这是说明古人他们修学的经历, 可以做我们的参考。 然后你就体会到佛在经上讲的这几句话, 那个意思多深多广, 才不会把这些经文句子随口划过, 好像前面念的太多, 怎么又来了, 而不晓得字字句句含义无量的声广。 二, 佛说一切法, 不外两意。 明信, 明修事也。 且一句法中, 说信必肩有修, 说修即设有信。 若不知如是领会, 其余佛法, 终在门外。 理性当于差别中见平等。 修功当于平等中见差别。 佛说一切法, 不外两意, 这事把它归纳起来, 不外乎两个意理。 明信, 明修事也, 两个意思, 一个是道理, 一个是方法。 明信, 信是理, 宇宙人生的大道理。 明修, 教给我们修行的方法, 怎样能够达到明信见性。 方法很多, 所谓法门无量, 八万四千法门, 方法很多。 只要学一个方法就够了, 不必学太多。 方法, 我们通常讲法门, 法是方法, 门是门禁, 意思是一样的。 佛在经上告诉我们, 法门平等。 无有高下, 虽然平等, 这里面最要紧的是契机, 也就是说, 适不适合我修行。 这是一生当中, 修学成败关键之所在。 如果适合自己的程度, 适合自己的兴趣, 适合自己的生活环境, 我们修学起来就很快乐, 觉得一点障碍都没有, 也不会困难。 如果不适合程度, 与自己生活环境都不相应, 你修学就感觉的很困难, 就感觉的很不容易。 这是我们选择法门必须要晓得的条件, 选择契合于自己根性的法门来修学, 就很容易的利益。 一门通, 的确一切精通。 我们从, 谈经, 里面看惠能的例子, 可以增长我们的信心。 惠能没有听过, 涅槃经, 他遇到无尽藏比丘尼。 无尽藏比丘尼就是读, 涅槃经, 的, 大概也念了不少年, 不懂里面的意思。 遇到惠能大师, 那个时候惠能大师24岁, 是他逃难离开黄梅, 路上碰到这个比丘尼, 这个比丘尼对他很尊敬。 他让无尽藏比丘尼把, 涅槃经, 念给他听, 他不认识字。 他听了之后, 就跟他讲解, 无尽藏比丘尼听他讲解就开悟了, 大彻大悟, 明心见性。 这是能大师度众生, 第一个开悟的人。 他一生, 接受他教会开悟的总共有43个人, 这在中国佛教史里面可以说是空前绝后。 一生当中, 在他会下明心见性的有这么多的人, 没有见过。 达摩祖师到中国来, 只传一个慧客, 可见这个事情不容易。 无尽藏比丘尼是第一个的度的, 那个时候能大师24岁。 法达摩祖师读, 法华经, 读了十年, 也自以为了不起, 供高我慢, 瞧不起人。 去参访六祖, 礼拜的时候头没有着地, 六祖看到了。 起来之后就责备他, 你既然礼拜, 头没有着地, 供高我慢, 你一定自以为有值得骄傲的地方, 你有什么值得骄傲, 他就说了, 他也很老实, 他念了三千部, 法华经, 念得很熟。 念三千部, 法华经, 值得骄傲, 所以礼拜十头没有着地。 六祖就考他, 法华经, 讲的是什么? 考他, 问他意思, 他答不上来。 法达就请教六祖, 六祖说, 法华经, 我没有听过, 你念给我听。 读三千部, 那是背得很熟了。 他将, 法华经, 念给六祖听, 只念到第二品, 法华经, 二十八品, 第二品, 方便品。 方便品, 念了之后, 六祖说好了, 可以不要念, 我都知道了。 这一讲解, 法达就开悟了。 法达念三千遍都不能开悟, 是什么原因? 落在而, 三, 六祖为什么听一点点, 他就全部都明白, 后头都不要再听。 六祖懂得, 一, 秘诀就在此地。 净土宗的修行, 关键就在一心。 所以你用二心, 那就没有办法。 净宗法门在广大, 你还是进不去, 你用的是二心。 凡是入门的人, 入门就是明心见性的人, 入一真法界的人, 没有别的本事, 就是懂得一, 万法归一。 这不经前面经文读过, 如来者, 诸法如意, 如就是一, 二就不如, 宜就如。 所以入境界的人, 就是入一真法界的人, 明心见性的人, 秘诀就在此地, 这都是佛在, 金刚经, 上告诉我们的。 读, 金刚经, 的人很多, 讲, 金刚经, 的人很多, 意思很明显的摆在这个地方, 就是因为心里面没有皈依, 摆在面前也没有看出来。 金刚经, 即非, 世民, 有多少句, 句句都是这个意思。 不能怪释迦牟尼佛这个句子讲得太多, 讲得这么多, 我们还是不懂, 还是没有搞清楚, 这才晓得他说这么多句是大慈大悲, 前面没有听懂, 希望后面你能听懂, 懂得之后受用无穷。 不但一切佛法障碍没有了, 你完全通达了, 跟大家说, 世间法的障碍也没有了。 你在生活上没有障碍, 你工作上没有障碍, 事业上没有障碍, 所有一切障碍统统解除, 解脱了, 这才知道佛法真实的利益。 没有这个效果, 没有这个利益, 我们学他干什么。 那佛出现在世间也毫无意义。 他真的帮助我们大忙。 性根修, 也就是理与世, 这是佛说法的两个中心。 且一句法中, 说性必肩有修, 说修即设有性, 可见得性修, 理事, 还是亦不是二。 不过在讲经说法的时候有所偏重, 偏重的原因是众生跟性不相同。 有些人理迷得深, 是迷得浅, 佛一定是理讲得多, 理讲得透彻, 修行的方法略略提一提就可以。 因为那种人是老实人, 教他怎么做, 他就能够老实去修, 但是他对于这个道理不了解, 这就是理说的详细, 是说的简单。 有些人理迷得比较浅, 是迷得比较深, 烦恼重, 修行功夫不得力, 理论他头头是道, 佛对这种人讲法, 一定在方法上讲得详细, 理论上是简单恶药。 这是佛应激说法。 最明显的例子, 像佛法无论是大小乘, 我们看到佛说法的纲领。 譬如讲五蕴, 讲是只讲一条, 色是是, 色法。 讲到心性, 讲四个, 受, 想, 行, 时, 这就是理说的多, 是说的少。 讲十二处, 十二处是讲六根, 六十。 六根, 眼, 耳, 鼻, 舌, 身, 这五个都是属于色法, 都是是, 讲得很详细, 六根里一根是心法, 也讲得很详细, 六十是心法。 这是两样都迷得深的, 所以两方面都要细说。 这是我们在这部经上, 看到佛讲经说法的方法, 他的的确却是因人而异。 什么样根性的人, 他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教导他, 这是经上常说的, 佛无有定法可说, 完全随着众生的根性。 但是他教导的方法, 归纳起来不外乎一个说理论, 一个说方法。 说理, 里面一定有修行方法, 说修行方法, 一定有理论的依据, 我们要懂得这个原则。 譬如, 金刚经, 讲理讲得多, 弥陀经, 讲得都是是。 实在讲, 这两部经要是讲解的话, 哪一种经好讲? 金刚经, 好讲。 为什么? 有理论, 大家听了都很欢喜, 觉得很有道理。 弥陀经, 难讲, 如果讲不出一番道理的话, 那是小说, 那是童话故事, 是很好听, 没人相信。 你才晓得, 那个经真难讲。 还有, 地藏菩萨本愿经, 难讲, 你要不说出一番大道理, 人家都当作神话故事看待。 一般讲经的人, 理论的经好讲, 是的经很难讲。 可是你要懂的, 是里面要讲理。 连池大师的, 弥陀经书抄, 偶艺大师的, 要解, 你一看到不能不佩服。 才晓得, 弥陀经, 上字字句句, 含有那么深的道理在。 这样讲法, 人家才心服口服, 才相信, 很不容易。 像理论上的这些经, 纵然不相信, 也不会有人反对, 他讲的是有道理。 但是里一定要说是, 说到是修, 我们学到这个理才有用处, 才不至于落空。 若不知如是领会, 其余佛法, 终在门外, 我们看到这一句, 想想现在这个社会上学佛的人很多, 真的都在门外。 不但在家同修很多在门外, 出家一辈子都在门外。 这个门里, 门外, 金刚经, 的门槛很高。 门里是什么? 门里是一针法界, 门外是十法界。 如果不能明星见性, 没入门, 也就是说, 金刚经, 很简单的标准, 四项, 四箭没有破, 都在门外。 我们想一想, 学佛以来, 见到那些出家的, 在家的, 几个人破了我职。 几个人破了我箭。 如果我像, 我箭没破, 用, 金刚经, 的标准来一衡量, 它在门外, 它不在门内, 这就很清楚了。 我们要想入门, 必定要破四项, 四箭。 破四项, 四箭, 要真正了解四项, 四箭是怎么一回事情, 把真相搞清楚, 真相搞清楚, 就破了。 实在讲, 哪有什么破不破? 你要有个破不破, 你就破不了, 你还在门外。 明白之后, 你的心恢复到清净, 清净心里面没有这些东西, 那就是门内。 你的心里还有一物, 就在门外, 那都不是真实的。 理性当于差别中见平等, 这是理, 理从哪里看? 从箱上看, 像是千差万别。 佛法里面讲开悟, 讲觉悟, 悟在什么地方悟。 在种种不同差别现象里面, 见到平等的理, 见到平等的事, 理平等, 事也平等, 这就开悟了。 理是自信, 在有情众生, 动物, 分上, 称作佛性, 一切众生皆有佛性, 在无情众生分上, 我们今天讲植物, 矿物, 无情分上叫作法性。 虽然说佛性跟法性, 但是要知道, 佛性跟法性是一个性, 所以, 华言经, 上说, 情与无情, 同源种制, 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性。 性是一个, 平等的, 差别相上见到性体, 是平等的。 为什么说在世上也是平等的? 世上平等, 有很多方面可以见到, 从业因果报刹那生灭, 平等的。 无论是什么样的差别相, 都是刹那亿万生灭的相续相, 这是从生灭线相上去看, 它是平等的。 从业果上看, 也是平等的, 就是现在讲的物理, 从物理上看是平等的。 现相再多, 我们用现代的话, 佛法里面讲围成, 都是围成组合的, 不管什么现相, 分析到最后, 基本的结构是相同的。 我们今天世间人迷惑颠倒, 一颗金刚钻宝石, 看得贵重得不得了, 地上砂石没人要, 在化学里面一分析, 基本的粒子完全相同, 只是它的排列组织结构不相同而已。 你从它基本组织的物质上来看, 是平等的。 只是排列的方程式不一样, 我们就被它迷了, 认为那是无价之宝。 其实真正明白人, 这么大的一个金刚钻, 跟底下一块石头, 我们看是平等的, 没有任何差别。 迷的人, 这个宝贵, 那个贱, 有贵贱, 觉悟的人, 是平等的。 所以从业果上来讲, 一切现相也是平等的。 然后你才晓得, 佛在经上讲的身佛平等, 众生跟佛平等。 众生的范围很大, 地狱也是众生, 畜生也是众生, 恶鬼也是众生, 跟佛在一起平等的, 无论在性上讲是平等, 香上讲也平等。 你才懂得平等的意思。 佛的香, 我们经上常念, 三十二香八十种好。 恶鬼, 地狱香跟佛香怎么能比? 那是组合排列上不一样, 但是从基本物质上完全相同。 佛的香也是围成组合的, 地狱, 恶鬼, 畜生的香, 还是围成组合的。 离了围成, 无有义法可得, 也没有一切现香可以成就的。 佛在此经告诉我们, 为成即非为成, 世明为成, 世界即非世界, 世明世界, 这是真平等。 从这个地方, 你才能体会, 金刚精, 的味道, 我们常讲法未无穷, 你才在里面真正得法喜充满。 修功当于平等中见差别, 修功是在世上。 世上, 尤其是见修, 这里面有差别的现象。 像菩萨, 初性位的菩萨, 二性位的菩萨, 五十一个阶级的差别。 就像我们在学校念书一样, 小学, 中学, 大学有差别,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有差别, 这个有差别现象。 差别现象是从平等里面现的差别。 差别是怎么来的? 是从迷雾当中来的。 迷得浅的人, 他的地位就高一点, 迷得深的人, 地位就低一点, 就如此而已。 功夫里面差别的现象, 大分是声闻, 圆觉, 菩萨, 细分, 声闻里面, 像小城阿罗汉有四果四项八个阶级, 菩萨有五十一个阶级。 平等里面见差别的现象。 我们在修学, 要把自己的境界一层一层向上提升, 但是一定要知道, 差别现象是建立在平等的体性当中。 西方极乐世界也是这个道理。 在过去, 有人说代业不能往生, 一定要消业才能往生。 听说还有很多人去查, 大藏经, 都没有查到代业往生四个字。 这个说法就是从美国家周出来的, 说的人现在已经不在了。 那个时候确确实实震动全世界, 许多念佛人听到这个说法都怀疑了。 那一年也是正好我到洛杉矩, 周宣德老居室, 也许我们这里有同修认识他, 跟他见过面的。 周老居室那个时候八十多岁, 将近九十岁。 他在洛杉矩的机场接我, 我们下飞机, 同坐一个车子到蒙特利市。 他在车上告诉我, 法师, 现在有人说代业不能往生, 那我这一身不救完了, 显出来很恐怖, 他说, 怎么办, 我就告诉他, 我很轻松, 我说, 如果代业不能往生, 就不要去了, 他听不懂我的意思。 他看着我, 他说, 这怎么回事情。 我说, 如果代业不能往生, 西方世界有多少人, 你晓不晓得。 他还是没听懂。 我跟你讲, 只有阿弥陀佛一个人, 你去干什么, 我这样详细跟他解释, 他意思还没听懂。 然后我就老实告诉他, 观世音菩萨, 大世智菩萨, 文书, 普贤, 这些是等觉菩萨, 等觉菩萨还有一品身香无名霉段, 你承不承认。 他说, 承认, 这是经上讲的。 我说, 那一品身香无名是不是代业, 他听到这里才懂得了, 他笑起来了。 等觉菩萨去往生, 还带一品身香无名, 谁说不代业。 然后我再问他, 我说, 经上没有说代业往生, 经上有没有讲四图三倍九品。 这个有, 这经上有。 如果要是不代业的话, 哪里来的四图三倍九品, 四图三倍九品怎么来的? 代业多少? 代的多的, 品位就低, 代的少的, 品位就高, 这么来的。 如果都不代业, 哪里来的四图三倍九品? 这讲不通, 那是平等的。 他这才恍然大悟。 我说, 安心老实念佛, 决定代业往生。 我到纽约遇到沈家真居士, 他也跟我提出这个问题, 也感觉到这个问题严重。 这叫执着在文字里面, 没有看到佛讲的这个事理的真相。 佛说法四十九年时间还是短, 言语文字上哪里讲的那么周到? 而且佛入灭之前, 交代后世的弟子, 四依法。 第一个就是, 依法不依人, 不能听人胡说八道。 第二个就解决这个问题, 依义不依语, 文字是语言的符号, 佛教给我们, 要依他所讲的道理, 依他的理论, 不要执着他的言语文字。 你为什么颠倒? 依语不依语, 你就搞错了。 佛没有错, 错在你自己, 这一定要懂的。 所以, 平等理里面要见差别相, 差别相里面要见平等理, 理事是一, 性相是一, 这才能真正弃入。 三, 佛之开示, 往往约一事以明理, 而其理时贯通于一切事。 若闻法者, 不知如是贯通, 是只见差别而不见平等, 岂能观其理而会于信乎。 佛之开示, 往往约一事以明理, 就一桩事情说出宇宙人生的真相。 而其理时贯通于一切事, 所谓是, 一精通一切精通。 什么道理? 就是因为他的理贯通一切理, 说老实话, 事也贯通一切事。 清凉大师在《华言经》上所讲的, 四无碍法界, 理事无碍, 事事无碍, 这才叫真的的大自在, 的大圆满。 哪里会有障碍? 所有一切障碍都是迷惑, 迷了才有障, 从迷惑里面生起分别, 执着, 障碍现前了。 离一切妄想, 分别, 执着, 哪有障碍? 事出世间法事义法, 哪里还会有世间法跟出世间法, 没有这个界限, 没有这个差别。 若闻法者, 不知如是贯通, 是只见差别而不见平等, 岂能观其理而会于信乎, 这就是做不到, 不能见信, 也不能真正明理。 同样一个道理, 只见平等不见差别也不行, 也有障碍。 此的讲的, 见差别而不见平等, 是六道凡夫。 见平等而不见差别, 是阿罗汉, 辟知佛, 他不起作用, 所以阿罗汉, 辟知佛不能见性, 偏在一边。 四, 本经说即非是明处甚多。 文者便当领会其中道理, 缘无二致。 即非, 约理体之性, 以明本空。 是明, 约愿身之相, 以明换有。 即非是明并说, 明信相不依不依。 法法皆然, 即无论合法, 皆应明了此理, 两边不着, 消归平等之性体事也。 本经说即非是明处甚多, 这个句子我们看到很多。 文者便当领会其中道理, 缘无二致, 佛在这部经上重负这么多遍, 这是他的教学方法。 一遍, 两遍, 我们很容易疏忽。 所以凡是极重要的开示, 佛一定是不断地重负, 加深我们的印象。 一部, 金刚经, 念下来, 想想经上讲的什么。 别的记不得, 即非是明, 这个记得, 便数太多了。 像我们读, 四十华言, 读善才童子五十三餐, 的确经文那么长, 一遍读下来之后也不能记得。 可是有三句话, 那印象一定很深。 善才参访善之事, 他开口所问的第一个话说, 我已经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为之如何修菩萨道, 学菩萨行, 这三句话印象很深刻, 为什么? 重负了六十多遍。 五十三餐每一位善之事, 他要说一遍, 其他的我不记得, 这三句话一定很熟, 能记得这三句话就不错了。 这三句话的意思, 已经发了菩提心, 就像这个经上讲的, 善男子, 善女人, 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心者, 善才童子第一句话就是这个, 我已经发了无上菩提心。 菩萨道士指的用心, 我发心之后, 我要用什么心生活? 用什么心工作? 用什么心处事待人接物? 道士讲心, 行事讲事? 我用什么心? 用什么态度? 用什么方法? 每遇一个善之事, 都是这样请教, 而那个善之事就在他本身日常生活当中的行持告诉他。 这五十三个人代表我们社会各行各业, 这就说明任何一个行业, 任何一种生活方式, 都是菩萨行, 都是菩萨道。 但是从五十三种不同的行业上来看, 这是差别。 从他的菩萨道, 菩萨行, 你就能见到平等。 所以, 金刚经, 上讲的这些理论, 方法, 全部都在, 华严经, 上表现无疑, 华严经, 上表演出来给我们看, 这是非常的难得。 在早年, 方东美先生告诉我, 佛教经典里面, 华严经, 最好。 他是一个哲学家, 他把佛经看作哲学。 特别是, 华严经, 他认为这一本书是全世界最好的哲学书, 他认为这是佛家的哲学概论, 全世界哲学之观。 这一本书里面有圆满的理论, 有精细的方法, 后面还带表演, 这是任何哲学书籍里面所找不到的。 他做出来给你看, 把这些理论方法, 就在日常生活当中做出来给你看。 他在晚年学校退休之后, 他还在学校里面开课, 担任课做教授, 专门讲大乘佛法, 讲, 华严经, 开, 华严哲学。 很可惜。 方先生还是执着哲学的观点来看, 华严经, 他讲的头头是道, 我们听他上课, 那不能不佩服。 许许多多的法师比不上他, 他非常用功。 重要的那些经文句子他都能背诵, 那么大的年岁, 我们实在不能不佩服。 因为把佛经看作哲学, 哲学所讲的是二法, 不是一法, 有能有所, 所以他老人家没有入境去, 非常可惜。 他走的时候是79岁, 实实在在讲, 如果他能再多活几年, 他的境界会变, 他真的很可能契入, 可惜正在这个时候, 他的寿命到了。 这个在佛法里面也叫业障, 这是魔障。 四种魔里面, 有死魔, 五音魔, 烦恼魔, 天魔, 死魔使他不能达到高层次的境界。 这一段是让我们从, 即非, 世明, 这个句子里面, 体会到佛说法的真实意, 这个真实意, 此的讲的, 缘无二致, 这一句就是, 维摩经, 上所讲的不二法门。 即非, 约理体之性, 以明本空, 经上凡是这个句子, 都是表这个意思。 世明, 约怨生之乡, 以明换有, 有, 决定是虚换的, 本经到最后的结论, 如梦换泡影, 这是说明它不是真实的, 不是真正存在的, 没有一样东西是真正存在的。 如漏, 如电, 是讲它刹那生灭时间的短暂, 用闪电来做比喻, 也正是佛在, 《冷言经》上所讲的, 当处出生, 随处灭境。 这两句话讲得好, 讲得非常透彻, 的确是一切现象的事实真相。 现在这个世间是乱世, 大家都没有安全感, 都有忧虑, 都有恐怖。 这个道理你真正通达明了, 所有一切恐怖都没有了, 你就真正得到安全感, 没有恐怖的事情。 为什么? 没有一样事情是真的, 都是梦幻泡影, 都是幻象。 在告诉诸位, 有情众生决定没有生老病死, 你怕什么死? 没有生老病死。 世界没有沉住坏空, 一切法不生不灭, 这是给你讲真话。 这一句话里面的关键是一切法不生, 本来不生, 既然不生, 哪有灭? 不生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 缘起的现象, 缘起性空, 缘起根本就是不生。 你要是真正明了, 真正肯定, 那在佛教就给你取个假名, 你叫无生忍菩萨。 无生忍菩萨也是有名无实, 无生忍者, 即非无生忍, 是名无生忍, 所以, 一切恐怖统统都熄灭了, 这是了解事实真相。 不了解事实真相, 他心不安, 了解了没事, 天下再乱也没事。 即非世明并说, 这世世尊在班若经上常常用这种方法。 明信相不依不依, 不依不依, 是班若经的精华, 是世尊二十二年讲班若的中心。 信相不依不依, 说不依是从现相上讲的, 从相上讲的, 相不一样, 相不一样, 不依。 不依, 不依是没有两样, 是从性体上讲的。 像这个句子里, 所说的即非, 所说的是名, 是名就是不依, 即非就是不依。 佛以种种方式来说, 希望我们体会这里面的意思。 法法皆然, 世间法, 出世间法, 没有一法式例外的。 诸位读了, 金刚经, 能够把这四个字记住, 就能提起观照的功夫。 在起心动念之处, 你想到佛在经上讲的即非是名, 你把这个句子念一遍, 你的心就平了, 你就觉悟了, 就不再迷惑颠倒, 你了解即非是名里面的意思。 包含一切法, 即无论何法, 小事情穿衣吃饭, 日常工作, 处事待人接物。 皆应名了此理, 两边不着, 修行用功在哪里用功? 大家都以为, 我要在念佛堂里用功, 在禅堂里用功, 大众共修用功, 早晚功课用功, 全是假的没有用处。 所以你修行这么多年来, 一点效果都没有。 会用功的人在哪里用功? 在穿衣吃饭上用功, 在日常点点滴滴琐碎事情上用功, 在处事待人接物上用功, 那叫真会用功。 在起心动念处用功, 起心动念是什么? 是四件, 穿衣吃饭, 带人接物是四项。 我乡者, 即非我乡, 是名我乡, 人乡者, 即非人乡, 是名人乡, 你在这上用功, 这教给我们关照的方法。 让我们在生活里面, 工作里面, 念念不迷。 六祖大师在, 谈经, 里面所说的, 念念不迷惑, 念念使正觉, 这叫修行。 把从前一些老的习惯, 老的习气, 所有一切错误把它修正过来, 这叫修行, 这是真正会用功。 转变我们的生活, 把苦难的生活转变成佛菩萨智慧的生活。 把种种障碍的生活, 转变成理事无碍, 事事无碍的生活。 转变凡夫的生活, 成为佛菩萨的生活。 就在日常生活当中, 你要会转变。 金刚般若的理论方法帮助我们转变, 真的是超凡入圣, 就在一念之间。 这里要紧的一句是, 两边不着, 这一句非常重要。 两边不着就是消归自信, 也就是禅家讲的明星见性。 心性在哪里? 无有意法不适的, 法法都明星见性。 在吃饭里面明星见性, 在穿衣里面明星见性, 一切时, 一切处, 一切事, 无有意法不见性, 这叫真的明星见性。 五, 修行功夫, 可概括为观门, 理观, 行门, 事修。 细说则法门无量是愿学也。 大乘佛法讲道修学的纲领, 多半都讲观行, 观行就是此的讲的, 观门, 与, 行门。 观门是理, 通达道理, 行门是事相, 就是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这些事项。 修学, 观根行是一不是二, 理根是事一不是二。 理事如果脱节变成两桩事情, 你的修行功夫决定不得力。 无论你怎样精进修, 都没有用处, 也就是说, 你转不了境界。 不能转境界, 就是功夫不得力。 所以一定要晓得, 观行是一不是二, 就是前面所讲的, 是里面有理, 理里面有事。 在种种不同事相当中, 你见平等之理, 你见不生灭之理。 在理论当中, 你又能够见到种种差别的事相, 知道这些差别事相怎么来的, 怎么演变出来的。 最后这些事相归宿到什么地方,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这样的生活就是佛菩萨的生活, 所谓是觉者的生活。 六, 理观, 依佛说可以贯通一切之理性, 加以身切体认, 严密绝照。 用之于行门。 理观, 必应兼事修。 行事修, 必应兼理观。 缺其一, 便不足以研修工义。 理观, 依佛说可以贯通一切之理性, 加以身切体认, 严密绝照。 用之于行门。 这里面有两句话很重要, 第一个是, 身切体认, 也就是说, 佛所讲的这些道理真正明了, 真正通达了。 特别是, 金刚经, 里面所说的, 金刚经, 所讲的可以说是佛四十九年所说一切法的中心, 精华, 这是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说一切经法的大根大本。 金刚经, 的道理能通一切法, 所以六祖大师在, 金刚经, 上开悟, 一切大成经教他都通达了, 是有道理的。 他通一切法, 既然通一切佛法, 当然也通一切世间法, 事出世间法都通达。 古时候听经开悟, 真的是上上根人。 一遍听了他就觉悟了, 就是此的讲的, 深切体认。 中下根人只可以说是杰各法缘, 曾经听过一遍经, 听了之后都忘掉了, 也不晓得讲些什么, 阿赖耶石里面落下一个种子而已, 这一生当中不得受用。 可是现代人有福, 现代中下根人, 可以跟过去上上根人平等。 怎么会平等? 现在可以重负反复去听。 古时候听法师讲经听一遍, 不会给你讲第二遍。 现在有录音带, 一遍听不懂, 听十遍, 十遍听不懂, 听一百遍, 一百遍听不懂, 听三百遍, 五百遍, 就听懂了, 就赶上那个上上根人, 甚至于超过上上根人。 现代人有福报, 借重科学的工具, 只要你有耐心, 你真的肯干。 过去学讲经, 说老实话, 你听老师讲经, 从前叫讲经都是副讲, 讲小作。 头一天听老师讲经, 第二天你上台赴讲, 你要没有能力, 就没法自学。 只听一遍, 你要有那个记忆力。 老师讲一个小时, 你有能力赴讲五十分钟才算及格, 你可以学讲经。 古时候, 讲经的法师是这样培养出来的。 听众当中有这个能力的, 老和尚把他挑选出来, 让他第二天赴讲, 这样训练出来的, 有这种能力的人不多。 过去李老师在台中办大专佛学讲座, 前面十一届我都参加, 我跟他们同学们混在一起, 看看他们的能力怎么样, 结果非常失望。 李老师那个时候讲, 佛学盖要十四讲, 老师讲一个小时, 下课之后, 我就请这些同学们集合在一起, 你们来赴讲, 拿到老师的讲稿来赴讲。 听了一个小时, 照这个大纲来赴讲, 表姐的稿子, 他们的能力几乎百分之九十只讲五分钟就完了。 讲到最好的, 大概七、八分钟, 我那个时候一看到这个样子, 摇头。 古人常讲后生可畏, 看这样子并不可畏, 才晓得这个难处。 从前的标准是要讲到百分之八十, 你才有资格被选出来学讲经。 现在录音带帮大忙了, 可以反复地听。 听到录音带上讲一个小时, 你也能讲一个小时, 起步就成功了吗? 要听多少遍? 总得听几十遍, 百遍以上。 洛杉矶照立本居士, 他就专门听六祖弹经, 跟金刚经, 就专门听这两样东西。 他告诉我, 他说, 法师, 我只学这两样, 这两样我很有兴趣。 我老实念佛求生净土, 可不可以? 我说可以。 他告诉我, 他听了二十六遍。 我就劝他, 你继续听, 听满一百遍, 你就会讲了。 他现在果然会讲了, 到处讲, 讲得很不错。 你能够把一部经从头到尾反复听一百遍, 行。 所以现代中下根人可以跟过去上上根人相比, 道理在此地。 只要你肯下功夫, 只要你不怕困难, 你一遍一遍地听, 一遍一遍地学习, 这就能成功。 讲经确确实实不是一生的事情, 生生世世的善根, 绝不是一生能够成功的。 今天用录音带这个工具, 一生当中可以成功, 这是很难得的, 我们要会运用它。 我在台中跟李老师学经, 我有能力, 我听老师讲一个小时, 第二天我把老师东西重负讲一遍, 我至少可以有把握, 讲到他百分之九十五, 我有这个能力。 我听一遍, 都能够记得, 而且我听很专心, 他这些理论东西, 我都能听懂。 但是没有这样的能力, 你就没有办法。 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录音带, 没有这个工具, 所以学东西学得很苦。 有这个能力的人, 就太少太少了。 所以说博文强技, 要有这个能力。 这是深切体认, 非常非常重要。 真正通达明了, 还要会用, 你要不会用, 那也枉然。 严密绝招, 就是用, 要把这些理论, 方法运用在生活上, 这才能转境界, 改变我们的生活。 生活改变了, 当然第一个是你的想法, 看法改变了, 思想改变了, 你的做法也改变了。 譬如布施, 没有明白这些道理, 我们对于布施很难, 总觉得这个钱是很辛苦赚来的, 很不容易。 尤其我们那个时候是公务员, 一个月薪水很微薄, 在台湾早期待遇很薄。 说到财不失, 没有人愿意去做。 可是这个道理明白之后, 不但可以做, 很欢喜去做。 思想观念改变了, 做法就不一样。 境界转, 连带的身体体质也转了, 体质上转变的, 是一般世间人所祈求的健康长寿。 如果你不能够转过来, 你的一生是命运在安排。 命运从哪里来的? 了凡四讯, 里面讲得很清楚。 我是前些年, 也就在此的, 在迪安娜学院讲, 了凡四讯, 有二十五个录音带, 讲本文是十五个带子, 前面五个带子是讲印光大师的续文。 有一些同修, 从这个带子把它整理出来, 印成一本书, 这是我删定过的。 这里面讲得很清楚, 很明白。 人只要有我, 有我直, 有我有人, 有是非人我, 这个人就有命运, 他就受命运的支配, 就受命运的主宰。 如果哪一天是无我像, 无人像, 无众生像, 你就超过命运, 命运跟你不相干。 命运不相干, 再告诉你, 风水也不相干。 你有命运, 就有风水。 风水是什么? 受外面环境的影响, 那叫风水。 这些都是事实, 但是你不要被人骗了, 现在骗人的事情很多。 风水跟每一个人根性, 命运不相同。 这个地方, 我住在这里好, 你住在这里未必好。 风水并不是, 这好风水, 每个人住都好, 不一样, 要跟你的命运相配合。 所以看风水才有, 福人居福地, 福地福人居, 就这个道理。 你没有福报, 什么福地你住在那里, 麻烦就来了, 一大堆的麻烦。 什么原因? 那是福地, 你没有福, 你的福跟那个的要能够相应, 那才住得好。 好风水对那个人好, 对我未必好, 对我好, 对他未必好, 一定要懂得这个道理。 所以与自己的命运要能够相应, 要能配合, 这是世间义。 学佛的人要超越, 这是佛法殊胜之处。 如果学佛的人还堕落在命运里面, 还被环境所转, 这个佛学的就很冤枉, 一丝毫的功德利益都没有得到, 那真的叫白学, 冤枉学了。 学佛最殊胜的利益, 也就是最低限度的利益, 这不能说最殊胜, 最起码的利益, 改造命运, 改造体质, 身体健康长寿, 荣光焕发, 这是最起码的好处。 这一点好处没有得到的话, 你佛不叫白学了。 大的好处, 经上给我们讲的, 都是真的事实, 我们这一生可以做得到, 了生死, 出三界。 这一生当中, 从凡夫转变成佛菩萨, 超越十法界的佛菩萨, 这是最殊胜的利益, 真实的好处。 我们人人都做得到, 要紧的是要深切体认这个经典讲的道理, 要能把理论, 方法应用在自己生活上, 那你就成功了。 所以, 用在行门。 理观, 必应兼事修, 有理论一定要把它用在生活上, 这个事修就是生活。 学了佛法这些道理, 与自己的生活要是脱节, 不相干, 这是一点用都没有。 所以我常常讲, 佛法是非常现实的, 绝不是玄坛, 绝不是空洞的, 字字句句在生活上统统用得上, 没有一样用不上, 跟我们世间学校所学的东西的确不一样。 学校学的东西, 好多都是没用的东西。 离开学校, 有什么用? 我在学校念书, 我念中学, 年岁虽然不大, 我就明了这个道理。 所以我的老师对我的看法也很特别, 我在学校是很有名的不用工的, 我考试只要六十分, 家里要我年年升级, 六十分就可以升级, 就行了。 不念书。 老师问, 你可以念书, 为什么不念书? 我说, 书念了没用处。 他想想也真有道理。 我说, 我离开学校, 到社会上工作, 这些东西都没有用, 我为什么花那么多时间在这上面。 可是我喜欢念书, 我到图书馆念书, 我念的东西比我的同学多得太多了。 我要念我用得上的东西, 用不上的东西我不念, 所以学校功课敷衍敷衍就算了。 我有能力学敷衍, 我的记忆力很好。 平常不念书, 考试之前十分钟, 书翻一翻, 保证及格, 这就行了。 你说这个书还要念他干什么? 这不需要念了。 我的老师对我都了解, 你要做数学, 数学有练习本, 我数学练习本不教的, 我跟老师商量好了, 同学们做不出的习题, 我到黑板上做给你看, 我会做, 何必要浪费我的时间。 所以我在学校里念自己喜欢念的书, 念自己觉得有用的书, 没有用的, 不喜欢的, 一概都不念。 这是理根式一定要相应。 缺其一, 便不足以研修工艺, 你修行的功夫就没有了。 所以, 理根式一定要相应。 今天我们就讲到此地。 经纲班若研习报告第110卷新加坡佛教居士林荡明, 9年2月3年11月0。 请先开经本257面。 七, 事修, 如不诗, 持戒, 乃至看经, 念佛, 亦举手, 亦低头, 无论大小经粗, 凡见之余动作行为者皆是。 修法需旧事论事。 事有千差万别, 修法义因之而有万千差别。 如各道场礼拜, 唱念等法则, 岂能一律耶。 这是讲修行功夫, 不外乎关门与行门。 前面已经将理官介绍过了, 这一段讲世修, 也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应该要怎样去做。 此的只能举几个例子, 我们应当晓得在这个例子里面, 所谓举一反三, 文艺之实。 将所举的例子这个原则, 能够应用在生活上, 点点滴滴之处, 才能有受用。 如布施, 布施包括了整个佛法, 这个我们在本经里面讲的很多。 而一般人看布施, 只知道在佛门道场里面捐一点钱这就算布施, 这个范围非常的狭小, 没有能尽布施的真正的意思。 佛在经典里面告诉我们的, 佛所说无量无边的法门, 归纳起来不外乎六度。 这就说明六度是无量法门的总纲领, 不是就六庄事情。 每一条开出来, 都是无量无边的。 而六度还可以归纳, 归纳到最后就是一个, 布施。 布施包括三个科目, 才布施, 法布施, 无谓布施。 持戒, 忍辱是属于无谓布施, 精进, 禅定, 般若是属于法布施。 可见得说一个布施, 都包括静了, 这是我们必须要明了的。 这三大类的布施, 哪一个人没做? 实在讲他自己天天在做, 他不知道。 为什么不知道? 他没有理官, 所以布施修得不圆满, 修的问题很多。 以财布施来说, 财有内财与外财, 内财是我们的智慧, 我们的劳力, 我们的才艺, 这是属于自己本身具足的, 外财是指身外之物。 譬如一个家庭主妇, 我们举这一个例外子来说, 你从早晨起来到晚上睡觉, 你忙忙碌碌的, 也操心, 也劳力, 把这个家庭整理好, 饮食起居照顾一家人, 你这是属于财布施, 虽然你没有去花钱, 教内财布施。 你布施一家人, 一家人接受你的布施, 你怎么说没修布施? 这个影响非常之大, 这影响里面就有法布施, 佛在经上告诉我们, 佛弟子, 佛的学生, 本身要做一切众生的好榜样。 金刚经, 一开端, 释迦牧尼佛就给我们做示范。 金刚经, 的发起, 跟一般经典的发起不一样。 无量寿经, 的发起是世尊, 释放光线锐, 有种种锐香, 阿南看到非常的惊讶。 而, 金刚经, 的发起是在日常生活。 佛常年的生活方式, 是树下医塑, 日中一时。 每天要到都市, 村庄里去托波, 那是他的日常生活。 所以一开端, 这一, 持波。 我们一般人在这个经文里面看不出门道, 虚菩提尊者看出来了。 看出什么? 佛的一举一动, 一切言行, 都是一切众生最好的榜样, 尊者看到这个。 做一切众生的榜样是法布施, 做出来给人看, 让大家跟着佛学习, 佛怎么存心, 怎样对人, 对事, 对物, 我们学佛要在这个地方学。 佛穿衣, 穿得整整齐齐, 干干净净, 做个穿衣的样子。 佛吃饭, 这是去托波。 托来的食物不是一面走一面吃, 那个就很难看了。 这一拨饭托来之后, 还要回到讲堂, 惊舍大家在一起吃。 施主供养什么吃什么, 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这是做样子给大家看。 众生穿衣服也挑剔, 吃东西也挑剔, 期望想, 分别, 执着, 佛没有。 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切随缘, 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做出一个好样子给我们看。 我们生活在现代的社会, 现代社会跟过去完全不一样, 真正是180度的大转变。 如果用从前的思想、观念, 跟现在人不能相处, 那是那个世纪的人不是现代人。 现代人对人对事对物的想法、看法, 我们要清楚, 要明白。 佛法在今天这个时代, 要度现代人不是度过去人, 不能把现代人看作过去人来度, 那个佛法就行不通。 这些事情, 我们自己修学, 帮助别人, 这是大前提, 一定要认识清楚。 我们在讲习当中常常说, 佛法在世间, 要注重本土化与现代化。 刚才我来的时候, 同修问我, 法师, 你奖金没有穿袍搭衣? 对, 这是在美国, 在此地。 我在新加坡奖金要穿袍搭衣。 为什么? 他们那是另一个世纪的人, 我在那个地方要过他们那个世纪的生活方式。 这个地方跟那个地方人不一样, 到这个地方, 我们要过美国人的方式, 这哪有定法? 没有定法。 所以, 做出样子给现代人做榜样。 你的家庭很整齐, 很清洁, 佛法讲很庄严。 一家人和睦, 欢喜, 你的邻居, 亲戚, 朋友看到就很羡慕。 你为什么这样幸福? 我一家人学佛。 自己一个人学佛, 带给一家人的幸福, 一家人学佛, 就带给这一个地区的幸福, 一个地区人学佛, 就带给这一个国家的幸福。 这里面, 财, 法, 无畏三种不失都圆满了。 很可惜的, 现在口头上说学佛的人很多, 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在学佛。 每天念念经, 念念佛号, 这不算学佛。 佛的存心, 佛的为人都没有学会, 这怎么能算学佛? 佛的心是清净心, 平等心, 觉心, 无量寿经, 上讲的, 清净, 平等, 觉, 我们有没有学? 我们心清不清净。 心里面还有贪甜吃慢就不清净, 必须把贪甜吃慢淘汰净, 这叫学佛。 心里面还有是非人我, 不平等, 金刚经, 上讲的四项, 四见, 你没有能把它放下, 这哪里叫学佛? 依旧是迷而不绝。 所以我们拿这个标准来观察, 我们没学佛。 表面上虽然讲归一多少年了, 依旧在门外没有进门, 这是我们必须要减点, 要反省的。 不失, 是什么? 不失是放下。 我们哪一点放下了? 哪一桩事情放下了? 放下不是什么事都不做, 放下之后, 我们生活工作更积极, 做得更圆满。 放下是放下妄想, 分别, 执着。 然后所做的, 不但是你在工作上所做的, 自己日常生活就像是尊所示现的, 我们为谁穿衣, 为谁吃饭, 为谁生活在这个世间。 为序佛慧命, 为弘法立身。 弘法立身, 不是说讲经说法是弘法立身, 不是的, 你在社会上做一个好样子就是弘法立身。 你做一个好人, 让别人看到, 效法你, 学习你, 你就是弘法立身, 不必说一句话。 你这一个家庭整整齐齐, 是给一切家庭做榜样, 你这不是弘法立身是什么。 无论你从事哪一个行业, 你经商开个店, 你是所有开店的榜样。 无论是哪一行, 无论是哪一种职业, 都是世间的好样子, 好榜样, 这就是弘法立身。 弘法立身是广义的, 不局限在讲经说法, 这都在布施里面。 持戒, 持戒也是广义的, 意思就是守法。 无论做什么事情, 都要按照规矩去做, 持戒就是守规矩, 守法, 有条不紊。 不局限在佛所讲的戒条, 那个戒条只讲几个原则而已。 佛说不杀身, 他的意思是不脑害一切众生, 他的范围多广。 字字句句都含无量意。 下面举几个例子, 乃至看经。 看经有看经的方法, 有看经的规矩, 方法很多, 规矩就不一样了。 有人仔细看, 有人只观大意, 那就不一样了。 念佛, 也有许许多多的方法, 佛在经上告诉我们, 大的分别, 像, 观经, 上所说的, 观想念佛, 观像念佛, 持明念佛, 时相念佛, 这是大的差别。 每一个小象又有许许多多的差别, 那怎么会一样? 都要如法, 要懂的方法, 要懂的规矩, 我们才能够收到念佛的效果, 念佛的利益。 读经, 一般讲有三个目标, 第一个目标是修订, 这是我常常劝出学佛的同修, 把, 无量寿经, 念三千遍, 从这里下手。 目的在哪里? 修订, 所以不是求解, 是教你天天念, 你要懂的目标在哪里。 所以读经不求解义, 只是经本打开, 从头到尾好好的念就是了, 不要念错, 不要念颠倒, 不要念漏掉, 目的刚才讲了时修订。 修订是什么意思? 把妄想打掉。 不念经的时候, 坐在那里胡思乱想, 妄想多, 读经, 妄想就没有了。 所以这个目的是在断烦恼, 这是第一种读经的方法。 第二种是求解, 也就是目标在领悟佛在经典所说的理论与境界, 那又不一样了。 古人所讲的, 随文入观, 这是求解。 可是求解不能落在意识里面, 这是很难的事情。 落在意识里面你就胡思乱想了, 一面读经, 一面打妄想, 那怎么能解如来真实义? 前面讲的理观, 那个没有落在意识里面, 那能够开悟, 这又是一种读法, 读法不一样。 第三种是印证。 你已经证到一个境界了, 但是这个境界却不确实, 正不正确, 要拿佛经来做印证。 我所证的的, 跟佛在经上讲的一样不一样。 如果跟佛在经上讲的一样, 那就正确, 就对了, 就没有错误, 所以经典是我们修行正果的证明。 同样是读经, 目的不相同, 方法就不一样。 一举手, 一低头, 这就是讲的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 一般人把这个看作小事, 视为不足道, 佛教学生这是大事, 这不是小事。 无论大小精粗, 凡见之余动作行为者皆是, 这个范围就广了。 动作, 一举手, 一低头这是深的动作, 包括口的言语, 意的念头, 这都是行为。 行事行动, 为事作为。 思想, 见解就是一业的行为。 三业行为里面最容易犯过失的是口业, 无量受经, 佛对我们的教诫, 三业里面把口业摆在第一, 善护口业, 不羁他过, 这是因为口业最容易犯。 一般修行人也很用功, 也很勤奋, 我们常讲八分精进, 努力不懈, 但是他的功德没有办法保持, 没有办法累积。 经上讲几功累得, 你的功德没有办法累积, 佛讲你一面修一面漏掉了。 有漏, 从哪里漏掉? 大概百分之八十从口业上漏掉。 这个漏掉你自己不知道, 为什么? 讲话太随便了, 不知不觉当中把话说错了。 古人说得好, 所谓, 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 言语的造作, 往往跟一切众生结了很深的冤结, 生生世世都不能够化解, 你说这个麻烦不麻烦。 所以这三页, 佛把口页说在第一个很有道理。 真正修道人, 六祖会能大师讲得好, 不见世间果。 他为什么见不到? 他自己要用功找自己的过失, 改自己的毛病。 他说, 我找自己过失, 改自己毛病, 我这个功夫都不够了, 我哪有时间去看别人的过失。 所以他眼睛里看到别人都是圣人, 都是闲人, 都是佛菩萨。 凡夫自己一个是凡夫, 没有看到别人过失。 难道他对于世间这些人, 做善, 做恶完全不知道吗? 那不变成白痴了吗? 他知道, 他清楚, 他的眼目当中, 做善, 做福的人都是佛菩萨。 做善的事事现一个好样子, 叫我学习他, 做恶的, 是佛菩萨事现一个反面的榜样, 警告我不可以学他。 所以善人, 恶人, 好事, 坏事, 统统是佛菩萨事现来叫化我一个人的, 所以他成佛了, 他成菩萨了。 华言经, 善才童子五十三餐, 就是这个意思。 佛以善才作为大臣修学的典型, 榜样, 大臣修行的人只有一个, 没有同学。 如果有一个同学, 你跟我差不多, 恭敬心生不起来。 所以菩萨道上只有一个人, 除自己一个人之外, 统统是诸佛, 统统是菩萨。 无论是善恶, 他是表演的, 他是大慈大悲来度我的。 人家用的是什么心? 我们今天用什么心? 我们今天是这个世界为我独尊, 别人都不如我, 我自己一生想想没有毛病, 看到人家是毛病百出。 这个修法, 要到哪一节你才能成就? 佛在经上所讲的这些道理, 所讲的这些义趣, 你一点也没有体会到, 精白念了。 我们明白这个道理, 晓得这个事实, 你就晓得应该怎么修法, 也就是说, 怎样学菩萨, 怎么学佛。 特别是, 华严经, 的五十三餐, 那是做出榜样给我们看, 那里面男女老少, 各行各业。 看看人家的用心, 人家的处事带人皆悟。 佛实在讲, 慈悲到了极处, 经上讲的理论, 讲的太多太多了。 一部, 华严经, 我们展开来, 差不多百分之七十讲理论, 讲修行只有一品经, 离世兼品, 在, 华严经, 礼物卷。 入法戒品, 是做出样子来给我们看, 这是慈悲到了极处, 讲理论, 讲方法, 怕理论跟方法你不会用, 在生活上怎样去运用。 怎么个学法, 后面表演给你看, 做出一个样子给你, 这真是慈悲到了极处。 所以日常生活当中, 起心动念, 动作行为统统都是, 修法虚就事论事, 事有千差万别, 就在日常生活当中, 点点滴滴琐碎的小事, 要如法, 要如理。 理是什么? 清静, 清静平等觉是理。 清静平等觉, 我们说了三桩事情, 诸位要知道, 三桩事情是一桩事情, 一桩事情从三个角度来看。 从不染, 说他做清静, 从不迷, 说他使正觉, 从离一切分别, 说他做平等, 这是属于理观。 理在哪里? 在世上。 再小的事情都具足清静平等觉。 小到什么程度? 一举手, 一低头, 举出这个例子, 这里面都是圆满的清静平等觉。 所以这是过得佛菩萨的生活, 过得是佛菩萨的日子。 超凡入圣, 在哪里? 就在日常生活当中。 所以是跟理要能够圆融, 理即是是, 是即是理, 理是是亦不是而。 本经前面才念过, 诸法亦如, 不依旧不如, 依旧如了。 事出世间一切法, 皆是亦如。 事相上千千万万的差别, 差别里面要见平等, 差别里面要见一如, 这是真正修行, 真正会用功。 所以在乡上有差别, 理上没有差别, 事上有差别, 理上没有差别。 后面又举了一个佛门里面的例子, 如各道场礼拜, 拜佛。 这是我们学佛的人在日常生活当中天天要做的, 早晚课诵总要拜佛。 每一个道场规矩不一样, 宜规不一样。 虽然大同, 同里面有小异, 有不同。 畅念也是如此, 每个道场念诵都不一样, 岂能疑虑耶。 这是讲的事, 千差万别事里面举出一个例子来说, 这是不能不知道的。 决定不可以到别人道场, 人家这个道场仪归, 跟我们自己道场不一样, 执着我的是对的, 你们怎么都错了。 如果生这种心, 说这些话, 实在讲是自己错了, 他没有错, 我们错了。 我们入别人道场, 要随他的缘, 要守他的规矩。 如果连这个道理不懂, 譬如我们从台湾来, 美国有很多法律跟台湾不一样, 美国你统统错了, 这个法律也错了, 那个也错了, 那行吗? 他没有错, 我们错了。 我们到此的来, 就要把台湾那个法律舍掉, 要守人家的法律, 这就对了。 每一个国家地区法律规矩都不一样, 到哪个地方, 要守哪个地方的法律, 守哪个地方的规矩, 这就对了。 同样一个地方, 30年前的法律, 跟30年后今天的法律也不一样, 我们要守现代的法律, 不能守30年前的法律, 那个法律人家已经作废了。 这就说明是有千差万别, 你要懂的。 理没有差别, 理是什么? 理都是清静平等觉, 换句话说, 理一定是离开一切妄想, 分别, 执着。 是随缘随顺, 普贤行愿品, 里面讲, 横顺众生, 随喜功德, 世上要这样做法。 他随喜当中能成就功德, 功德是从理上讲的, 理是不二, 理是易如, 那就是真实的功德。 这一段我们不能细讲, 细讲两个小时讲不完。 诸位要细心去体会, 要往深处去观, 广处去观, 然后你才晓得, 这个世间因因果果太可怕了。 机功内德往往是多少事的累积, 如果自己稍稍迷惑, 迷惑怎么样? 他就享福。 诸位要知道, 这个世间的宏福, 五欲六成, 明文立养这种享受, 迷的人才干, 觉悟的人不享受。 迷了才会享受, 一念不觉起了魔名, 他就来享受五欲六成之乐。 为什么说觉悟的人不享受, 迷的人享受? 觉悟的人他知道, 想这种福是多少深, 多少是累劫的福报, 马上就想完了。 想福没有不造作罪业, 罪业会让你堕在恶道里面, 不晓得要多少劫你才能出来, 你说多可怕。 这个势力, 大家要是一下子体会不过来, 我们举个浅显的比喻给你说。 譬如我们累积财富, 储蓄金钱, 辛辛苦苦的一身勤劳攒积存了不少钱, 在平常生活真是省吃俭用, 循规蹈矩。 这个钱财一多了, 哪一天迷了, 再有几个恶友来牵引着你, 带着你去玩, 吃喝嫖赌, 几天就花光了, 多少年辛苦的累积几天就花光了。 花完了之后, 这里面必定造罪业, 后面就堕落, 就吃苦头了, 就这个意思一样。 佛的福报太大了, 无量劫的累积, 哪一尊佛菩萨是现在我们这个世间享福的? 没有一个。 释迦牟尼佛无量劫的修持, 机功累得, 他是现他没有享福。 我们看看历代初家修行的, 在家修行的, 在家修行这些大富大贵的人, 他也不享福, 他的生活还是非常节俭, 他的福报跟一切众生共享, 这是学佛的人, 在我们中国历史上, 诸位就看到很多很多。 为什么? 他不迷。 出家人看静带的印光大师, 虚云老和尚, 这是禅宗的。 他们的信徒多, 皈依弟子当中, 大富大贵之人不晓得有多少。 那个供养, 收入, 绝对不是一般世间人能够跟他相比的。 可是他自己还是吃粗茶淡饭, 没有改善伙食。 到寺庙里大众吃什么, 他就跟着吃什么, 没有开小火。 穿的衣服, 一件衣服穿几十年, 没有说做几件新衣服来穿, 没有。 所有一切供养都去做弘法力生的事业。 虚云老和尚一身建道场, 旧的寺庙年久失修, 他遇到了, 帮他修补。 修建好了, 请一个出家人去管理, 去住持, 他老人家离开了, 以后再也不过问。 没有说是他自己的道场, 没有。 虚云老和尚一身建道场, 修道场, 自己没有一个道场。 为佛法, 为众生, 没有为自己。 印光大师一身也没有道场, 住的是别人的道场, 所有一切供养都印诵经书, 这是在近代他老人家提倡的, 完全拿这个财力做法不失。 他在苏州报国寺创建一个红画社, 就是佛经流通处, 印经流通全国, 全世界。 没有改善自己的生活, 这是给我们做样子, 不失, 持戒, 守法, 守规矩, 守本分。 我们读经, 我们看到前人的样子, 这是真正学佛的人, 出家, 在家的榜样。 在家居士, 金刚经讲义, 的著作人将为农居士, 在家学佛的。 我们自己亲眼见到的台中李炳南老居士, 台北念佛团创办人李济华居士, 这是我们见到的, 却确实实他们是依教奉行。 佛在经上怎么教, 他就怎么做, 做出样子来给我们看。 不但活的时候做各样子给我们看, 往生也做各样子给我们看。 李济华老居士往生, 我们在讲习里面不止报告一遍。 往生的那一天, 现在在旧金山的干老居士在场, 亲眼看到的。 他欲知实质, 我听人家讲, 他两个月之前就晓得了。 所以星期假日去看看这些老朋友, 见最后一次面。 他没有说, 他不说出来。 看看, 问候问候, 见最后一次面。 走的当天, 还跟大家讲一个半小时的经。 言辞恳切, 劝导大众, 讲完之后跟大家告假, 说我要回家去了。 听者不晓得他话的意思, 以为他年岁大了, 八十多岁了, 讲了一个半钟点累了, 以为他要回家休息了。 哪里晓得, 下了讲台, 讲堂隔壁是一个客厅, 在客厅沙发上一座就往生了。 没有生病, 讲经的时候声音洪亮。 下台, 不到十五分钟就走了。 都是做出样子给我们看, 这个不是假的, 希望我们见到这个样子要觉悟。 人生一场空, 这是, 金刚经, 上讲的道理, 三星不可得, 诸法空向, 能所皆空, 唯有业果不空, 这个业果就是因果。 八, 理通于事, 故修理观时, 不但要依理性, 观其平等之理。 且要依所修之事类, 观其差别之理。 若但观平等, 不知差别。 或但观差别, 不知平等。 则亦等于盲修也。 理通于事, 故修理观时, 不但要依理性, 观其平等之理。 且要依所修之事类, 观其差别之理。 平等的理, 我们常说的原理, 这是总相, 是一个理。 可是一切是相, 它也有理, 就是差别之理。 差别之理, 一定通原理, 从原理上升的, 我们都要明了, 也就是这些差别现象, 现象怎么产生的, 怎么发生的, 怎样演变的, 这是事之理, 差别事之理。 为什么会有这些现象, 为什么会有这些演变, 为什么会有种种不同的结果? 可是诸位要晓得, 果不定果, 这个果又变成底下一个因, 因变成果, 果又变成因, 因果循环, 所以因不定因, 果不定果。 因会变成果, 果会变成因, 这个因果没完没了。 你要是迷在里面, 那就苦了, 那太苦太苦了, 要从这里面觉悟, 觉悟之后才解脱。 解脱有没有离开事理因果? 没有, 没有怎么解脱。 古德讲, 不媚因果, 那就解脱了。 世间人媚因果, 媚是什么? 迷在里面, 迷之因果, 那个太苦了, 那里面造业, 没完没了, 而且一事比一事严重。 我们常讲渊渊相报, 这个怎么得了? 觉悟的人明白了, 受报的时候没有丝毫怨言, 清楚。 前面做这个因, 现在应该的这个果, 欢欢喜喜受报, 不怨天不由人, 报完就没有了, 到这里为止, 这是觉悟的人。 迷的人, 他不甘心, 他不愿意接受, 在自己没有力量抗衡的时候, 底下就结的冤仇, 冤仇又变成底下一个果, 果报的因, 也因果报没完没了。 觉悟的人, 到这里就了, 已。 无论果报是善恶, 他都不在意, 不再放在心上, 一切就到此为止。 所以这个叫解脱, 解释对于妄想, 分别, 执着, 脱释对于果报, 这个果报没有了。 若但观平等, 不知差别, 或但观差别, 不知平等, 则一等于盲修也。 这是古人常讲的盲修瞎恋。 有理官没有是修, 是盲修, 有是修不懂理官, 也是盲修。 我们想到清梁大师的两句话, 就懂得了。 清梁大师说, 有解无行, 解释理官, 没有是修, 增长邪见, 有行无解, 增长无明, 这两者都是盲修瞎恋。 所以佛法讲求的是解行并进, 解与行一定是相辅相成。 理事, 性相两边都顾道, 不偏于一边, 这是大臣经当中常讲的忠道。 九, 当知信也, 修也, 修中之理也, 事也。 不能看成两绝, 不可混味一谈。 须体认其不依中之不依, 不依中之不依。 乃能信修不二, 理事圆融。 圆融中有行不, 行不中有圆融。 方位真圆融, 真不二, 则无修而不成义。 这一段讲的就更清楚, 更透彻了。 性是心性, 是一切众生本来具足的, 佛在, 华言经, 上说, 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得相, 跟佛完全平等, 这是性也, 自性里面本来具足的。 所以佛看一切众生是平等的, 没有丝毫差别, 佛对于一切众生尊敬, 绝不会对一个众生怠慢。 为什么? 他知道一切众生本来成佛。 这个话, 华言经, 上说了, 原诀经, 上也说了。 一切众生本来成佛, 佛怎么可以轻慢一个众生? 轻慢一个众生, 岂不就是轻慢自信? 他是理性相清楚明了, 这是事实真相。 我们今天迷失了自信, 所以在一切差别箱里面生起妄想, 分别, 执着, 这是病态, 这不是正常的。 迷, 迷了什么? 迷了心性, 迷了自信。 迷了之后, 如何再恢复自信? 这要靠修得, 这就讲修。 所以经上讲信, 讲修, 这个信根修就是修行当中的理根式。 信是理, 理体, 修是在事相上, 也就是说我们的生活上, 对人, 对事, 对物上。 修行的总纲领要知道, 信修是一不是二, 理事是一不是二, 这是大前提, 要把大前提掌握住, 就不会错了, 不会有偏差了。 所以不能把它看成两桩事情, 看成两桩事情就错了。 那正是六祖所说的, 佛法是不二法, 二就不是佛法, 这一句话的意思很深很深。 不要在谈经上看到, 应宗法师问了一个禅定, 解脱, 禅定, 解脱不过是举两桩事情而已。 我们举例子, 我们不会举这个例子, 我们会举的更亲切, 生佛, 众生跟佛, 这是二法, 二法不是佛法。 众生跟佛是义不是二。 众生跟佛是义不是二, 我跟人是义还是二。 然后才晓得, 我跟人也是不二。 我要轻蔓人, 损害人, 哪里叫学佛? 那不叫学佛。 大乘经上讲得很明白, 很清楚, 菩萨要度一切众生, 佛教他接触众生的要领, 四西谈。 谈那, 是不失, 谈就是不失。 西是中国字, 西谈两个字是泛华合义的。 谈是印度梵文英译过来的, 西是中国字, 西是普遍的意思。 西谈是辩师, 普遍的不失, 里面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用清静心, 平等心不失就叫做西谈。 佛教菩萨接引众生要守住四个纲领, 第一个叫, 世界西谈。 世界西谈是什么意思? 另一切众生生欢喜心, 这叫菩萨。 这个众生喜欢你, 你可以清静给他说法, 这个众生讨厌你, 赶紧走开, 让他不要讨厌你。 菩萨做给我们看的, 佛教导的。 他的用心, 他的用意, 他的行为, 无非是不叫一切众生生烦恼, 另一切众生生欢喜心。 你喜欢佛法也好, 不喜欢佛法也好, 你行善也好, 行恶也好, 绝不叫你生烦恼。 这是重要的纲领, 我们学佛要从这些地方学。 性根修就是修行当中的理根式, 理根式是一不是二, 不能看成两桩事情, 但是也不能把它混味一谈, 混味一谈那也错了。 这就是, 班若经, 所讲的重要的原则, 不一不一, 相上讲不一, 理上讲不一, 这个道理, 我们在这里说的很多。 是相千差万别, 无量无边, 这是不一, 可是无量无边的现相, 都是心性所现的, 这是不一, 这是从性上讲, 不一, 前面说的平等之理。 还有差别之理呢? 这些现象是从因缘里面产生的, 因缘不同, 所现的果相就不一样, 所以有时法界一正庄严。 十界庄严我们暂且不谈, 我们就谈我们现前, 我们这个讲堂几十个人坐在这里。 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一生当中的人生, 果相同, 这是我们过去生中做的因相同。 是什么因? 五界十善之因, 过去生中修五界十善, 这一生的人生, 的果报, 的这个果。 虽然都是人, 面貌都不一样, 享受不相同, 这世报不一样。 所以果跟报要分开, 的人生这是果, 我们在一生当中所受的那世报。 报为什么不同? 每一个人过去造的业因不相同。 譬如说你有财富, 你的财富从哪儿来的? 不是你赚来的, 这个要知道。 你说你有本事, 你运气好, 这都是迷惑颠倒的话, 是你前身所修的因, 修的什么因? 财不失的因, 这一生的财富。 你修的因多, 不失的多, 你这一生的的财富就多, 你修的少, 你这一生的的就少, 这是正理。 差别之理, 你要懂得这个道理。 不是你有本事赚来的, 不是的。 说老实话, 这个社会上比你本事大的人多, 比你手段高明的人也多, 为什么他赚不到? 偏偏你赚到。 你的的财富, 有很轻松赚来的, 有非常辛苦的来的, 这什么原因? 你修因不同, 不失的时候很欢喜, 很慷慨, 很大方, 那你的果报就很自然, 不费力就得来了, 就得财富了。 你不失的时候很艰难, 不是甘心情愿, 看到别人不失, 不不失不好意思, 不失之后又后悔多少天, 心里难过。 将来你得到这个果报, 就很辛苦才能得到。 因缘果报, 丝毫不爽。 所以你要明白差别知识里, 我们懂得怎样去修。 明白道理了, 现在修, 这一身还能得到受用。 你知道这个道理了, 晓得这个方法了。 了凡四讯, 原了凡先生明白这个道理之后, 他就拼命修, 所以他的果报这一身就享受了。 我们俗话讲现世报, 这一身, 不是道来生, 这一身他就得享受。 为什么? 他修的那个心勇猛, 做的这个是真诚, 他的果报马上就现钱。 修因得果, 这是一定的道理。 法不失, 的果报是聪明智慧。 人为什么会开悟? 修法不失的果报。 不肯修法不失, 天天听经, 天天研究, 能不能开悟? 不能, 他每种那个因。 听经, 言教, 给诸位说, 那是缘, 没有因纵然有这个缘, 还是没有果, 得不到果。 因加上缘, 才有果报。 健康长寿, 是无畏不失的果报。 无畏不失, 不恼害一个众生, 不但不能害众生, 令众生生烦恼都是错误的。 我为什么烦恼多? 过去我叫别人生烦恼, 现在自己才生烦恼, 果报就是这样的。 我不恼害众生, 一切众生决定不会叫我生烦恼。 因缘果报, 丝毫不爽, 这是世之理, 你要懂的。 这里教给我们要体认, 要体会, 要认清, 不一中之不义。 不一是讲世相, 不一是讲理体, 是里面有理。 不一当中的不义, 你要是明白了, 你自自然然就不会再分别, 不会再执着, 不会再计较了。 佛讲的, 应摩锁住, 你真的就做到了。 你再要懂的, 不一中之不一, 那你就会生心了, 而生其心。 生什么心? 以清静, 平等, 大慈大悲对待一切众生, 所献出来的境界就是自在美满, 这就是你现前的受用。 实在说大成经上, 里根是都讲得清楚, 都说得透彻, 我们读了, 听了, 依旧不能把它变成自己的生活行为, 这个非常非常可惜。 所以这两句话, 就是前面所说的, 应摩锁住, 而生其心。 我们应当生心, 帮助一切众生。 一切众生最需要我们帮助的是什么? 破迷开悟, 这是最需要的, 其他的是次要, 这是最重要的。 乃能性修不二, 理是圆融, 这两句是讲过, 性修不二就自在, 就是底下讲的理是圆融, 理根是事一。 圆融中有形部, 形部中有圆融。 方位真圆融。 形部是次第, 我们今天讲步骤, 程序, 按部就搬来。 虽然有次第, 虽然有程序, 每一个次第都是圆融的, 华严经, 上显示这个境界。 出发心的菩萨, 出性位的菩萨, 菩萨五十一个位次, 十柱, 十行, 十回向, 十地, 等觉, 这叫形部, 次第, 它有次第。 可是我们在, 华严经, 上看到, 出性位的菩萨也修等觉菩萨的法门, 等觉菩萨所修学的, 他也修, 等觉位上的菩萨, 也修出发心菩萨的法门。 我们举个例子来说, 出发心的人就学六度, 就学普贤十愿, 这是圆融。 十的菩萨, 等觉菩萨在世上还是修效养父母, 奉是师长, 他学的是出性位菩萨的法门。 这就显示出来, 形部里面有圆融, 圆融里面有形部, 这叫真圆融。 这一句话里面含义无限的声广。 诸位从这个例子去体会, 一举手, 一低头是事, 穿衣吃饭是事, 撒扫应对是事, 六度, 十大愿亡, 那是修, 他是一不是二。 穿衣里面包含着六度, 吃饭里面也包含六度, 一举手, 一低头里面都含着圆圆满满的六度, 十大愿亡, 这才叫真圆融。 六度万行, 十大愿亡愿愿当中, 圆圆满满包含了事出世间一切法, 这叫, 真圆融, 真不二, 则无修而不成义。 这样的修功才叫圆满, 大乘法里面常说, 称性起修, 全修即性, 全性即修, 都是讲这一桩事情。 如果能向这个地方去体会, 你就真正懂得修行了, 你就会修了, 就不是盲修瞎恋。 可见得修行这两个字, 说起来容易, 不要说做不容易, 真正把这两个字怎么个讲法搞清楚了, 也不是容易事情。 底下这个好, 这是愈来愈落实到生活上去了。 十, 修功于日常生活工作中, 则需依照幻法, 勤修不待。 所谓起见水月道场, 大做梦中佛事。 唯心中不存亦能修所修而已。 修功于日常生活工作中, 无论我们过的是怎样方式的生活, 无论从事哪一种行业的工作, 都没有妨碍, 都在佛法之中。 则需依照幻法, 勤修不待, 一切差别的现象, 差别的万法, 我们现在稍稍明白了一点, 所有一切幻法真的是幻。 为什么? 它不是事实。 实法界一阵庄严都是梦幻泡影。 怎么会有这些现象? 夜阴果报相续的现象。 为什么叫它做幻法? 为什么说它不是真的? 因为它刹那生灭, 当体积空, 了不可得, 所以它是幻想, 它不是事实。 你要是把它当作事实, 你迷了, 你错了, 所以这个错误不在别人。 一个真正觉悟的人, 真正明白的人, 绝对不会怨天尤人。 因为你一怨天尤人, 你就把这个事情当真, 你不知道这是假的, 你才会怨天尤人。 你知道这个事实真相, 人有没有? 没有? 事有没有? 也没有? 人跟事都没有, 自己有没有? 自己也没有, 三心不可得, 你怨什么? 所以那个念头, 真的叫妄想。 佛讲妄想, 分别, 执着。 其实妄想, 分别, 执着也没有自信, 也是当体积空, 了不可得。 不要以为妄想, 分别, 执着真有, 错了, 没有, 所以那个想就叫妄想。 这个法叫幻法。 虽然是个幻法, 还是情修不代, 菩萨还是修六度, 十大愿望, 落实在世乡上, 每天生活工作还是一样认真努力, 一点也没有懈怠。 这是什么? 而生其心, 不住空。 虽然认真努力去做, 心里面决定没有分别, 执着, 不住有, 这就是, 应魔所住, 而生其心, 不能偏在一端, 空有两边不住。 所谓起见水月道场, 大做梦中佛事, 这是举诸佛菩萨事现在时法界, 佛菩萨常常跟我们在一起, 给我们做榜样, 帮助我们破迷开悟, 帮助我们离苦得乐, 这就是所谓的起见道场。 道场比喻做水月, 水中的月亮, 假的不是真的, 不要以为道场是真的。 现在的众生迷的人太多了, 见道场麻烦甚多。 我在初学佛, 李老师很感慨地对我们讲, 道场在起见的时候, 同修们热心出钱出力见道场, 个个都是菩萨, 值得人尊敬。 道场见好之后, 每个人在里面真名夺利, 都变成罗沙。 李老师这两句话, 不是他说出来的, 古来祖师们所说的。 为什么会变成罗沙? 迷了五欲六成, 最容易迷人。 八大人绝经, 上讲, 魔有四大类, 第一类是五阴魔。 这个说老实话, 是聚生烦恼, 与生聚来的, 你生下来就有的。 生下来怎么有? 过去生中带来的, 所以叫做聚生烦恼, 这是第一类的魔障。 第二类是, 烦恼魔。 烦恼魔是什么? 这里面有七情无欲, 这是烦恼, 佛法里面讲的剑丝烦恼, 成沙烦恼, 无明烦恼, 这是第二类。 也是本身无始节以来的习气其现形, 其作用, 这是属于烦恼魔。 第三类是, 天魔。 用现代的话说, 我们身体以外, 所有一切的诱惑, 就叫天魔。 所以天魔不是一个魔鬼轻面獠牙, 不是那个, 你那么想就错了。 简单的讲就是明文立养, 五欲六成来诱惑你。 外有诱惑, 里面烦恼起来了, 内外勾结, 麻烦就来了, 就造业受报。 第四类是, 死魔, 死魔对什么人说的? 对修行人说的。 修行人很精进, 很用功, 但是到业还没有成, 受命到了, 你说这个麻烦不麻烦。 这一身的修行功夫就白费了。 这是个大障碍。 对于修行人来讲, 没有开悟, 道业没有成就, 受命到了, 这是很大的障碍, 这个障碍叫做魔。 因此, 我们必须把事实真相认清楚, 道场是空的, 是假的, 有什么好执着的? 有什么好真执的? 为了争夺妙产造无量无边的罪业, 古往今来这些事情很多, 稍稍留意我们就能看见, 这个不是好事情。 出家人贪恋道场, 争夺道场, 职位己有, 麻烦就太大了。 如果自己不是一个真正修行人, 持戒经研之人, 没有不堕地狱的。 纵然修行很好, 戒律经研, 也麻烦。 为什么? 执着这个道场是自己的, 不肯给别人, 但是受命到了, 他不能不死, 死了以后到哪里去? 死了以后还执着这个地方是他的, 还不肯离开。 不肯离开, 这个道场里面, 男众的道场, 里面没有女众, 女众道场没有男众, 他要投胎得不到人生, 没有这个缘, 到哪里投胎? 这道场里面有老鼠, 有蚊虫, 有蚂蚁, 他就投这个胎, 你说可怜不可怜。 一生舍不得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有这些畜生, 他就落在这一道去。 这是说造的罪业不慎重的, 堕落在畜生道, 很难出离。 什么时候他能把这个放下, 舍掉, 他才能离开。 职位己有, 不肯舍离, 麻烦就大了。 世尊当年在世教借弟子, 那个时候佛不见道场, 佛一生没有见过道场, 住在哪里? 住在树下。 树下还规定一宿, 只可以住一晚上, 第二天要找别的地方的树下。 为什么? 怕这个树很大, 树荫很凉, 你喜欢这个地方, 天天住在这个地方, 执着这个地方, 那又麻烦了。 贪恋这一棵树荫, 那将来投胎, 这树上可能有松鼠, 可能有小鸟在坐窝, 你就变成这个畜生一类, 你说这个多麻烦。 所以佛教树下住一宿, 第二天不准住在这里, 使你对于一切场所决定没有贪恋之心, 叫你真正放下, 丝毫贪婪的念头都没有。 这才是真的摸索住, 硬摸索住才真做到。 一丝毫的贪恋都招来说不尽的麻烦, 这要没有高度的智慧, 他怎么会知道? 还得要有高度的警觉, 才不会犯过失, 不会再迷惑, 这非常非常的要紧。 佛陀在世, 有一些精舍, 道场, 都是国王, 大臣, 长者, 居士们提供的。 道场的所有权是那些在家人, 佛跟弟子没有。 这是我常讲的, 他们请来供养, 佛与弟子们有使用权, 没有所有权。 我们今天在这里讲经, 这个地方两个小时, 我们有使用权, 这个道场所有权是别人的, 我们没有所有权, 所以对这个道场毫无留恋。 明白这个道理, 我们在这个世间, 这个地球上, 所有一切我们所用的统统是使用权, 没有所有权, 要培养这个观念。 今天你们自己有产业, 买的有房子, 有地, 有公司, 有型号, 你要是一个佛弟子, 你很清楚, 很明白, 统统都是暂时的, 临时的使用权, 决定没有所有权, 你这个心放下了, 你就自在了。 将来往生了, 这个产业交给谁不要去想, 我这个产业要交给哪个? 你就去不了。 你还有那么多啰嗦事情没有放下, 那怎么行? 必须要清楚, 与我毫不相关, 你才能决定往生, 没有挂爱了。 这是真理, 这是事实真相, 不可以不知道。 大做梦中佛事, 佛事就是指的讲经说法, 教导大众修行, 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 离苦得乐, 这些事都叫做佛事。 佛, 是觉悟的意思。 佛事, 就是令一切众生觉悟之事, 这叫佛事。 我们现在想想, 现在这个社会, 特别是我们佛门里面所讲的佛事, 那个佛事是什么意思? 帮助人迷信的事情叫佛事, 跟这个完全颠倒了, 都是搞迷信, 不是叫你搞觉悟。 把迷信当作佛事, 你说佛听到了, 怎么不流眼泪? 怎么不叹息? 真的不晓得错到哪里去了。 唯心中不存意能修所修而已, 这一句非常重要。 这一句决定不能少, 如果少了这一句, 恐怕你又迷了。 自己修行不着相, 修不修。 真修。 帮不帮助众生。 全心全力帮助众生, 也不着相。 自行化他都不着相, 不把他放在心上, 虽然认真努力自己修行, 在这里帮助一切众生, 不管用什么方式, 那个方式是世上的事情, 是有千差万别。 无论做什么事情, 为一切众生做一个觉悟的样子, 就是佛式。 吃饭, 吃饭觉悟的样子, 穿衣, 穿衣觉悟的样子, 工作, 工作觉悟的样子, 那就是自行化他, 就是佛式。 时时刻刻, 在在处处, 认真努力不懈地在做, 心里面若无其事, 所谓是, 做而无做, 无做而做, 这就对了, 这就是这一段里面所说的意思, 我们要细心去体会, 细心地去思维, 然后能把它用在自己日常生活当中, 你是真正在学佛, 你才能得到佛法真实的受用。 佛法修学不再行事, 要重实至, 要真正用在日常生活点点滴滴之中, 这样才叫做真正学佛, 真正是佛弟子。 今天我们就讲到此地。 金刚班若研习报告 第一一一卷新加坡佛教居士林荡明, 九年二月三年十一月一。 请先开经本二百五十七面。 十一, 就是做官, 官其权非信有, 只是假名。 心中不存一丝之我, 一丝之见。 而行之于事, 则远离患有之名相, 深照本空之心性。 此曰即非是名之意, 以除我见之修功也。 知此, 则凡无名烦恼等一切应消除之事, 其修功可以类推移。 这一段在我们实际修行用功上来讲, 是非常重要的开示, 也是最好的原则。 但是我们很难把它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 如果要会用, 功夫自然得力。 要契入金刚经上所说的标准, 对这种人来讲不是难事。 金刚经的标准, 是原教出驻菩萨, 别教出的菩萨, 这个标准很高, 就是华严经上讲的法身大事。 法身大事, 在禅宗里面就是成佛, 就是明星见性, 见性成佛, 金刚经, 上所讲的诸佛, 就包括这些人在内, 所以这个境界很高。 因此, 这个要领我们要懂, 要能把它掌握住。 能够应用得上, 当然这就最好, 用不上, 我们可以学, 尽量去学。 学习的先决条件, 就是要把宇宙人生真相搞清楚, 真相明了之后, 该放下的自然就放得下。 凡是放不下的, 都是没有把事实真相搞清楚。 搞清楚之后, 哪里要劝? 不需要劝, 自然就放下了。 是, 是日常生活当中琐碎之事, 点点滴滴, 前面所举的, 一举手, 一举头, 这都是为不足道的小事。 就在这些事相上去看, 做官, 就是观察, 在这些事相上观察。 观察什么? 观察它的真相。 它的真相, 就是, 金刚经, 上讲的, 极非是名。 你这一观察, 体没有, 空记的, 全非性有, 真如本性里头没有, 实法界一正庄严都没有。 那个性是真正的自己, 禅宗里面所谓, 父母为生前本来面目, 本来面目是什么? 就是自己的真性, 真心本性是真正的自己, 真正自己里面没有这些假香, 这是叫你要懂的。 这些香从哪里来的? 真心里面没有这些假香, 可是假香这么多, 却实摆在我们面前。 我们六根能够愿得到的, 接触到的, 我眼看到的, 耳听到的, 身体接触到的, 这是什么? 完全是虚妄的。 不但你所接触到的外面境界像是假的, 六根本身也是假的。 金刚经, 经文少, 文字不多, 把这些事实真相都讲得很透彻, 讲得很明白。 要晓得, 能锁都是假的, 假明, 这是教你观察到事实真相。 佛在前面为我们举的例子, 小而为成, 比举手, 低头还小, 大而世界, 这个世界是三千大千世界。 说一个最大, 说一个最小, 当中就不要说了, 全都包括在里头。 无论是大是小, 都是一个假明而已, 决定没有事实。 如果你以为这里面有事实, 你就迷了, 你就想错了, 看错了。 详细前面都已经说过, 不必再重负了。 了解事实真相, 所有一切现象是业果的相续相, 业是因, 这是佛在经上讲的, 万法皆空, 因果不空。 因变成果, 果再变成因, 因又变成果, 所以实法界一正庄严的现象, 是怎么回事? 就是业因果报相续轮回的现象, 就这么个东西而已。 业因果报非常复杂, 难怪佛在《华严经》里面讲, 无量因缘, 就是说业因果报复杂的状况, 没有人能说得尽, 真实不可思议。 因为有这么一桩事情, 佛才教给我们要儿生其心。 儿生其心就是你其心动念噪音, 你要注意, 那个念头上, 你的业果相续的像就善。 十法界里面四圣法界, 这是善。 如果这个念头不善, 你的业果相续的那个像就不善, 就变出六道轮回这个境界。 所有一切境界, 怎么来的? 都是自己念头里面变现出来的。 我们真正懂得这个道理, 了解这个事实, 无论现前所受的是什么, 绝对不会怨天尤人, 不会去责怪任何人。 为什么? 自作自受。 说是我这个苦难别人给我的, 那你是迷惑颠倒, 没有任何一个人能给你。 诸位要想象, 如果有人能给你罪受, 那当然也有人可以给你了, 这一定的道理。 如果别人可以给我们苦乐受, 那诸佛菩萨大慈大悲, 我们还要修什么? 他应当就要给我们了。 诸佛菩萨也束手无策, 也无可奈何, 自己变现的, 实法界一正庄严都是自己变现的。 我们今天念阿弥陀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你问问阿弥陀佛从哪儿来的? 极乐世界从哪儿来的? 还是自己心里变现出来的? 离开自信, 哪有阿弥陀佛? 哪有极乐世界? 所以给你讲真话, 唯心净土, 自信弥陀。 知道极乐世界是唯心所变的, 我们眼前这个世界也是唯心所变的。 极乐世界是清净心变的, 净土。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条件是心净则土净。 不是念阿弥陀佛名号念得多, 你就能往生, 那你就搞错了。 一天念十万身佛号, 心还是不清净, 古人讲的, 喊破喉咙也枉然。 果然念到心清净, 一天念各一身, 两身就行了, 就能往生。 由此可知, 念佛的功夫是在心清净, 不是在佛号多少, 这个要知道。 我们现在鼓励大家佛号念得越多越好, 为什么? 不念就打妄想了。 念还打妄想, 不念, 妄想不就更多了吗? 是这么回事情。 真正讲功夫是要心清净, 万元放下。 这么说来, 金刚经, 对我们帮忙就太大了。 他为什么放不下? 没有看破, 不知道事实真相。 金刚经, 最大的好处, 就是把事实真相给我们讲清楚, 讲明白了, 我们真正能体会, 自然就能放得下。 放下, 心就清净, 晓得一切法都是假明, 都不可以执着。 心中不存一丝之我, 我, 就是四相, 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四相都是从我相里面变现出来的, 我是四相的根本, 我没有了, 四相都破了。 一丝之鉴, 鉴就是四鉴, 四鉴也从我鉴身的, 我鉴要是没有了, 四鉴就没有了。 四相, 四鉴破了就是法身大事, 就明心鉴性, 鉴性成佛。 四相破了, 诸位要知道, 不但六道里面没你住的地方, 六道之外, 身文, 原觉, 菩萨, 佛, 四圣法界里面也没有你住的地方。 为什么? 四圣六凡都在四相里, 能住的那个鉴, 也在十法界里面。 所以四相, 四鉴破了, 你不但超越六凡, 也超越了十法界, 到哪里去了? 一针法界。 不得已取了个名字, 一针也是假名, 不要执着真的有个一针, 那就坏了。 你要晓得, 为什么不可以执着一针? 你执着有个一针, 一针对十法界讲, 就是二法。 二法没有入境界, 亦才入境界。 一, 是什么? 连这个念头都没有, 不但十法界念头没有, 一针法界的念头也没有, 这是真的契入。 记住一个大原则, 佛法是不二法。 堕落在二里面, 诸位要晓得, 落在二, 三里面就掉在十法界里面。 二, 三是什么? 二是二意, 三是三星。 三星二意就是法相宗讲的八十, 你就八十当家。 八十当家, 在十法界里面。 法相宗讲到修行的总纲领教转十臣致, 转八十臣四致。 八十里面有分别, 有二, 三, 四致里面没有分别, 没有二, 三。 四致说个四, 那是法相宗讲的, 方便说法, 至哪有四? 只有一个。 一个致, 从它不同的作用来讲, 说四个。 譬如我们今天讲电, 电是一个, 在灯泡上它放光, 在录音机上它录音, 作用不一样, 实际上电是一个, 这个要知道。 真致是一个, 在六根上起的作用不同, 说它做四致, 是这么一个意思。 不要以为致真的是四个, 那就错了。 真的以为四个, 是什么? 放光的这个电跟录音那个电不一样, 那就错了。 哪里不一样? 诸位从这个浅显的比喻里面去体会。 不再有一丝毫的我相, 不再有一丝毫的我见。 我相跟我见合起来, 就是我直, 我直没有了。 不但我直没有了, 法直也没有了。 哪些是法直? 人相, 众身相, 受者相是法直, 人见, 众身见, 受者见是法直。 四相, 四见里面包含我法二执, 了解事实真相, 真的放下了, 不再执着了。 而行之于是, 是, 是跟一切众生和光同成, 这个意思要懂, 要清楚。 也就是说诸佛菩萨跟我们在一起, 我们一起吃饭, 一起穿衣服, 一起生活, 一起工作, 他跟我们差别在哪里? 他没有四相, 没有四见, 并没有离开我们的生活。 就像释迦牟尼佛在本经开端示线的, 释迦牟尼佛也这一持波, 到舍卫大臣起时, 这事, 而行于事。 虚菩提尊者看到释迦牟尼佛到舍卫尘去托波, 赞叹, 稀有世尊。 赞叹什么? 释迦牟尼佛有其事, 没有见, 没有我。 一丝毫的我乡没有, 一丝毫的我见没有, 这才赞叹, 稀有世尊。 我们学佛在哪里学? 在这个地方学。 你要是学会了, 你的生活充满了智慧。 你要是不会学, 落在三心二意里面, 你的生活充满了烦恼, 那个生活不一样。 生活在形式上, 事相上一样, 骨子里面完全不一样。 一个人心地一尘不染, 真正是快乐无比。 一个是四相, 四见, 烦恼重重, 苦暴无边, 这是绝对不相同的。 所以要紧的是要把这个能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 就是行之于事。 则远离患有之明相, 身照本空之心性, 诸佛菩萨, 我们不要说诸佛菩萨, 在中国古代, 特别是禅宗, 禅宗, 语录, 里面, 记载得很清楚而且很多, 开悟的人, 这个悟不是小悟, 是大彻大悟, 明心见性的人, 他悟了之后, 那个生活境界就自在, 所谓是, 头头是道, 左右逢源。 头头是道, 左右逢源, 就是词的讲的, 观其权非信有, 只是假名, 也就像本经前面教你观察的, 小而为成, 大而世界, 你彻底了解它的真相, 它的本体, 它的现象, 它的作用, 你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见相就是见性, 见性就是见相, 为什么? 性向是义不是耳, 见道是就是见理, 见理就是见是, 理是是义不是耳, 到那个时候是法法皆如。 前面读过, 如来者, 如来是什么意思? 诸法如意, 诸法如意就是法法皆如。 法是从相上讲的, 如是从性上讲的。 所有一切的相都是性, 性跟相是义不是耳, 这个意思很难体会, 所以古德用经跟气做比喻, 以经做气, 气气皆经。 见道气, 就是经, 见道经, 那就是气, 它是义不是耳, 金刚经, 后半部说明这种生意, 此曰极非是明之义, 金刚经, 上佛用这个句子用得太多了, 极非是明。 原来, 极非是明, 这四个字, 就是叫我们时时刻刻提起观照的功夫, 你能提得起来, 你在一切事相里面就不会迷, 就不会执着。 以除我见之修工也, 修是修行, 工是功夫。 修行, 行是错误的行为, 我们以前不知道这一切现象的真相, 以为一切现象是实实在在存在, 是真有, 不晓得它当体极空, 了不可得。 假如你真会, 在现前有一个很大的利益你可以得到, 年老的人腰酸被痛, 常常得这个, 你要是真的关这个, 关我这个身相了不可得, 痛在哪里? 没有了。 还用得着治疗吗? 不需要。 我为什么会痛? 这个身体是我, 这真的, 这不是假的, 麻烦来了, 那就真痛了。 这衣冠, 没有。 身体没有, 不是我的, 我没有。 我像, 我见都不存在, 当体极空, 了不可得, 痛在哪里? 没有了, 痛也是假的, 极非市民。 所以你要会用, 极非市民, 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带到世界, 小到围城, 没有一样事情不得解决。 今天下午有一位老居士, 也是从前我们到场常常来听经的, 现在年岁大了, 也走不动了, 打个电话来告诉我, 最近眼睛不好, 又有白内障, 问我有什么方法。 我叫他老实念佛, 不要去想病, 越想病越严重, 这是佛法说的, 因为一切法重新降生。 你老了, 没事情做, 退休了, 天天在家想病, 这还得了。 本来没有病, 病从哪里来的? 想来的。 病为什么会严重? 想中了, 他那个念头不会转, 不会去想佛。 你要是想佛, 想观世音菩萨, 佛不生病, 观音菩萨不生病, 你自然就健康了。 把佛菩萨扔掉了, 天天想自己的病苦, 你这叫修的什么行? 修行是修正我们错误的观念, 想着有我, 错了, 哪有我? 金刚经, 上讲的透彻, 三星不可得, 我在哪里? 万法皆空, 我们这个五蕴之身, 这个色相是万法之一, 万法皆空, 身心惧不可得。 佛在这个经上最后做的结论, 一切有畏法, 如梦幻泡影。 有畏法说什么? 身心都是有畏法。 心是八十五十一心所, 百法明门, 里面排列的, 第一个心法, 第二个心所有法, 第三个色法, 第四个不相应形法, 这四个统统叫有畏法。 你才晓得, 有畏法涵盖的范围多大。 我们身心都是有畏法, 有畏法如梦幻泡影, 如漏液如电。 当体积空, 了不可得, 你怎么会生病? 哪有这个道理? 讲不通的。 可是你偏偏会生病, 你为什么会生病? 重新想生。 于是我们就明白, 佛菩萨为什么不生病? 佛菩萨没有病的念头, 他从来不想病, 他从来不想老, 所以佛菩萨不老也不病, 他不想。 不但他不想老, 不想病, 这里说了, 他连我都不想, 他没有我, 这才叫从根本修。 从根本修, 无我。 前面讲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 无我见, 无人见, 无众生见, 无受者见, 这才叫做从根本修。 由此可知, 四项, 四见是个错误的想法, 错误的观念, 你要把错误的观念修正过来。 这个经实在讲, 越讲越透彻。 我们在宗门, 语录, 里面看到, 过去这些祖师大德都提倡从根本修, 根本在哪里。 我们不晓得, 含糊笼统说, 根本是从心里修。 金刚经, 上, 三星不可得, 从哪里修? 现在我们搞清楚了, 就从三星不可得修。 知道身心世界, 无非是, 即非是明, 而已。 从这个地方把我们的观念, 把我们的想法, 看法修正过来, 旧的大受用, 然后这个身世现在世间, 跟佛菩萨一样游戏神通。 这个境界非有非无, 金刚经, 上的话是, 无时无虚, 那多自在。 所以这是修行的功夫。 修行的功夫, 他不说我香, 他说我剑。 我剑比我香的意思还深。 我剑是阿赖耶的剑分, 我像是阿赖耶的香分, 香分从哪里来的? 剑分变现出来的。 如果你说香断掉了, 剑未必断, 剑要是断掉, 香决定断掉。 所以这个地方讲的是我剑, 而不说我香。 之此, 这是你真的知道, 真明白了。 无明烦恼等一切应消除之事, 应该消除的, 应该要断掉的, 应该要放下的, 你自自然然就晓得怎样去做。 原理原则是一个, 以词类推, 所有一切解决的方法我们统统得到了。 实在讲, 金刚经, 也是世尊根须菩提尊者视线表演给我们看, 里面有理论, 有方法, 也代表演, 我们要细心去体会。 十二, 世尊教已执照本来无我无见之心源。 不但我见无, 即无我之见亦无。 于是乎我见之踪隐权无以。 直接痛快, 属于于此。 妙儿且耀儿。 这一段不但是赞叹世尊教学的善巧, 实际上更深一层, 无我之见的念头也把它空掉。 我见无, 无我之见的念头还有没有? 也没有, 也是假的, 那才叫干净。 如果有人说四相四见我都破了, 试问问他破了没有。 他心里面还有一个, 四相四见我都破了, 你说糟糕不糟糕。 这就不行了。 我们读, 六祖谈经, 六祖所说的, 本来无一物, 如果你要是执着本来无一物, 已经有了一物, 有了一个, 本来无一物。 这个念头确实没有, 所以佛教给我们的方法, 直截了当, 观照本来无我, 无见的真心本性。 这种教学的方法, 是出世间法里面, 除了佛教之外, 找不到, 没有这个方法。 如果有这个方法, 这是佛法, 佛法跟世间所有一切方法不同的地方, 就在此地。 所以佛法是不二法。 哲学为什么解决不了问题? 宗教为什么解决不了问题? 就是因为它是二法, 它有能有所, 有能有所决定解决不了问题。 为什么? 没有离开妄想。 能所是妄想, 二是妄想, 二不是真, 真是一, 以真。 一是什么? 你心里头一个妄念没有才叫以起一个妄念就是儿。 心里本来是无念, 起了一念, 那个一念跟无念就变成儿。 你已经堕落了, 堕落在哪里? 十法界里面, 不是一真法界, 一真法界就是绝对不能有一个妄念。 所以要晓得, 本来无我无见, 这个意思我们用法相为实的名词来讲, 本来无有相分, 无有见分, 见相两分本来无, 清净心里头没有这个东西。 不但我见无, 所以无我之见也无, 这叫一空到底。 为什么要说这句话? 佛菩萨慈悲到了极处, 唯恐众生听佛说法, 佛讲无我, 无人, 他就执着我人都没有, 有一个无我无人, 这又坏了。 凡夫不是只有, 就是执着空。 有我像, 有人像是执着有, 无我像, 无人像就执着空, 堕落到两边, 所犯的毛病是一样的, 一样的严重。 犯的什么毛病? 事实真相见不到, 产生的这个见解叫偏见。 执着有是偏见, 执着一切都没有还是偏见, 不了解事实真相。 了解事实真相, 就叫做明星见性, 要了解真相那才有用处。 所以空有两边都不能执着, 两边的见解都不能有。 于是乎我见之踪影权无以, 这才真正清静星线前。 无量寿经, 的经题上讲, 清静平等诀, 就现前了。 直接痛快, 没有能够超过这样的教学, 所以这种教学法妙, 不但妙而且要, 简单恶要。 这个, 要, 有很多意思在里面, 可以说是最重要, 也可以说是最精要, 也可以说是简单恶要。 这一段不但是赞叹世尊教学的善巧方便, 而且真正是穷尽诸法的根源。 十三, 即非, 为除我见之绝妙修功。 故, 即非我见, 亦语, 并非但令做官, 官照信空, 乃是教令正做精神, 亦然决然, 极力将我见等, 一脚踢翻。 从根本上, 不承认自信中有此我仁等见, 即非二字, 当如是体会。 佛在这个经里面, 即非是明, 说了多少句, 有几个人有这样深刻的体会。 如果没有这么深的体会, 说实在的话, 金刚经, 念了教白念, 不得受用。 读过, 金刚经, 甚至于修班若的人, 我见的执着还很浓, 还很深, 这个人修的班若是明子班若。 即非是明, 即非他没有, 他使是明班若, 他没有即非。 那个修的使是明, 一点都不管用, 从前李秉南老居士讲经说, 该怎么生死, 还是怎么生死, 该怎么轮回还怎么轮回, 一点都不管用, 要真正体会到他的真实意。 修学大臣的人, 稍稍有一点功夫的人, 这里讲得很清楚, 绝对不承认有一个, 我, 的存在, 绝对不承认这个身是我。 如果认为这个身是我, 能够思维想象的是我的心, 这是六道凡夫。 实实在在讲, 声闻, 原觉已经没有这个念头。 在从前, 我们说老实话, 把声闻, 原觉看得很低, 并不尊重他。 这一读, 金刚经, 才晓得, 这些人也很了不起。 经上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 在警惕我们, 一切贤圣皆以无畏法而有差别, 圣是圣人, 贤, 阿罗汉, 辟知佛, 全教菩萨都是贤人。 为什么会有差别? 因为他们都是修无畏法, 修无畏法功夫不一样, 从无畏法的功夫差别上, 来说他是身闻, 说他是原觉, 说他是菩萨, 这样说的。 什么叫无畏法? 离四相, 四见。 我们在这个经上看到的, 小臣虚陀环是最低的。 经上告诉我们, 虚陀环没有这个念头, 我得虚陀环, 没有这个念头, 才晓得虚陀环也破四相。 他要不破四相, 以为我正出国虚陀环了, 他是凡夫, 他不是虚陀环。 连小臣最起码的魏赐, 人家已经心地清净, 已经不着这个香, 那个高魏的就可想而知。 所以这个魏赐是皆以无畏法而有差别, 无畏法里面体认的功夫有浅身不同。 佛法的修学功夫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怎么可以等闲适之。 由此可知, 金刚经, 即非是明, 这个说法意思真的是无尽的深广。 我们在此的看到的, 从小陈虚陀环到等觉菩萨, 他们用的是什么功夫? 就是即非是明。 这四个字, 从初性位一直到等觉位全部都包括, 他修的就是这个, 离香, 修清静心。 即非我见, 这句话, 不但是教我们做官, 做官就是改变我们的看法, 改变我们的想法, 我们过去的看法, 想法错了, 体会佛在, 金刚经, 讲的道理, 讲的事实真相, 我们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里面去观察, 去体会, 去肯定它, 这叫做做官, 这就是讲的观照功夫, 观照性空, 观照相是虚妄的。 如果只有这一层, 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消极的修行方法。 看底下这一段, 它不但有消极的一面, 它还有积极这一面。 积极的是振作精神, 毅然决然, 把我见, 我相, 也就是阿赖耶的见分跟相分, 彻底把它推翻, 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绝不承认。 为什么不承认? 清静心中, 真如本性里面没有这个东西, 却确实实没有。 但是不能说没有这个现相, 即非, 就是不承认, 确实没有, 但是它有现相, 就有, 是名。 现相叫妄相, 它不是真的, 它是虚妄的。 冷言经, 上讲, 当处出身, 随处灭尽, 当处两个字用得好, 你要是真正体会的, 当处, 这两个字, 你就晓得佛法讲得不生不灭。 我们见得像是相续相, 不是见到它的真相。 真相是, 一切现相不存在, 不能说它没有, 它有的时间太短暂了, 前面曾经讲过, 一秒钟的一万分之一那个存在几乎等于不存在。 这是实实在在的, 现在可以用科学来做证明。 一切现相存在的时间, 确实是一万分之一秒, 真的叫, 当处出身, 随处灭尽。 所以我们看到是相续相, 连续的, 就像看电影荧幕里的画面一样, 相续的, 没有一个像是存在的。 如果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处世带人皆悟, 无论大事小事都能用这个事实, 原理来观察, 所有一切妄想, 分别, 执着都没有了。 为什么? 所有一切现相根本不存在。 这样才能恢复到你的真心, 恢复到你的本性, 本性里面具足无量智慧, 无量得能才能够现前。 那个时候你所得到的是什么? 净虚空, 变法界。 冷言经, 上讲的, 随心应量, 这个意思我们也才能够体会到一点点。 原来以为随心应量是佛菩萨度化众生, 随众身心, 应所知量。 我们这样体会, 不能说是体会错了, 但是体会的太少, 体会的太浅。 事实是什么样? 事实讲点点滴滴, 大而世界, 小而为成, 都是随心应量。 随谁的心? 自己的心。 确确实实一切法从心想生, 境界善是随自己的善心, 应自己善的量, 这个境界险恶, 是自己恶的心变成险恶的像。 就跟晚上做梦一样, 有人做美梦, 有人做噩梦, 梦从哪里来的? 从心想生, 就这么回事情。 实法界一正庄严, 事实真相就如此。 所以, 自信清静心, 真如本性里, 却确实实没有我人等见。 谁能够这样肯定, 谁能够把我见等推翻, 绝对不承认它。 这是法身大事。 不是法身大事没有这种毅力, 没有这种决心。 法身大事为什么做得到? 他彻底明白了, 真的清楚了, 所以他毅然决然。 实法界里面身闻, 原觉, 菩萨不敢。 为什么不敢? 以为这个东西还是实在的, 还是真的。 我这个心是真的, 能够思维想象, 我的身是真的, 知道痛痒, 这个世界是真的, 我六根接触到的, 以为这是真实, 不晓得这个事情的虚幻。 经文这些字样我们读得太多, 但是真正能够体会, 体会入围, 这样的人就少了。 十四, 当之自信是真实体, 无明是虚妄相。 一真一妄, 虽无使来, 和和为一。 实则表和理不合, 本不相应, 各不相涉也。 原诀经, 云, 此无明者, 非时有体。 如梦中人, 梦时非无。 极致于醒, 勒摩所得。 学佛守虚信此, 入道乃得其门。 当之自信是真实体, 真就决定不忘, 时事决定不虚。 大乘经里面讲, 我, 那个我不是这个身。 大乘经上讲的心, 不是我们思维想象的这个心。 真正的我, 真正的心是什么样子? 时时在在给诸位说, 真正的心有, 不是没有, 真有。 真正的我也有, 常乐我尽似尽得, 怎么会没有? 真有。 常, 是永远不变。 乐, 是决定没有苦寿, 苦就是佛法里面讲的苦乐游喜舍, 这五种寿都不正常的, 都是假的, 离开这五种寿那叫乐。 所以那个乐不是苦乐的乐, 苦乐之乐也要摆开, 那才有真乐。 西方极乐世界的乐是真乐, 不是苦乐相对的乐。 苦乐相对的乐, 那是烦恼, 那不是真乐。 我, 是主宰的意思, 自己真正做得了主。 静, 是清静的。 常乐我静, 决定没有一丝毫的污染。 不但心里没有污染, 生根境界上都没有污染。 生没有污染, 怎么会生病。 真正做得了主, 才能够随泪化身, 才能够随心应量。 由此可知, 真的心, 真的我没有像。 在什么地方? 静虚空, 变法界。 假如我们还是很难体会到这个意思, 现在用科学举比喻的确比从前人要方便多了。 我们今天讲无线电波, 广播电台发射的, 电视台发射的, 这个电波的频率在哪里? 可以说这个虚空当中我所不在。 你要不相信, 摆一个小收音机, 你只要按钮一打开就听到了。 你放在这个地方, 这里听到, 拿到那里, 那里听到, 可见得它都在。 真正的心, 真正的我, 它没有形象, 无处不在, 尽虚空, 变法界无处不在。 所以人往生, 古人讲, 生则决定生, 去则食不去, 这个话我们听起来莫名其妙, 怎么决定生又不去? 很不好懂。 可是你要是真正体会到, 唯心净土, 自信弥陀, 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因为净土跟阿弥陀佛是自信变现的, 自信变一切处, 哪来的来去? 没有来去。 你要找来去的箱, 不可得。 好比我们现在收无线电的频率, 电波, 我们用收音机在这个地方打开收到, 把我们的机器拿到那一边, 那个房间里头, 它也收到。 是不是它从这里到那里去了? 还是那一边到这儿来了? 没有来去。 我们这个机器可以拿着到处移动, 但是这个电波频率没有来去。 我们从这一个现象里面去体会, 体会到身则决定身, 去则实不去。 实在讲, 现代科学所说空间的维次不一样, 跟佛法讲的也很接近。 佛所说的, 一切众生各个不同的境界, 这个现象从哪里来的? 可以讲, 现在科学家所发现到的, 却确实实是空间的维次不一样, 不相同。 换句话说, 我们往深净土是换一个时空, 就好像电视的画面一样, 我们换一个频道。 我们今天从三度空间换成四度空间, 从四度空间换成五度空间, 就像电视上换频道一样, 那个时空完全不相同。 可是一定要晓得, 无量为次的时空, 是同一个真性变现出来的。 怎么变现出来的? 从妄想身。 众生有无量无边的妄想, 所以把一真法界变成无量无边的时空, 就是这个道理。 无限电本来就是一个, 是我们用不同的机械, 把它那个波度频率变成不一样, 它原本是一样的, 我们把它变成不一样, 那就叫打妄想, 从妄想身。 希望从这些比喻当中, 去体会到事实的真相。 真相明白了, 你才真能够做到毅然决然, 否定身心世界的存在。 这个否定比法相宗的人高明太多了。 法相宗否定了相不存在, 用金刚经上的标准来讲, 法相宗不承认四相, 但是他承认四见, 为什么? 为时, 像是时变的, 时是能变, 像是所变, 能变是真的, 所变是假的, 若以金刚经上的话来说, 四相是假的, 四见是真的, 四见能变, 他在般若这个标准之下, 他只否定了一半, 还有一半存在, 这是法相为时不圆满的地方, 跟般若比确实是不一样。 见也是假的, 也不是真的。 自信是真实体, 不虚不忘。 无明是虚妄想。 什么叫做无明? 明是明了, 明了宇宙人生一切万法的真相。 如果对事实真相不明了, 就叫做无明。 换句话说, 无明就是迷, 迷失了真相叫无明。 迷了之后他就打妄想, 迷了以后他就动。 所以诸位要知道, 无明是动相, 绝是不动的。 决心不动, 无明是动相。 所以佛法的修行, 无论是大小成, 无论是显密, 无论是哪一个法门, 方法, 手段尽管不相同, 原理, 原则都是修定, 这个是决定相同。 净土宗用念佛的方法, 修一心不乱, 一心不乱就试定。 密宗用三密相应的方法, 口念咒, 手结印, 心理观想, 修的什么? 还是修定? 手段, 方式不一样, 统统修定。 为什么要修定? 定是不动的, 决心不动。 它有个根本的理论存在, 动就错了。 诸位如果从这个地方来观察, 这个佛法式正式写很容易分别。 正法式清静心, 正法式不动的, 不让你动心。 不但恶的念头不能动, 善的念头也不能动, 善恶两边都不动, 这是佛法。 无明是动箱, 也就是现在科学家讲的波动。 一念不觉而有无明, 这一念不觉, 心动了。 诸位要知道, 真心永远不会动。 这个动不是真心, 虚妄的, 所以就叫它做妄心。 真心不会动, 怎么会变成妄心? 真心会变, 要变成妄心, 那怎么叫真? 诸位要知道, 不是真心动了, 是真心的作用动了, 这个境界非常维系, 要很细心去体会它。 不是心之本体动, 体决定不动, 作用动。 这一动, 就叫作夜相。 夜就是造夜, 当然这个造势非常非常的维系, 不但我们不知道, 佛在大成经上给我们讲, 七的菩萨都不知道, 要到八的他才见到, 所以八的菩萨见到阿赖耶的三系相, 也就是说, 他体会到了, 七的以前体会不到。 这种极其维系的动我们观察不到, 今天科学家借着先进的科学仪器也没有办法观察到。 科学家能够观察到电子那个活动的状况, 观察到光子, 我们讲光波, 能够观察到它的活动状况, 这是很维系。 因为动, 这里面就变现出能见相, 就是阿赖耶的见分, 从能见相就变现出境界相。 境界相是以无名夜相为因, 能见相是原, 有因有原就变成果, 果就是境界相, 我们今天讲的物质, 物质是阿赖耶的相分, 现在科学名词叫基本粒子, 这是最小的物质, 认为是不可能再分了。 这个果香从哪里来的? 是阿赖耶的能见相为圆, 夜相为因, 这样变现出来的。 所以它是假的, 不是真的。 从无名生的, 无名是虚妄的, 虚妄不会生成真实, 所生的还是虚妄。 一真一妄, 虽无始来, 和和为一。 实则表合理不合。 这个事情佛在经上也说的很多, 真妄不二, 性相亦如。 佛有没有说错? 没有说错。 这是什么? 就是论事。 事相上却确实实是这个样子, 可是在深入的分析, 那就不一样。 深入的分析, 那就是所谓, 表合理不合。 假如表理都合, 我们还要修什么行? 我们不就都成佛了吗? 就不必修了。 实在是表合理不合, 这就是讲的虽无助, 还得要身心。 如果它真的要是表理都合的话, 无助就好了, 不用再身心, 说身心不就多余的。 它有这个道理在。 本不相应, 各不相设, 这是更深入一层去观察, 真妄不是真的合合, 不是真的易如。 不是真合合, 佛说合合, 不是真易如, 佛说易如。 那是讲什么? 所有一切现象的存在, 它的时间是极短的, 等于没有, 是从这个地方来讲的。 圆绝经, 云, 此无名者, 非实有体, 佛在, 圆绝经, 上有这么一段话。 无名是实法界一正庄严发生的第一个因, 如果我们找这个世界从哪里来的? 生命从哪里来的? 最初的原因就是无名, 无名是实法界一正庄严第一个原因。 它不是真的, 它没有字体。 没有字体怎么来的? 因缘所生。 这是佛法里讲的缘起, 它是因缘生法。 凡是因缘生法, 没有字性, 就是没有字体, 没有字体是空的, 所以缘起性空, 性是讲体, 它没有字体, 缘起性空。 凡是因缘生法都没有字体, 所以当体即空, 了不可得, 这是事实真相。 下面一个比喻说, 如梦中人, 梦实非无。 极致于醒, 了魔所得。 这也正是古得所谓, 梦里明明有六趣, 绝后空空无大千, 永迦大师在, 正道歌, 上这样说的。 使法界一正庄严不限于六道, 十法界都是一个梦境, 六道是恶梦, 四圣法界是美梦, 都是梦中境界, 不是真的。 这个梦有没有醒的时候? 有。 破一品无名, 正义分法身就醒了, 六道, 十法界就没有了, 你进入另外一个时空。 六道十法界脱离了, 进到一真法界。 所以时空确实可以突破, 这个不是假的。 禅宗里面讲, 粉碎时空, 那个不是夸大的话, 也不是比喻, 是事实。 时间跟空间都可以突破的, 为什么可以突破? 因为它不是真的, 它是假的。 梦醒之后晓得全是空的, 在梦中以为是有。 修行人之可贵, 就希望在梦中自己晓得在做梦, 这是他的功夫。 诸佛菩萨是现在我们这个世间度化众生, 他是清楚的, 他在做梦, 自己晓得在做梦。 我们这些人一块在做梦, 不知道自己在做梦, 把梦当做真的。 他跟我们一起做梦, 他晓得他在做梦, 这是佛菩萨映化在世间。 学佛守须性词, 入到乃德奇门, 现在学佛的人很多, 因为科技的发达, 印刷术的便利, 学佛已经变成社会上很时髦的风气。 有没有入门? 没有, 都变成门外汉。 不但没有入门, 把佛法学错了, 搞偏差了, 大有人在。 为什么他不能入门? 不了解事实真相。 所以, 金刚经, 正是将为农老居士所说的话, 不能不讲, 不能不细讲。 金刚经, 很不好讲, 唐朝中夜以后一般讲经法师最怕的是讲, 金刚经。 为什么怕讲? 怕人家听了会错意思。 错会了意思, 不但没有好处反而有害处。 所以一定要细讲, 不能含糊笼统。 含糊笼统都认为什么? 金刚经, 一切讲空, 什么都没有了, 那什么坏事都可以干了。 没有了, 什么都没有了, 那就坏了, 就把这个意思完全讲错了。 要晓得, 金刚经, 显示的正义是, 万法皆空, 因果不空。 因果不空, 所有一切虚幻之相, 使法界一正庄严 怎么变现的。 因果变现的。 你承认不承认 眼前一些境界存在。 你只要承认这个, 你就得承认因果是真的, 不是假的。 因为, 万法皆空, 所以佛叫你应摩索住。 心要清净, 无论什么事情, 是法, 佛法都不可以放在心上。 为什么佛法也不能放在心上? 佛在此的讲得很清楚, 佛法也是因缘生的, 所以佛法也是, 当体即空, 了不可得, 佛法也是, 即非是名, 佛法者, 即非佛法, 是名佛法, 所以佛在此的明白交给我们, 法上映舍, 何况非法, 那个法是指的佛法。 这才晓得无住是不放在心上, 不可以有这个牵挂。 佛法尚且不能挂在心上, 何况其他的。 统统是假的。 因为使法界一正庄严这个假乡它有, 它不是无, 所以教你而生其心, 道理在此地。 无住, 不住有, 身心, 不住空, 空有两边不住, 这是菩萨道, 这是大乘法里常讲的中道, 两边不住。 因此心地清静, 生活, 工作, 处世待人皆物真诚热心, 它并不消极, 表现得比一般世间人更积极, 更美满。 这是讲, 你要不把这个事实真相搞清楚, 真正相信, 你不得其门而入。 此的入道, 入门, 这个门道的标准相当高, 不是普通的标准, 是法身大事的标准, 原教初驻菩萨的标准, 此的讲入道跟入门是这个标准。 十五, 妄心之起, 即由正念之松。 正念提起, 妄念便无。 乃自然之理, 并非其特。 知患即离, 离即之患, 非两世也。 此事除妄最直接, 最恶药之方法。 时时如此绝招, 不少放异。 我见从何而起焰? 妄心之起, 即由正念之松, 妄心怎么起来的。 我们不往深处说, 也不必往高位次说, 就是我们自己的境界, 现前在日常生活当中。 过去我们不晓得什么叫正念, 这一次在, 金刚经, 上这样讲过了, 知道什么叫正念。 抓住, 金刚经, 上的两句话, 正念就分明了。 拿两句话, 三心不可得, 诸法空香。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对人对事对物, 都知道肯定三心不可得, 万法皆空, 这个念是正念。 你的心多清净, 你不会染着。 但是这,